龙王传说第855-948章,视频下方详情中可选取章节播放,并有全书播放列表,手机用户点击视频下方标题可展开视频详情。 本视频配有反简字幕,手机用户可轻点视频,再点右上角三个点切换字幕,跪求订阅。 第855章 强悍 唐武林抛出黄金龙枪后,立刻催动金龙飞翔,直接就来到了那巨大骷髅头的侧面,右手悍然挥出。 五道长达七米的暗金色韧芒一闪而眉,从侧面狠狠地劈在那巨大骷髅头上。 刺耳的摩擦声,破碎声随之响起。 一时间,绿光四散纷飞,无数光焰爆射。 唐武林双臂交叉护在身前,金色光蕴包覆住自己的身体,一个倒翻落地。 同时右手一招,一道金芒飞射而回,落入手中,赫然正是立下其功的黄金龙枪。 别说黄一,黄二,黄四了,就算是紫一,此时也已经看得呆了。 唐武林从爆发到劈碎那骷髅头,整个过程只不过是几次呼吸时间而已。 那给他们带来巨大困扰的骷髅头就这么破碎了。 简直是不可思议。 快走。 唐武林大喝一声,震醒了众人。 众人赶忙狂奔而来,和他一起冲出了工厂区。 说也奇怪,出了工厂区,那恐怖的压力顿时消失无踪了。 后面居然也没有敌人追击过来。 紫衣衣甩手,唐门坐战车就飞射而出,他一个纵越,率先上车,众人也纷纷钻入车内。 油门瞬间到底,带动着他们闪电一般飞射而出,朝着原路急迟而去。 工厂区内。 一道身影在远处悄然浮现出来,看上去是已经四十多岁的中年人,身上闪烁着两黄,两紫,三黑七个魂环。 右手握着一柄漆黑的法杖,法杖上面有一个绿色光雾形成的光球。 此时的他,脸色看上去十分难看而阴沉。 竟然破了我的是魔窟窿。 恐怕唐门的人很快就会过来了,固步的其他了,立刻把能收集的所有冤魂收集好,我们马上离开。 是。 周围飞起一大片密密麻麻的骷髅头,每个骷髅头的眼瞳之中都闪烁着绿色火焰,只不过这些骷髅头就要小得多了,他们迅速地朝着四周飞射而去。 唐门坐战车高速行驶,众人身上的窦铠伴随着一道道流光闪过纷纷收回到体内消失不见。 黄四忍不住吃惊地看着唐武林,黄三,你是怎么做到的? 刚才那一下,简直是太帅了。 竟然直接就将那骷髅给弄得炸掉了。 天哪,你简直太棒了。 唐武林道,不是我厉害,是那骷髅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强而已。 此一此时刚刚完成了向总部的汇报,离开了工厂区域后,通讯立刻变得正常了。 听了唐武林的话,他不禁回过头来,向唐武林问道,说说,是什么情况? 唐武林道,当时那些哭声出现的时候? 我们都没有发现任何人的踪迹,这就意味着,那哭声并不是生命体发出的。 不久前,我刚刚见过一些奇异的情况。 所以,我就大胆的猜测,那些哭声来自于怨灵,在这工厂之中的怨灵。 根据我们的任务来看,我们本次执行任务的目标工厂,曾经发生过大事故,有害物质泄漏,一定会死很多人。 那么,这些枉死的人就有可能形成怨灵。 这些怨灵本应该是自然消失的,但如果经过有心人的处置,他们或许就会更长久的存在下来。 譬如邪魂师。 因此,当我们无法发现哭声的由来时,那么,我就大胆判断是怨灵,原来工厂死去那些人的怨灵。 之后的幻境,应该也是那些怨灵引动出来的。 控制怨灵显然是需要精神力的,而且是非常庞大的精神力。 我们的敌人不知道隐藏在什么地方。 想要冲出重围,首先就要解决敌人对怨灵的控制,所以我用出了那个声音魂迹,在怒吼声中,声波加上精神双重震慑果然让怨灵出现了短暂的失控,所以我们才能向外冲出。 而后来那个巨大的骷髅头,本身攻击力很强,但当时我注意到,在它下方有很多光运汇集过去,和之前吓唬我们的怨灵很相似。 所以,我再次猜测,那个巨型骷髅头的能量来源就是工厂中的怨灵。 如果我猜测正确的话,那么,隐藏在暗处的敌人很可能没有我们想象中M强大,他只是借用了工厂之中的怨灵,所以才会变得那么强。 说到这里,唐武林停顿了一下,本身没那么强,那么,他释放的骷髅在防御方面自然很可能有缺陷。 我利用了这一点发起进攻,果然,在先中断怨灵输入之后毁掉了他。 等我们冲出来之后没有追兵出现,应该就是印证了我的猜测。 隐藏在暗处的敌人确实是没有那么强大的,在工厂之外,他未必就是我们的对手。 听了唐武林的分析,唐门坐战车内突然变得安静了下来。 两久,开车中的紫义缓缓说道,你真的和我们进的是一间工厂吗? 在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他的声音中分明有些苦涩的味道。 他才是此行的队长,可是,在面对危险的时候,他却没能发现敌人真正的目的和判断出当时情况。 如果不是唐武林给出了正确判断,并且在关键时刻力挽狂澜。 他们很可能就已经陷入那里了。 黄一,黄二,黄四也都像是看怪物一般看着唐武林。 战斗力是一方面,这分析能力实在是太可怕了。 唐武林挠挠头,心中却有些不以为然,他觉得自己做的这些很正常啊。 为什么这几位同伴会那么吃惊呢? 他当然不知道,经过了魔鬼岛的一连串特训之后,他已经和以前变得不一样了,无论是观察力,应变的能力,果决程度等等。 全都远超普通人的层次,哪怕是唐门斗者也是一样。 无意中露出的争容,就足以震撼身边伙伴了。 唐门坐战车开入市区后就停了下来,等待援军的到来。 时间不长,两名黑急斗者悄无声息的出现了。 他们和紫衣简单的交流了一番,紫衣把唐武林的判断说了出来,他并没有抢攻,完全是实事求是的讲述了当时的情况。 两名黑急斗者赞许的看了看唐武林之后,立刻就消失在夜色之中了。 我们现在干什么去? 紫衣 黄一向紫衣问道。 紫衣道,在这里等吧。 等结果出来之后再返回。 同时也好确定我们是否完成了任务。 大家累了可以在车里休息一会儿,我来负责职守。 他在震惊于唐武林的能力同时,心中也是充满愧疚的。 如果不是唐武林的力挽狂澜。 恐怕这次他们就损失大了,而且很可能还是全军覆没的局面。 如果是那样的话,作为领队,他难辞其咎。 唐武林走到紫衣身边,想要说些什么,紫衣却向他摇了摇头,没事,不用安慰我。 我很庆幸有你这样的队友。 同时也意识到,在对抗邪魂师的道路上,我们还有许多不足。 回去后,我会努力弥补这些不足。 唐武林向他比出大拇指,不愧是斗者。 今天的情况紫衣应对不理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个是太突然,另一个就是对邪魂师不了解。 再加上本身不够冷静。 还有就是缺乏对抗邪魂师的经验。 第八百五十六章 阁主指点 但这些都不影响他本身的优秀,对抗邪魂师任重道远,唐武林的表现对他是不小的刺激,但只要还活着,斗者就一定是会不断进步的。 黄一、黄二、黄四也都走了过来,向唐武林表示了感谢。 工厂那边情况不明,大家都没有休息的心思,只能在这儿默默的等待着。 一直到快天亮,两名黑疾斗者才返回,带来了消息。 工厂内的邪魂师已经全都离开了,唐武林的判断是正确的。 那里的邪魂师确实是利用了工厂内的怨灵。 同时,在工厂下面的地底深处还有一座祭坛。 从祭坛的使用情况来说。 不只是工厂内的怨灵被祭练了,就连这次恐怖袭击中死去的人们,很多灵魂也都被那些邪魂师通过祭坛引导了过去加以祭练。 这个消息令众人心头都是沉甸甸的,同时,两位黑疾斗者也宣布他们的任务完成。 鉴于任务完成过程中唐武林的突出表现,本次任务的全部奖励,唐武林独得一半,剩余的其他四个人分。 这是没办法谦让的,上级斗者决定了,下级只能遵从。 而且,紫衣四人也是心悦诚服。 本来这次任务就是双倍几分,再加上独得一半,唐武林绝对是收获丰厚了。 但是,这次行动也在他心中蒙上了一层阴影,因为他清楚的看到,圣灵教的猖狂。 以联邦的实力,对圣灵教竟是束手无策,袭击已经发生了这么长时间。 居然还没有找到圣灵教本次行动的主力。 这次好不容易有些线索了,但邪魂师还是从容的撤走了。 如果说没有人帮助他们,那绝对没人相信。 圣灵教内部的渠道绝对是相当可怕的。 紫衣开着唐门坐战车返回史莱克城,交了任务,领取了积分后,这支临时小队也随之解散。 唐武林没有再接取任务,而是直接返回了学院。 先回去取回自己的东西再说。 然后他还打算前往天斗城,去师伯那里。 这次完成任务的时候,他已经得知了,锻造师协会那边并没有受到大爆炸的波及,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史莱克学院一切如故,唐武林返回内院,首先来到海神岛上,报备。 还没等他登上海神岛,他就惊讶的看到,海神岛岸边上站着一人。 一袭白衣,副手而立,英俊的面庞上戴着淡淡的冷意,看到唐武林过来,并没有流露出惊讶之色,反而是朝着他招了招手。 唐武林脚尖在水面上一点,控制着身形稳稳的落在岸边,然后立刻恭敬的恭身行礼,云老。 是的,这位等在岸边的不是别人,正是史莱克学院当代海神阁阁主,晴天窦罗云明。 云明向他微微汗手,你跟我来。 说完,转身向海神岛内部走去。 唐武林赶忙跟上。 表面看去,云明似乎也并没有走得多快,但唐武林却要全力以赴的奔跑才能跟上他的步伐。 海神岛并不算太大,一会儿的功夫,唐武林就跟着他来到了海神阁。 走进海神阁,云明并没有在大厅停留,而是走上楼梯。 唐武林跟在他身后,有些好奇的看着周围的一切。 对于海神阁,他绝对说不上熟悉,但对这里的好奇心却是一点不少的。 这看上去面积并不算太大,依靠在黄金树上建造的木屋,可是整个斗罗大陆上最具权威的地方之一啊。 云明带着唐武林一直来到海神阁三层,走进一间空旷的房间之中。 房间内什么摆设都没有,只是在地面上有两个蒲团。 云明自己在靠里面的蒲团上坐下,指了指对面的蒲团,坐。 唐武林依言坐下,心中惊讶的同时,也很是好奇。 难道说,云老先前在岸边就是在等着我的吗? 对于云明知道他回来他一点都不意外,以云老的修为,恐怕他只要踏入史莱克城那一瞬,云老就能知道吧? 有那儿的消息吗? 云明沉声问道。 唐武林心头微震,却是苦笑着摇了摇头,无论是那儿还是谷月,一点消息都没有啊。 云明突然道,你形成魂力漩涡了。 唐武林惊讶的看着他,然后点了点头。 虽然他还完全无法理解云明那个层次,但一眼就能看出自己已经形成了魂力漩涡,这是何等眼力,仿佛自己的身体都能被他的眼神看透似的。 云明眉头微醋,似乎在思考着什么。 足足半晌之后,才再次开口道,可有问题。 唐武林摇了摇头,和老师讲述过的一样,魂力漩涡很正常,只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在这种等级就出现魂力漩涡。 似乎应该是七环之前才出现的。 云明道,魂力漩涡实际上和等级无关,只和魂力的凝厚程度有关。 当魂力压缩到一定程度之后,因为本身越来越接近固态,而纯粹固态的魂力其实是不存在的,所以,这种近似于固态的魂力就要以特殊的形式存在,那就是旋转。 简单来说,如果你有一杯非常浓稠的巧克力,当你不去管它,让它自然的放在那里,它很快就凝结成快儿,或者说是一杯浓浓的盐水,你不去管它,很快就会有结晶体沉淀在下面。 但是,当你不断的对它们进行搅拌,让它们始终处于旋转中的时候,它们就能够保持在液体状态。 而这样的液体具有高浓度的同时还非常均匀。 魂力也是如此,你的魂力达到一定程度后,自身自然会对魂力进行调节,同时会引导着它们形成漩涡。 这是一个魂力修炼自然而然的过程。 知道魂和成形产生质变。 魂力漩涡本身具备非常强的吸引力,吸引你体内的魂力,同时也对外界天地原力有着很强的牵引,让你的修炼能够事半功倍。 以你五环修为就能够形成魂力漩涡是非常罕见的。 当年,我是五十九级的时候形成。 之后,六十级到七十级的修炼速度和五十级到六十级相差无几。 听了云明这番话,唐武林对魂力漩涡顿时有了一份全新的认识,而且他惊讶地发现,这位海神阁主云老竟然是在指点自己。 他是五十九级形成的魂力漩涡。 那岂不是说,在这方面自己还要超过他了吗? 心中虽然惊讶,但唐武林还是将云明所说的一切牢牢谨记,这可都是被誉为当今天下第一人的指点呢。 绝大部分魂师一辈子都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 云明看他听进去了,继续道,接下来你就按部就班的修炼就是了,有魂力漩涡做基础,你的修为会提升得很快。 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来海神阁找我。 是。 谢谢云老。 唐武林恭敬地说道。 云明眼神有些复杂地看着他,我是一个很感性的人,所以,因为那儿的事,我不喜欢你。 唐武林一愣,但他也只能报以苦笑了。 对于那儿,他自己心中又何尝不是充满了歉疚呢? 云明继续道,但是,出于为学院考虑,我是不应该这么做的。 这次,你们在魔鬼岛的军训效果很好。 我已经得到了那边传来的消息。 你的成绩甚至超过了绝大部分前辈。 唐武林没吭声,这是在夸我。 云明停顿了一下,似乎是在考虑什么事,但他终究还是没有下定决心,摆了摆手,道,你去吧。 是。 唐武林赶忙站起身,再次向云明行礼之后,转身离去。 看着他离开的背影,云明轻叹一声,揉了揉自己的眉头。 房间一侧的小门推开,圣灵斗罗亚历从里面走了出来,他来到云明背后,轻轻地为他揉捏着肩膀。 还是下不了决心吗? 这孩子真的很优秀。 无论是心性还是能力,都堪大任。 云明摇了摇头,我还是不喜欢他。 再看看吧。 雅力轻叹一声,你可不要将他推得太远啊。 第八百五十七章 师祖点播 云明脸上流露出一丝淡淡的微笑,这点我并不担心,他不只是学院的史莱克七怪,同时也是唐门斗者。 我这次是违背学院定下的规矩的,算是对他再增加一些考验吧。 你会议通知,增补唐武林为预备海神阁肃老。 不过,消息要对外表面,包括对唐武林自己。 是。 云明站起身,拉住妻子的手,其实,我也很期待看他未来还能创造怎样的奇迹。 历代海神阁主都要经历无数的魔力最终才能担负重任。 雅力微微一笑,我很喜欢这孩子,我相信他一定可以的。 按照学院的规矩,能够完成魔鬼岛全部考验,就能够成为海神阁肃老了。 如果能够以破纪录的方式完成考验,那么,就是下一代海神阁主的继承人。 他的成绩可是有目共睹的。 云明微微一笑,我有分寸。 出了海神阁,唐武林还是有些莫名其妙,海神阁主云老亲自到岸边接自己,就是为了指点自己几具魂力漩涡的修炼之法吗? 他能够感觉到云明是有些欲言又止的,但又不知道他究竟要说些什么。 不过,云老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接受了自己,这总算是件好事。 唐武林先回了自己的住处,把自己存放的东西都带在身上,然后才到了赤龙斗罗卓施住的木屋。 狮卓施正在院子里晒太阳,到了他这等修为,已经不需要时时刻刻都修炼了,更多的其实是感悟天地,需要瞬间的顿悟才有突破可能。 卓施看他到来,一点也不吃惊,微微一笑,道,阁主找你了。 唐武林好奇的道,您知道了。 卓施微笑道,他找你是很正常的事情。 来吧,到师祖这里做会儿。 一边说着,他指了指自己身边的位置。 唐武林走到卓施身边坐下,卓施道,把你此行的经历讲一讲吧。 说完,他就闭上了双眼。 对师祖唐武林当然没什么好隐瞒的,当下,他将自己和伙伴们此行的遭遇详细的讲了一遍。 从称作魂岛高速列车出事,面对强大的邪魂师,再到后来到达北海城以及在魔鬼岛上发生的一切都行详详细细的说了一遍。 只是没有提到最后自己回来参与的有关于唐门的斗者行动。 卓施一直闭着眼睛听他讲述,直到他最后讲完,才重新睁开眼眸。 惊叹一声,卓施道,大陆的太平似乎到了尽头了。 我们这一代已经老了,未来改变大陆,守护大陆的任务就是你们年轻人的事情了。 唐武林惊讶的看着他,师祖,真的有那么严重吗? 卓施沉声道,只会比你想的更严重。 联邦高层出了一些问题,已经有人明目张胆的开始发动联邦内部争斗了。 表面上看,联邦还是风平浪静,但实际上,内部斗争已经非常激烈。 而这次天斗城的事情,就是内部斗争的一次外部体现。 莫武作为联邦议员,他本身还是一个派系培养的重要接班人,却在这次圣灵交的突袭之下深陨,这导致了联邦内部矛盾进一步激化。 虽然说不好哪一方政客和圣灵交有关系。 但毫无疑问的是,圣灵教能够隐藏得这么好,联邦竟然拿一个邪魂失踪门毫无办法,上面没有保护伞这是不可能的。 乱世似乎即将出现,不只是联邦出了问题,我听说,传灵塔内部也有问题出现。 甚至星罗帝国那边,绿骷髅组织似乎是得到了什么支持,和星罗帝国官方的战争持续升级。 似乎整个斗罗兴都变得不太平起来。 唐武林大脑不断地转动着,思考着。 可是,他发现自己还是一头雾水,毕竟,他一直以来都只是史莱克学院的一名学员,对于大陆局势并没有太多了解,更多的只是刻苦修炼而已。 卓氏道,你现在还不需要想得太多,真正介入到这里面,还要等到你从内院毕业之后。 但是,你记住,身为史莱克学院这一代史莱克七怪之首,你则无旁贷。 史莱克学院一直以来都是中立的,但这是针对大陆和平时期。 一旦出现了有可能颠覆大陆,给普通民众们带来致命威胁的存在,学院也一样会果断出手。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唐武林微微汗手,毫无疑问,史莱克学院数万年的传承,在斗罗大陆上有着根深蒂固的地位,学院的优秀毕业学员们几乎在各大势力都有,一旦学院登高一呼,能够号召的力量绝对是非常可怕的。 卓士抬手按住唐武林的肩膀,以后你的压力会越来越大,这次魔鬼岛之行对你们的好处未来你才会真正明白。 我希望你能做到压力越大,动力越大。 来吧,把你最近修炼的一些问题,包括金龙九世的问题说说。 唐武林在卓士的木屋一直待到傍晚,经过卓士的指点之后,将这些日子出现的一些问题全部解决。 当晚他就留在了海神岛上。 他试住在古月留给他的木屋之中,坐在床边,看着窗外皎洁的月色,脑海中浮现着那张胶岩,似乎又能感受到他的味道。 胸前的银色龙鳞在月光的照耀下,反射着柔和的光彩,这一夜,无眠。 第二天一早,唐武林就离开了学院,昨天他已经跟卓士说过了,他会到天窦城一个月,跟随神将振华继续学习锻造。 他的锻造水平现在已经到了非常重要的瓶颈,而一旦他能够完成混断,那么就将在锻造方面进入另一个境界,作为当今锻造界最年轻的六级锻造师,一旦突破,那么,在锻造方面他就有无限可能。 出了学院,唐武林没有去魂岛高速列车站乘坐魂岛列车。 他现在对魂岛列车真是怕了,尤其是怕了从史莱克城到天窦城这一段。 在这一段列车上,他都不知道出过多少次事了。 为了自己,也为了人家其他乘客的安全,他决定自己还是不坐魂岛列车比较好。 来到唐门,窦魂堂,唐武林用自己的积分直接兑换了一辆唐门坐战车。 那天在乘坐过坐战车之后,他对这玩意儿也算是情有独钟,速度快不说,而且还非常稳定。 唯一可惜的就是没有特权,但就算如此,车上配备的各种设施也远超普通车辆。 至于他的机甲,已经拿回来了,之后就等升级了。 但机甲和汽车毕竟不一样,联邦对机甲的管制非常严格,尤其现在又是非常时期。 唐武林的斗者积分相当不少,兑换一辆唐门坐战车还有许多剩余。 坐战车也被他放进了自己的储物戒指之中,出了门才释放出来。 和那天乘坐的唐门坐战车不同,他这次兑换的是一辆有三排座位,能够最多乘坐八个人的唐门坐战车,本身的速度没有那天那辆快,但越野性能却要好得多。 史莱克七怪七个人,多的一个座位,自然是留给他的。 第858章 质押骚乱 开车上路,唐门坐战车伪装系统开启,车辆表面形成一层深蓝色的漆面,在阴暗的光线下看上去像是黑色,只有在阳光下,才会呈现蔚蓝宝石一般深邃的光泽。 这种蓝色被唐门称之为水硅防盖石蓝,是从一种矿物质中提取出来的。 本身耐腐蚀,还能增加金属的硬度。 一些机甲也会选择这种材质作为外部涂装。 唐门坐战车在唐武林的驾驶下风驰电车般上了高速路,再次朝着天斗城方向而去。 自己开车和坐车的感觉又不同,唐武林发现,这辆唐门坐战车开起来非常平稳不说,而且操控极佳,很容易就能达到人车一体的状态。 虽然速度很快,但却很有把握。 只用了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远远的,天斗城路标已然在望。 不知道斗魂堂有没有抓住那些圣灵教的邪魂师。 那废旧工厂的遭遇令唐武林心头沉甸甸的。 越是对圣灵教认识深刻,越是能感觉到他们对社会对联邦的危害。 那些家伙,真的要早些铲除才行啊。 下了高速路,唐武林熟悉的拐上了主路,向天斗城市区方向开去。 和前天的情况差不多,道路两旁还是有不少灾民,但看得出,他们得到官方的安置,数量还是减少了一些的。 重建工作恐怕要进行很久吧,毕竟破坏的那么严重,而且这次的事情性质极其恶劣。 想必在全联邦也应该燃起对圣灵教同仇敌忾之心。 一边想着,唐武林开车已经进入市区之中,市区内的秩序还好,只是巡逻的警车数量明显比以往多得多了。 警车真的有用,就不会被袭击了。 唐武林心中暗叹一声,不过有总比没有好,至少能让民众们心里踏实一些。 天斗城锻造师协会乃是锻造师协会的总部,唐武林把车开到附近,拐进一个小巷子之中停下,下车,用储物戒指把车收起来,然后才朝着锻造师协会走去。 才刚走到门口,他就停下了脚步,不是他不想进去,而是锻造师协会的大门此时竟然被堵得水泄不通。 交出凶手,交出凶手。 门口,至少有上千人堵在那里,疯狂的呐喊着。 一些情绪激动的民众还拿着石块朝着锻造师协会投掷。 协会门前,拉起了黄线,里面有警察维持秩序,但很显然,他们已经有些挡不住情绪激动的民众了。 唐武林吃惊的找了一位外围的民众问了一下才知道,锻造师协会的麻烦大了。 按照调查监控显示,在天窦城遭遇袭击前,那些引爆定装混导炮弹的恐怖分子之中,至少有十几个最后到达的地方是锻造师协会。 天窦城这样的大城市,混导监控探头几乎是遍布主要街区的。 所以看得非常清楚。 尽管目前还没有任何证据显示锻造师协会和圣灵教有关,可是,那些视频被有心人泄露出来。 天窦城激动的民众们立刻就像是找到了宣泄口一般,找上了锻造师协会。 锻造师协会总部已经被围攻了好几天了,现在只能是大门紧闭。 毫无疑问,这件事对锻造师协会的声望产生了极大的打击。 唐武林眉头紧簇,他对师博是绝对相信的。 锻造师协会怎么可能和协魂师有联系呢? 而且,监控录像怎么会轻易被民众们知道? 至少在没有调查结果之前不应该放出来。 冷静判断,这显然是有人故意陷害锻造师协会的呀。 唐武林还清楚的记得,那次师博遭遇的刺杀。 毫无疑问,那次刺杀应该是和圣灵教有关。 作为大陆唯一一位神将,毫无疑问,师博在不会被圣灵教所用的情况下,绝对是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除之而后快。 民众大多是跟风的,尤其是那些失去了亲人的民众们,想要控制住情绪确实不简单。 尤其是现在天窦城行政大楼被直接炸毁,几乎所有高级城市行政官全军覆没。 新来的官方人员处理这次事故都焦头烂额了,谁有心思来帮锻造师协会澄清啊? 正是在这些问题的情况下,锻造师协会承受的压力才会越来越大。 怎么办才好? 唐武林眼中流露着思索之色,既然自己来了,也面对了这个问题。 那就要想办法帮帮师博。 他没有急于进入锻造师协会,而是退到一旁不起眼的角落中,默默地观察着。 这里聚集的民众足有上千,而且情绪激动,久久不去。 看上去闹事还不只是一天了。 锻造师协会那边,有不少玻璃都被砸破了。 那么,他们闹事的目的是什么呢? 想要处理一件事,首先要冷静地分析,这是懒惰老魔交给唐武林的。 他的原话是,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人都是懒人,因为只有懒人才会想出那些节省时间和劳动的方法。 遇到事情,毛手毛脚地去处理,只会是浪费时间和精力,只有找准目标,一击至圣,才能省时省力,有更多的时间去做其他的事情,譬如,睡个懒觉。 无疑,唐武林对于懒惰老魔的话并不完全认同,但对于他做事的方法却是学了许多。 换了以前,他恐怕真的没什么办法,只能是进去先找师博,问问锻造师协会现在的情况。 但此时的他,却要比当初冷静得多,站在不起眼的地方,目光从那些闹事的民众中一一扫过。 凭借着灵渊静的精神修为,他很容易就能够将一个人观察得非常仔细。 他首先做的是分辨,分别有没有魂师在人群之中。 答案是否定的,在闹事的民众中,一名魂师都没有,全都是普通人。 但他并没有就此放弃,而是继续仔细观察。 大约十几分钟后,唐武林发现,在这些闹事的民众之中,十分均匀的分布着几个领头者。 每当民众们叫嚣和闹得有些停顿的时候,他们总是能够事实发声,再次掀起一番高潮。 一共有十六个这样的人,他们十分均匀的分布在这上千人的区域之中。 唐武林通过仔细观察还发现,这些人耳朵上都带着通讯器,是很先进的微型通讯器。 这玩意儿的价值唐武林还是很清楚的,至少绝不是普通人能买得起或者说是会去买的。 综上所述,这几个特点单独拿出一个来或许都不能证明什么,但如果集合在一起,就能证明很多事情了。 更何况,唐武林本来也不需要太过详细的证据。 转身离去。 走向街道旁的阴暗处。 交出凶手,严惩锻造师协会。 民众们高声的呼喊着。 锻造师协会会长出来,给我们一个交代。 锻造师协会的人都应该上断头台。 你们这些该死的邪魂师。 各种怒骂声此起彼伏。 就在这时,突然间,一道身影闪电般切入人群之中。 他出现的实在是太快了,一股无形的力量从他身上释放出来,所过之处,民众们无不被挤到一旁。 黄色斗篷,黄色面具。 胸前带着唐门的黄级斗者徽章。 一抬手,他就抓住了一名叫喊正兄的民众。 紧接着,不等民众们反应过来,他突然大吼一声。 哪里跑? 一边说着,他身上一圈圈魂环光芒纷纷亮起,足足八圈,两黄,两紫,四黑。 极其强盛的气势随之从身上爆发而出。 一根根巨大的蓝金色藤蔓宛如一条条巨龙一般呼啸而出,先是冲天而起,然后再纷纷钻入人群,将先前看到的目标一一缠绕了各街市。 民众虽有上迁,但此时却都因为震惊失声惊呼。 唐门斗魂堂抓捕邪魂师圣灵教歹徒,大家不用惊慌。 唐武林的声音中包含了一些黄金龙吼的精神震慑力,一下就把民众们的惊呼声压了下去。 里面的警察也已经飞快地跑了出来,但当他们看到唐武林的装扮和胸前的斗者徽章以及身上的魂环石,一个个都停下脚步,没有再靠近。 第859章 六大强者 尽管当今大陆魂导科技高度发达,魂师的地位已经不如万年前那么崇高了。 但在斗罗大陆上,毕竟魂师还是最高贵的职业,这一点从来就没有改变过。 每个人在六岁时觉醒悟魂,无不希望和祈祷着自己能够成为魂师的。 绝大多数人失望而归,但在他们心目中,魂师的地位始终窥然不动。 当他们身边,亲眼看到一位八环魂斗罗藤刺的魂师出现,感受到他强大的实力和威严时,一时间除了感到吃惊,恐惧之外,更多的是好奇与狂热。 要知道,高阶魂师可不是那么容易看到的呀。 这可是八环魂斗罗,在整个大陆魂师界都能排的上号的存在。 而且,眼前这位魂师的实力之强大,更不只是魂斗罗那么简单,他还是唐门的人,唐门斗者吗? 唐门斗魂塘,并不是每个人都知道,但凡是知道的人,都清楚,联邦战神殿,唐门斗魂塘,这都是大陆上赫赫有名的魂师团体,整体实力极为强大。 而且唐门在大陆上纵横两万年,有着极为正面的地位,无论是当初的唐门先祖,一代人杰唐三,还是当今传灵塔创始人灵兵斗罗霍宇浩,全都出自于唐门。 相比于魂师,唐门更具有一些神秘性和高贵感。 所以,当唐武林表明身份的时候,这些闹事的民众们原本内心的愤怒就变成了复杂的情绪。 你,你凭什么抓我? 我们是来找锻造师协会讨个说法的。 就算你是唐门的人,你也不能诬陷好人。 被唐武林抓在手中的那人还试图争辩。 他根本就是锻造师协会派来的。 大家不要相信他。 较远的地方,一名被蓝银黄缠绕着的歹徒也是叫嚣起来。 唐武林冷笑一声,我很快就告诉你们凭什么抓你们。 首先,我要问问大家,你们谁认识我手里抓着的这个人? 虽然这十几个人都在叫嚣着,但奈何唐武林凭借伪装术释放出的八个魂环过于耀眼,民众们的情绪已经没有那么激动了。 站在唐武林身边不远处的一名民众道,不认识。 有点眼声。 唐武林沉声道,这十几个人,都是刚才闹得最凶的。 天窦城遭逢大难,正是万众救灾的时刻,他们却煽动大家前来闹事。 没错,那些发起袭击的歹徒确实是曾经到过锻造师协会,但大家冷静的想一想,他们来过锻造师协会就意味着他们是锻造师协会的人吗? 难道说歹徒不知道在咱们天窦城有监控这种东西吗? 或者,我们再往前面推一推,假设这些歹徒到过餐厅呢,住过酒店呢,难道餐厅和酒店就都是他们的同谋? 各位或许也有做买卖的,如果他们到过你们哪里,就意味着你们和他们是一伙的吗? 我抓住的这些人,故意煽动大家情绪,在这需要齐心协力共抗灾难,重建家园的关头。 他们是什么心态才会这么做? 一边说着,唐武林在自己手中抓住那人耳朵中一捏,揪出一个微型通讯器来,大家看看,这是什么,这是微型通讯器,不是很贵,三万联邦币一套。 而且他这种是高级型号,抗干扰能力很不错,应该加个在五万到六万联邦币之间。 请问,作为一个普通人,你们需要这种东西吗? 你们可以亲自动手,从我抓起来的这些人耳朵中找一找,看看是不是都有这种通讯器。 原本还群情激愤的民众们顿时变得有些嘈杂起来,一些好事者很快就从那些人耳朵中找到了通讯器并且高高举了起来。 有,真的有,看上去还是一样的。 唐武林微微一笑,大局已定。 他们煽动大家前来闹事,其心可诛,在我看来,他们才是最有可能和歹徒是一伙的。 接下来,我把他们交给警察,我相信,对他们进行仔细审问之后,一定会有结果。 天窦城遭受到了这么严重的一场灾难,我知道大家心里都很难过,但正因如此,我们才更不应该做出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啊。 一边说着,唐武林收敛魂环,同时朝着警察们招了招手,在民众们的帮助下,把这十几名已经面如土色之人聚集到了一起。 不,我不是歹徒,我不是歹徒。 只是有人给我钱,让我来说那些话,带着大家来闹事的。 一名意志不坚定的闹事者终于崩溃了。 谁都知道,如果被判定为这次恐怖袭击的歹徒将要面临的是什么。 一个人崩溃,立刻,其他人也开始意志松动。 周围的民众们更是一片哗然。 事情发展到这个程度,唐武林的目的也就已经达到了,趁着警察处理这件事的时候,他悄悄地退出了人群,从侧面绕过,直接来到锻造师协会后门,同时拨通了振华的电话。 电话声响起,耳边传来振华爽朗的笑声,就知道是你小子,什么时候学会伪装了,看你释放出八个魂环的时候,还真是吓了我一跳呢。 啊?您知道我来了呀? 唐武林惊讶的道。 震华笑道,你这小子啊。 行了,先进来再说。 我已经让人去接你了。 正说话的功夫,后门打开,里面走出一个看上去有些熟悉却叫不出名字的人。 唐武林赶忙走了进去。 他心中略微有些诧异,从通讯器中听声音来看,师博的心情似乎并不差呀。 难道说外面闹成这样,他都没什么反应吗? 这份心态可真的是太好了。 乘坐电梯,直接来到震华所在的楼层。 一进震华的办公室,唐武林就吓了一跳。 神将震华的办公室之中可不只是一个人,足足有六个人之多,除了震华之外,还有一个唐武林极为熟悉的,那就是他的另一位老师,本体宗宗主穆也。 一看到唐武林走进来,牧野就忍不住笑骂道,你这臭小子,一回来就坏我们的好事。 要不是看你释放蓝银草,我都没认出你来。 老师,师博。 唐武林有些摸不着头脑。 除了这两位之外,另外坐着的四个人两男两女,看上去都是中年人的模样。 其中一名中年人有些无奈的道,挺好的钓鱼行动,这下没招了。 钓鱼行动,唐武林突然明白过来,吃惊的道,难道说,下面闹市的那些人,是你们安排的? 震华失笑道,那倒不是,我们还没那么无聊。 只不过是将计就计办了。 圣灵教找了些普通人来闹市,目的无非就是把我引出去,等我出去之后再想办法突袭我。 而能够被派来偷袭我的人,想必在圣灵教会有些地位。 我们这是在配合他们演戏呢? 什么时候等民众冲到我们大门口,甚至破门而入的时候,就是我该出去的时候了? 确实让你小子给破坏了。 人家看到一名魂斗罗级别的魂师出现,就算想要对付我,也必然会改变计划了。 第八百六十章 多情斗罗 听了振华的话,唐武林不禁一脸苦笑,这将还是老的辣呀。 自己本以为处理得很漂亮了,却没想到这不过是师伯他们给圣灵教部下的一个圈套。 振华脸上笑容收敛,这次的事情非常严重。 真没想到,圣灵教这些人竟然胆大包天到这种程度。 武林,你小子这一去又是这么长时间,学院派你去的军训如何? 唐武林当着这么多人也不好说的太多,只能道,还挺有收获的。 这不刚回来就来看您了。 振华点了点头,来,我给你介绍一下。 一边说着,他指着对面两名中年女子道,这二位来自于战神殿,都是战神殿当代战神。 唐武林对于战神殿现在已经不是一无所知了,战神殿一共有十八位战神,这是战神殿中流砥柱的存在。 十八战神全都是封号斗罗级别强者。 直接受联邦议会的指派。 据说在十八战神之上,战神殿还有更顶尖的战力,至于是什么唐武林就不清楚了。 两名中年女子相貌都没有什么特别出众的地方。 在振华的介绍下,唐武林得知,他们一位叫唐丽月,一位叫竹萱。 唐丽月封号冰月,竹萱封号陈猫。 确实是两位封号斗罗。 振华再指向一位中年人,道,这位是来自于传灵塔的天圣斗罗徐圣群。 介绍这位的时候,振华明显要比之前介绍两位战神殿女战神要郑重得多。 唐武林赶忙道,免下您好。 徐圣群饶有兴致的看着唐武林,向他点了点头。 振华微笑道,徐兄乃是当今传灵塔四大传灵使之一。 唐武林心头一震,对于传灵塔他就要比战神殿了解得多了,传灵塔的组织是非常严密的。 最初,联邦议会建立的时候,其实是借鉴了传灵塔的高层模式。 传灵塔有三十六位长老,最初的时候是由各方势力任职的。 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传灵塔在大陆上地位越来越重要。 渐渐的,传灵塔自身形成了一个独立的个体。 尽管如此,现在的传灵塔依旧是由三十六位长老组成的议事团来处理大事。 在议事团之上,还有几位高层,其中就包括传灵塔塔主,两位副塔主以及四位传灵使。 这全部四十二个人,就是传灵塔组织的所有高层。 传灵塔相对来说还是一个非常民主的机构,哪怕是塔主也不能为所欲为,但塔主却有着一票否决权,这一点是最厉害的。 副塔主和传灵使每个人有两票的投票权,仅次于塔主的三票。 每位议事团长老有一票。 每当有大事要决定的时候,就是集体投票的时刻。 两位副塔主和四大传灵使除了本身对于传灵塔组织要有极大贡献才能被选举出来之外,更重要的是,他们代表着传灵塔的巅峰战力。 至少也是超级斗罗以上层次的存在。 也就是说,面前这位天圣斗罗徐圣群,单纯在修为上,还要超过本体宗宗主牧野。 至于综合战斗力如何就不得而知了。 振华目光转向最后一位,从他的眼神中,唐武林甚至看到了尊重。 以振华一代神将的大陆地位,居然会出现尊重这种表情,那他面前这位在大陆上的地位会是何等尊崇? 不只是他,就算是在他身边的牧野,在目光落在最后这位身上的时候,也同样流露出了一丝复杂神色,从他眼神中,唐武林看到的是恐惧。 毫无疑问,无论是振华还是牧野,在大陆上都是跺跺脚四海颤抖的人物,能让他们如此,可想而知这位是怎样的存在了? 那位中年人身材修长,相貌英俊,有一点他和唐武林很像,也有着一双非常漂亮的眼睛,眼神柔和,眼睫毛很长,虽然看上去已经是四十岁左右的年纪,但却依旧充满了中年男人的成熟魅力。 坐在那里,似乎并没有什么强势气息流露出来,至少不如前面几位那么引人注目,可当唐武林的目光落在他身上的时候,却不由自主的会被他吸引。 振华道,武林,这位说起来和你就有些渊源了。 和我有渊源? 唐武林惊讶的道。 那名中年人向他微微一笑,露出一口白牙,还是我自己介绍自己吧? 我叫张欣,我们同属唐门。 张欣? 对于唐武林来说? 这个名字无疑是陌生的。 要说唯一和他有共通之处的地方,可能就是名字比划比较多吧。 振华道,赃前辈是唐门斗罗殿副殿主,封号多情。 咳咳。 赃心听到自己的封号,立刻咳嗽两声。 似是有些尴尬。 振华赶忙收声,有些尴尬的道,抱歉,我忘了您不愿意提起您的封号。 此时的唐武林却一点都没有注意到赃心对自己封号的感官,完全被斗罗殿三个字震惊了。 唐门内部结构他就更清楚了,内三唐,外三唐,他自己就是内三唐之中,斗魂唐的成员。 内三唐依次是供奉唐,斗魂唐和执法唐。 而在内外三唐之上,唐门还有一个最高权力所在,就是斗罗殿了。 据说,只有供奉唐的供奉才有升入斗罗殿的可能。 斗罗殿殿主就是当代唐门的门主。 眼前这位,竟然是唐门斗罗殿副殿主,那也就意味着,他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呀。 在去过兴罗帝国之后,唐武林很清楚,唐门不只是在斗罗大陆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兴罗大陆甚至地位比在斗罗大陆上还要高。 震华先前对徐胜群的称呼是徐兄,而对这位多情斗罗脏心的称呼却是脏前辈,这之间的差别可就大了。 无疑,这位多情斗罗的年纪绝不像表面看上去那么年轻。 哎,都怪殿主,当年非要给我起一个这样的封号,这真是丢人丢一辈子啊。 武林,你不需要叫我什么免下,更不要称呼我的封号。 你就叫我老脏好了。 这位斗罗店副店主说不出的随和,脸上始终是笑意盈然,但唐武林可不敢如此,赶忙恭敬的道,唐武林见过副店主。 脏心微微一笑,初次见面,送你个小礼物吧。 一边说着,他一抬手,一个小物件就朝着唐武林飞了过去。 唐武林赶忙接过来,落入手中的,是一个圆形的小牌子,小牌子制作非常精致,内部明显有魂倒法阵存在,外部看上去也很漂亮,一边是蓝色一边是红色的,两面都刻有唐字。 唐门兵火印 包括徐胜群在内,其他五位封号斗罗无不失声惊呼。 就连那两位女性,冰月斗罗唐立月和陈猫斗罗竹轩都是面露羡慕之色,甚至是有些不能自已。 唐门兵火印 哪怕身为唐门弟子,唐武林也不知道这是个什么存在。 但他何等聪明,立刻鞠躬超过九十度,恭敬的道,多谢副店主赏赐。 他可不敢称呼脏心为老脏。 脏心微笑道,没什么,这是店主让我给你的。 我也算是送个顺水人情。 你所得到的,都是你应得的。 店主 店主也知道我。 唐门当代斗罗店店主是谁,别说唐武林了,哪怕是很多封号斗罗都不知道。 只有大陆真正站在巅峰的极少数人才知道这位神秘店主的身份。 脏心道,拿着唐门兵火印,等你有空的时候到斗罗店来一趟,自然有人会告诉你怎么用。 记得收好了,如果丢了,那你就错过这次机缘了。 是。 唐武林恭敬的答应一声,然后走到木野和振华身后站定。 这里无疑都是长辈,哪有他做的份。 振华微笑道,本来这次想着有赃前辈亲自坐镇,说不定能钓上条大鱼来,却没想到被武林无意中破坏了。 诸位,不如我们先吃午餐。 木野,还是要辛苦你了。 好。 木野话不多,答应一声,然后瞥了一眼唐武林,小子,来给我打下手。 第861章秘心 看着木野带着唐武林进了厨房,脏心脸上流露出一丝微笑,本体宗总算是有人开窍了,而且运气还非常好。 振华笑道,我也很意外,没想到唐门对武林如此看重。 坦白说,这孩子我也非常看好。 我听牧尘说,他已经快要接近圣将的层次了。 这次来,我估计他也是要向我请教这方面的知识。 圣将? 他才多大年纪? 徐圣群大为惊讶地说道。 振华不无骄傲地道,这孩子得天独厚。 如果说大陆未来一定会再出一位能够天断的锻造师,那么,非他莫属。 天断意味着什么? 众人都再清楚不过了。 振华是不好意思自夸神将才这么说的。 唐丽月和竹萱对视一眼,二女眼底深处都有光芒闪过。 脏心总是一副笑眯眯的模样,唐门对他的重视,只会比你们想象中更大。 所以,就请麻烦各位,不要打他的主意了。 他这话当然不是对振华说的,锻造师协会和魂师本身并没有什么冲突的地方,只是相辅相成。 但作为传灵塔和战神殿却并非如此了。 唐丽月微笑道,脏前辈,您可不能太户独自啊。 我们战神殿从来都是不排他的。 他是唐门弟子,也可以加入战神殿为联邦效力吗? 脏心只是笑笑,却不置可否。 徐胜群想要说什么,但看了一眼笑眯眯的多情斗罗,却终究没有说出来。 尽管他是传灵塔最顶层的六个人之一,在这位面前也不敢有丝毫放肆。 多情斗罗听起来只是斗罗店副店主,但身为传灵塔高层他却非常清楚,这位和斗罗店店主也没有太大区别了。 同样是站在这个世界最巅峰的男人。 传灵塔塔主曾经说过,在大陆上,他最不愿意面对的对手并不是史莱克学院的晴天斗罗,而是唐门的两大店主,可见他对这两位店主的评价有多么崇高了。 厨房 关上门,木野的脸色似乎放松了几分,突然抬手拍向唐武林的肩膀。 唐武林知道他要干什么,当然不会闪躲,任由木野的手掌落在他肩头。 肩膀上一沉,一股距离瞬间传来。 比起振华,唐武林其实更长时间没有见过木野了,从星罗大陆回来之后,他就没见过自己这位老师。 木野微微一愣,他已经考虑到唐武林的力量会成长,所以这一掌用的力量不小,可是,唐武林竟然没有半点反应,他也是完全没想到的。 唐武林嘿嘿一笑。 木野眉毛微挑,脸上流露出似笑非笑的表情,按在唐武林肩头的手掌却猛然加厉。 唐武林洗着土豆,老师,要削皮吗? 木野的嘴角抽搐了一下,心中却充满震惊,哪怕是一名魂圣级别的力量型魂师,在自己刚刚施加的力量作用下,也一定承受不住,可自己这位弟子却是仿若无事。 这怎么可能? 没有再继续,因为他已经看到唐武林脚下的地板出现了裂痕,再发力,唐武林人或许没事,这楼板却要承受不住了。 臭小子,你这是吃了什么好东西,怎么力量增长这么多? 唐武林耸了耸肩膀,老师,这是秘密。 不过我的力量早就已经超过十万斤了。 而且我自己有感觉,似乎还在一直增长。 身为本体宗宗主,在身体强度方面,牧野一向是充满骄傲的,虽然他直到现在都没能突破到超级斗罗层面,但他一直自认,论身体强度,自己足以和极限斗罗媲美。 可是,看着面前这不过五环修为左右的弟子,他却有些不自信了,按照唐武林现在的速度发展下去,恐怕用不了多久,他就能够在身体力量层面上超过自己。 好小子,你厉害。 稍后我传授你本宗的炼体之法。 你的力量如此之强,要会调用才行。 调用。 唐武林惊讶的看着牧野。 牧野淡淡的道,你有十万斤的力量,那么,你在不接近对手的时候,能发挥出多少? 唐武林道,要结合武器投掷,或者是配合五魂,魂技之类的才有一定效果。 牧野摇了摇头,力量本身也是能量的一部分,你那血脉魂技也好,自身五魂魂技也罢,与之都是不冲突的。 现在的你,就像是空有一座宝山却不知道如何挖掘。 而咱们本体中的炼体之法,就是帮你把这座宝山挖掘出来。 不过,你也不能过于迷恋力量的感觉,魂力修炼才是根本。 只要有足够强大的魂力,在修炼其他都会事半功倍。 老师当年就是太过于执着于自身力量以及后来又将太多的精力放在研究机甲上,才到现在都无法突破超级斗罗层次。 是。 唐武林认真的点了点头,牧野这番话绝对是他的肺腑之言,从他的眼神中唐武林就知道这件事对他的影响有多么大了。 实际上,牧野年轻时候就是本体宗的一代天才,被誉为最可能达到前人层次的存在。 但后来伴随着实力的成长,由于师长也没有达到那样的层次,对他的指点就出现了一些问题,再加上他自己的爱好太过广泛,这才耽误了修炼魂力的最佳时机。 否则的话,以他的天赋,是真的有可能冲击极限斗罗那个层面的。 牧野一边处理着食材,一边继续道,那位多情斗罗你以前没见过。 唐武林摇摇头。 牧野道,唐门真是让人无语那,我也没想到他们会对你如此重视。 如果有机会,和这位打好关系吧。 他在唐门中的地位极高,事实上,很多时候,就算是斗罗电电主都未必有他说话管用。 他给你的那枚唐门冰火印是一份大机缘,千万要抓住了。 唐武林好奇的问道,老师,唐门冰火印究竟是什么东西,为什么你们好像都很震惊似的? 牧野沉声道,唐门历史悠久,比我们本体宗还要久远得多。 早在唐门先祖唐三威镇大陆的时候,唐门就发现了一处宝地。 准确的说,就是那位牵手斗罗唐三发现的。 这块宝地十分隐蔽,而且据说是机关重重,独物密布。 但在宝地内部,却孕育着众多的天才地宝,都是最顶级的存在。 真正情况我也不是特别清楚。 但你只要知道,唐三,霍宇昊这两位大能都曾经从这块宝地之中得到过好处就足够了。 唐武林听他这么一说,对于唐门冰火印的好奇心也就更重了几分,但很显然,牧野也并不知道实情。 牧野道,你回去之后可以尽快使用唐门冰火印,我相信,有这位多情窦罗的指点,你不会错过的。 哦,对了,你也别和他走得太近。 唐武林有些摸不着头脑,前一分钟牧野还让自己交好多情窦罗,怎么后一分钟又说让自己别和他走得太近呢? 牧野的眼神有些古怪,身上散发出一层柔和的能量,把他和唐武林包覆在内,隔绝了外界的一切。 你知道唐门当代窦罗店店主的封号是什么吗? 牧野问道。 第862章出乎预料的突破 唐武林摇了摇头,他怎么可能知道,唐门斗罗店店主一向是最神秘的存在。 他虽然现在是一名斗者,但距离唐门高层还差得远呢。 牧野低声道,封号无情,无情斗罗曹得志。 唐武林这还是第一次听说唐门当代斗罗店店主,也是唐门门主的名字,一时间不禁瞪大了眼睛。 联想到什么没有。 牧野眼中光芒闪烁。 唐武林茫然摇头,无情斗罗。 多情斗罗。 牧野道,倒是无情却有情,多情自古空于恨。 传说中,多情斗罗和无情斗罗,可可。 不用我再多说了吧。 唐武林瞬间瞪大了眼睛,您是说。 那他们两位都是男的。 嗯啊。 牧野挑了条眉毛,除了这间屋可千万别对任何人说起这件事,这对唐门来说可是最大的秘心之一。 唐武林只觉得整个人都不好了,斗罗店店主无情斗罗和副店主多情斗罗是一对儿。 这个。 老师,您这消息靠谱吗? 唐武林向牧野问道。 不靠谱啊。 牧野理所当然的说道。 唐武林差点一口血喷出来,不靠谱您还说,您就不怕。 牧野笑道,我这不也就是跟你说说呢,而且,既然有传说,当然不会空穴来风,这其中肯定还是有一些说法的。 譬如,据我所知,无情斗罗和多情斗罗都没有成家,他们都是一代大能,喜欢他们的优秀女性多了去了。 难道就没有他们喜欢的? 还有就是,这两位的关系一直非常好,早年的时候共同闯荡世界,为唐门立下了汉马功劳。 封号又那么暧昧。 唐武林松了口气,道,您这都是捕风捉影的。 牧野黑黑一笑,多情斗罗四处留情,无情斗罗却从无绯闻。 传说多情斗罗游戏人间,就是为了掩盖他和无情斗罗之间的关系。 具体如何我就不清楚了,反正他们不正常。 唐武林干咳咳一声,有关于长辈们的话题,他还是不多掺和的好。 而且他也看得出,牧野在说出这些的时候,不无恶意。 毕竟,本体宗和唐门早年本是竞争关系,但随着时间推移,本体宗示威,而唐门却越发强大,早就已经拉开了距离。 牧野的厨艺确实强悍,再加上食材绝佳,一桌丰盛的午餐很快就摆了上来。 振华邀请众位入座,无疑,多情斗罗赃心做了主位,众人之中,就属他的身份地位最高。 唐武林作为小辈,自然是敬陪莫做了。 看着一桌子的好菜他心中不禁暗叫可惜,这么多长辈,他总不能放开了大块朵一把。 只能实际看着眼馋。 振华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找来了一瓶看上去外包装非常沧桑的酒,亲自给每个人倒了一杯,也包括唐武林。 我这瓶龙血酒的历史非常悠久了,一直没有舍得拿出来喝,是当初一位朋友送给我的。 今天正好请可谓品鉴一下。 酒叶呈现为琥珀色,隐隐有淡淡的清香飘出,这种香气非常奇特,有点类似于檀香,又像是杰兰香的香气。 唐武林面前也有一杯,他还从来没喝过酒,顿时大感好奇。 桑前辈,各位好友,我敬大家。 一边说着,振华端起杯来。 桑欣微微一笑,也拿起面前酒杯,龙血酒,好东西呀。 我也有很多年没喝过了。 闻,闻起来像是赤龙龙血。 浓烈香醇,本身具有浓厚的火元素精华。 对驱除阴寒邪气,增强自身血气有很好的帮助。 而且,大补纯阳。 听到大补纯阳这几个字,除了唐武林之外,几名男性封号斗罗们都流露出了会心的微笑。 振华竖起大拇指,桑前辈真是内行,请。 一边说着,他自己先是将杯中酒一饮而尽。 龙血酒 唐武林好奇地看着面前杯中酒夜,眼看其他人都喝了,他也是一口喝了下去。 龙血酒入口甘醇,但却非常浓烈,唐武林只觉得一股热气瞬间涌上头,紧接着一道火线就冲入自己的小腹之中。 全身所有毛孔在刹那间仿佛全部张开了似的,英俊的面庞上顿时涌起两朵坨红,眼前也是一片模糊。 好烈性的酒啊,好舒服的感觉。 他此时只觉得自己的身体完全舒展开了似的,无论是骨骼,经络还是血脉和皮肤,都有种被烫味过的感觉。 全身热气腾腾,皮肤表面很快就多了一抹红晕。 再看诸位封号斗罗们,却一个个都是庞弱无视。 无疑,这是实力的差距,以唐武林的修为,这龙血酒之中蕴含的能量太过浓郁了,以至于无法瞬间吸收。 但也就在这时,突然,唐武林听到自己体内传来坑的一声翠响,紧接着,体内气血就疯狂的涌动起来。 他整个人身体一僵。 坏了。 确实是出问题了,问题就在于,他的第九层封印,破了。 龙血酒带动了唐武林一直压制着的血脉气息,骤然生疼之下,一下冲开了金龙王第九层封印。 实际上,唐武林对龙血酒不了解,否则他也不会喝了。 龙血酒本身当然是大补之物,郑华将他拿出来自然也是好意,但这玩意儿要看是谁喝。 唐武林喝下去,滋补效果自然是有的。 但别忘了,他体内流淌着金龙王血脉,赤龙虽然也是真龙,但品阶和金龙王差得太远了。 金龙王血脉感受到赤龙血脉进入,怎能不暴怒。 虽然龙血酒只是被喝下去消化吸收,但金龙王血脉还是一下就狂暴起来,狂暴的金龙王血脉气息面对早就已经摇摇欲坠的第九层封印,自然是一冲而过。 前一刻唐武林还是面颊通红,下一瞬以他的身体为中心,狂暴的能量波动就已经绽放开来。 皮肤表面瞬间勇气片片金林,瞬间覆盖了他整个面颊以及身体。 金龙王十八道封印,前八道开启后,唐武林身上已经能够在不使用黄金龙体的时候大部分被金色鳞片所覆盖了。 而这第九道封印,就将最后的鳞片补齐。 浓烈的血脉气息奔涌而出,低沉的龙吟声也在唐武林的血脉震荡中传来。 他身下的椅子瞬间破碎,一屁股坐倒在地。 此时此刻,唐武林已经什么都顾不得了,只能是勉强控制着自己的身体盘膝坐好。 这还是他早就具备冲击第九层封印的能力,才能在关键时刻稳住自身。 否则的话,要是像以前冲击封印那样,恐怕早就痛苦地倒在地上了。 众位封号斗罗也都是吓了一跳,徐胜群惊讶的道,震华兄,你这酒力有点强劲啊。 这孩子。 震华也是一脸惊讶之色,看着唐武林心中充满不解,不应该呀。 虽然龙血酒的效果很好,但你武林的身体素质,承受应该一点问题都没有,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难道是他的修为达到瓶颈,即将突破? 也不对呀。 他的魂力应该是刚刚达到五十级不久,距离下一个大瓶颈还有很大的差距。 不是魂力。 桑欣走到唐武林身边,双眼微眯,应该是类似于能力的突破,但却并不是魂力,而是他自己体内的血脉气息变化。 很霸道的能量,但也很奇怪,和他自身完全契合。 牧野也来到唐武林身边,对于唐武林的情况,他是最了解的一个,明板是他体内那和龙类近似的血脉出现了变化。 想来应该是受到龙血酒引动的。 但以脏心的修为,并没有说他现在的情况有危险,想来就不会有太大问题。 渐渐的,唐武林的状态逐渐平静下来,看上去确实是没有大碍。 脏心微微一笑,好了,我们继续吃饭,等我们吃完饭,说不定他就恢复过来了。 唐武林此时感觉到金龙王金华如同颈喷一般在体内绽放,全身最后一部分地方被金色龙鳞覆盖后,在他皮肤表面似乎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能量循环,大有几分生生不息的感觉。 第863章 双循环 一直以来,唐武林的血脉能量虽然强大,但却需要吃大量的食物作为补充,每当使用的时候,都会大量消耗,一旦消耗殆尽,他也将陷入虚弱状态。 可此时的感觉却开始变得不同,那澎湃汹涌的血脉能量在他皮肤表面开始形成一种奇妙的循环,这个循环和玄天宫魂力在经络中的循环互不冲突,反而将经络中原本存在着的部分血脉之力缓缓吸收到皮肤表层。 皮肤下是血脉之力循环,经络中是魂力循环,当这二者在不断的变化中剥离时,一些奇怪的反应也开始出现了。 首先就是,唐武林的玄天宫魂力运行的比以前更加顺畅了,运行速度明显开始加快,魂力漩涡运转越发顺畅,在高速旋转的过程中,漩涡最下方尖端开始有一些晶莹的光芒闪烁。 然后就是血脉之力被单独分离出来后,运转也同样变得顺畅,更重要的是,在运转过程中,血脉之力形成了一个奇妙的循环,本身的狂躁渐渐变得舒缓,同时还隐约有血脉气息持续提升。 就像是修炼魂力时魂力会增长一样。 两个循环从最初的声色到渐渐远转如意,二者似乎互不干扰,但彼此又有着微妙的联系,一在外,一在步的玄天宫魂力生生不息,外部的血脉之力浑厚刚强,宛如长江大河滚滚不绝。 已经破开的九道金龙王封印隐约中震荡出一圈圈金色光韵,稳固着他体外的血脉气息循环,令唐武林有种脱胎换骨的感觉。 在他的精神世界中,他也同样感觉到,一条金色巨龙仿佛腾空而起,虚弦于他精神之海上,从龙头到龙尾,一共九点金光光芒闪烁,凶微赫赫。 那是一种难以形容的恐怖气息,仿佛要将整个世界全都撑破式的。 唐武林也第一次感受到来自于金龙王能量中的桀骜,那种桀骜,是凌驾于一切之上,凌驾于万千生物之手的感受。 仿佛所有一切都应该在他面前沉浮,再不是以前那种沉睡着的感觉。 在他的感知中,体内的金龙王血脉仿佛活了过来,真正的化为了金龙王,大有纵横开河,疲逆天下之楷,甚至有种要冲出他的身体的感受。 在这一刻,就算没有老唐的解释,唐武林也终于明白为什么老唐会说,封印着金龙王血脉的十八道封印后九道和前面九道截然不同了。 沉睡的金龙王又怎能和苏醒的金龙王相比,想要未来继续吸收金龙王封印中的能量,似乎就必须要逐渐降服这头金龙王才行,这其中要面对的危险,何等恐怖。 唐武林倒吸一口凉气,心有戚戚。 不过,他也能够明显感受到,金龙王后九道封印和前面九道相比,明显要坚实了无数倍。 也就是说,他想要冲破后面的封印会很困难,但同样的,那封印之中的能量想要冲出来也同样非常困难。 这样一来的话,至少会给他不小的机会。 有充足的准备时间。 玄天宫魂力和金龙王血脉能量运转四十九个周天之后,各自回归。 玄天宫魂力凝聚于丹田中的魂力漩涡内,而那金龙王血脉之力则是最终凝聚于唐武林胸口处,似乎也是化为了一个漩涡,一个金色漩涡,只不过这个漩涡是在他胸口表面。 坐在桌旁吃饭的众人甚至能够看到,唐武林胸口处亮了起来,一圈圈金色光运正从那里向外绽放,就连衣服都有些拦不住似的。 唐武林身上的气息也在不断的提升,他不过是一名五环魂王,在座众人无不是一代大能,可这些位大能却都能感受到,从他身上传来真正的压迫力,那当然不可能是魂力上的压迫,而是源自于血脉之中的压力。 这小子的血脉气息之强,还要在你之上啊。 我指的不是血脉中的能量,而是血脉的本源气息。 震华眼中大亮,向身边的牧野说道。 牧野也是面露古怪之色,我能感觉得到,没想到,他的血脉居然还能持续进化,我原本以为,他的血脉已经完全被我开启了呢,现在看来,原本只不过是刚刚开始罢了。 现在的他,才是真正的展现出自身真我的时候。 血脉气息自成循环,有意思了。 多情窦罗赃心双眼微眯,喃喃的道,自成循环,这意味着,他的血脉气息有可能像魂力一样,凝结成类似于魂核的存在。 在唐门的典籍之中,还从未有魂师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难道说,这孩子身上,竟然有一部分血脉是属于魂兽的吗? 你们应该都知道,魂兽修炼到万年修为之后,就有可能在体内凝结出属于魂兽的魂合,他们的魂合更多是源自于血脉,和我们魂师的不同。 一旦魂兽死亡,这魂合就会化为魂环,最为强大或者特殊的魂合,还会影响到他们的骨骼,从而出现魂骨。 振华突然郑重的向赃心和在场诸人道,众位,我有一个请求,希望众位能够为我这失职保密,我不希望他被联邦带走,当作试验品。 葬心微微一笑,这你倒是多虑了,换了别人或者可能,他却不行。 他是我们唐门的人,不仅如此,也是我们唐门未来庇入供奉殿甚至是斗罗殿的后继者。 更何况,你别忘了,他还是当代史莱克七怪之一。 史莱克学院会允许有人拿他当作试验品吗? 一边说着,他的目光似乎是很自然的从在场的传灵塔,战神殿几位脸上扫过,明明没有任何气势绽放,可那几位却都是心中凛然。 毫无疑问,葬心这番话代表的可不是他自己,而是整个唐门。 你还漏说了一句,他也是我们本体宗的人,是我的嫡传弟子。 牧野有些骄傲的说道。 葬心瞥了他一眼,淡然一笑,却没有再说什么。 坦白说,牧野有些头疼,他甚至有些恼怒的瞪了振华一眼,如果不是振华的龙血酒,唐武林也不至于在这么多位强者面前暴露如此之多,这次暴露,毫无疑问对他是不利的。 本来他就在想着用什么办法,未来能够把唐武林拐走,成为本体宗继任宗主呢? 只是因为唐武林现在修位还差得远,他才没太着急。 可现在他被葬心盯上了,也就自然而然的入了唐门高层的视野,葬心先前就把唐门兵火印给了他,更别说现在还发现他身上的特异之处了。 以后想要争取他就更加困难了。 振华却是一脸无辜的模样,心中却很是高兴,自己这位师侄正如乾隆在渊,一旦冲出,很可能就是一飞冲天。 更难得的是,这孩子心性稳定,随着年龄增长,不但没有飞扬跋扈,反而更加沉稳了。 他心中确实也是有些后悔,如果今天在场没有战神殿和传灵塔这几位,自然就更好了。 众人久过三旬,唐武林终于长出口气,缓缓睁开了双眼。 体内气息随之收敛,一切都变回了正常,但当他双眸睁开的那一瞬间,众人分明看到,他的双眸之中,有一道亮光闪过。 第八百六十四章 后机薄发 那光芒极为璀璨,以至于包括脏心在内,众人眼中都出现了瞬间的恍惚。 没有任何人看到,在他睁开双眼那一瞬间,瞳孔并非普通人的原形,而是竖起的,一双眼眸更是呈现为灿烂的金色。 光芒一闪,眼瞳也已经恢复正常。 唐武林只觉得四肢摆还无不舒畅,更是有用不玩的力量。 虽然这次只是突破了第九道封印,但他却有种力量翻倍的感受。 实在是太畅快了。 醒了就起来吃饭吧。 震华微笑道。 唐武林赶忙爬起来,有些不好意思的道,师伯,老师,各位前辈,抱歉,我也不知道。 桑芯摆了摆手,好了,这是你的机缘。 来吃饭吧,不过,龙穴酒就不要喝了。 唐武林尴尬的笑笑,这才拿过一张椅子,吃了起来。 众人因为之前关注他,吃的都不多,到了他们这等修为,也不太需要通过食物来摄取能量了。 唐武林却非如此,就和以前一样,无论修为如何提升,他对于食物的渴望都从来没有降低过,一番大块朵移之下,身体顿时更加舒服了,毕竟。 今天这些食材可都是好东西呀。 吃过饭,其他人陆续告辞,只剩下振华和牧野二人。 振华向牧野道,你后面排队呀。 我师纸可是来找我的。 牧野哼了一声,管吃管住,我这什么急。 说完,他拍了拍唐武林的肩膀,静字走了,只剩下唐武林和振华二人。 振华轻叹一声,武林,你可知道,今天你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突破,对你来说可是半喜半忧啊。 唐武林心中一动,师伯,您是说。 振华道,我,牧野和赃心前辈都无所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你是我们的人,我们巴布的你天赋异禀。 但战神殿和传灵塔那几位,虽然是我们的盟友,但从某种意义来说,也有竞争关系。 当然,我只是个锻造师,我是无所谓的,但是,对于唐门,史莱克学院甚至是本体宗来说可并非如此。 战神殿呈邀你加入的心思恐怕会更多一些,但唐门却未必愿意放你去。 这就涉及到了高层之间的博弈。 当然,你今天在众人面前展现了你的潜能,也必然会让唐门对你更加重视,战神殿和传灵塔的高层视野中也会出现你的身影。 就看你未来如何发展了。 不过,你记住一句话,无论未来如何,你要怎样选择,最重要的都是自己要足够强大。 依靠他人的力量,审时夺势固然重要,但什么都不如自己本身强大来得重要。 只有自己具备足够强大的实力,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是。 唐武林心中凛然。 其实他从小就知道这些的,父亲曾经对他说过,在这个世界上,完全可以信任并且永远依赖的,就只有自己。 振华微微一笑,不过你也不用太担心,毕竟你现在年纪还小,潜能是一回事儿,能否将潜能化为实力就又是另一回事儿了。 何况你身后还有史莱克学院。 而且,你还是一名锻造师。 如果你能够早日冲入圣将层次,那对任何一方来说都绝对是稀缺资源了。 在锻造方面成就更高,也会很好的掩饰你其他方面的能力,对你也是保护作用。 所以,这段时间,你就留在这里,我听你老师说过你的情况,你既然已经到了半步圣将的地步,那么,这次不冲入圣将层面,我是不会放你走的。 看着师伯眼中毫不掩饰的脚侠,唐武林也是不惊玩耳,无论怎样,师伯也是希望自己能够在锻造方面更上层楼。 毕竟,在一位神将看来,还有什么比锻造更重要的事情呢? 而事实上,对自己来说,能够在锻造方面有所突破,也确实是非常重要。 当下,唐武林就在锻造师协会总部住了下来,每天跟随振华学习锻造。 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郑华并没有教导他如何进行魂断,而是抽丝剥茧一般,完善着他在锻造中的各个细节,尽管唐武林已经做得很好了,但郑华却总是能在他锻造的过程中找到一些瑕疵。 然后就是让他进行各种金属的熔断,让他在熔断中感受金属特性的细微变化。 唐武林的精神修为早就已经进入到了灵渊境,再加上这次突破之后,魂力和血脉之力都有了不小的增长,魂力修为竟然因为血脉能量剥离直接冲到了54级,血脉之力也是暴增,他在锻造中不但提升自己的锻造水平,也逐步掌控自己大增的力量。 渐渐的,他已经完全沉浸在了这锻造的世界之中,忘了外界的时间,权情投入。 你突破了? 牧野追问道。 是啊。 你真的突破了? 牧野再次问道。 唐武林一脸无语的看着老师,老师,您这已经问了二十多遍了呀。 是真的,要不您去问问师伯? 牧野嘴角抽搐了一下,不用了,我相信你。 可是,二十岁的圣像,这个,还是让人有些难以接受啊。 唐武林嘴角勾勒起一道漂亮的弧度,可这是事实。 他心中又怎能不开心呢? 是的,就在昨晚,他终于突破了。 实际上,他成为六级锻造师已经有四年多的时间了,相比于之前,这次突破的速度绝对算不上快。 但是,在锻造师的世界之中,每一个大层次的跨越,都是极其困难的。 从千段到零段,从零段到魂段,无不是天欠一般。 每跨出一个大境界,在锻造世界,乃至于在整个大陆,影响力截然不同。 圣将和宗将的待遇,相差百倍。 魂段和零段的价格差距也是如此啊。 零段给予金属的是生命,零段后的金属,如同植物,而魂段给予金属的却是智慧。 尽管只是最初等的智慧,但却让金属学会了思考,这其中的差距,何等巨大。 因此,当木野得知,唐武林昨天最终完成突破,终于锻造成功了他的第一块混沌金属之后,今天就在不停的追问,这究竟是不是事实。 而振华今天根本就没有出现,但木野完全可以想象,那位将会使何等的兴奋。 长出口气,木野道,你这小子,还真的是。 唐武林眨了眨眼睛,老师,您不是说要教我一些本体宗的绝学吗? 咱们什么时候开始? 木野突然笑了,成为圣将是不是很得意? 哼,很快我就让你知道在我面前得意的后果。 唐武林机灵灵打了个寒颤,顿时回忆起当初在船上被虐的欲仙欲死的一幕幕。 不过,他很快就淡定下来,因为,他经历过了魔鬼岛的军训呢。 还有什么会比那七位老魔带来的折磨更痛苦呢? 老魔们不只是折磨他们的身体,更重要的是折磨他们的灵魂,那才是最可怕的。 你的身体情况,和我们本体宗过往修炼的武魂都有所不同。 相对来说,我愿意把你的本体武魂归纳为血脉。 而有关于血脉的修炼之法,本体宗没有。 所以,我教你的,是如何控制自己的身体。 你空有一身力量,却无法控制,那么,无论你力量多强,都不可能真正掌控它的奥秘。 本体能量就是如此。 人体无数奥秘,如何激发本体,如何掌控本体,如何在使用本体能量的时候发挥出几何倍数的威能,这些是我要教你的。 谢谢老师,那咱们什么时候开始? 现在? 唐武林在天斗城足足逗留了一个月,才最终返回。 有了唐门坐战车,他是再也不会去坐混岛列车了,总是祥瑞人家列车多么的不好啊。 当他开车回到史莱克城的时候,已经比当初和伙伴们约定的时间晚了五天。 不过史莱克学院内院对于弟子的要求不多。 给他们更多的空间。 身为当代史莱克奇怪就更是如此。 第865章一起上吧。 这一个月来,唐武林的收获无疑是巨大的,突破第九层金龙王封印,魂力和血脉之力分离,进阶圣像,掌控本体。 短短一个月时间,对他来说,更像是将之前几年的积累尽数释放出来。 从当初前往星罗帝国到现在,已经足有四年多了,这四年多来,无论是藏龙还是后来在魔鬼岛上学习,对他来说,都是一个积累的过程。 正所谓后积勃发,天窦城一个月,他才真正明白,自己究竟拥有了怎样程度的能力。 直接回到内院,回到那个曾经自己和谷月的小木屋。 他甚至期待着,谷月是不是已经回来,或者是至少在小木屋中给他留下支言片语,哪怕是有一封信回来也是好的。 木屋内有了一层薄薄的灰尘,除此之外,并没有多什么。 当唐武林走进木屋的下一瞬,他原本明亮的双眸中不禁多了几分落寞。 他终究还是没有回来,终究还是音讯全无。 可究竟是怎样的压力,竟然让你如此狠心。 他明明是喜欢自己的,却就是那么毅然决然的离去。 还有那儿,那儿又在什么地方呢? 唐武林只觉得心头阵阵刺痛。 学院之中,该学的知识他已经不再欠缺,更多的是需要时间的积累和修炼,不断的提升自我。 可他真的有些无法沉下心来了。 可是,想要从内院毕业,需要首先成为二字窦凯师才行。 二字窦凯师,正常要求,魂力六十几以上,窦凯完成。 唐武林下意识地攥紧了拳头,这次回来,自己也该和伙伴们一起,努力冲击二字窦凯师了。 成为二字窦凯师之后,他就要去完成自己的愿望,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然后去寻找父母,寻找那儿和谷月。 深吸口气,闻着房间熟悉的味道,他将自己心中的颓然抛开。 他已经二十岁了,十年之前,父母离去,他一步步走到今天,面临过多少艰难困苦,但他却都一步步走了过来。 他很坚强,比普通人要坚强得多,内心痛苦转瞬被压了下去,他始终告诉自己一切都有希望。 只要自己变得强大,那么,未来一定都会好起来的。 打开已经整整一个多月关闭的魂岛通讯器,略微注入一些魂力维他充能,唐武林拨通了叶星兰的魂岛通讯号码。 武林? 叶星兰的声音传来,他依旧是和以前一样的那么平静。 嗯,是我,我回来了。 大家都回来了吗? 魂岛通讯器另一边传来徐励志的声音,老大,你总算是回来了,我们还以为你又失踪了呢。 回来就好,你在哪? 大家都回来了,我们去找你吧。 唐武林道,我在海神岛,你们过来吧。 史莱克七怪都有进入海神岛的特权。 这是其他内院学员所不具备的。 时间不长,当那一张张熟悉的面庞出现在自己面前的时候,唐武林脸上流露出了由衷的笑容。 尽管只是一个月不见,再看到他们,唐武林心中还是暖暖的。 至少,自己身边还有这些好伙伴。 咦,老大,我怎么觉得你有点不一样啊? 谢谢动作最快,第一个来到唐武林身边。 唐武林耸了耸肩膀,有什么不一样的? 谢谢眉头微皱,就是不一样。 用我那老师的话来说,就是感觉上不同,这是第六感。 闽唐唐唐主梁小宇就是他的老师,梁小宇告诉过他,作为一名闽宫系战魂师,第六感非常重要。 强大的第六感才能让他有最快的反应速度。 唐武林微笑道,你想知道吗? 谢谢眼中顿时流露出警惕之色,他和唐武林认识时间最长,也最了解他,当唐武林笑得最温和的时候,一般都是想坏主义的时候。 不想。 谢谢毫不犹豫的摇头。 我想,我想。 乐正宇笑嘻嘻的凑了过来。 他的精神似乎已经彻底从阴影中恢复过来了。 唐武林看看他,再看看叶星兰,似乎他们这一个月也有了不小的变化呀。 看起来,两人之间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老大,你不用看他。 我去他家里了,然后又带他去了我们家。 我们双方父母都已经认可了。 随时都能结婚。 不过我们准备等实力变得强一点之后再说。 结婚。 听到这两个字,唐武林略微恍惚了一下。 谢谢迅速飞起一脚,踢在乐正宇屁股上,你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 我们这都是成双成对的,你当老大这么说好吗? 你这是虐狗你知不知道? 老大作为单身狗已经挺可怜的了,你怎么能这样? 我就绝不这么干,你说是不是元恩? 元恩,你要是愿意嫁给我,无论什么时候我都可以。 现在也行。 你们俩够了。 唐武林美好气的道,这一个月,我融会贯通了一些之前的积累。 所以你会感觉有些不同。 大家都聚齐了,我们到岛上的是炼场是尸首。 你们两个一起上吧。 谢谢和乐正宇对视一眼,心中不无疑惑。 一起上。 老大你确定? 无疑,他们都对唐武林的实力非常认可,但毕竟他失踪那三年魂力修为提升不多,而众人的实力,都已经凌驾于他之上不少。 论个体实力,凭剑血脉之力唐武林依旧很强,可是,要是二对一的话,他们可不认为还不是唐武林的对手。 毕竟,他们也都不是当初了。 魔鬼岛的历练,大家基本都是分开的,而且更多的是考验精神和灵魂。 对个体实力影响不多。 乐正宇嘴角处流露出一丝笑容,好啊。 老大,那就这么说定了。 谢谢嘿嘿一笑,也好,也好。 那就试试吧。 唐武林看着他们眼中不怀好意的样子,眉头微挑。 看起来,他们似乎很有信心啊。 徐小言眼口轻笑,悄悄地向唐武林比了个手势,唐武林这才恍然,为什么乐正宇信心那么足了? 但他又何尝不是对自己信心十足呢? 更重要的是,他也想感受一下,现在的自己,究竟能够达到怎样的程度。 海神岛上的试炼场在一座山丘之上,这里的禁制是给众位封号斗罗使用的,所以绝对坚实,不会出任何问题。 唐武林七人鱼贯走上试炼场,徐立志兴冲冲地到一旁开启了试炼场的防护罩。 作为一名食物系魂师,在团队内部切磋的时候,显然是没他什么适而的。 他和徐小言在一边旁观就行了。 徐小言的控制系魂技属于逆天类的,有他参加的话,无论在哪一方都属于不公平的一类。 当然,在他们看来,二对一也同样是不公平了。 大家在同一个层次,修为越高,实际上差距应该越小才对,因此,包括徐小言在内,大家基本上都不太看好唐武林。 一对二,那可是要有绝对差距才有可能获胜的。 谢谢和乐正宇两个人虽然经常斗嘴,可实际上他们的关系非常好,配合也绝对默契,一个强攻一个闽攻,对抗唐武林,应该问题不大。 第八百六十六章 魂帝乐正宇 更何况,唐武林在突破,他们也没闲着呀。 魔鬼倒的经历对乐正宇打击很大,但当他从阴影中逐渐走出来之后,惊讶的发现,自己无论是在魂力还是精神力方面,都有了极大的提升。 唐武林脸上流露出一丝淡淡的神光,双手在胸前合抱,看着对面的谢谢和乐正宇。 面上微笑更加浓郁了。 元恩叶辉,叶星兰也都退在一旁,元恩向叶星兰问道,星兰,你觉得谁能赢? 叶星兰难得的脸上流露出一丝微笑,你这么一问,就是不看好谢谢了。 元恩叶辉道,那倒也不是,以我对他们的了解,谢谢和正宇合力的话,机会应该还是很大的,毕竟,他们的修为在那里,而且大家彼此都太熟悉了。 但是,我也同样了解武林,当初,他带着一年级和我们打的时候,屡战屡胜,这家伙看上去和风细雨的,可实际上腹黑得很,绝不打无把握的仗。 如果遇到艰难时刻,又总会顶在最前面。 在气势上,正宇和谢谢绝不是他的对手。 所以,最终谁能获胜还很难说。 不过,从魔鬼岛回来之后,实际上我们大家彼此都没有以前那么了解了。 尤其是对武林,毕竟,他在兴罗帝国那边那么久,回来之后也没听他说过究竟在那边遇到过什么。 叶星兰微笑道,那就看看吧,如果是赌的话,我也认为,武林会赢。 袁恩叶辉惊讶地道,为什么? 他多少还有些犹豫,可看叶星兰的表情,分明是对唐武林有绝对信心的。 叶星兰摇摇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一种感觉。 你仔细看,武林身上的气息,似乎和以前真的不一样了,谢谢的第六感是对的。 至于究竟有什么不一样,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武林今天找上他们两个切磋,应该不是无地放使的。 嗯? 袁恩叶辉点点头,两人的目光也不约而同地落在场中。 徐小言嘻嘻一笑,我来做裁判吧,你们准备好了吗? 山顶的范围不算特别大,直径三百米而已,对于五环魂王级别的战斗来说,这个范围本不足以让他们完全发挥,不过因为有超强劲制来控制着他们的能量不外泄,也就无所谓了。 唐武林点点头,谢谢嘿嘿一笑,老大,我们可不会手下留情的呀。 我现在还记得,当初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你把我打飞的样子。 我可是很记仇的。 哦! 唐武林似笑非笑地看着他。 谢谢扭头看向乐正宇,乐正宇哼了一声,放心吧,我想赢他的念头,比你执着多了。 你不要拖我后腿就行。 歇! 谢谢向乐正宇比了个比试的手势,谁拖谁后腿还不一定呢,小言,我们准备好了。 徐小言笑道,好,那就开始吧。 一边说着,他用力一挥手。 乐正宇几乎是伴随着他出生的瞬间,就已经如同见识一般朝着唐武林冲了过去。 没有任何花哨,就是正面硬冲,一下就拉开了他和谢谢之间的距离。 喂,你等等我,你懂不懂什么叫配合呀? 谢谢大为不满,但他明显起步慢了,落后乐正宇许多。 乐正宇在冲出的瞬间,身上就迸发出了一往无前的气势,一圈圈浑环从他脚下飞速升起。 四子两黑,没错,六个魂环。 整整六个。 之前徐小言向唐武林比出的手势,也正是六。 二十一岁的乐正宇,在短短数年时间内,充分展现出了他一代天才的实力,成功成为了六环魂帝级强者。 当初,为了保护徐小言,他施展了神圣天使一脉的血脉天赋能力牺牲,从而大幅度消耗了自己的生命力。 实际上,使用牺牲之后,对神圣天使一脉来说,却有种特殊的帮助。 牺牲神技,能够让他们充分的去感悟生命火焰与神圣火焰之间的奥义,对于神圣天使一脉来说,虽然大幅度消耗了他们的生命力,却也能够让他们在更短的时间内深刻体验神圣血脉的气息,更好地提升自我。 之后魔鬼岛的一系列考验,让乐正宇自身突飞猛进,更重要的是,在那里,他吸收了非常庞大的生命能量,不但将自身牺牲时所消耗的生命能量补充上来了,同时还让他自身生命能量有所升华,这才是他的底蕴,今天敢于挑战唐武林并且坚信自己会获胜的底蕴。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乐正宇虽然在魔鬼岛上有了强烈的阴影,可实际上,他才是在那里获益最大的一个,精神,魂力双丰收。 不久前,在得到了徐小妍家里的认可之后,他终于完成了突破,一步跨入魂帝层次,成为了高阶魂师中的一员,也具备了拥有二字窦凯的底蕴。 六圈魂环,四子两黑,这绝对是最顶级的魂环搭配。 璀璨的神圣火焰从他身上升腾而起。 第一魂环亮起,伴随着他背后一双洁白羽翼出现的同时,一道神圣之光就已经落在了自己身上。 神圣之光,攻防艰巨,乐正宇很清楚,神圣之光攻击唐武林根本就不会有任何效果,但附加在自身,却是对他有效的增幅。 一双洁白羽翼瞬间就被渲染成了金色。 圣剑随之出现,剑芒闪烁,金色光运扩散,令他整个人真的宛如天使降临一般。 背后双翼一拍,乐正宇在空中如同一道金光,直接就到了唐武林身前斜上方的位置,背后巨大的天使虚影凭空闪现,双手握剑,毫无保留的一剑向唐武林展出。 这一剑看上去简单,但却结合了他第一,第二,第四,三大魂迹。 天使降临在攻击绽放前的一瞬释放,所有的一切衔接的妙道豪颠。 可以说这一击一下就把他的战斗力提升到了120%。 唐武林从乐正宇发动的那一刻就没有动过,依旧站在原地,甚至连自身武魂都没有释放,只是面带微笑的看着乐正宇向自己冲来。 直到乐正宇突然拍动双翼加速的时候,他脸上才流露出了一丝惊讶。 而就在这时,在他身前,突然响起丁的一声轻响。 一柄虚幻的匕首毫无预兆的出现在他身前,而且刚好似终在他胸前。 命中的是右胸,相对来说不算要害的右胸。 可是,当那匕首刺中他胸口的刹那,翠鸣响起,却无法寸进半分。 匕首当然不可能是乐正宇的,虚幻的身影略微凝实,谢谢脸上充满了不可思议。 这怎么可能? 当乐正宇张开天使双翼的时候,那轩鹤的光焰就已经将后面的谢谢完全遮挡住了,而按照之前谢谢的戏码,他根本就完全落后,更何况还有乐正宇的突然加速。 怎么看来,他都不应该出现在这里才对。 可率先完成攻击的却就是他,尽管只是影龙刃,但却是在攻击过程中充分蓄力,一往无前的一击。 所有的气势和攻击力,都在刺中唐武林的那一瞬才爆发出来。 但谢谢的感觉,自己的影龙笔却像是刺中了一座巍峨耸立的山岳,根本无法进入分毫。 不得不说,他和乐正宇的配合极为默契,所有人都认为乐正宇攻击应该先到的时候,首先完成攻击的却是谢谢。 事实上,谢谢也没有想过自己能够一击剑弓,但只要他这攻击能够吸引唐武林注意,破坏他的防御和战斗节奏就足够了。 乐正宇的叙事一击下一瞬就会降临。 可是,他无论也没想到的是,唐武林根本就没有抵挡的意思,他的影龙笔居然也没能带给他任何伤害。 当他看到唐武林嘴角处流露出的微笑时就明白,唐武林并不是没有发现他,而是根本就没打算防御。 也就在这个时候,唐武林终于动了,他右脚猛然跺地,伴随着低沉的龙吟声,恐怖的震荡力令以他为中心直径三十米范围内,仿佛整个空间都塌陷了似的。 金龙汉的。 可这还是原来的金龙汉帝吗? 第867章瞬间抽飞 八条金龙拔地而起,每一条都有超过五米长,更恐怖的是空间都扭曲了,乐正宇只觉得那扭曲的空间疯狂撕扯着自己的身体,令他不得不释放出更多的神圣火焰来抵挡,同时,他的圣剑也完全斩在了空处,根本就没落在唐武林身上。 谢谢再近距离,本身又是闽宫系魂师,更是被震荡的整个人直接冲起,全身麻痹。 谢谢和乐正宇毕竟是史莱克七怪,虽然同时惊绝不对,但他们的反应也绝对是足够快的。 两人不约而同,在第一时间就释放出了自己的窦凯。 窦凯迅速翻转,覆盖全身,来抵抗金龙汉帝的威能,但唐武林显然没打算给他们这样的机会,只见他身形半转,右腿闪电般挥出,空中升起的八条金龙宛如海纳百川一般,瞬间钻入他的右腿,然后众人眼中,就出现了一条巨大的龙尾,横扫而出。 谢谢和乐正宇能做的,就是穿上窦凯之后全力防御。 然后两人的身体就如同炮弹一般被轰飞而出,远远的飞到百米外,撞击在防护罩上。 剑起两圈刺目光运。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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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正宇和谢谢被打萌了。 徐小言脸上笑容凝固,徐励志瞪大了双眼。 原恩叶辉和叶星兰脸上表情也在瞬间僵硬。 这怎么可能? 在他们眼中,这简直已经不能用奇迹来形容了。 两下。 金龙汉帝,金龙摆尾。 都是金龙九世之中的能力。 可就这么两下,唐武林甚至连武魂都没有释放。 谢谢和乐正宇就已经被轰飞了。 是他们配合不默契吗? 是他们攻击不强悍吗? 并不是。 只是,唐武林的能力太过霸道,霸道的二人根本没有机会。 顺着护罩落地,谢谢和乐正宇无不觉的全身气血翻腾,虽然窦凯挡住了绝大部分攻击力,可他们却依旧都有全身酸软的感觉, 赶忙调动魂力努力恢复。 没有受伤,可是,刚刚那两下,却比受伤还让他们震撼。 以一敌二,瞬间抽飞。 这简直了。 什么时候,他已经变得那么强大了。 刚刚那一瞬,他们在以前也曾经有过,就是在面对当初怪物学院那位龙王龙月的时候。 山龙王曾经带给他们这样的压迫力,可那时候的山龙王武魂是何等强大,超越他们两个层次,武魂也碾压。 而现在的唐武林,明明才只有武魂而已啊。 在修位上并没有比他们强。 但那恐怖的压迫力,此时却已经宛如山岳一般,压迫而来。 这一刻,谢谢和乐正宇突然明白,自己二人,竟然和他已经不在同一个层次上了。 再来。 唐武林低沉的声音同时在他们耳边响起。 谢谢和乐正宇此时都已经穿上了他们的豆铠,简单的吊膝之后,两人同时弹身而起。 同为史莱克奇怪,他们怎能没有争胜之心。 谢谢腾空,摇身一晃,身体在空中高速旋转起来,伴随着龙吟声响起,他身上顿时升腾起一道金龙光影,第五魂环光芒大放,正是他的第五魂迹,光幻龙。 在那光幻龙阴影处,还有一条虚无之龙若隐若现,影幻龙。 有了先前的教训,这次一上来,他就用出了自己的最强能力,双龙变。 乐正宇手中圣剑指天,冷喝一声,一股狂暴之意顿时从他身上爆发出来, 背后的天使虚影瞬间放大,他那魂灵小天使也随之出现在他肩头,一道璀璨金光腾空而起,将整个试炼场映照的鲜蚝壁线,巨大的金光从天而降,在骤然折射,这直径足有三米的巨大光柱,瞬间就吞噬了前面屑屑的双龙变。 昂,昂,昂,更加激昂的龙吟声中,双龙变带着那天使之怒的强烈神圣之光骤然钻出,轩赫的气势令整个试炼场内全都变得一片扭曲。 两大一字窦凯师同时施展出顶级魂迹,以天使之怒增幅双龙变,其微能知强悍,就算是二字窦凯师也绝不敢正面应接。 但唐武林站在原地依旧一动未动,只是眼神变得凝重了几分。 他猛然深吸口气,整个人似乎都随着吸气的动作变得膨胀起来了似的,体内魂力漩涡高速旋转,胸口处的气血漩涡逆向旋转,整个人身体周围都蒙上了一层金白两色光韵,一片片金色龙鳞自然而然的浮现在他皮肤表面,四圈金色光环围绕在身体周围。 昂?当唐武林这一声黄金龙吼吼出的时候,只见他通体周围气血澎湃,整个人的身体竟然在瞬间虚幻了,而是化为一个巨大的黄金龙头,无与伦比的暴力气息迸发而出。 似乎此时此刻他真的已经化身为金龙王一般。 谢谢的双龙变在这一声黄金龙吼之下,居然瞬间就变得虚幻了,哪怕有着天使之怒的加持,居然也有要崩解的迹象。 就在这时,唐武林重新显现出来,双手在身体两侧一圈,再凝重的推出,金龙升天。 先前虚化的巨大龙头重新凝食,转瞬间化为一条长达三十米的金色巨龙悍然而出,和那双龙变狠狠的撞击在一起。 激昂的龙吟,悲鸣一般的龙吟,响彻整个试炼场。 远处观战众人,无不未知色变。 而此时,就在试炼场旁边,几道身影也已经悄无声息的出现了,其中就包括了赤龙斗罗卓士和赤龙斗罗风吾雨这双圣龙的老两位。 当风吾雨看着唐武林这一世金龙升天推出的时候,惊得不禁瞪大了眼睛,老东西,这是你那赤龙升天。 卓士虽然眼中也同样流露着震惊之色,却是立刻挺起胸膛,服不服。 风吾雨扭头看了他一眼,顿时发现他眼神不对,服个屁,这根本就不是你那一招了。 经过改良了。 我不信你感觉不到血脉的颤抖。 确实,以他们两大封号斗罗的修为,此时在唐武林黄金龙吼和金龙升天之下,居然都在阵战着,而且还相当强烈,那是发自骨子里的一种恐惧感,哪怕是在他们眼中,试炼场内的唐武林,都有种巍峨的感觉。 就在这时,唐武林突然消失了,整个人就像是在空中再次幻化出一条金色巨龙似的,只是一闪身,就凌空飞至先前碰撞的核心处。 紧接着,他又必探出,虚空挥动,金龙爪迎风暴涨,化为一只直径超过五米的巨大龙爪悍然拍落,龙爪爪尖探出暗金色光刃,这一爪拍出的刹那,周围空间骤然化为黑色,宛如黑洞一般。 恐怖的吸扯力从那黑洞中爆发,两道身影顿时从那爆炸核心处出现,全都被笼罩在这一爪之下。 神龙九世之金龙飞翔,金龙寄灭爪。 轰! 两道身影同时倒飞而出,这次不是飞向同一个方向了,而是分别飞向两个方向,乐正宇还好一些,背后一双羽翼向前反选,将自己包覆在内,但在倒飞而出的过程中,羽片飞落。 第868章 他已如此强大。 另一边,谢谢的样子就惨烈了,两道巨大的伤口从右肩膀一直到左胯处,窦凯竟然被完全切割开来。 虽然那窦凯凭借着本身有灵合金的顶级品质在快速的自我修复,但谢谢却也是直接失去了战斗力,摔在地上的时候,再也没能站起来。 唐武林从天而降,落在地面上,发出一声轰鸣,全场,寂静无声。 袁恩叶辉一闪身,就冲到了谢谢身边,把他从地上抱了起来,检查他的身体情况。 下一刻,他抬起头时,眼中震惊之色更是浓郁。 谢谢看上去样子惨烈,可实际上一点伤都没受,窦凯分明已经被切割开来了,露出了里面的本体,却连衣服都没有破损,只是被封闭了血脉和魂力。 唐武林先前那么强悍的攻击,居然能够将力量控制到如此精微的层次,简直就是神乎奇迹。 没有人会觉得他刚刚那一下是没法伤到谢谢的,事实上,如果他全力以赴,恐怕谢谢的身体都已经被切碎了。 乐正与落地,也同样不好受,身上的窦凯也是出现了三道巨大的破损伤口,唯一比谢谢强点的就是,他的窦凯在防御力方面有所擅长,还没有完全破损。 落地之后,他整个人都猛了,就在刚刚那一瞬,面对唐武林拍出那一爪的时候,他只觉得自己的身体被吸射在那里,想要闪躲都做不到。 只能硬生生的去扛。 可他的圣剑根本没能起到什么防御作用,第一时间就在那恐怖的金龙爪下粉碎了,然后他人就已经倒飞而出。 如果不是全力防御,恐怕他和谢谢也差不多。 而且他也能明显感觉到,唐武林那一爪,没有尽全力。 更重要的是,他还没穿豆铠呀。 这简直了。 什么时候,他竟然变得如此强大了。 在史莱克七怪其他六人的感觉中,此时的唐武林,已经完全和他们不在一个范畴之内,不过一跃未见,这位简直就像是脱胎换骨,更像是龙翔九天一般,展现出了远超过往的实力。 哪怕是乐正宇已经晋升到了六环层次,已经是魂帝,可在他面前,却依旧没有半点机会。 乐正宇明白,除非是自己用出那牺牲特技,或许还能拼上一拼。 可就算如此,他也觉得机会不大。 这差距未免也太大了点吧。 原恩聂辉在谢谢身上拍揉了击下之后,谢谢这才醒转过来。 然后他的身体居然在不断的颤抖,足足十几秒之后,才恢复正常。 你怎么了? 原恩聂辉疑惑的问道。 谢谢苦笑道,血脉震慑,太可怕了。 老大刚刚那一声黄金龙吼和以前截然不同,我的血脉直接沉浮了,整个身体实质如贯千一般,这还怎么打? 什么时候老大已经强悍如斯了? 此时此刻,在众人眼中,那刚刚从天而降的唐武林,简直就像是换了个人似的。 身形不再是修长挺拔,而是魁伟巍峨,就算是他们曾经面对山龙王武魂拥有者龙月的时候,似乎也就不过如此,而且龙月还少了唐武林那种精华内敛的睿智感。 只有疯狂状态下的龙月似乎才能和眼前的唐武林气势相比。 蜕变了,他真的蜕变了,乾隆出渊,一飞冲天。 唐武林看了看自己的双手,感受着刚刚对力量的运用,对身体的运用,以及对自身每一分力量的掌控,还有配合精神力对对手的感知与探查。 这种感觉是美妙的。 除了因为突破金龙王第九层封印令他的气血之力圆满之外,本体宗那对身体控制以及对精神控制的各种法门,也起到了关键作用。 就像木野说的那样,空有一身力量,不会真正的应用也毫无用处,毫无疑问,唐武林现在已经初步掌控了应用自身魂力与气血之力的能力。 体内两个漩涡高速旋转,相互牵扯又相辅相成,之前的消耗很快恢复过来。 我来试试。 身影一闪,叶星兰就已经到了唐武林面前,面对强势的唐武林,她非但没有半分切磨,反而战意高昂。 这就是她,无论什么时候,总会迎难而上。 她的路,就是要不断的挑战强者,在一次次的冲击极限中突破。 好。 袁恩一起来吧。 唐武林同时也向袁恩叶辉招了招手。 毫无疑问,袁恩叶辉和叶星兰,要比谢谢和乐正宇更强。 袁恩叶辉站起身,大步来到叶星兰身边,令徐励志惊讶的是,叶星兰居然没有反对。 从这一点就能看出,她自认不是现在的唐武林对手了。 徐晓妍舔了舔红唇,走到乐正宇身边,道,开始。 叶星兰侧向跨出一步,然后整个人就凝立在那里一动不动,但就在这一瞬间,她身体周围的光线突然变得暗淡了似的,似乎所有的光线都被她的身体所吸射,一股极度锋锐的剑意从她身上迸射而出,令使炼场的防护照都出现了阵阵涟。 但那扩散开来的剑意只是持续了一瞬间就像她头顶上方汇聚过去,再不会影响到别人,但也正是这样的凝聚,剑意才更加可怕。 叶星兰闭上了双眼,她没有释放出武魂,就像是站在那里冥想似的。 但唐武林的表情,明显要比先前凝重得多。 袁恩叶辉一步跨出,挡在叶星兰面前,身形暴涨,展现出她那泰坦巨猿武魂。 双臂在身体两侧抬起,一对锯锤凭空出现,这锯锤还是当初唐武林给她的,在面对邪魂师的战斗时曾经残缺,后来经过袁恩叶辉找其他锻造师帮忙,又重新修补了。 这原本是属于机甲使用的重锤在她手中似乎看不出什么重量。 袁恩叶辉眼神一凝,一块块豆楷飞速翻转而上,将她整个人覆盖其中,气势瞬间暴涨。 唐武林这次主动出击了,脚尖在地面上一点,人就宛如炮弹一般冲了出去,仔细看才能从她那高速的身影中看到,她的身体在冲击的同时,右臂向后收起,握掌成全,在空中完成了叙事的动作。 袁恩叶辉再次跨出一步,同样是冲击而起,双锤横抡,这一下她没有任何留守,因为她很清楚唐武林的力量。 轰,双方骤然碰撞在一起,可哪怕是凭借着一双重锤,再加上自身豆楷的增幅,在这纯粹的力量硬碰硬之下,袁恩叶辉的身体还是被唐武林一拳轰击的倒飞而出,就像先前的谢谢和乐正宇一样,直接撞击在远处的防护罩上。 唐武林身体只是在空中停滞了一下,背后金龙光影闪现,金龙飞翔为她在空中二次加速,直扑叶星兰。 也就在这时,叶星兰动了,她右手抬起,在自己脑后须抓,星神剑横空出世,一道匹裂野式的剑光瞬间闪烁,所有光线在那一刹那全都被吸射,所有人视野中,看到的都是在漆黑的空间中,一道璀璨星光瞬闪而至。 坑!唐武林从天而降,被叶星兰一剑拦截,这也是今天切磋过程中,第一次有人能够正面挡住她的攻势。 叶星兰全身聚阵同时,窦楷附体,身形一闪,剑芒璀璨,就已经笼罩了她的身体。 唐武林双臂在身前架起,脚踏鬼影迷踪,整个人的速度居然奇怪无比,虚幻闪烁中带起一连串的残影。 叶星兰的星神剑虽然快速,却总是落在空处,无法锁定她的身形。 袁恩叶辉从远处弹起,两团空气炮同时轰向唐武林两侧,遏制她的身形,与此同时,她也完成了自己的巨魔泰坦变化,手持双锤,从天而降,落在唐武林后方,和叶星兰展开前后夹击之势。 徐小妍站在乐正宇身边,低声道:"看看人家,星兰姐和袁恩就没你们那么弱。 乐正宇翻了个白眼,不是我们弱,是谢谢那家伙弱。 她被老大那一声龙吼震慑的心胆俱寒,根本就没能发挥出战斗力来,不然的话,我哪里会败得那么惨。 连第六魂迹都没用出来。 而且,我刚刚可还是有再战之力的。 第869章 恐怖的唐武林 昂,就在这时,激昂龙吟再次响起,黄金龙吼。 袁恩叶辉和叶星兰尽管都没有龙族血脉,但在唐武林这一声怒吼下,依旧是全身聚颤,身体同时变得迟缓了。 唐武林右脚跺地,黄金龙吼皆金龙汉地,周围空间瞬间扭曲,在她近距离的叶星兰顿时被带动的整个人都在颤抖中凝制。 但她修为确实是众人之中仅次于唐武林的,在感觉到不好的同时,窦凯上点点星光大放,及时释放出防护罩。 所以,她的颤抖只是持续了一瞬间,就凭借着强横建议化解了。 但也就在这时,八条金龙已经窜出,全都飞向了后面的袁恩叶辉。 唐武林则是趁着叶星兰迟滞的同时,已经到了她近前。 右手金龙爪悍然挥出,所过之处,空间一片破碎,破碎的空间自然而然出现吸扯力,吸扯着邪星兰的身体。 星神剑上挑,叶星兰竟然在没有足够距离冲刺的情况下完成了身剑合一。 叮叮叮! 一连串的翠鸣声不断从剑爪交接处响起。 这下就能看出差距了,每一次碰撞,叶星兰尽管已经尽可能的把自身剑意发挥出来,可还是被唐武林压迫的不断后退,力量方面,两人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 唐武林身形扭转,右腿横扫,激昂龙吟声中,巨大龙尾横空出示,金龙摆尾。 技巧方面,唐武林并不算擅长,她用的方式简单粗暴,就是以力破巧。 我不跟你比拼剑意和剑术,就用最纯粹的力量压制你。 叶星兰无奈之下,只能是星神剑幻化无数剑芒,剑力暴退,却也依旧像是被金龙摆尾轰飞了出去似的。 唐武林金龙摆尾带动身体横甩而起,根本没有去看被震退的叶星兰,右臂扬起,金龙祭灭爪。 之前是乐正宇和谢谢两个人面对她的金龙祭灭爪,而这一次,却是刚刚解决了金龙汉帝那八条金龙的袁恩叶辉独自面对。 恐怖的巨大龙爪带着破碎虚空的西射力从天而降,还有金龙恐爪的风锐在其中。 这绝对是唐武林神龙九世中目前最强悍的攻击。 想要变身堕落天使闪躲已经不可能了,圆恩叶辉身上第六魂环光芒大放,双锤在身前一合,双腿站在试炼场上宛如生根一般,一只直径达到十米的巨手突然从她背后出现,那巨手握拳硬汉唐武林那巨大的金龙爪。 没错,圆恩叶辉和乐正宇一样,也已经突破了六环,化身魂帝。 轰,唐武林和圆恩叶辉同时身体矩阵,金龙即灭爪和泰坦之卧在彼此碰撞中破碎,居然是势均力敌。 但要知道,圆恩叶辉为了挡住这一击,本身有豆铠增幅,还有泰坦之力,金刚泰坦,巨魔泰坦三大增幅,再加上第六魂迹。 不过,总算是正面挡住了唐武林的最强一击,一点寒星已经瞬间出现在唐武林背后。 唐武林右手猛的后甩,一道金芒横在背后,正是黄金龙腔,与此同时,他那一字豆铠,龙,也在瞬间上身。 圆恩叶辉和叶星兰毕竟要强过谢谢和乐正宇,在没有豆铠的情况下,想要战胜他们着实不容易。 圆恩叶辉第六魂环持续光芒绽放,右手锤向空中一抛,泰坦之卧再次出现,直接抓住巨锤,凌空砸落。 在他背后的叶星兰身体一凝,第五魂环绽放,整个人瞬间化为一颗闪耀着炽热光芒的星辰,恐怖无皮的剑意锁定他全身。 两大强者的全力以赴,看上去终于能够压制唐武林了。唐武林深吸口气,整个人似乎都已经进入到了一种特殊状态之中,他双眸变得异常明亮。 眼看着巨锤临身的刹那,全身豆铠突然变得如同镜面一般光滑。 轰,巨锤弹起,金龙霸体。 全身光芒急速闪烁的同时,他手中黄金龙枪刺出。 迎接上了叶星兰的第五魂迹,星辰剑。 叮,当那一声刺耳碰撞响起的时候,远处的谢谢,乐正宇,徐小言和徐励志无不色变,纷纷捂住耳朵,乐正宇快速挡在其他几人身前,双翼张开,神圣之光绽放,就在下一瞬,冲击波就已经悍然而至。 叶星兰闷哼一声,身形暴退的同时,一口鲜血已经喷了出来。 唐武林眼露欠然之色,身形回转,黄金龙枪横扫而出,金龙白尾以另一种形态横扫而出,把袁恩叶辉冲击的飞了出去。 穿上豆铠的唐武林,力量给人一种无可抗拒的感觉,实在是太强了。 徐励志已经冲到叶星兰身边,飞快地把一个恢复大肉包塞进她嘴里。 叶星兰吃下恢复大肉包,向唐武林比出个大拇指。 唐武林也快速赶了过来,抱歉星兰,你的剑意太强,我控制不住。 叶星兰微笑道,没事,这一战很过瘾。 其实,你最后已经收力了,不然的话,通过金龙霸体集中你和袁恩两个人的力量,这一枪我挡不住的。 唐武林确实是已经尽可能收力了,但金龙霸体借来的力量,加上他自身的力量太过强悍。 这才伤到了叶星兰。 众人都聚集过来,谢谢忍不住道,老大,你怎么一下就变得这么强了?连星兰加袁恩都不是你的对手。 唐武林道,只是对自己的力量更善于掌控了,然后我的血脉又有了进一步苏醒。 其实你们也是因为不知道我的提升,不然的话,我想赢也没那么容易。 当然,你除外。 谢谢嘿嘿一笑,这没关系,下次我和你一边,不就不但不受影响,反而有所增益了吗? 我觉得,我们两个打他们五个都没问题。 我一直都是和你站在一边的。 不吹牛能死吗? 乐正宇没好气的道。 不服试试。 谢谢得意的站在唐武林身边,大有几分狐假虎威的味道,令众人不惊玩耳。 但唐武林略做思考后,却道,可以试试。 兴兰,你还行吗? 叶兴兰道,我没问题,你真要试。 二对五和刚刚的一对二可不一样,虽然徐立志没什么战斗力,但他的包子对大家增幅可不小,对于史莱克七怪这样的成熟团队来说,大家配合极为默契,每增加一个人,战斗力都是几何倍数提升的。 更别说还有徐晓妍的强控了。 叶兴兰,袁恩叶辉迦勒正宇三大强弓细战魂师,还有两个六环魂帝,在后面有足够辅助的情况下,唐武林和谢谢两个人想要挡得住可不容易。 唐武林坚定的点了点头,试试吧。 今天和大家切磋,主要就是为了更深入的了解你们目前的状态,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二字豆凯制作了。 我打算在我们二字豆凯制作的时候,锻造这方面给大家带来点惊喜。 谢谢好奇的道,什么惊喜? 唐武林微微一笑,我已经突破了。 众人都是一阵,几乎是脱口而出,胜将。 唐武林对伙伴们当然没什么好隐瞒的,微笑着点了点头。 第870章固化魂迹的可能 众人面面相觑,徐晓妍更是惊呼道:"天哪!老大,你下次再有这种一个月闭关就能大量提升实力的好事情一定带着我们呢。 圣将,混沌! 岂不是说,你都能给我们打造三字豆凯的金属了。 唐武林微笑道:"还有所欠缺的,毕竟我才刚刚进入这个层次,还需要时间来完善。 而且,就算现在能够为大家打造,你们也用不了。 没有七环修为,没有武魂真身作为基础,是没可能使用魂断金属制造而成的豆凯的。 所以,我们不能好高骛远,还是把我们的二字豆凯做好。 不过,有魂断作为底蕴的话,我打算给大家二字豆凯的时候,就完成至少四种金属的熔断,让我们的豆凯远超同等层次的水平。 二字豆凯除了翅膀之外,还能够固化一个魂技了,而且是不受武魂限制的魂技。 你们可以想清楚了,最好是我们彼此会的,相互刻画。 所谓固化魂技,就是能够通过豆凯的特殊核心法阵,将任何一个魂技固化其中,魂技的威力和魂师修为以及豆凯本身有关,当然,到了三次豆凯的时候,这个固化魂技就能够再多一个。 譬如,唐武林的魂技就能够固化在谢谢的豆凯上这样。 这需要拥有魂技的魂师全力配合才行。 老大,我要固化你刚才那个爪子的能力。 谢谢立刻毫不犹豫的说道。 唐武林顿时失笑,你想得美,先不说我那是血脉魂环技,现在还不知道能不能固化,就算可以,你也没有我的力量和我的金龙孔爪作为增幅。 对你来说,那个不太适合。 你们之中,只有圆恩的力量应该能够发挥出我那金龙季涅爪的大部分威能,可以考虑固化。 当然,还要在固化的时候,尝试能否用我这种血脉魂环环技。唐武林继续道:"我估计还是有机会的,而且,有灵合金的金属种类越多,本身承载力也就越大,我们固化老师们的一些魂技也不是不可能的。 七环以下,应该都可以选择。 但最好还是与自己自身能力相互契合的魂技,这样增幅效果才会最好。 二字窦凯和一字窦凯完全是两个概念,严格来说,要等到了二字窦凯之后,才算是真正的窦凯师。 当然,唐武林他们这种有灵金属一字窦凯算是例外了。 此时,乐正宇和袁恩叶辉都已经突破六环,完全有承载二字窦凯的基础了,其他人的魂力也相差不多。 徐励志尤其兴奋,如果他能够拥有二字窦凯的话,只要固化一个好用的攻击类魂技,对他的实力来说绝对势质的飞跃,总算是能够战斗了。 好了,我们再打一场,大家全力以赴。 只有这样,才能让我看清楚你们接下来的窦凯最需要的是什么。 唐武林微笑着说道。 虽然现在他们都还不适合使用魂断金属制作的窦凯,但有着魂断的底蕴在,唐武林自信完成四种甚至是五种金属的有灵合金问题不大。 当然,在制作有灵合金的时候,还要考虑到大家想要固化的窦凯魂技特性。 这就是在制作窦凯时拥有一名超级锻造师的好处所在了。 越是到了后面,锻造师的作用越重要。 换成普通锻造师的话,完成灵断已经很勉强了,而灵断已经可以制作二字窦凯。 可对于窦凯魂技的承载力可想而知。 有很多二字窦凯甚至因为自身品质的问题,根本没办法固化窦凯魂技的。 振华之所以明镇大陆,各方都要给他面子,就是因为窦凯到了后期,四次窦凯想要完成到极致,就必须要这位神将全力以赴。 唐武林现在要是放出风去,说自己已经是圣将,那么,想要在史莱克学院赚钱,绝对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了。 风无语乃是风号斗罗,不好打交道,但他还年轻,魂师们当然都愿意跟他合作。 谢谢一闪身,就到了唐武林身边,真到了要二队伍的时候,他不禁有些担心,低声道:"老大,我们行不行啊?我的窦凯还没回复完成呢,我恐怕帮不了你太多呀。 唐武林没好气的瞥了他一眼,有点骨气好不好。 元恩可看着呢。 谢谢嘿嘿一笑,有你我就有信心啊。 老大,来吧,让他们知道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乐正宇眉毛一挑,谁让谁知道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还不好说呢? 双方后退,二队伍,数量悬殊。 元恩叶辉,叶兴兰,乐正宇三人在前,徐晓妍,徐立志二人在后。 毫不犹豫的,五人都是直接穿上了窦凯。 唐武林的窦凯根本就没有拖,面对五位伙伴们,他的表情也已经变得非常严肃。 这一仗可就不像之前那么轻松了。 徐立志已经开始念咒语,一个个包子不断制作出来,是血豆沙包,穿刺叉烧包,坚固水晶包,看那样子,是准备人手一个。 唐武林大喝一声,开始。 他可不能等着徐立志把包子都做好了,那样的话,他们就一点机会都没有了。 身形暴闪,唐武林已经率先冲了出去,谢谢一闪身,就藏匿在他身后消失了。 此时的唐武林,明显感觉到在自己身后有一股锋锐之气在不断的激增着,移动叙事。 这家伙先前输给自己,主要原因还真是源自于血脉呀。 自从和元恩在一起之后,谢谢从未松懈,实际上,他的战斗力原非今天表现得那么不堪。 成为友军,谢谢的感觉也和先前面对唐武林的时候完全不同了,因为不再是敌对,他明显感受到唐武林身上的血脉波动让自己的血脉变得极度亢奋,移动叙事的过程比平时要快得多。 虽然他的血脉之力不能直接增加实力,但血脉旺盛,却能让他自身实力发挥出百分之一百二。 这就是差距了。 更别说,唐武林还有能够同时增强他们的能力。 哪怕面对五人,唐武林依旧一往无前,整个人就像是一头巨龙,正向对手展现獠牙。 就在这时,一圈光芒突然出现在他前方必经之路。唐武林心中一惊,身体瞬间横移,在肩部熔发之际改变方位。 星轮兵链悄然出现,如果他再慢一拍,就要被星轮兵链缠绕住了,那绝对成立的定住效果,立刻就会让他气势骤降。 就算如此,因为闪避,唐武林的冲锋气势还是减弱了几分。 元恩叶辉给自己嘴里塞了个嗜血豆沙包,率先迎了上来。 乐正宇手中圣剑再次凝聚,圣剑高举,一道审判之光从天而降,直劈唐武林。 五对二,他们有绝对的优势,战斗方式也自然和之前不同了。 元恩叶辉吃下一个嗜血豆沙包还不算完,反手接住徐立志用唐门暗器手法扔过来的坚固水晶包,也是赛入自己口中,全身顿时亮起了一层水晶般的光泽,防御大增。 一道道星辰锁链也在这时将他们五人连接在一起,五位一体。 唐武林嘴角略微抽搐了一下,多了徐晓妍和徐立志,果然是不一样啊。 如果是二对三,他有绝对的把握能赢,可二对五,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 徐晓妍笑吟吟的释放了星轮锁链之后,又朝着唐武林一指,唐武林下意识的就做出了闪避,可这次却是什么都没发生。 徐晓妍向他吐了吐舌头,一脸的巧笑嫣然。 唐武林双眼微眯,突然,他左脚一步跨前,右臂向身后伸直,紧接着,黄金龙腔就化为一道金色闪电,直奔徐晓妍方向暴射而去。 要知道,现在唐武林的力量绝对可以用恐怖来形容,再加上他自身豆凯的增幅,黄金龙体的增幅。 黄金龙腔本身恐怖的破坏力,当作智毛投出,极微能之强,就算是七环魂胜,也要认真面对才行。 第871章你们耍赖 徐晓妍看到唐武林做出那动作的时候就已是花容失色,虽然他已经及时释放出了自己的星光璀璨魂迹,无数星光朝着唐武林的方向暴射而去,瞬间就将他的身体笼罩其中,可这也不能改变唐武林将黄金龙腔投射出去的过程。 金龙霸体紧接着黄金龙腔释放,唐武林双手一上一下,在星光璀璨照耀在自己身上的刹那,做出一个非常奇怪的动作。 一上一下的双手都呈爪形,掌心相对,左脚向左前方跨出一步,看上去像是摆出了一个全架的模样。 乐正宇看着黄金龙腔爆射而来,顿时色变。 他的审判之光已经落在唐武林身上,但同样也是比黄金龙腔慢了一拍。 审判之光被金龙霸体吸收,唐武林身上镜面般的豆楷光芒急速闪烁,此时,星光璀璨一道,把他定在原地。 乐正宇恒生挡在徐晓妍身前,手中圣剑全力以赴批出,试图阻挡黄金龙腔。 但黄金龙腔还没到,他就已经感觉到那风锐之气要刺穿自己身体似的,挡不住。 他完全可以肯定,哪怕是自己豆楷防御力全开,哪怕现在自己已经有嗜血豆沙包的增幅,也依旧是挡不住唐武林这一击的。 黄金龙腔竟然恐怖如斯,谁还敢说队长没有远程攻击能力。 风锐的剑芒终于从旁及时赶到,精准无比的从侧面刺在黄金龙腔侧面,龙腔迸发出一声龙银,光芒一缓,乐正宇的圣剑才随之斩在了黄金龙腔之上。 尽管叶星兰已经挡住了黄金龙腔的大部分威能,但当乐正宇这一剑斩击上去的时候,却还是不由的全身巨震,如同触电一般倒退,险些撞在徐晓妍身上。 黄金龙腔樱声弹起,圣剑破碎。 而另一边,唯一冲到唐武林面前的,就只剩下一个袁恩叶辉了。 公敌所必救,原本也应该冲过来的叶星兰受到黄金龙腔干扰,终究还是先选择了救人。 巨垂凌空,当头砸落。 在袁恩叶辉看来,此时的唐武林被星光璀璨定住,而且他的金龙霸体也因为审判之光被激发了,虽说他现在反击的话攻击力会更强,可他的防御力却已经只差了。 只能依靠自身了。 为了及时赶到,他没有动用魂技,却是在巨魔泰坦情况下的全力一击到了唐武林身前。 命中了。 圣恩叶辉心中一喜。 但也就在这时,他只觉得一股古怪的旋转之力从唐武林身上传来,他那原本应该轰击在唐武林胸口处的巨垂居然被他直接拧了过去,而且连带着他的身体也是滴溜溜旋转起来。 巨垂落入唐武林手中的同时,他也从星光璀璨中解放过来。 手中巨垂没有去管近在咫尺的圆恩叶辉,而是再次抛飞而出,目标还是许小妍。 一道风锐的光芒从唐武林身边掠出,几乎是刹那间就到了身体失控的圆恩叶辉面前,可不正是谢谢吗? 之前有唐武林挡在身前,哪怕是星光璀璨,也都被唐武林挡住了,他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关键时刻,叙事已带的双龙笔闪电般出手。 而且还是一须一时,化为两道分身,两侧夹击。 唐武林身上传来激昂的龙吟声,一圈金色光环从脚下绽放,金龙王第四血脉魂环环记,金龙狂暴领域。 谢谢本身有微薄的龙族血脉,金龙狂暴领域对他的增幅最为强烈,他只觉得全身血脉气息暴涨,两道分身直接就到了圆恩叶辉面前。 谢谢。 就在这时,奇异的一幕出现了。 圆恩叶辉竟然没有尝试抵挡,而是双手放下,身形瞬间缩小,重新化为本来模样,而且,还娇声娇气的呼唤了一声谢谢的名字。 他的声音十分温柔,甚至可以用嗲声嗲气来形容。 如果现在谢谢身边有个放大镜的话,一定能看到,只是刹那,他就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两道分身交错而过,双龙笔却是同时收起。 根本就没有落在圆恩叶辉身上。 圆恩叶辉巧笑嫣然,身形翻转,一双长腿同时踹出,正中两个谢谢的屁股,直接就将这家伙给踹飞了出去。 唐武林一阵无语,原本是必杀的局面,谢谢这家伙却在关键时刻掉链子了。 二队五,本来就劣势,想要赢,就必须另辟蹊径。 对他威胁最大的是徐晓妍,所以唐武林才通过投掷来限制,然后他营造出的机会,让圆恩叶辉落单,并且被自己牵制。 只要谢谢能够一击制胜。 二队四可就要容易多了。 可谁知道,关键时刻,谢谢却突然尾了。 不但被踹飞了出去,而且扑倒在地后就没起来,竟是被圆恩叶辉和之前一样,封住了血脉。 唐武林飞出的锯锤和之前的黄金龙枪相比,威力就差多了。 没有黄金龙枪的速度和风锐,被叶星兰直接挑飞。 而唐武林一拳轰出,虽然轰飞了圆恩叶辉,但在星辰锁链的作用下,伤害共享,根本就没能伤到他。 你们耍赖,还带言语骚扰的。 唐武林悲愤的说道。 圆恩叶辉嘿嘿一笑,队长,我们可是从魔鬼岛毕业回来的。 你忘了在那里我们都学到什么了吗? 话音未落,圆恩叶辉,叶星兰,乐正宇三人就围了上来。 一圈星轮兵链也精准无比的出现在唐武林脚下。 唐武林无奈之下,只能再次用出金龙霸体,同时摆出之前那个奇怪的姿势。 说也奇怪,他这个姿势摆出之后,无论是谁攻击他,都会被直接带的飞了出去。 圆恩叶辉那么强的力量都不行,其他人也是一样。 哪怕是叶星兰的星神剑刺过来,也如同刺入一个漩涡一般,然后人就被带飞了出去。 通过这奇怪的姿势,唐武林又一次得以脱险。 可是,他面对的却是五个人的围攻啊。 当众人的攻击不再只是从正面之后,受到徐小妍不断的控制,唐武林就悲剧了。 而让他无语的是,破解他那奇怪姿势的,居然是徐励志。 徐励志不知道什么时候跑到了他背后,一双胖手带着紫黑色光芒,悄然印在了他后背上。 强横无匹的毁灭气息直接就让唐武林在接下来一次面对星轮兵炼和星光璀璨时没能摆好拳架。 然后…… 五分钟后…… 鼻青脸肿的唐武林,一脸郁闷的坐在试炼场内。 不远处的谢谢都不敢看他。 乐正宇得意洋洋的道:"队长,你现在明白了吧,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 我要是你,我可忍不了。 跟他单挑。 先前他们群殴唐武林的时候可没有手下留情的意思,不过,唐武林的防御力也又一次让他们震惊了,在三大强弓系战魂师的围攻下,竟然还坚持了五分钟才选择投降。 这其中,他不止一次寻找机会尝试突破,却都被徐小妍及时控制化解了。 无疑,如果没有徐小妍的超级强控,就算是三对一,他们也未必就一定能赢得了唐武林,就算是赢,也一定会付出代价。 第872章 心神不宁唐武林脸上的淤血正在快速消退,以他的恢复能力,这点小伤根本算不了什么。 谢谢低眉顺眼的道:"老大,我错了。可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呀。 原恩从来都没这样过。 我保证,下次绝不会这样了。 唐武林瞪了他一眼,没有下次了。 下次他要是叫你一声老公,你还不反手给我一下。 谢谢惊讶的抬起头,看看唐武林,再看看原恩叶辉,似乎,可能,肯定,会出现这种情况吧。 在原恩叶辉面前,他确实是没有什么战斗力的。 唐武林直接一脚就把这家伙踹飞了。 其他人却是不禁哈哈大笑,原恩叶辉一脸嫌弃的道:"谁会叫他那个呀?想都别想。 唐武林有些无奈的道:"你们的状况我大体都清楚了,回头我再跟你们每个人单独订方案,今天就到这里吧。 和伙伴们分开,唐武林重新回到自己的小木屋之中,直到此时,他脸上才多了一份落寞。 眼看着伙伴们都是成双成对的,要说他心中没有一点羡慕那又怎么可能。 可是,羡慕又能如何呢? 也只能是羡慕。 直到现在,他一点古月和那儿的消息都没有。 他们究竟在哪里? 究竟在什么地方啊? 古月,难道你就真的永远都不见我了吗? 等着我,我一定会足够强大的去找你。 一辆混岛大巴车飞速行驶在高速路上,这辆大巴车看上去十分平常,和普通的混岛大巴并没有什么区别,唯一略有不同的是,大巴的一扇闪窗户都拉着窗帘,无法令人看到里面的情况。 远远的,史莱克城检查站就要到了,大巴缓缓减速,按顺序排队,等待着检查。 正在这时,检查站方面,走出来一名身穿制服的工作人员,看其奸章,明显是在检查站有一定地位的。 他快步走出检查站,然后朝着那辆混岛大巴车招了招手,又指了指旁边一处处于关闭状态的通道。 混岛大巴反应很快,立刻转了出来,快速扭转方向,向那通道而去。 那名工作人员走入通道内,开启了里面的设备,大巴车门开,一名看上去相貌在普通不过的中年男子从上面走了下来,来到那工作人员面前,将自己的证件递了过去。 工作人员看了看他的证件,就递还给他,然后走进里面的操作室,打开了阻挡的设备,铁炸缓缓升起,中年人转身上车,驾驶着混岛大巴快速通过,向史莱克城方向而去。 铁炸重新放下,那名工作人员也是自然而然的走了出来,这条路依旧不会通行。 像这样的情况并没有引起其他车辆的关注,毕竟,在什么地方都有特权阶级,哪怕是史莱克城也不例外。 人家这叫特殊通道,只有有关系才能使用,可以避免排队,甚至不缴纳费用。 可没有人注意到的是,那名工作人员在完成了刚才这一系列的事情之后,直接回到收费站工作人员休息区,换了一身衣服,还和同事们打了个招呼,自行上了一辆混岛汽车,悄然离去。 而他离去的方向,并不是史莱克城那边,而是朝着远处而去。 因为路上的车越来越多,混岛大巴放慢了速度,在车流中缓缓行进着。 车内一共有十几个人,都显得很沉默。 他们全都是一袭黑色制服,脸上更是戴着头套,只露出鼻子和眼睛,由于他们的装扮,令整个混岛大巴车内的气氛都显得有些阴森。 只有那名开车的司机,也就是之前曾经下车的中年人才显得十分正常。 一名坐在前面的黑衣人站起身,快速走到后面,沉声道,屏蔽设备情况如何。 另一名黑衣人拿出一个仪器看了看,向他点了点头,一切如常,除了本体辐射之外,没有任何泄漏。 很好。 说完,他又回到前面,向前面的司机道,按照原计划行动。 是。 司机恭敬的说道,同时,在他眼中,明显流露着狂热之色。 那狂热中更是充满了疯狂的味道。 混岛大巴车持续行驶,很快就进入了史莱克城市区内部,渐渐的,远处已经能够看到史莱克城内城了。 大巴车没有再向内城方向而去,而是拐上了一条较为宽阔的街道,又行驶了一会儿后,缓缓减速,路边,一个看上去像是酒店的建筑,大门缓缓开启,大巴车自如的拐入,隐没在大门之后。 海神道。 盘西坐在墓床上,晴天窦罗云鸣缓缓睁开双眸,不知道为什么,在他眼底深处闪过一抹诧异之色。 雅力! 他轻唤一声。 怎么了? 圣灵窦罗亚历从外面走了进来,他明显听出,云鸣的声音略微有些不对。 不知道为什么,我有种心神不宁的感觉。 云鸣声音中带着几分疑惑。 雅力大吃一惊,什么?心神不宁? 要知道,晴天窦罗乃当代极限窦罗,有大陆第一人之称,其实力之强大,观绝魂世界。 他的感知不知道要比常人强大多少倍,精神力更是早就进入到了灵欲境层次,他的感知之强,几乎可以说是感受到整个窦罗大陆上的一些气象变化。 能够让他有心神不宁的感觉,一定是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了。 就像之前天窦城遭遇袭击的时候,他就曾有预感,甚至曾经准确的预感到是天窦城方向出事了。 可惜,当他向联邦发出警示的时候,联邦没能及时处理,才有了天窦城惨案的发生。 很强烈吗? 是哪边? 雅力追问道。 雲鸣眉头紧促,然后摇了摇头,很强烈,但也很奇怪,我的心神不宁忽强忽弱,无法辨别方向,并不能感受到是什么地方出现了问题。 这个太奇怪了。 难道说,是天灾? 雅力也是眉头紧皱,天灾。 方向也没有吗? 雲鸣摇了摇头,暂时还没有。 但感觉强烈的时候却是前所未有,也就是说,如果真的有灾难发生,那也将是史无前例的大灾难。 雅力倒吸一口凉气,能让雲鸣这么说,可想而知这有可能出现的灾难会有多么可怕了。 他沉声道:"那怎么办?" 雲鸣道:"只能向联邦警示了,相信有了上一次的教训之后,这一次他们应该能够有所反应吧。 同时,你发出史莱克令,通报所有史莱克毕业的内院弟子,把我的感知告诉他们,让他们小心提防,一旦有不好的预兆,可以向学院方面求援。 好。 要不要召开海神阁会议?" 雅力问道。 雲鸣摇了摇头,先不要。 毕竟我还没办法确认,自从到了现在的境界之后,我自身的力量受到天威压制得非常强烈,也不排除感知会出现错误的可能。 但小心一点总是没错的。 由于早就已经感受不到神界的存在,自从达到极限斗罗境界,也就是半神的层次之后,雲鸣经常会出现恍惚的感觉,似乎能够感受到一些什么,又似乎什么都无法感觉到。 越是到了他这个层次,越是想要探究那神界究竟在什么地方,是红飞明明,还是如何。 所以,他的修炼都是和天道打交道,因此,他也不排除自己是受到了天道的干扰。可那心神不宁的感觉却始终存在着。 唐武林从冥想中清醒过来,顿时觉得神清气爽,全身都有种难以形容的畅快感。 自从五魂二次觉醒,再加上两大漩涡体系成型之后,他的修炼速度就可以用一日千里来形容。 每天的修炼,他都明显感觉到自己会有所进步。 这不只是在魂力方面的,各种功法也是如此,譬如紫急魔铜。 当他的血脉能量漩涡形成之后,这紫急魔铜的修炼速度就足足提升了三倍之多。 原本已经达到瓶颈很难有所提升的他,在这段时间却明显感觉到紫急魔铜有进步,连带着他的精神力提升速度都要比以前快了许多。 第873章 颈兆 凌冤静的精神力在他这个年龄已经极为罕见了,还能保持着这样的速度修炼就更是少之又少。 下床,正当他准备去练习一会儿锻造的时候,突然间,唐武林只觉得自己手腕处传来一阵灼热。 这是! 那灼热感来得非常明显,他下意识地低头看去,只见自己手腕上那根来自于当初龙骨之中的手链上,水滴形状的彩色宝石光芒若隐若现,灼热也是由此而来。 自从拥有了这手链之后,他始终都没有过什么变化,这还是第一次出现了反应。 可究竟发生了什么?能够让他突然发热呢?难道说是收到自己的血脉激发所致? 心中疑惑的同时,唐武林将手链凑到自己面前仔细观看,但那灼热感却变得越来越强,一股不安的感觉也随之传来。 这太奇怪了,唐武林一直都不清楚这手链有什么作用,只是知道,这是龙骨中那些龙魂送给他的离别礼物。 此时此刻,感受到其中散发着的灼热,再加上心头的不安,令他不禁有些茫然。 难道说,这是在市井? 可是,对于自己来说,有什么警罩会出现呢? 要是换了当初他们在魔鬼群岛,或者是在外面的时候,他一定会立刻升起强烈的警惕心。 可现在他们是在史莱克学院之中啊。 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比史莱克学院更安全的地方吗? 尤其是,这里是海神岛,史莱克学院的根本重地,超级斗罗以上层次的强者恐怕就超过十位,更有晴天斗罗这位当代大能坐镇。 这会有什么警罩? 一定是自己感觉错了。 出于谨慎考虑,唐武林赶忙凝神内势,观察自己的血脉漩涡运转情况。 以免是因为自己的金龙王血脉出现问题导致这手链产生异动。 可是,他的血脉漩涡运转正常,自身气血非常旺盛,又绝不会影响到他自身的血脉漩涡循环。 一切都好的不能再好了。 按照这样的速度修炼下去,一定会让他整个人变得越来越强。 这些天他已经开始尝试四种有灵金属进行熔断了,效果很好,凭借着他已经达到混沌层次的实力,这些都不是问题。 甚至他已经开始尝试五种金属进行熔断,如果能够成功的话,必然能够让大家未来的窦凯更上层楼,哪怕只是二次窦凯,也能一定程度的发挥出三次窦凯的威能。 正在这时,手腕上的手链温度开始缓缓下降,一切似乎又恢复了正常。 唐武林松了口气,耸了耸肩膀,不管了,谁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估计只是自己其人忧天罢了。 在史莱克,能出什么事? 一边想着,他走出木屋,直奔自己的锻造式而去。 开始今天的锻造练习。 只要他稳定住了自己七级锻造式的水平之后,他就要开始为大家锻造金属了。 设计图早就准备好,只要他锻造完成了,叶星兰,袁恩叶辉两人将可以同时开始为大家制作窦凯。 以他们的修为,虽然需要一定的过程,但绝不会太慢。 毕竟,他们有着之前有灵金属一字窦凯作为底蕴,只要在自己原有的窦凯基础上进行改造升级就足够了。 主人,您怎么了? 一身黑衣的女子轻声问道。 这里是山巅,山峰高耸入云,放眼望去,全都是大片,大片的云朵。 山峰凛冽,吹动着一片片云带着湿润的空气从山顶掠过,但在他们周围,却没有半点水气。 谷月娜就站在悬崖边缘,一袭白色长裙衬托着她那一头银发飘飘欲仙,她的双眸之中流露着茫然,轻轻的摇了摇头,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有种心神不宁的感觉。 我的心跳速度比正常情况下每分钟提升了五次。 什么? 那黑衣女子大吃一惊,主上,您这是? 谷月娜摇了摇头,我也不知道。 我让你们准备的东西准备的怎么样了。 黑衣女子沉声道,已经准备了六成,前妻的工作已经完成了,帝天说,她那边没问题。 等到所有准备完毕,只要主上出手,一定能够百分之百成功。 再接下来,就是等待时间来完成了。 嗯? 谷月娜点了点头,不知可否。 黑衣女子略坐停顿之后,试探着道,主上,那边的人又来联系我们了。 正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我们真的不和他们合作吗? 谷月娜猛地回过身来,右手一挥,一股恐怖的气息骤然从她身上爆发开来,那恐怖的感觉令整个山顶都未知颤抖,周围所有云雾瞬间破碎,化为雨丝在空中向外激荡。 那黑衣女子直接被轰击地飞了出去,山顶周围回荡着谷月娜冰冷的声音,我说过多少次了,那些龌龊骚脏的存在,永远也不要想与我合作。 再在我面前提起他们,我就扒了你的龙皮。 黑衣女子消失了,并没有再回到山顶。 谷月脸色沉凝,足足半嗓没有吭声,但渐渐地,在她脑海之中,浮现出了那道身影。 已经分别了这么久,她还好吗? 为什么我会如此的心神不宁? 在这个世界上,能让我如此惦念的,似乎,只有她。 寂静的房间十分宽阔,穹顶成弧形,从穹顶上方一直向周围墙壁蔓延,大片,大片的魔纹覆盖。 整个房间高足有三十米,直径更是达到五十米开外,范围极其广阔。 房间正中,一共有十二个人盘膝坐在那里,他们围绕成一个圆圈。 口中都在喃喃地念叨着什么。 在这十二个人身体周围,全都升腾着魂环,如果有人能够看到他们,一定会震惊的发现,这十二位身上升腾着的,竟然全都是八个魂环,八环魂斗罗。 这在魂世界已经是站在顶端的存在,可是,此时此刻,如此众多的魂斗罗在一起,竟然只是为了做一件事。 他们盘膝而坐的地面上,魔纹更加复杂,而且,更恐怖的是,在这魔纹周围还有着一片片血液流淌,那是刻画魔纹而成的一道道沟壑,在这些沟壑之中,流淌着的血液不断变化。 房间外圈,足足有上百人站在那里,他们全都是一袭黑衣,头上戴着黑色的头套,只露出自己的左手,而那血液,正是从他们左手割开的万卖处不断的流淌而下锁成。 淡淡的血腥气息弥漫,令整个房间内都给人一种强烈的恐惧感,可就是这浓郁的血气波动,却无法向外传递半分。 这究竟是怎么了?究竟发生了什么?竟然会造成如此景象? 而在那十二名盘膝而坐的魂斗罗所在圆圈正中央,地面上是一个紫黑色的六芒星,浓重的血腥气息从中向外释放,在那里,也树立着一样东西。 那是一个高达三米,通体呈现为紫黑色,上面有着无数魔纹,并且正在闪耀着光芒的存在。 它的顶端呈现位尖锥状,向下延伸,就像是有一片片羽翼张开式的,周围那么庞大的能量,全都是海纳百川般向它涌入,而它就像是个无底洞一般,吸收着那庞大的能量和血液。 第874章 袭击突质 还不仅仅如此,就在隔壁房间,居然还有另外一个一模一样的地方,只不过,在那个房间之中,中央核心位置的那个存在却是通体墨绿色的,魔纹更加的诡异多变。 无论是外圈的百名黑衣人,还是内圈的十二名魂斗罗级别强者,他们的身体都在因为能量的流失而逐渐变得干扁,可在这两个房间之中,却始终没有半点声音传出。 唐门 郭肖旭处理了一系列公务之后,眼中流露着若有所思之色。 正在这时,一个雄魂的声音传来。 肖旭,想什么呢? 这么入神,没什么事而咱哥俩喝一杯去。 唐门外三唐立唐唐主赵松从外面走了进来,摸着自己的大光头,脸上笑呵呵的。 他和郭肖旭关系极好,两人年纪差不多,当年是一起修炼的伙伴,只是后来修炼方向选择不同罢了,更是同时加入唐门,后来又都成为了唐门高层。 尽管郭肖旭在唐门的地位要比赵松更高一些,但这也从没有影响过他们之间的兄弟情谊。 郭肖旭道,不喝了。 最近门内事情太多,两位店主都不在,供奉唐那边诸位供奉又不管是,只能是我来。 赵松道,天窦城那边还没处理好吗? 那边善后工作不是已经差不多了吗? 郭肖旭叹息一声,道,圣灵教隐匿了这么多年重新出现,组织非常严密。 天窦城那边善后工作虽然已经接近尾声,可是,我们却始终没能发现圣灵教主力在什么地方。 之前副店主亲自在那边坐镇,也依旧没有发现端倪,只是抓到小猫两三只罢了。 根据店主的分析,这圣灵教最近如此大规模的行动,一定不只是针对天窦城,什么地方都有可能,所以,我们必须要保持警惕才行。 赵松眉头微醋,说的也是,这群可恶的混蛋。 别让我找到他们,让我碰上,一定要把他们的脑袋拧下来做夜壶。 郭肖旭呵呵一笑,你啊你,还是那副脾气。 你们外堂最近也够忙碌的了,算了,我陪你去喝一杯吧。 该放松的时候,总要放松一下。 梁小宇呢? 叫上他一起。 好。 随着夜幕降临,堂门也渐渐安静了下来。 唐武林完成了自己的锻造练习,从锻造室中走出来的时候,只觉得外面一片漆黑。 抬头向天空中看去。 今晚夜黑风高,星斗皆无,给人一种强烈的压抑感。 就在这时,他手腕上的那彩色宝石又一次灼热了起来,而且比之前更加强烈的多。 让唐武林差点直接将他甩飞出去。 怎么回事? 唐武林赶忙低头看去。 夜色之中看得更加清楚,那彩色宝石此时此刻竟然已经变成了一片血红色,一股强烈的恐惧感,也随之从唐武林心底升起。 这是。 警照,一定是警照。 一定是有什么事情要发生。 如果说白天的时候他还能安慰自己,可此时此刻,这种感觉实在是太强烈了,强烈到他根本无法再忽视。 身形闪烁,唐武林整个人已经蹿了出去,直奔海神岛方向而去,同时快速拨通了谢谢的浑岛通讯器。 谢谢,你在干什么? 唐武林急促的问道。 刚准备开始冥想啊。 怎么了老大? 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 元恩答应我,今天让我跟他一起冥想呢,嘿嘿。 唐武林急声道,先别冥想了,你叫上元恩,然后再叫上其他人,立刻到海神岛来。 我有不好的预感,恐怕有什么事情要发生。 啊? 老大,什么事啊? 你能肯定吗? 都这么晚了,还把大家叫起来吗? 唐武林怒道,让你叫你就赶快的。 我不确定发生什么事,但感觉真的很不对。 你赶快的,我们大家在海神岛上集中。 毫无疑问,海神岛才是最安全的地方。 谢谢毕竟对唐武林极为信任,闻言之下,赶忙道,好吧,那就海神岛见,我们马上过去。 挂断了通讯,唐武林已经来到海神湖湖畔,脚尖在地面上轻轻一点,人已经凌波湖上。 快速朝着海神岛方向而去。 就在这时,原本漆黑的夜空突然闪亮了一下,唐武林在朝着海神岛飞速前行的同时,也不禁抬头看去。 他看到了奇异的一幕,天空之中,一团团光芒拉拽着绚丽夺目的尾焰,正破空而来,那光芒变得越来越强烈,分明是朝着史莱克学院的方向到来的。 导弹 或者说是定装混导炮弹 狄袭,竟然是狄袭。 史莱克城,乃是全大陆第一大城,史莱克学院本身虽然只是学院,但在史莱克城内也有自己的军队,专属于史莱克的军队。 人数不算多,只有三万人,这是联邦允许史莱克城的军队人数极限,但却全都装备精良,单是机甲师就有五千人之多,整整五个机甲师。 再加上史莱克学院众多颠顶大能,两万年的历史,这里被誉为不落的史莱克。 谁能想到,竟然有人挡赶向史莱克城发起攻击,而那如同流星雨一般的导弹群,看上去居然足有上百枚之多。 定装混导炮弹可以极远,但是,史莱克城内的导弹防御体系可不是摆设呀。 如果这些导弹真是从城外而来,早在距离史莱克城一定范围的时候,就足以被摧毁了。 可是,这些导弹却就是来到了史莱克学院上空,而且看那样子,导弹分散,足以覆盖整个史莱克城内城。 唐武林看着那宛如流星雨一般的导弹群,整个人都在瞬间呆滞了。 这是什么情况? 自己的额预感竟然是正确的,竟然真的出现了针对史莱克的袭击,这简直是不可思议啊。 也就在这时,一道道光影从海神岛方向拔地而起,瞬间冲入高空。 刚开始的时候只有七道身影升起,紧接着,数十道身影接踵升空。 那赫然是史莱克学院内院的众位大能。 最先升起的七道光芒最为夺目,每一道光芒都蕴含着庞大的威势,伴随着它们升空而起,其他光芒也是纷纷升空,散开,迎向了空中落下的那一枚枚定装混岛炮弹。 当唐武林脚踏实地,落在海神岛上的时候,天空中第一声轰鸣也随之响了起来。 剧烈的轰鸣和爆炸,就像是一朵巨大的烟花,将整个海神岛上空照耀得如同白昼。 好恐怖的爆炸力,这至少也是七级以上的定装混岛炮弹吧。 唐武林目瞪口呆地看着,可此时的他,却是什么忙也帮不上,没有到二次窦凯,他还没有飞行的能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内院的老师和学长们迎击强敌。 轰,轰,轰,一声接一声的轰鸣响起,天空中一朵朵绚烂的烟花般炸开。 定装混岛炮弹从一万年前就已经是最恐怖的武器,七级以上的定装混岛炮弹更是被归纳为战略性武器的存在。 而此时此刻,在高空之中爆开的,竟然没有一枚定装混岛炮弹低于七级。 第875章 烟花的海洋 最初升空的那极为颠顶大能还好一些,后面升空的史莱克学院内院学员们。 在那越来越恐怖的能量乱流中,纷纷被压迫的坠落回地面之上。 恐怖的爆炸接二连三响起,但那一道道升空的身影,也就硬是将那些定装混岛炮弹全都在高空一一引爆,没有让一颗炮弹落入城内。 远处,内城,外城之中,越来越多的身影腾空而起。 史莱克城,聚集着不知道多少强者,不只是有属于史莱克学院的,同时还有属于唐门的。 众多身影将那凌空而至的定装混岛炮弹纷纷引爆,一时间,整个史莱克城上空,仿佛都变成了烟花的海洋。 正在这时,远处,一道道身影从湖面上飞跃而来,正是谢谢,圆恩聂辉以及史莱克七怪的其他几人。 看到他们,唐武林这才反应过来,赶忙释放出自己的血脉气息,将他们引导到自己身边。 天哪! 这究竟是发生了什么? 这,谢谢早已是震惊的和布龙嘴。 先前他还对唐武林的召唤有些不满,好不容易才能有和圆恩亲热一些的机会,却被他破坏了。 可此时此刻,他还哪里说得出半点质疑的声音? 其他众人无不脸色凝重。 他们都很清楚,针对于史莱克学院这样的袭击,可谓是史无前例啊。 空中的能量波动开始从天而降,哪怕是站在海神岛上,依旧能够感受到那恐怖的压力。 如果让这些充满破坏性的冲击波落在地面上,那么,恐怕整座城市都会遭受到毁灭性的灾难。 就在这时,一圈圈强光升起,化为护照顶起。 刚开始的时候是史莱克内城,紧接着,史莱克学院外城也同时亮了起来,两层护照硬扛着冲击波,将他们挡在外面,虽然泛起剧烈的波澜,但总算是将那些冲击波排除在外了。 唐武林没有跟伙伴们交流,他们脸色都是一片凝重,对于他们来说,还不足以参加这样的战场。 可是,为什么史莱克学院却就这样成为战场了呢? 白天的时候唐武林还想过,史莱克学院是最安全的地方。 可才到了晚上,竟然就有了这样恐怖的袭击到来。 上百枚七级以上的定装混倒炮弹,这绝对是天文数字的金钱呢? 难道说是联邦针对于史莱克城的攻击? 还是说,来自于圣灵教? 前者的话根本就不可能,毕竟,联邦之中不知道有多少是从史莱克学院毕业的高层。 更何况,史莱克学院始终中立,从来都没有影响过联邦决断,只是保护史莱克城这一片净土而已。 可如果是后者的话,又太过可怕了。 一个邪魂失踪门,一个恐怖组织,竟然能够掌控如此众多的定装混倒炮弹,这意味着什么? 如果说联邦没有人和他们勾结,谁会相信? 一定不能让定装混倒炮弹落下来呀。 否则的话,史莱克城无疑会面对和天斗城一样的恐怖灾难。 想到天斗城,唐武林的心脏突然收紧,因为他立刻就想起,当初郭霄旭曾经对他说过,天斗城的恐怖袭击,是因为一枚九级定装混倒炮弹的大爆炸才导致的。 到了九级定装混倒炮弹那个层次,可就不是城市防护罩能够轻易抵挡的存在了,九级以上定装混倒炮弹,哪怕是超级斗罗也不敢正面硬碰。 想到这里,他不禁有种口干舌燥的感觉,这些邪魂失,究竟是给他们准备了怎样恐怖的攻势? 恐怕绝不只是眼前看到的这些。 海神阁 海神阁主,晴天斗罗云明就站在海神阁的顶部,圣灵斗罗雅力在他身边。 同样在他身边的还有光暗斗罗龙夜月。 三大封号斗罗都在遥望高空。 云明终于明白为什么自己会有那么强烈的心神不宁了,原来要发生事情的不是其他地方,而是史莱克城,更是史莱克学院。 就像唐武林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有人敢攻击史莱克城一样,身为海神阁主的他也同样没想到。 此时早已是面沉如水。 雅力握紧了云明的手,已经不知道多少年没有像现在这样紧张的感觉了。 可此时此刻,他心中却就是十分紧张。 他们都知道,圣灵教既然敢袭击史莱克城,那就是一定有不小把握的。 好啊。 时代真是变了。 光暗斗罗龙夜月冷笑一声,看来,我史莱克真的是太久没有向外展现獠牙了,以至于什么阿猫阿狗都敢打我们的主意。 雲鸣,史莱克对联邦的影响已经这么弱了吗? 如此众多的定装混倒炮弹来到这里,是怎么回事? 而且还是从外城近距离发射过来的,又是怎么回事? 我们史莱克城的防御,什么时候如此脆弱了? 面对光暗斗罗的指责,雲鸣哑口无言。 是啊。 史莱克城实在是和平的太久了,不落的史莱克城,这在每个人心中都有着一样的念头。 谁能想到,会有人挡杆攻击史莱克。 被这么多定装混倒炮弹近距离攻击,这意味着什么他再清楚不过,这位极限斗罗此时也不禁握紧双拳。 但他知道,此时此刻自己必须要冷静,必须要掌控全局。 敌人的攻击绝不只是眼前这么简单。 就在这时,大地传来轻微的震动声,云鸣,龙夜月的脸色同时一变。 一声声低沉的轰鸣,从远处乍响,这次不在天空,而是在地面上。 如果从空中俯瞰就能发现,史莱克城外城,一朵朵蘑菇云正在骤然升起,一声声恐怖的爆炸仿佛汇集了无数民众的惨叫声响起。 开始了,终于还是开始了。 敌人既然能够将定装混倒炮弹运送到外城之中近距离发射,那自然也就有办法在外城直接引爆。 史莱克城乃是全大陆第一大城市,有着最为众多的人口,几乎每个人都已能够成为史莱克城的公民为荣。 可此时此刻,一场史无前例的大灾难却突然降临了。 云明脸色一片苍白,整个史莱克城的军队都已经行动起来了,就在刚刚出现危险的时候,他就已经下达了命令,封锁所有街道,封闭外城,不许进出,严查外城。 可命令才下达了几分钟,一声声剧烈的爆炸就作为了回应。 天空中的爆炸是烟花,而地面上的爆炸却是毁灭性的呀。 超过十五声爆炸,不知道有多少无辜的平民因此而死去。 毫无疑问,这是一场蓄谋已久的战争,是的,就是战争,而不再是恐怖袭击。 这更是一场灾难,一场突如其来,没有任何预兆的灾难。 任何一座城市,都有各种精密的探测器,探测所有异报物品。 像定装混导炮弹这种危险品,更是任何城市一经发现都要立刻处理的。 可是,在史莱克城,在不落的史莱克,竟然有如此众多的高阶定装混导炮弹出现却没有任何人发现,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敌人有瞒天过海的手段,也意味着史莱克城早已不是铁板一块。 云鸣突然明白了,天斗城的大爆炸,吸引了众多人们的注意力,无论是唐门还是史莱克学院,都调遣了不少强者前去那边。 可敌人的最终目的,却从来都不是天斗城。 真正对圣灵教有着巨大威胁的也不是天斗城,而是史莱克学院,是唐门。 所以,敌人最终的攻击目标,从始至终都是这里啊。 我去。 雅力低喝一声,就要冲出去。 却被云鸣一把拉住了。 敌人的攻击绝不会到此为止,无论是史莱克学院还是唐门总部,都在史莱克内城。 此时他们攻击外城,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但还不至于伤了史莱克城的根本。 所以,这场袭击绝对还没有结束。 此时此刻,一旦他们慌乱了,被敌人调动了,那么,只能是更大的灾难降临。 唐门诸位,请救死扶伤,外城拜托你们了。 云鸣的声音远远传去。 光芒一闪,在他身边的光暗斗罗龙夜月突然升空而起,这位终于忍耐不住了。 第876章 晴天 射日 云鸣抬了抬手,终究还是没有阻止。 这位,他也阻止不了。 深吸口气,云鸣冷静的握紧圣灵斗罗亚历的手,我已经是史莱克的罪人,但是,我必须要保住史莱克。 海神岛边缘,唐武林七人此时都是脸色一片惨白。 外城的大爆炸他们能够听到,也同样能够看到远处腾起的那一朵朵蘑菇云。 他们的大脑完全是一片空白,这根本是无法想象的事情,他们甚至不知道敌人在什么地方。 这场恐怖的灾难就已经发生了。 天空中的能量风暴依旧没有散去,可那一朵朵蘑菇云却不知道吞噬着多少生命。 到海神阁来。 正在这时,威严的声音突然传来。 传入他们耳中。 唐武林击灵灵打了个寒颤,也立刻回醒过来,向伙伴们一招手,快速朝着海神阁方向冲去。 海神岛没有多大,很快,他们就来到了海神阁的黄金树屋之前,也看到了手牵着手站在那里的晴天斗罗和圣灵斗罗。 云明很冷静,看上去就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似的。 看到唐武林七人到来,云明上前一步,来到他面前。 从现在开始,无论发生什么,你们都不要出海神阁。 去吧,到里面去。 唐武林一愣,阁主,请让我们为学院出一份力,我们。 住口。 进去。 云明突然瞠目怒喝,一挥手,一股恐怖的能量就已经卷起七人,将他们送入海神阁之中。 记住,你们是学院的种子,如果发生了最坏的情况。 未来的你们,是学院复苏的根本。 云明的声音在七人耳中回荡。 唐武林骇然色变,难道,情况已经坏到如此程度了吗? 就在这时,唐武林突然发现,外面的一切都变成了紫色,毫无预兆的变成了紫色。 那是天空变成了紫色,而天空的紫色,也将大地映照成了铜色。 黄金树突然迸射出一道璀璨的金色光芒,将整个史莱克学院内院笼罩其中。 整个海神阁所在的黄金树屋也随之亮了起来。 无与伦比的浓郁生命力营绕在他们身边,也阻挡着他们无法冲出海神阁去。 唐武林清楚无比的看到,当那恐怖紫色出现的时候,天空中,那一团团先前从史莱克学院升起的身影,竟然全都在那紫色之中消失了,消失得无影无踪,就像是瞬间泯灭一般, 从这个世界彻底抹去。 晴天斗罗云明的身体明显的颤抖了一下,下一刻,他就牵着圣灵斗罗亚历的手升空而起,冲入高空之中。 空中的紫色变得越发浓郁了,甚至连黄金树屋绽放出的金色光芒也开始逐渐破碎。 云明身上爆发出一道无与伦比的璀璨光彩,试图从那紫色之中冲出去,可是,那紫光却是如此的可怕。 也就在这时,一个巨大的紫色骷髅头出现在上空。 那紫色骷髅头直径足有千米,他张开嘴,一口火焰向下喷出。 骷髅头顶部,盘膝端坐着九个人,全都是一袭黑袍。 黑袍上向前有绿色的光鞭,在他们身上,全都升腾着九个魂环。 最核心处的一个人,身上的九个魂环之中,竟然有一个橙色和四个红色,剩余也全都是黑色。 云明,想不到吧,你们史莱克也有今天。 从今日开始,世间再无史莱克,世间再无唐门。 巨大的紫色骷髅头一口深紫色火焰喷落,与云明的枪翼碰撞在一起。 晴天枪瞬间爆发出璀璨光彩,下方黄金树上释放的光芒突然收束在一起,落在云明身上。 顿时,云明整个人的身体都变成了灿烂的金色。 厚重,华贵的四次窦楷覆盖全身,此时此刻,他宛如战神一般。 但是,也正因为黄金树的能量向内收束,集中在他一个人的身上,唐武林他们透过窗户,眼睁睁地看着,黄金树周围,海神岛上的一切都在快速地崩解,在那恐怖的紫色光芒照耀下崩解。 十二级,你们竟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韦,发动十二级定装混导炮弹。 云明的怒吼声在空中回荡。 恐怖的能量波动在整个史莱克学院上空疯狂的爆炸着。 唐武林呆住了,他身边的伙伴们也都呆住了。 谢谢完全不敢想象,如果自己没有听唐武林的,及时来到海神岛,会发生怎样的灾难? 远处,还有一道光芒亮起,那道光芒是绿色的,恐怖的绿色,他爆炸的位置,正是唐门总部。 整个史莱克城,已经变成了一片死亡的世界,从天空中俯瞰,能够看到的是,一绿,一紫,两个不断扩大的漩涡正在吞噬着周围的一切,正在不断的向外扩张。 整个史莱克内城,正在快速的从这个世界消失着。 一切的防护,在那绿色和紫色之间都变得没有意义。 不知道多少生命,在那恐怖的能量风暴肆虐中消失着。 黄金树屋颤抖着,剧烈的颤抖着,唐武林只觉得眼前一切都变得虚幻了,自从两大能量漩涡形成之后,他原本认为,自己已经可以在魂师界立足了。 可此时此刻,面对如此天威一般的恐怖能量压迫,他只觉得自己宛如蝼蚁。 毫无疑问,如果此时此刻,他们身在黄金树屋之外,那么,一定会被那死亡的能量所吞噬,一定会成为这场恐怖风暴的牺牲品。 完了,史莱克学院完了。 谁能想到,竟然会出现如此恐怖的景象,大陆第一学院,日不落的史莱克,云。 黄金树屋剧烈的颤抖着,外层金光在那恐怖的紫色光芒冲击下不断的剥落。 唐武林突然想起,当初云鸣曾经严厉的对他说过,因为他的第五魂环形成,吸收了黄金树屋太多的能量,以至于让黄金树屋能量大损。 如果自己没有吸收,黄金树屋的能量能否挡住这次的袭击啊? 完了,一切都完了。 黄金树屋的金色终于彻底崩溃,那恐怖的死亡能量已经令海神格外曾开始支离破碎。 唐武林倔强的咬着嘴唇,张开双臂,挡在伙伴们面前,绽放了他的金龙狂暴领域。 可他很清楚,在这样恐怖的天威面前,自己根本什么都做不了,根本就没办法保护住任何人。 晴天,摄日。 就在这时,外面突然传来一声爆喝。 这声音直灌大脑,令唐武林七人原本承受的恐怖压力骤然一轻。 外面崩解中的海神格碎片突然凝固,这一刻,就像整个时空都未知静止了似的。 天空中,晴天斗罗云鸣脸色平静而沉宁,但在他的眼眸深处却有着无尽的悲伤。 身为当代海神格格主,却要眼睁睁看着史莱克学院葬送在自己手中,两万多年的传承啊。 就要就此断绝,他此时此刻的心情可想而知。 十二级定装混倒炮弹,这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判断的攻击。 当时之中,这被研究出来的终极武器一共只有三枚,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上也只有三枚,为了这三枚十二级定装混倒炮弹,联邦做出了无数努力才最终研制成功,但当时联邦就曾经宣布,将停止这种超级毁灭性武器的持续研发,以斗罗大陆的资源,也不可能再制作出第四枚。 第八百七十七章 晴天之光 最后钥匙 这三枚十二级定装混倒炮弹诞生在两千年前,而在他们诞生之后,整个人类的科技足足停滞了千年之久,就是因为当初他们消耗的资源实在是太过庞大。 这三枚十二级定装混倒炮弹,被联邦以最为严密的方式守护着,作为整个斗罗大陆的终极武器。 他们还有一个称号,叫做,是神。 也就是说,这三枚定装混倒炮弹被认为有试杀神灵的能力。 其微能可想而知。 没有人试验过他们的威力,甚至在十二级之下,十一级定装混倒炮弹都不复存在。 可对于他们,联邦的重视永远都是最高级别的。 如果有一天,真的要动用他们的话,必须要整个联邦意愿全票通过才可以,有一票不过,都不能使用。 谁能想到,就是这样恐怖的存在,整个大陆的终极武器,却会出现在这里,出现在史莱克学院,更出现在唐门。 两枚十二级定装混倒炮弹的威能,足以将整个史莱克城彻底覆灭呀。 那之前升空的众位封号斗罗们,众位内院弟子们,无不在这恐怖而又突如其来的大爆炸中泯灭。 强决一时的史莱克学院,竟然就在虚余之间灰飞烟灭。 这就是恐怖的科技,这就是人类科技研究到如此程度之后,真正造成的杀伤。 云鸣手中擎天枪高高举起,那来自于黄金树的生命能量迸发着夺目的光辉,落在史莱克学院的这枚十二级定装混倒炮弹鸣叫,是神之毁天灭地。 落在唐门那边的那枚,名为,是神之吞噬天地。 此时此刻,从他的视角能够看到,整个史莱克城都在崩解着。 一抹惨笑从他嘴角处流淌,他身上的四级豆铠突然剧烈地燃烧起来,以他极限斗罗的威能,也不可能与十二级定装混倒炮弹的世神之力抗衡,但如果他想要逃走,却没有任何人能够拦阻得住他。 可他能走吗? 他不能。 史莱克学院就此殒灭,作为当代海神格格主,他则无旁贷,他不能走。 他能够看到远处那巨大骷髅头上,那一个个邪魂师眼中阴冷而讥讽的目光,能够清楚地感受到史莱克城内,一个个生命的完结。 可无论怎样的后悔,也已经无法扭转眼前的局面。 这一切是如何发生? 为什么十二级定装混倒炮弹会泄露,为什么多年来的和平之下,史莱克城自身的防御已经弱小如斯? 如果这两枚定装混倒炮弹不是就近发射,如果是在城外发射,至少也不会造成如此毁灭性的灾难。 云鸣脑海中瞬间闪过无数念头,可他现在能做的,就只有一件事。 晴天,射日 四目的金光,将他自身完全覆盖其中的金光蓬勃爆发,在他身后,一道道金色光线开始出现,这些金色光线彼此交织,勾勒着,形成一个奇异的巨大符纹。 这个符纹出现之后,整个空间就突然静止了。 就连远处骷髅头上的九名邪魂师都为之愕然。 为首那名邪魂师右手一挥,身下骷髅头突然远顿,瞬间已到百里之外,他脸色阴沉,口中吐出两个字,神味。 那一道道金色光线迅速勾勒成形,一声悲呼也在云鸣身下响起,不要吗? 明歌 云鸣缓缓低下头,充满眷恋的看了一眼下方那角色的娇颜,我没脸去见史莱克的先辈们。 别了雅力 好好照顾自己,为史莱克,保留最后的种子。 说完这句话,他手中晴天枪猛然一震,背后那道道金色光线突然崩解,在他们崩解的同时,无数璀璨金光骤然迸发,刹那间竟然蔓延到整个史莱克城,将整座史莱克城上空完全笼罩。 云鸣进阶极限斗罗已经有数十年之久,在这数十年的时间内,他无不再探寻着属于人类的极限,探寻着通往另一个世界的道路。 他感受不到神界的存在,只有真正到了他这个境界,才会明白,神界是真实的,可神界却不再接引人间。 想要真正成神,除非,再创神界。 云鸣在历代海神阁主之中,修为绝对算得上名列前茅,他不知道自己这一生是否会成功,但他却一直都在努力,至少在为后人铺路,他也相信,不久的未来,人类一定能够再次走出去,再造神界。 在他身后那神底之位,就是他所初创,未来打算遨游太空之外的准备。 神界需要神底之位,古籍中早有记载。 而当他自身的神底之位足够强大,强大到他能自创神界,至少笼罩斗罗大陆这一片世界时,他就成功了。 可惜,他几十年的努力,也不过是出窥门境,就算一切正常,他这一生也不可能真的创造出神界来,他能做的,就是留下自己的经验。 而此时此刻,史莱克学院突然遭受到如此的灭顶之灾,当他毫无保留的把自己那并不完全的神底之位释放出来时,他就是片刻的神。 神底崩解,神之陨落,带来的能量,才是他这一生之中所能达到的巅峰。 两枚十二级的弑神定装混倒炮弹成功了,他们成功弑神,但云鸣也用自己最后的力量,化解着他们恐怖的破坏力。 紫色,黑色,在那金色的中和之下,被强行吸射到半空之中,三种颜色相互碰撞,相互纠缠。 不断的崩解,破碎。 云鸣的身体渐渐变得虚幻,无论亚历如何努力,也无法升入空中。 云鸣低着头,他没有再去看天空中的碰撞,因为他已经尽力了,他已经将自己能够释放的一切全都释放。 而此时此刻,他的眼神之中只有不舍。 他舍不得史莱克学院,更舍不得自己的爱人。 他只能看到亚历的口形不断变化,却听不到他在说什么,他看到他泪水横流,看到他那仿佛要崩溃的眼神。 他轻声道,为了史莱克,活下去。 说完这句话,他猛然张开双臂,右手光芒一按,擎天枪从天而降,落入亚历手中。 在那最后的神力加持之下,这柄晴天枪终于脱离了武魂的范围,真正凝结成实体。 张开双臂的云鸣,身上金芒升腾到极致,宛如一轮真正的太阳。 下一刻,他已经朝着远方那巨大的骷髅头飞射而去。 晴天之光,最后要是。 骷髅头上的九名邪魂师同时大惊失色,那巨大的骷髅头全力加速。 此时的云鸣,已经不再是一名极限斗罗,而是一名陨落的神体。 其最后陨落之危,绝不是他们愿意去碰撞的。 可是,神体的速度,又岂是他们所能逃顿的。 璀璨的金光之中,那巨大的骷髅头被鹰声吞噬,整个天空刹那间都变成了一片白赤色。 黑夜似乎已经被那强光驱散,两枚是神定装混倒炮弹的威能,也终于被那最后的神光吸射一空。 所有白光笼罩下的生命体只能匍匐在地,被那恐怖的能量所压迫。 白光久久不散,就像云鸣不甘的意念。 唐武林趴在地上,他支撑着想要爬起来,却无论如何也做不到。 他清楚地听到云鸣最后所说的每一个字,脑海中却依旧是一片空白。 这所有的一切都来得太突然,太突然。 如此强大的史莱克学院,竟然一息之间,完全崩解。 在这浩瀚宛如神体之间的战争中,他们是如此的弱小,他们所能面对的,就只有这战争的结果。 在那恐怖的碰撞之下,他们如同蝼蚁,根本什么都做不了。 如果没有海神阁的保护,他们早已化为尘埃。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所有的一切才渐渐收歇。 外面的光芒逐渐暗淡下来,一切的一切都似乎消失了。 依旧是一片寂静。 唐武林再次抬起头时,看到的是面前的海神阁,缓缓崩解,化为灰尘,悄无声息的向四下飞散。 也就在这时,一点金光突然从海神阁深处飞来,悄然钻入唐武林的眉心之中,隐漠不见。 圣灵斗罗亚历,匍匐在远处的地面上,昏迷不醒。 放眼望去,周围一片死寂。 第878章我也爱你 海神岛不见了,海神湖干涸了,放眼望去,唐武林所能看到的,就只有一片漆黑。 一片漆黑如同深渊一般,沉入地底足有千丈的巨坑。 这就是史莱克学院吗? 这就是史莱克城吗? 可此时此刻,他们只能看到无尽的黑暗。 史莱克奇怪从地面上爬起来,他们的目光都是呆滞的,每个人的表情都是僵硬的,此时此刻,他们分明已经恢复了说话的能力,却连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史莱克,他们的史莱克学院,竟然就这么,从整个大陆上抹去了。 从史至中,整个过程似乎只有十几分钟,强决一时的史莱克学院,纵横大陆两万多年的传承,就此泯灭。 学员们,老师们,尸骨无存。 剩余的,似乎就只有他们七人和那昏迷不醒的圣灵斗罗而已。 赤龙斗罗卓氏,赤龙斗罗风无语,银月斗罗菜老,光暗斗罗龙夜月,还有无数史莱克学院的强者们,都在刚刚那时神之毁天灭地中消失了。 彻底的消失了。 他们毕竟才只有二十岁,尽管已经经历了不少磨炼,可突逢大变,一时间也都有些无法接受。 他们赖以学习甚至是生存的学院突然就没了。 身为史莱克学院下一代的传承者,当代的史莱克七怪,却连背后所依靠的史莱克都没有了。 这不是一场战争,而根本就是一场灾难啊。 在当今大陆上排得上前列的两大势力,史莱克学院殒灭,唐门总不消失。 唐门相对还好一些,至少他们在其他城市还有分布,可史莱克学院却独此一份啊。 大陆最繁华的城市,生活着上千万人口的一座超级大城就此陨落。 同时陨落的还有上千万民众啊。 可以说,自从陆罗大陆有人类以来,这都是最大的一场灾难,史无前例的一场灾难。 就在这时,他们头顶上空突然又亮了起来。 那夺目的光芒令他们不自觉的抬起了头。 一抹绝望,同时出现在欺人眼中。 就在他们所在深坑的上空,一枚闪耀着夺目光彩的光团正如同流星赶月一般朝着坑内落来。 定装混导炮弹,又是一枚定装混导炮弹。 炮弹还没到,轩鹤的气势已经压迫得他们呼吸困难,那恐怖的味道,令他们深深的感受到死亡的降临。 斩尽杀绝。 此时在他们心中,能够想到的就只有这四个字。 无论今天这些定装混导炮弹从何而来,毫无疑问,敌人都没打算放过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 唯有斩尽杀绝,才能不留后患。 闪避。 逃走。 他们无路可逃。 这里是千丈深渊。 那炮弹已经近在眼前。 至少也是八级以上的定装混导炮弹。 以他们的修为,无论多么超水平发挥,也不可能在这样毁天灭地的威能面前逃生。 他们已经没了依靠,没有史莱克学院的庇护,他们只能用自己的身体,来承受这恐怖的攻击。 唐武林终于第一个回醒过来,他没有半分的犹豫,他猛的跨前一步,然后猛的纵身跃起。 他的力量早已达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哪怕是单单凭借着身体的力量,这一跃,竟然也足有三十丈之多。 不仅如此,一根根巨大的藤蔓从他身下释放而出,包括金羽所画的金色藤蔓,瞬间被蓝银霸王辨锁加持,在他腾起的下一刻,在地面上猛的一撑,这一下,足足将他送到了超过五百米的高空。 他不能飞翔,唯有用此法,让自己飞得更高。 他张开双臂,迎向了那枚从天而降的定装混导炮弹。 他不知道自己能阻挡多少,但唯有如此,才能给自己的伙伴们争取一些活下来的机会。 至少在这里,他无牵无挂,截然一身。 他只希望伙伴们能够活着。 尽管希望依旧渺茫。 灿烂的金色在他身上蹦射,金色龙鳞笼罩身体,紧接着,他竟然又一次在空中加速,金龙飞翔,让他再次冲起五十米,那枚定装混导炮弹已经紧在咫尺。 唐武林甚至能够看清,那炮弹上一个个复杂的纹路正在迸发着狂暴的光芒。 这一刻,他心中没有恐惧,只有思念。 思念着他的父母,思念着那儿,还有他心中那最深刻的影子。 古月,别了。 你若安好,便是晴天。 忘了我吧,我没办法完成心中对你的诺言了。 闭上双眼,两滴泪水从面颊处滑落,他张开双臂,一切似乎都变得不重要了,在他眼前,古月的身影似乎虚幻的出现在那里,他只想用自己的双臂,将他紧紧的搂入怀中。 唐武林满足了,在如此幻境中离开这个世界,所有的包袱都不复存在。 带着思念,他就要走了。 武林 队长 老大 史莱克七怪们终于反应过来,可此时此刻,他们就算是想要飞入空中去接替他也已经晚了。 他们眼中充满了绝望,唯有叶星蓝猛的一闪身,刺目见光在地面上轰出一个大坑,然后飞速的将伙伴们全都推入坑中。 也将昏迷中的圣灵都罗拉了过来。 唐武林要用生命的代价为他们换取一丝活下来的机会,他怎能让他的心血白费。 不是悲伤的时候,他们总要有人能够活下来,做史莱克学院的种子。 一丝清冷,在唐武林胸口处蔓延,唐武林笑了,因为他突然感觉到,自己实实在在的抱住了他。 他的身躯滚烫,依旧带着淡淡的除紫香气。 他的呼吸如蓝,略有急促。 就像那一晚,海神员相亲大会之后,他躺在他怀中的感觉一样。 古月,我爱你。 唐武林嘻喃的说着,能够在临死之前有如此真实的感受,他还有什么可不知足的呢? 傻瓜,我也爱你。 一声带着无尽复杂情感的熟悉声音,在他耳边响起。 唐武林猛然惊醒,瞪大了双眼。 怀抱之中,真的有人。 他眼睁睁的看着,那绝美的娇颜就在眼前。 纳尔。 唐武林呆滞了,这相貌是如此的熟悉,只是,他似乎长大了,少了稚气,却更加绝美。 傻瓜,我是你的古月。 他倾起红唇,在他的唇上轻轻一吻。 而就在这时,无尽的光芒,已经将他们的身体吞噬。 唐武林最后看到的,是一双巨大的银色羽翼,从那儿身后收拢,将他们的身体完全笼罩在内。 恐怖的爆炸力,骤然绽放,可他却感觉到的,除了震荡之外,只有温暖,温暖的怀抱,熟悉的气息。 还有那在耳边回荡着的熟悉声音。 深坑之中,史莱克六怪无不抬头仰望,他们看到的,只有夺目的光彩。 大片大片的荧光,宛如屏障一般横荡在半空之中。 在那剧烈的轰鸣声中,他们仿佛看到一道身影突然凭空出现,搂住了唐武林,然后用自己的背脊,挡住了那从天而降的炮弹。 大爆炸足足持续了数十秒才渐渐停歇,整个地面下陷三尺,肆虐的能量风暴疯狂的在这千丈深渊内回荡着。 第879章 千古东风 深坑中的史莱克六怪,身体已经被泥土淹没了足有一半,但绝大多数的冲击波终究没能降临地面。 只有邪星蓝眼角的余光看到,爆炸结束的最后时刻,一团银色光球骤然朝着远处飞射而去,消失的无影无踪。 结束了,这一次似乎才是真正的结束了。 恐怖的大爆炸终于彻底泯灭。 邪星蓝排开身边的泥土,第一个跳了上去,然后将其他人纷纷拉上来。 呜呜 哭泣声响起,徐小妍再也忍耐不住心中的悲意,泪水夺旷而出。 乐正宇赶忙将她搂入自己怀中。 邪星蓝脸上满是凝重之色,沉声道,现在不是哭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哭的资格。 阁主用自己的生命做代价,给我们带来了生的机会。 武林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定装混倒炮弹的攻击,我们必须要活下去,为了史莱克。 我们已经是最后的种子,我们是史莱克七怪,我们要肩负其为史莱克复仇的重担。 跟我来。 一边说着,他转身就朝着深渊墙壁方向快速奔跑了过去。 原恩叶辉把雅力宝在怀中紧随其后。 谢谢咬紧牙关,跟在他身边,徐励志的胖脸有些扭曲,嘴唇泯得紧紧的。 徐小言擦掉泪水,在乐正宇的带动下,也跟在后面。 他们不能悲伤,因为他们还没有资格去悲伤。 遭逢大难,他们现在首先要做的,是活下去。 为了自己,也为了史莱克学院,为了唐门活下去。 叶兴兰的心怎么可能平静,他心中又怎能不痛苦,但此时此刻,唐武林为了拯救伙伴们生死不知,消失无踪。 他不能让他白白牺牲,他要带着伙伴们先离开这里,先活下来,只有活着,才有机会。 魔鬼岛的磨练,让他们的意志远远比普通人要坚定得多,才没有在如此的痛苦之中真正崩溃。 他们只要还活着,史莱克就有种子,就有复兴的可能。 啪!水晶杯掉落地面,摔得粉碎。 一掌脸色一片苍白,血色瞬间退进。 史莱克城被两枚是神级定装混倒炮弹彻底毁灭。 史莱克学院,全灭。 他的身体不受控制的颤抖着。 身居高位,他本来应该无比沉静才对,可此时此刻,他又怎么可能沉稳的了? 他很清楚史莱克城的殒灭意味着什么,尽管他心中早就希望能够把史莱克城真正掌控,却从未想过要覆灭这传承了两万年之久的大陆第一学院。 史莱克学院虽然是中立,但他也毫无疑问的守护着大陆,是斗罗大陆真正的中流砥柱。 更何况,史莱克学院逃离遍天下。 史莱克城允灭在应该由医院严密守护的两枚是神之下,医院则无旁贷。 不但他的仕途已经到了终点,恐怕整个联邦医院都将一片混乱。 甚至整座大陆都是如此。 查,立刻给我查。 三枚是神的情况,快去。 议长勉强让自己冷静几分,下达着一连串命令,尽管他知道,这已经无法挽回什么。 史莱克城的毁灭,将会让他面对全大陆最恐怖的压力。 为什么? 为什么? 你告诉我,为什么? 天凤斗罗冷摇珠双目赤红,一双玉手落在面前的桌案上,发出一声巨响,那用多种合金制作而成,极为坚固的桌案瞬间化为基粉。 桌案后站着一名中年人,他身材高大,相貌英俊,鼻梁高挺,眼睛略小,身上散发着一股强大的威慑力。 看着面前双眸赤红的冷摇珠,他眉头紧皱,摇珠,你冷静点。 这件事情实在是太突然了,我也是毫无头绪。 究竟如何,还要经过调查之后才能清楚。 千古东风,你当我是三岁孩子吗? 你什么样的人我不知道。 就算那圣灵教手眼通天,就能轻易得到世神。 就能如此轻易的把如此众多的定装混倒炮弹安排进入使来课程。 这其中没有你暗中支持,怎么可能? 是不是你,是不是你。 一边说着,冷摇珠抬手指着面前这位当代传灵塔塔主,一代大能,和晴天斗罗齐名的千古东风怒斥道。 千古东风脸色一沉,摇珠,你可是我传灵塔副塔主,怎能胳膊肘向外拐? 更何况,这件事怎能和我有关系? 你难道忘了,咱们传灵塔的创始人灵兵斗罗霍宇浩曾经是那一代的史莱克七怪,我们传灵塔更是和史莱克学院没有任何冲突,我为什么要害他们? 更何况,难道传灵塔是我一个人能够说了算的吗? 说到这里,他的语气略微缓和了几分,摇珠,这件事发生得太突然,我现在也是焦头烂额,一头雾水。 谁能想到,圣灵教竟然胆大包天到了如此程度,主动攻击史莱克学院和唐门总部。 难道圣灵教强大了,就对我们有好处吗? 我只能是吐死湖碑。 现在要做的,是救死扶伤,同时寻找圣灵教踪迹,全力以赴对付他们。 我知道,云鸣的死对你打击很大,我也很遗憾。 可是,这件事,我们必须要冷静对待。 冷静? 你让我怎么了冷静? 冷瑶珠的气息明显有些不稳,千古东风,别让我知道这件事和你有关,否则的话,就算拼着性命不要,我也要跟你鱼死网破。 说完这句话,冷瑶珠拂袖而去。 只留下一脸阴沉的传灵塔主。 目送着冷瑶珠离去,千古东风的脸色难看得仿佛要滴出水来。 他当然知道为什么冷瑶珠会质疑自己。 当年,他曾经追求冷瑶珠多年,但冷瑶珠却是对那云鸣痴心不改。 一直到后来云鸣娶了圣灵斗罗亚利,冷瑶珠依旧对他念念不忘,甚至是终身未嫁。 这些年,传灵塔和史莱克学院日渐疏远,其中步伐是因为他们彼此之间这错综复杂的关系。 塔主 一扇侧门开启,一名相貌普通却显得十分精悍的中年人快步走进来,来到千古东风身边。 情况如何? 史莱克学院全灭,无一人生还。 据说,当代史莱克七怪也都在学院之中。 云鸣最后时刻自碎半神神底之位,暂时拥有了神底之威,化解了大部分两枚弑神的破坏力。 让史莱克成能有一半人活了下来。 但作为爆炸中心,史莱克学院,唐门总部,没有活口。 他们甚至还追加了一枚九级定装混倒炮弹到史莱克学院那边,作为最后清扫。 不过,这次圣灵教也是损失惨重。 为了发动两枚弑神,他们献祭了近二十名魂斗罗级别邪魂师的生命,还有数百名中阶邪魂师。 云鸣临死一击,也破掉了他们的灭世骷髅,除了圣灵教主逃走以外,圣灵教族有八位封号斗罗陨落,可以说是伤筋动骨了。 千古东风双眼微眯,竟是流露出了满意之色,很好,云鸣果然没有让我失望。 哪怕是这圣灵教隐匿万年,积累如此丰厚。 暗中算计了史莱克学院如此之久。 最终还是付出了这样巨大的代价。 两败俱伤,是最好的结果。 你下去,按照原计划,全力组织本塔强者,搜寻圣灵教余涅宗迹,一经发现,格杀勿论。 现在这个时候,要把我们的立场旗帜鲜明的表现出来。 这次史莱克城彻底陨落,意愿方面定然承受不住压力要宣布解散,趁着这个机会,我们要多争取意愿席位。 塔主英明,一举多得。 中年人眼中流露出有种的钦佩。 千古东风冷冷的看了他一眼,什么叫一举多得? 我们什么都没做。 对于史莱克城的陨落,我也感到很遗憾。 中年人立刻会议,赶忙点了点头,道,是。 我们对于史莱克学院的遭遇也非常遗憾。 嗯,去吧。 稍后我会发出传领塔通缉令,通缉一切邪魂师。 你知道该如何配合行动。 记住,不要留下任何首尾。 同时,让人监控冷富塔主的行踪,不要让他闹出事情来。 是。 中年人退走了。 千古东风走到床边,遥望着窗外的片片白云,双眼微眯,若有所思。 第八百八十章 苏醒 好疼。 剧烈的疼痛让唐武林惊醒。 他只觉得自己整个身体仿佛都像是散了架一般,以他的身体素质,这样的痛苦除了在突破金龙王封印的时候之外,已经很少出现了。 死了吗? 我已经死了吗? 伴随着意识渐渐清醒,他逐渐回忆起之前发生的事情。 他真的好希望这是一场梦,当自己睁开眼睛的时候梦就能够清醒过来。 是啊。 这一定是一场梦。 史莱克学院如此强大,怎么可能会被毁灭呢? 艰难的,他支撑着睁开双眸。 他惊讶的发现,自己看到的竟然是满眼绿色。 随着视觉的恢复,听觉也逐渐回归。 唐武林发现,自己竟是在一个充满了虫鸟叫的世界之中。 这里是,森林。 全身剧痛传来,好疼,难道我还活着? 眨了眨眼睛,他挣扎着想要移动自己的身体,却发现根本都做不到。 缓缓地吸了口气,然后凝神内视。 唐武林发现,自己的魂力漩涡,血脉漩涡都十分微弱。 身体经脉多处破损,就连内脏也已经离位了。 这样严重的伤势,如果换了普通人,恐怕早就已经死了。 但他却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身体正在逐渐恢复。 强悍的血脉之力在体内游走,推动着经脉,内脏回归原本的位置,彼此接驳。 没死,那么,之前那些事情都是真的吗? 为什么自己会在森林之中? 各种疑惑的念头在他脑海中不断徘徊,但唐武林知道,现在对于自己来说,最重要的是尽快恢复过来,唯有身体恢复了,才能一一揭开那些疑惑。 醒过来了,身体恢复速度自然就随之加快了,在他的控制之下,血脉之力如壁食指的先将内脏归位,然后快速修复经脉,同时运转着丹田中的魂力漩涡,吸收着外界的天地元气补充自身。 幸好,这里的天地元气十分充足,而且他自己又是植物系占魂师,在这充满植物的地方,修炼起来也就更加容易。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唐武林的经脉,内脏基本修复得差不多了,疼痛感渐渐消失。 甘甜之中,也汇聚了部分魂力。 重新睁开双眼,外界的一切果然看得更加清楚了。 视野中首先看到的是冲天而起的参天大树。 一翻身,他从地上爬了起来。 还好,自己的恢复能力还在。 不过,当时那枚威能极为恐怖的定装魂倒炮弹轰击下来自己竟然没死,这也算得上是个奇迹了吧。 正在思索间,突然,他看到了在自己身边不远处,还躺着一个人。 白衣白裙,躺在那里一动不动。 看到他的一刹那,唐武林明显感觉到自己的心脏漏跳了一拍。 记忆继续回复,他想起了最后时刻那突然出现在自己怀抱中的人儿。 几乎是三步并坐两步的,他飞快地来到那女子身边,小心地将她翻过身来。 熟悉的面庞,绝美的娇颜,可不正是那儿的模样吗? 只是看上去,大约比那儿大个两,三岁的样子。 真的,那竟然是真的。 唐武林赶忙去摸他的万卖,脉搏还在跳动,只不过有些微弱。 他身上的衣服也是多处破损,很多地方都露出了白皙的肌肤。 但此时唐武林顾步地产生其他想法。 帮忙将他小心翼翼地抱了起来,将自己的玄天弓魂力小心地注入他体内。 他体内的经脉似乎一切正常,只是气息十分微弱。 抱起他唐武林才发现,他背部的衣服竟然完全没有,触手竟然是极为滑腻的白嫩肌肤。 这一刻,他脑海中的意识已经完全清醒了,他清楚地记得,那时他突然出现在自己怀中。 就在自己喊着那儿我爱你的时候,他出现了。 他的声音是那么熟悉,可为什么,他会说,他是谷月呢? 声音,气息都是那么熟悉,却是那儿的相貌。 一时间,唐武林也懵懂了。 他完全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是的,没错,他身上的气息唐武林十分熟悉。 当初,谷月刚刚和他一起开始学习之后,他们就经常接触,从小时候一起长大,在一起数年时间,两人近距离接触的次数如此众多,他在他的心中更是如此重要,唐武林怎么也不可能记错他的味道。 他身上的味道是淡淡的辛香,除紫香气沁人心脾。 而那儿身上则是淡淡的奶香气,和谷月身上的味道并不相同。 此时此刻,这看上去比那儿大上几岁的少女,身上却是谷月的味道,这又是怎么回事。 突然,唐武林想起了什么,他赶忙向怀中少女的脖子处看去,他清楚的记得,在他的脖子下方,锁骨上方的地方,有一个椭圆形的胎记,很浅,如果不是他曾经刻意关注过,是不可能发现的。 果然有。 他是谷月。 唐武林几乎是一眼就找到了那个胎记。 别的可以假,但胎记却不可能是假的呀。 可他的相貌又是怎么回事? 唐武林小心的在他面颊以及面颊旁边揉搓了几下,他也是学过化妆术的,可是,事与愿违,相貌依旧,他根本就找不到任何化妆的痕迹,而且,现在的谷月,头发也是银色的呀。 略微翻开一些他的眼皮,眼眸紫色。 银发紫眸,这分明是那儿的特征。 这下唐武林也有些傻眼了。 无论是谷月还是那儿任何一个人回来,他必然都会极为高兴,可是,眼前这姑娘,却似乎是谷月和那儿的集合体,这就简直了。 整体感觉来说,更像谷月,可这相貌,难道说,谷月学了一手自己都看不透的化妆术不成?也唯有这种可能了。 抱着他,一时间,唐武林不禁百感交集。 他万万想不到,在那关键时刻,他会来到自己身边。 而且他还清楚的记得,他是用自己的身体为自己挡住了那足以致命的恐怖攻击。 可是,为什么他们又在这里呢? 这又是什么地方? 无论如何,先救活他才是最重要的。 他小心翼翼的向谷月体内注入魂力,可谷月的身体却像是个无底洞似的,无论他怎么注入,魂力都会消失的无影无踪,而谷月自己也没什么反应。 唐武林突然想起了什么,他记得,在谷月出现之前,自己胸口处似乎传来一股清凉的味道。 他下意识的摸向自己胸前,刚好触摸到谷月当初留给他的那条项链。 吊坠是一个银色鳞片,他把鳞片拿起来看去。 心中顿时有了一些猜测。 难道说,谷月留下的这个鳞片,就是会在自己遇到生死危机的时候把它传送到自己身边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一切就都解释得通了,在自己怀中的也必然是谷月无疑。 你这又是何谷呢? 唐武林搂紧几分谷月的娇躯,如果不是面前呈现出的是那儿的容貌,他恐怕真的会忍不住亲下去。 至少要等他清醒过来,问清楚情况再说。 谷月一直都没有醒,注入一会儿魂力,唐武林也有些扛不住了,只能自己先冥想恢复魂力。 幸好,谷月虽然没醒,但气息却非常稳定。 第881章 爸爸 恢复魂力,为他注入魂力,再恢复,再注入。 如此这般几次之后,唐武林开始渐渐感觉到,谷月的气息变得凝实起来了。 这是好现象,证明自己注入魂力的做法有效果。 天色暗了下来,夜晚到来了。 天渐渐的亮了,又是一天的黎明。 唐武林已经为谷月来回注入了七次魂力,不断的修炼,注入,令他已是疲惫不堪。 第八次注入魂力后,唐武林感觉到,谷月的气息基本上已经正常了,可人还是没醒,拖着疲惫的身体,他重新进入冥想状态。 魂力运转,有了魂力漩涡之后,他的魂力恢复速度明显要比以前快得多了。 一个时辰后,魂力恢复,疲惫感也削减了许多。 但就在唐武林重新睁开双眼的时候,看到的却是近在咫尺的一双紫色的大眼睛。 因为太突然,吓了他一跳,险些走岔了气。 幸好体内魂力漩涡及时反应过来,牵引着魂力恢复了正常。 吓我一跳。 你醒了。 看着面前的谷月,唐武林接连喘息几次才稳定住心神,不过很快就被喜悦所代替了。 谷月翘生生的坐在他面前,上身还穿着他的衣服。 他原来那件上衣已经破损的没法要了,唐武林是闭着眼睛给他换上自己衣服的。 这过程就不足为外人道也。 穿着他的衣服,明显有些宽大。 谷月坐在他对面,眨了眨大眼睛。 他的眼眸极为清澈,看上去就像是两汪清澈的潭水一般,倒映着唐武林的容颜。 谷月 唐武林试探着叫道。 谷月突然笑了,他本就绝美,这一笑,顿时看得唐武林一阵发呆。 爸爸 扑通 刚刚坐直身体的唐武林,直接就朝着侧面倒了下去。 他飞速的重新坐起身,目瞪口呆的看着谷月,你,你叫我什么? 谷月似乎因为他摔倒也有些惊讶,伸出手,拉住他的袖子,另一只手的拇指塞入自己嘴里含着,呢喃着道,爸爸。 唐武林双眼一翻,险些昏过去,这都什么情况? 谷月,别闹了。 你 爸爸 爸爸,谷月又叫了一声,只是这一声呼唤却明显有些委屈的味道,一双漂亮的紫色大眼睛之中,瞬间水雾弥漫,似乎下一刻就要流下泪来。 这 这怎么看都不像是假装的呀? 唐武林揉了揉自己的眉头,别哭,别哭。 你让我静静,我想想。 谷月扁着嘴,看着唐武林,双手抓着他的衣袖摇了又摇,爸爸,我饿。 史莱克学院殒灭,唐武林本来心中充满了悲痛,可此时让谷月这几声爸爸喊的,他甚至连悲痛都暂时忘记了。 好,我给你弄点吃的。 唐武林勉强稳定了一下自己的心神,赶忙说道。 他戴着储物戒指,而作为一个吃货,他的储物戒指里从来都不会缺少食物。 取出一些干粮递给谷月,谷月接过来就大口,大口的吃了起来。 不过,他的表情明显有些不满意,一边吃,一边嘟囔着,不好吃呢,不好吃呢。 唐武林也是无奈,这干粮怎么可能太好吃啊。 看着谷月明显比以前多了不知道多少的各种丰富表情,他渐渐醒悟过来。 难道说,他是失忆了? 可是,失忆了他为什么要管我叫爸爸? 谷月,你为什么叫我爸爸呀? 唐武林试探着问道。 谷月有些茫然的看着他,第一个见到,就是,爸爸。 他的声音奶声奶气的,甚至有些吐字不清。 但却说得十分认真。 第一个见到就是爸爸。 这不是动物界的规律吗? 面对有着那儿相貌的谷月,本来他有着一肚子一问,此时却是怎么也问不出来了。 谷月吃了干粮,似乎是饱了,但还是不太满意的样子,爸爸,不好吃呢? 我想吃好吃的。 好,我想办法。 唐武林苦笑道。 谷月顿时兴奋地搂着他的手臂,把头靠在他的肩膀上,满是依赖的样子。 唐武林站直身体,此时才有精力去关注四周。 这是一片茂密的大森林,大有一眼望不到边际的感觉。 地面上也没有人为的开垦痕迹,到处都是高过一人的植被。 生命气息十分浓郁,但隐约中,他也能感受到一些危险的感觉。 这究竟是哪里呢? 如果一切不是梦,当时自己应该是和谷月一起被高阶定装混倒炮弹轰中,然后醒过来就莫名其妙地出现在了这个地方。 算了,走一步看一步吧,既然是森林,总应该能够走出去才对。 想到这里,唐武林拍了拍谷月的手,拉着他的手,向森林内走去。 左手拉着谷月,右手用黄金龙枪在前面横扫开路。 不够,很快唐武林就发现,黄金龙枪是多余的。 说也奇怪,在这大森林之中,周围的一切植被似乎都对他充满了亲切感,所到之处,那些草啊,藤蔓哪。 竟然都会自行分开,给他让开通路。 走起来还算顺畅。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虽然自己的武魂二次觉醒成为了蓝银黄,可以前似乎也没有如此明显。 难道是因为自己的第五魂环? 那个自然之子。 想到这里,唐武林停下脚步,凝神感受周围的大自然气息。 果然,他能清楚地从众多植物中,感受到非常亲切的感受。 仿佛他们都在向他问好似的。 如果是在这里修炼的话,一定会是半功倍吧? 可惜,此时的唐武林一点想要修炼的念头都没有,他只想赶快出去,去查看史莱克城的情况,寻找伙伴们的踪迹,然后把谷月治好,弄清楚他的情况。 咒风大变,他现在很有几分心神俱疲的感觉。 想到这里,他扭头看看跟在身边的谷月,有他在,他心里好受多了。 如果只是自己一个人的话,恐怕只会更加痛苦。 爸爸。 谷月见他看向自己,顿时向他甜甜的一笑。 唐武林一脸苦笑地道,能不能不要叫我爸爸了,你知不知道,你一这么叫我,我就起一身鸡皮疙瘩。 这实在是。 谷月顿时撅起嘴,眉眸中泪光盈然,委屈地道,爸爸不要我了吗? 我。 唐武林无奈,没有,没有。 当然要你了,乖,你愿意叫就叫吧。 爸爸,抱抱。 谷月向唐武林张开双臂。 唐武林一阵无语,谷月却已经兴奋地飞扑上来,就像是巴掌鱼一般,掉在他身上。 一头银色长发飞扬,口中发出银铃般的笑声。 唐武林无奈之下,只能是一只手托住他的桥臀,谷月还在他怀中一阵地蹭啊蹭,蹭得唐武林这叫一个心火生疼却又无可奈何。 谷月双臂搂着唐武林的脖子,把头靠在他的肩膀上,充满了依赖的味道。 唐武林心中无奈化为柔情,轻轻地抚摸着他的长发,也没有让他下来,就那么一手托着他,一边向前走去。 谷月这点体重,对他来说当然不算什么了。 第882章赤火猴王 可让唐武林没想到的是,这一下,谷月算是赖上他了,等他想让他下来的时候,他却说什么都不肯,最后,邮报变成了被,谷月笑嘻嘻地被他背着,向森林深处行去。 我真是欠你的呀。 唐武林看着锤在自己胸前的一双手臂,忍不住有些好笑地说道。 谷月把头凑过来,在他脸上亲了一口,爸爸。 我喜欢你呢。 唐武林愣了一下,正要说话,突然,心中警罩骤然升起,下意识的一个纵月就跳了起来。 一道棕褐色的影子从他脚下一闪而视,如果他还在先前的位置,必然会被其命中。 谁? 唐武林大喝一声。 但那袭击他的方向,却没有看到任何踪迹。 双眼微眯,唐武林身上顿时迸发出冷冽的气息,一根根蓝银草藤蔓从脚下蜂拥而出,朝着四面八方就蔓延开来。 这里是森林,对他来说,简直就是他的主战场。 奇异的一幕出现了,连唐武林自己都吃了一惊,当他的蓝银草钻入地面后,立刻就感觉到自己的感知骤然向外蔓延开来。 他已经达到灵渊镜的精神力本来就有着很强的感知力,覆盖范围足以超过千丈。 但那只是意念中的大概感知,而此时此刻,当他的蓝银草融入这片森林时,他却发现,自己仿佛开启了一双上帝之眼,精神力能够感知到多大范围,这个范围内的一切,都清晰而立体地呈现在他脑海之中。 左前方六百米外,一只身形硕大,通体长有棕红色毛发的庞大身影正如星丸跳跃一般,不断地高速移动,而移动的轨迹,似乎正是以他和谷月为中心。 谷月有些好奇地看着周围,从唐武林的肩膀处露出头来。 能够看到来者,应对起来自然就要容易得多。 那赫然是一只赤火猴,可是,这和唐武林印象中的赤火猴是完全不同的。 在他对魂兽的了解之中,赤火猴可以算得上是一种低级魂兽,大多数都是十年到百年修为,百年都算得上是罕见了。 而哪怕是百年类的赤火猴,攻击也非常单一,除了速度较快,在森林之中有较强的活动能力之外,并没有什么出奇的地方。 可这只赤火猴却是截然不同,他的体型比正常赤火猴大了十倍不止,身长超过了七米开外,通体棕红色的毛发在行进过程中还散发着淡淡的金色流光,最让人惊讶的是,在他额头上,还有第三只眼的存在。 那是一只金色树桐,闪烁着妖异的光彩,遥望着唐武林的方向,眸光凝实,尽管隔着如此众多的树林,但唐武林却依旧能够感觉到,这只树桐仿佛能够看到自己似的。 变异的。 无疑,这是一只变异魂兽。 而当唐武林看到他之后,心中对此时所处之地也有了一些猜想。 魂兽在窦罗大陆上已经濒临灭绝了呀。 在这之前,他接触过魂兽最多的地方只有一个,那就是,传灵塔所控制着的生灵台。 模仿曾经星斗大森林的生灵台。 难道说,自己竟然是被谷月带到了生灵台之中不成? 这确实是有可能的,以谷月在传灵塔的地位,带自己进入并不算困难。 生灵台 正在他惊讶的时候,那只变异赤火猴王已经飞速朝着他们的方向冲来。 似乎是感受到了唐武林对他的观察,赤火猴王只是身形一闪,就篡高到了一株大树之上,双足在大树上一蹬,宛如一道火红色的利剑,直扑而至。 唐武林双眼微眯,眼眸中闪烁着凛冽寒光。 史莱克学院突逢大难,他心中何等抑郁。 突然有敌人出现,他内心压抑着的情绪,顿时宛如颈喷一般爆发而出。 谷月,抱紧我。 唐武林低喝一声。 谷月赶忙搂紧他的脖子。 一双长腿也紧紧的缠绕在他腰间,唐武林自身气血波动骤然大胜,双臂向身体两侧展开,一双金龙爪同时释放而出。 当他体内完成两个循环漩涡之后,唐武林就发现,自己的五魂和血脉之力已经可以同时存在了,完全不需要切换,而是可以真真正正的一起战斗。 无数蓝银黄从地面蜂拥而起,宛如一道蓝银色的森林一般,挡住了赤火侯王的去路。 那赤火侯王极为凶悍,双臂张开,全身燃烧着金赤色的烈焰,硬是撞向了蓝银黄。 蓝银黄毕竟是植物系武魂,在他的撞击下被纷纷荡开,带着一往无前的气势,他就已经来到了唐武林面前。 没有直接扑下来,那赤火侯王夜下突然多出一对赤翼,令他原本应该下扑之势在空中停顿了一下。 战术 这魂兽竟然聪明如斯。 别小看这瞬间的停顿,足以让对手完全计算错误他的攻击轨迹,与此同时,他那第三只眼就亮了起来。 强盛的精神波动顿时宛如潮水一般汹涌而来,不是直接的碰撞,而是一种从四面八方传来的精神威压,以唐武林的身体为中心。 啊,唐武林仰头怒吼,巨大的金色龙头覆盖全身,赫然正是黄金龙吼。 赤火侯王身体在空中一将,他那强盛的精神冲击在黄金龙吼带着精神力的震荡之下顿时反眷。 但也就在这时,他那金色竖眼之中,一道金芒电闪而至,带着炽热的高温几乎是穿过了周围扭曲的空气,瞬间就到了唐武林胸前。 与此同时,他本体也是凌空下扑,一双利爪伸出,同时朝着唐武林笼罩而下。 唐武林右手金龙找出,悍然挡在自己身前,挡住了那道从天而降的射线。 赤热感瞬间传来,强大的能量冲击竟然让力量那么强横的唐武林身体晃了晃。 那赤火猴王也借此机会凌空而至,一双利爪从两侧抓向唐武林。 滚! 唐武林怒喝一声,金龙升天。 巨大的金龙从脚下升起,和那赤火猴王碰撞在一起。 刺耳的暴鸣声中,周围大片的森林向外倾倒。 赤火猴王也被撞击得凌空飞起,但唐武林居然亮相地后退了两步才站稳。 赤火猴王远远地落在一株大树的树干之上,眼中流露着惊疑不定之色。 显然是被唐武林强悍的攻击有些吓到了。 唐武林自身的狂躁也随之收敛了几分,这只赤火猴王竟然是出乎意料的难缠,不但攻击强横,还具有精神力。 同时,他自身的防御力也非常强悍,自己的金龙升天和他正面碰撞居然没能伤到他,只是将他破退而已,这就很不简单了。 万年魂兽 毫无疑问,这是一只万年魂兽,还不是普通的,是变异的万年魂兽。 深吸口气,唐武林平复了一下自己的心绪,他知道,面对这样的对手,自己绝不能让心情影响到这场战斗。 双眼微眯,唐武林凝视着赤火猴王,自身的气势开始持续攀升。 他没有动用豆楷,那是之后的手段。 不到万不得已他不会轻易发动。 如果这是生灵台的话,至少也是终极生灵台或者是传说中的高级生灵台才对。 否则的话,自己也不会面对这么强大的魂兽。 尽可能的保存实力,以面对未来随时可能出现的强者。 赤火猴王一双眼眸转了转,突然,他身形一闪,不再是扑向唐武林,而是朝着远处迅速逃逸而去。 竟然就这么逃走了。 唐武林愣了一下,无疑,这只赤火猴王极为聪明,在发现自己并不是那么好对付之后,竟然选择了立刻远顿。 唐武林自己也松了口气,他明白,想要战胜这只赤火猴王,自己也必须全力以赴才行。 万年便一浑手,自己身边又没有帮手,想要对付可不是那么容易的。 爸爸 耳边传来的呼唤声令唐武林原本高涨的战意顿时一泻。 他嘴角抽搐了一下,拍拍谷月的大腿,没事了,你下来吧。 好吧。 谷月有些不甘愿的从唐武林身上下来,一副心有余悸的样子,爸爸,刚才那是什么呀? 好可怕。 第883章 不好 唐武林看着他一阵无语,在他心目中,谷月的实力一直都不在他之下,甚至要比他更强,可现在的他,却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需要他人呵护的小孩子。 没事的,我会保护你的。 唐武林摸摸他的长发,谷月却已是顺势靠入他怀中,一脸满足的道,爸爸最好了。 唐武林手掌一僵,这要是以后他醒过来,自己要如何面对他呀? 暗叹一声,同时也定了定神,开始判断周围的情况。 魔鬼倒的磨练,让他学会了无论在多么艰难的情况下都尽可能做到冷静。 就算本身情绪波动巨大,也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让自己冷静下来。 因为唯有保持冷静,才能更好地去面对一切困境。 冷静下来,唐武林感受着周围的一切,同时也对周围一切进行着认真的判断。 毫无疑问,这是一片原始森林,有了先前生灵台的判断,现在他越看越觉得这里像是生灵台之中模拟的星斗大森林。 唯一不同的就是,这里的植物要比他经历过的传灵塔生灵台之中植物更加茂盛,看上去年岁也更加久远。 他给了自己一个假设。 假设这就是在生灵台之中,那么,绝不会是终极生灵台。 终极生灵台他以前曾经去过,如果是的话,那么,在终极生灵台之中,植物没有这么茂密,而且,也不应该这么容易就碰到如此强大,实力不逊色于自己之下的强大魂兽。 按照刚才那赤火侯王所展现出的能力,想要战胜他,唐武林恐怕要穿上窦凯才能做到。 别看他现在魂力修为只有五十五级,可就算是一般六环的强者也绝不是他的对手,再加上窦凯,黄金龙枪这些增幅,唐武林现在在魂世界也算得上是一个小高手了。 如此来看,那赤火侯王足有两万年修为魂兽的层次。 高级生灵台吗? 对于那个存在,他从来都没有了解过。 只是听古月隐约提过,高级生灵台,才是传灵塔最核心的资源。 不过,一些基础判断他还是有的,譬如,越是强大魂兽的聚居地,魂兽数量就越少。 因为每一只强大魂兽都会有自己的领地,不容他人侵犯。 很明显,他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应该就是那赤火侯王的领地了。 而进入下一片领地,才有可能遇到另外的魂兽。 但是,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这里怎么出去? 如果是传统生灵台的话,是有专门出去装备的,想要离开的时候只需要按动按钮就可以。 或者是在生灵台内战死,也会离开,只是精神上会承受一些冲击。 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他们身上都没有那种可以离开的按钮,也就是不能通过正常方式出去。 但用死出去的方法行不行呢? 唐武林不知道,而且这个是没办法是的,真的死了怎么办? 而且,唐武林早就听说过,生灵台最顶端的存在,是真实世界,如果自己现在就是和谷月在那个地方,一旦死了,也就是真正死亡了。 所以,无论怎样,他都需要用最谨慎的方式来面对才行。 想清楚了这些,他反而不太急于前进了。 这片领域是赤火猴王的地盘,至少这赤火猴王还是他现在能够抗衡的,相对来说在这里还安全。 而且他有着类似上帝之眼的能力能够随时观察周围,有任何危险也能较快发现。 倒不如在这里先修整一下,然后也仔细辨别一下方向再说。 如果真是那传说中最高层次的生灵台,那么,那个地方很可能就是还存在着的星斗大森林核心区,甚至是大凶之地。 是有可能遭遇十万年魂兽的地方啊。 如果贸然深入,只需要遇到一只十万年魂兽,他和谷月就完了。 而如果真是那个地方,只要他方向选择正确,逐渐脱离核心,一只走的话,是应该能走出去才对的。 只是依靠眼睛,唐武林当然不可能看到自己应该往哪个方向走。 可通过之前蓝银黄带来的变化,他却可以去问,问谁呢? 植物,周围所有的植物,他们远远比他更了解这个世界。 想到这里,唐武林向身边的谷月道,谷月,我要冥想一会儿,寻找能离开的方向,你就在我身边,别走远了哦。 哦? 谷月乖乖的答应了一声。 看着这样的谷月,唐武林不禁一阵失神。 在他心目中,谷月是一个个性独立,而且总是心事重重的姑娘。 他们之间,却始终有一种特殊的亲近感。 他们的感情更是多年来潜移默化中培养出来的。 此时的谷月,已经不像他心目中的谷月了。 但他又有些希望,如果谷月一直都是这样天真无邪,岂不是能够少很多烦恼? 设身处地的站在谷月的角度去考虑,当初他的离开,自己固然很痛苦,但只要他是真正爱自己的,他内心之中的痛苦,就只会是更胜于自己。 唯一不同的就是,他知道如何能够找到自己,而自己却始终都无法找到他。 这次他回来了,说什么也不能让他再离开。 当然,那要他先证明了自己的猜测,眼前这有着那而容颜的他,真的是自己的谷月才好。 不然的话,就算他想要和他亲热一番,确实不敢。 盘膝做好,唐武林集中精神,精神思感顺着蓝银黄向外释放,与周围的植物渐渐融合在一起,逐步沟通。 植物在没有开启灵智之前,就只是再简单不过的生物,它们就像是金属在完成灵断时一样,有生命却无智慧。 而一旦开启灵智,成为植物系浑兽,那很可能就会比普通浑兽更加强大。 只不过,植物系浑兽的数量实在是太少,太稀有了。 不过,唐武林有他的办法,他根本就不需要联系上有灵智的植物,而只需要他们告诉自己,哪个方向危险,哪个方向安全就足够了。 很快,他就得到了答案。 地面上的普通植物并没有太大的反馈,显得茫然无知,而那些高大的树木传递给他的信息却有了明确的指引。 在这些植物给他的感知中,一个方向如同深渊,另一个方向却是阳光明媚。 毫无疑问,答案有了。 有了这样的发现,唐武林顿时十分欣喜,睁开双眸,从地上一跃而起。 但让他悚然一惊的是,谷月不在身边。 下意识的赶忙释放精神力,通过上帝视角去寻找。 还好,他走出不远,就在距离他大约三百米的地方。 然后低着头,正笑眯眯的在树丛中找着什么,在他左手里,已经抓着一把五彩斑斓的野花,看上去兴高采烈的样子。 他开心的模样却让唐武林一阵心酸,作为史莱克学院的学员,他们早就没有了同龄人的恶趣。 是啊!花季少女,谁不喜欢花泥? 正在这时,突然,在他的上帝视角中,两道身影同时出现,一个,朝着他的方向飞扑而来,另一个,赫然是直奔谷月而去。 这两道身影出现的都非常突兀,而且速度奇快无比,没有半点停顿。 不好! 第884章 神龙再现 唐武林心中大叫一声,顿时如同箭矢一般,朝着谷月的方向飞射而去。 失去了记忆,宛如孩童般的谷月现在是那么的脆弱,唐武林此时全身汗毛炸力,速度瞬间就提升到了顶点,同时,一根蓝银黄已经以比他更快的速度暴射而出。 直奔谷月而去。 扑向唐武林方向的,赫然正是赤火猴王,而扑向谷月的那道身影,却是一只通体呈现位碧绿色的鸟类魂兽,它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就像是一只翠绿的剑矢一般,就在唐武林的蓝银黄刚刚缠绕上谷月腰间的同时,它就已经到了谷月面前,锋锐的长嘴,直奔谷月额头点去。 翠魔鸟 唐武林虚余之间就辨认出了这种魂兽的名字。 也正因为辨认出来了,它心中的恐惧才更是提升到了极致。 翠魔鸟是鸟类魂兽中最残忍的集中之一,它们的成长,完全依靠吸食各种生物的脑髓来进行。 无论是魂兽还是人类,都是它们的目标,翠魔鸟尤尤其喜欢人类的脑髓。 这种魂兽动若闪电,速度之快,在整个魂兽界都名列前茅。 只是存世量不多。 翠魔鸟曾经在上古时代造成过一次巨大的灾难,那时的它们还是群聚类魂兽,一片翠魔鸟飞过,所有生物都是头部有孔,脑髓全无,那时何等恐怖的场面呢? 后来魂兽世界自行出现过一次剿灭翠魔鸟的行动,在几位魂兽之王的带领下,将这一类魂兽杀了个七七八八,能够幸免的凤毛麟角。 这才让翠魔鸟对大陆生物的威胁减小了许多,就算是出现,也只是偶尔,而且非常的小心谨慎。 相对来说,人类对于翠魔鸟的认识并不算特别多,只是在一些古籍中才有记载。 因为翠魔鸟在危害大陆的时候,还是在魂兽统治者大陆的那个年代。 当年,据说有一只翠魔鸟王曾经吸食过真龙脑髓,不断进化,成为了那个时代最恐怖的杀戮者。 也正因真龙被杀,那个年代统治者大陆的龙族,才集中力量,对翠魔鸟一组展开了疯狂的报复杀戮,从而将他们彻底毁灭。 此时此刻,当唐武林看到翠魔鸟出现的时候,整个人的呼吸仿佛都要停止了。 一旦被这家伙刺穿了谷月的额头,就算是十个谷月也活不了了。 而且他的速度还是如此之快。 唐武林几乎是拼尽全力的向后拉拽自己的蓝银黄,同时毫不犹豫的一爪派出,金龙寂灭爪爆发,拍向谷月身前。 那只翠魔鸟的身体并不算太大,双翼展开只有半米多而已,身长不过齿鱼。 通体轻闭色,长嘴更是如同透明的针管一般。 他的速度之快,根本令人目不暇接。 唐武林的金龙寂灭爪已经非常及时了,谷月也被他拉扯着后退,但那翠魔鸟却猛的在空中来了一次二次加速,仿佛有青碧色的尾燕从他身后喷吐而出,推动着他的身体几乎如同闪电一般,直接就到了谷月面前,长嘴直接就点上了谷月的眉心。 不,唐武林惨叫一声,刹那间,他整个人的血液仿佛都被点燃了似的。 谷月双眸茫然,身体背后拉得同时,还完全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只是眼睁睁地看着那翠魔鸟的长嘴已经到了他眼前。 唐武林的痛苦吼叫,翠魔鸟冰冷的眼神,还有后方已经袭来的赤火猴王。 在刹那间,仿佛整个世界都定格了,而下一瞬,唐武林和谷月的命运似乎已经注定。 唐武林此时只觉得心胆剧烈,谷月如果就这么死在翠魔鸟长嘴之下,他永远也不会原谅自己。 他宁可被吸食挠嘴的是自己,也绝不愿意谷月受到钉点伤害。 而也就在这时,奇异的一幕出现了,唐武林身上奔勇沸腾的血脉之力令他身体周围都形成了一层金红色光雾,而这层光雾突然被他脖子上那片谷月给他的银色鳞片剧烈吸收起来。 周围的空间似乎真的凝制了,哪怕速度如此之快,长嘴更是已经到了谷月眉心的翠魔鸟,也出现了短暂的停滞。 而下一刻,谷月和唐武林的身体却都是虚幻了一下。 唐武林身上迸发出刺目金光,而谷月身上则是迸发出了刺目银光,金银双色焦香呼应。 唐武林手腕上那颗彩色水晶也是亮起璀璨的光芒。 下一刻,金色与银色,骤然合拢,瞬间融合。 璀璨的七彩光则骤然绽放。 翠魔鸟和赤火猴王的身体同时能够行动了。 翠魔鸟宛如一颗碧绿色的流星一般,瞬间刺入那七彩光芒之中。 可是,伴随着丁的一声翠响,他那不大的身体顿时被反弹而起。 而另一边的赤火猴王则是强行在空中转变了方向,落在旁边一株大树上,精仪不定的看着面前骤然迸发的七彩光芒。 他不只是实力强,更重要的是有着许多魂兽所不具备的智慧,最擅长趋利避害。 这次找来翠魔鸟作为帮手,本以为万无一失。 却没想到突然出现了这样的变化。 而此时的唐武林只觉得自己胸口处的血脉能量漩涡突然旋转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怖速度,自己全身血脉也都在出现着奇怪的变化。 庞大的能量宛如江河道冠一般涌入体内,他只觉得自己整个人都在膨胀,恐怖的能量让他忍不住仰天发出一声嘹亮的龙吟。 神龙变,他的意识中很清楚自己正在和谷月完成着神龙变。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可在过往神龙变的过程中,都是谷月作为主导进行的,他顶多就是催动着神龙变的能量进行战斗。 而这次却不一样,神龙变似乎是由他而引动,那无比庞大的能量,以他现在如此强横的身体素质竟然都有些支撑不住,谷月处传来的能量,就像是把他吹气球一般吹起来。 唐武林体内经脉都开始有些承受不住了,而这似乎才只是刚刚开始似的。 啊,龙吟变成了惨叫。 哪怕是在承受金龙王封印破碎时,唐武林也没有感觉过死亡距离自己如此之近,他也万万没想到,竟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但也就在他这一声惨叫响起的同时,唐武林明显感觉到涌入自己体内的能量猛一停顿,他的意识也随之恢复了正常。 七彩色的鳞片覆盖全身,他的身体也已经膨胀了足有五米高,和以前与谷月神龙变时有了一定的区别,似乎他们这五魂融合计已经完成了进化式的。 唐武林清楚的记得,谷月曾经说过,他们的神龙变当初是进行的第一变,神龙出行。 那么,此时难道就是第二变了不成? 背后,巨大的七彩龙翼张开,唐武林只觉得整片森林中的所有属性能量分子都在疯狂的朝着自己奔涌而来,不只是涌入自己身体,还在自己身体周围形成了大片的能量云,随时都能够被自己所调动。 前所未有的力量感,还有脑海中突然多了些什么,似乎属于谷月的力量也能够被他调动了。 第885章 碾压双兽 赤火猴王看到变化后的唐武林,尤其是在听了他先前那声龙吟之后, 掉头就跑。 化为一道金红色光影,转眼间已经在千米之外。 另一边的翠魔鸟速度比他更快。 自从族群被灭,这些残存不多的翠魔鸟更善于保护自己,眼看着面前对手突然气息变得如此强大,此时不跑更呆何时。 跑! 唐武林恨透了这一对浑兽,就在刚刚,他们差点让他失去了最爱的人啊。 右手朝着翠魔鸟的方向虚空一挥,空气骤然凝制了似的,恐怖的能量疯狂涌动。 翠魔鸟闪电般的速度骤然一顿,就像是钻入了一片胶水一般,挣扎着向前,但速度却不知道慢了多少倍。 唐武林背后七彩龙翼一拍,下一刻,人就已经到了翠魔鸟面前,七彩龙爪拍出,直接拍向翠魔鸟的身体。 纳翠魔鸟也是了德,身上闭光骤然大放,绽放出一层碧绿色的光环,七彩龙爪拍击在光环上,顿时迸发出刺耳的暴鸣声。 碧绿色光环破碎,而唐武林的七彩龙爪居然被弹起。 要知道,在神龙变状态下,唐武林此时的修为至少提升了三个大层次,也就是说,现在的他,已经是相当于魂斗罗层面的强者,而且血脉之力之强盛,比单独是他金龙王血脉时不知道恐怖多少倍。 这翠魔鸟果然是非同凡响,竟然还能挡住自己一击。 但也就在下一刻,唐武林那七彩龙爪掌心之中,却荡漾起一团七彩漩涡。 那七彩漩涡出现的刹那,翠魔鸟身上的碧绿色光芒瞬间大幅度衰减,它也是悲鸣一声,直接被吸射的朝着唐武林龙爪处飞去。 元素剥离 这无疑是来自于古月的能力,翠魔鸟是风属性浑兽,正是在风的推动下,它才能够达到那么恐怖的高速。 速度快的魂兽一般只有两种属性,要么是空间属性的,要么是风属性的。 空间属性更擅长于爆发性提速,千变万化。 而风属性魂兽虽然在某些方面有所不如,但它们的速度却更加线性也更持久。 更擅长各种飞行变化。 但无论是风还是空间,在元素剥离面前,它们被剥离的不只是周围空间的元素,在神龙变状态下,元素剥离的威力更是直接将它们自身所拥有的元素能量剥离开来。 失去了风元素的加持,翠魔鸟的实力骤然大降。 眼看着,它就要落入唐武林掌心了。 但那翠魔鸟突然一回头,一双眼眸完全变成了赤红色,下一刻,它那原本碧绿的身体骤然变成了火红,烽火双属性。 火红色维持瞬间之后,又变成青碧色。 这一切都是虚于之间发生的。 而唐武林却明显感觉到,自己的元素剥离居然吸不动它了。 烽火双属性 借助自身体内烽火漩涡来对抗元素剥离。 虽然这只能持续很短的时间,却也给这只翠魔鸟争取了活下去的机会。 双翼全力拍动,翠魔鸟的速度偶然大增,长嘴更是变得纤细,就像是人类的人剑合衣衣般,猛然朝着前方暴射而出。 在它提速的那一瞬间,竟然因为突破阴障而迸发出强烈的轰鸣,可见此时此刻它对于逃命有多么的执着。 这还是唐武林所见过的速度最快的魂兽,可是,在此时此刻,无论如何,它都不能让它逃走。 有这样一个强敌环似在侧,它的速度如此之快,这次能够逃脱大难,下一次呢? 谷月一旦距离自己较远,被它突袭的话,岂不是要让自己隐恨? 所以,当那翠魔鸟再次提速的刹那,唐武林的左手就已经拍击在了空中。 刹那间,空间塌陷,周围植物明显凝致,而空中瞬间出现了一个黑洞。 唐武林此时在神龙变的加持之下,对于能量的控制可谓是妙道颠嚎,那个只有直径一米的黑洞,刚好将翠魔鸟笼罩其中。 它那突破阴障的速度,在这恐怖的拉拽下,也是瞬间停顿了一下。 也就是这一个停顿,唐武林右手的暗金孔爪就拍了下去。 渲染着七彩色的暗金孔爪,覆盖范围达到了恐怖的五十米。 五到五十米长的暗金尾骨,七彩尾茫的光刃从天而降,仿佛毁天灭地一般,直接将它拍击到了地面。 轰,翠魔鸟的身体几乎是翻滚着落地,翠绿色的羽毛在空中飞散,但让唐武林吃惊的是,这只明显是依靠速度的浑兽,身体强度竟然是如此的强悍。 在他这全力以赴的神龙变暗金孔爪之下,居然还没死。 只是被拍击得晕了过去,身上留下了一道伤痕,却只是剑骨,并不致命。 顾不上给他补上一下,唐武林右手一挥,就把翠魔鸟抓入掌中。 同时摇身一晃,身上荧光一闪,下一刻已经在千米之外,如此数次之后,前方的赤红色身影已经就在眼前。 给我下来。 冷喝声中,唐武林左手闪电般挥出,一道金芒顺闪而去,空中正在高速奔驰着的赤火猴王尖叫一声,似乎是想要闪避。 可就在这时,他只觉得自己身体周围,仿佛有无数能量挤压而来,周围的一切都变成了七彩色,他的身体在停顿的瞬间,那道金芒已经精准无比的从他身上刺过。 浓烈的生命力疯狂的注入唐武林体内,这些经过黄金龙腔提炼的强盛血脉能量充分的补充着他身体的消耗。 唐武林也随之从天而降,背后七彩龙翼张开,落在地面上。 赤火猴王在短短几次呼吸的时间内,就被黄金龙腔吞噬的一干二净,只剩下一具皮囊。 黄金龙腔依旧是金色,但腔芒却呈七彩,其对生命力的吞噬速度明显要比正常情况下快得多。 正如唐武林所料想的那样,赤火猴王死去,并没有给他的魂环增加灵力修为,而是凝聚成一圈漆黑如墨的魂环在身体上方。 万年魂环 这是真正的魂兽。 深吸口气,唐武林意念刚动,他就感觉到力量迅速从体内流逝,紧接着,一道身影就从他身上分离出来, 他赶忙左手搂住他纤细的腰肢,正是俏脸苍白的谷月。 此时此刻,他除了脸色有些苍白之外,看上去还有些受到了惊吓似的,眨着大眼睛,一副渲然玉气的模样。 阵阵虚弱感传来,但让唐武林惊讶的是,这次却没有以前他们施展神龙变时那种强烈到要昏迷的虚弱。 或许是因为吸收了万年赤火猴王的生命力,他觉得自己还能支撑得住,至少还有三成修为在。 还好。 他手中还有一个没完全解决掉的翠魔鸟呢,要是就这么昏迷了,一旦翠魔鸟恢复过来,那麻烦可就大了。 松开环抱谷月的手,唐武林左手抬起,直接朝着翠魔鸟身上拍去。 爸爸,不要。 谷月一声惊呼,让唐武林的金龙爪在翠魔鸟头顶处停了下来。 怎么了? 看着谷月,唐武林此时眼神中的惊恐已经消失了,剩余的只有狂喜。 如果说,当初谷月在史莱克学院面对定装混导炮弹出现时救了他,已经让唐武林十分相信,这是因为他通过自己给他的银龙鳞片传送而来,从而猜测有百分之七十可能,这相貌如同那儿的少女就是谷月的话。 那么,现在他基本上可以百分之百的肯定,面前就是谷月。 如果不是的话,这神龙便从何而来? 还有什么比武魂融合计更能验证身份的呢? 谷月上前两步,从唐武林怀中把翠魔鸟抱了过去,他好可爱呀。 你别伤害他好不好。 听了谷月这句话,唐武林脚下一个亮枪。 可爱。 就是这玩意儿,刚刚可差点吸食了他的脑髓呀。 他竟然说他可爱。 不过,也直到此时,唐武林才有机会仔细的去看这只翠魔鸟的模样。 那翠魔鸟确实是可以用可爱儿子来形容。 他身长不过齿鱼,通体碧绿色的羽毛宛如翡翠一般,长嘴是碧绿中带着淡淡的金色,看上去十分的通透,身形修长,流线形绝佳。 确实是好看到了极致。 闭合着的双眼,眼皮也是淡金色的。 背后还有一道金色纹路从头顶一直延伸到尾部。 第886章 爸爸好残忍 唐武林还记得,他有一双宛如红宝石一般的眼眸。 如果他站在那里不动,简直就是最完美的玉雕。 可是,这玩意儿是要命的呀。 不行,太危险了。 你知不知道,这翠魔鸟是吃脑髓来进化自身的。 唐武林急切地说道。 不给。 古月紧紧地抱着翠魔鸟,转过身去,给唐武林一个后背。 唐武林一闪身就到了他面前,严肃地道,古月,听话,这不是好玩的东西。 他刚刚可差点就要了你的命啊。 不给,爸爸好残忍。 古月又半转身。 唐武林一阵无语,我残忍。 我不残忍他就弄死我们了呀。 古月,听话,好不好。 这翠魔鸟乃是著名凶鸟,上古时代,就曾经造成过血雨腥风。 我看这只翠魔鸟和古籍上描述的还有些不同,实力比古籍记载更加强大。 我只是将它打晕了,要是它醒过来,是会威胁到我们生命的。 我们现在连神龙变都用不了了,到时候,我们都要死在它嘴下。 你难道想看着我死吗? 古月抬起头,看着唐武林认真的表情和向他伸出的双手,眨了眨眼睛,突然道,我好像想起个办法,可以让他不会伤害我们哦。 没等唐武林再开口,他突然抬起一只手,在空中虚化。 一道道奇异的线条在空中展现出来,每一道都是荧光闪烁,犹如火雾般闪烁着奇异的光彩。 渐渐的,这些线条凝结成一个银色符纹,缓缓朝着那翠绿色的翠魔鸟头上落去。 线条一根根涌入,那翠魔鸟的身体开始颤抖起来。 古月轻轻地抚摸着他的毛发,小翠乖,一下下就好了。 唐武林惊讶地看着古月,他分明感受到,在那银色符纹之中,蕴含着极为庞大的精神力。 以他灵渊镜的精神修为,竟然都无法感受到那符纹中蕴含的精神力究竟强大到什么程度。 他赶忙问道,古月,你还想起什么了吗? 古月摇摇头,没有啊。 就是想起这个能让小翠听话的办法。 我只是隐约记得,好像这样一来,他就不会再闹了。 就会乖乖地听我的话。 唐武林还有些不放心,要是失败了怎么办? 他? 不会失败的。 古月十分肯定和认真的说道。 唐武林道,那这样,我答应你不杀他,但你要让我用蓝银黄捆住他,等他醒过来看情况再说。 古月明显有些不愿意,但看着唐武林坚持的眼神,最终还是点了点头,把手中的翠魔鸟小心翼翼地递给了唐武林。 没敢使用普通的蓝银黄,唐武林直接把金羽释放了出来,金羽尾巴一甩,就把翠魔鸟缠绕了起来。 看到金羽,古月也是一副很感兴趣的样子,说起来,金羽和以前又不一样了。 唐武林气血分离,突破第九层金龙王封印之后,金羽额头上,就长出了一根独角,与此同时,身体也增长到了十八米长,看上去通体十分纤细,但身上布满了和唐武林一模一样的金色龙鳞,而不再只是纹理。 感觉上就像是一条金色小龙一般。 一双金色水晶般的眼眸,明显比以前多了威势。 抬头看着唐武林,身上气息昂然。 从金羽身上,唐武林感受到了非常强烈的灵性,这曾经只是蚕刺品魂灵的小家伙,现在已经越来越成长起来了。 唐武林隐隐有感觉,如果有一天,金羽进化出龙翼,那么,或许它就真的能够成为类似于真龙般的存在。 霸王龙虽然也伴随着它的血脉进化而进化,可是和金羽比起来,霸王龙进化的幅度就要小一些了。 一个是因为霸王龙本身太强,更重要的是,它毕竟还是地龙,不是真正的真龙。 金羽不同,它是唐武林的第一个魂灵,唐武林在血脉觉醒的时候,就和它在一起了。 它身上的血脉,完全和唐武林的血脉等同。 所以,受到唐武林的影响,金羽的进化更加纯粹。 当然,霸王龙如果未来也能进化出龙翼,那么,情况也会和它相差无几,只不过擅长的不一样罢了。 魂灵对于魂狮来说,最重要的作用是提供魂环,普通魂狮的魂灵作用不大,而对于强者来说,窦凯的作用又远大于魂灵,所以他们的精力也都用于培养窦凯。 只有作为提供最后几个魂环的魂灵才有可能是足够强大的,才能够在战斗中对他们提供帮助。 这也是为什么史莱克奇怪在战斗过程中,大家都很少释放魂灵的原因。 作为提供前面几个魂环的魂灵,他们本身虽然也会随着再生灵台吸收灵力而进化,但变化幅度却非常小,不堪所用。 只有唐武林的金羽不一样,它的进化并非是跟着魂环进化,而是伴随着唐武林的血脉进行成长。 唐武林已经突破了九层金龙王封印,现在的金羽,也就变得截然不同了。 唐武林把手放在金羽头上,金羽伸出舌头,在他掌心处点了点,眼神中多了几分骄傲。 似乎是在向唐武林显示着,他现在已经非常强大了似的。 唐武林微微一笑,好啊。 那下次战斗的时候,就让你出场好了。 金羽竟然非常人性化的向唐武林点了点头,然后扭过头,眼神有些不善的看向翠魔鸟。 似乎是在考虑,要不要一口将它咬死。 古月瞪视着金羽,不可以哦。 金羽抬头看了看它,目光似乎有些呆滞,然后就又低下了头,居然如同答应了似的。 古月这才喜笑颜开。 纳粹魔鸟受创不清,一时半惠尔是醒不过来的,唐武林这次非常严肃的命令古月不许离开他身体周围十米范围,这才重新盘膝做好,冥想恢复。 意念沉浸,体内两个漩涡循环旋转。 气血漩涡明显缩小了许多,旋转速度也十分缓慢。 无疑是在刚刚的神龙变过程中消耗了大量的血脉能量,魂力漩涡也是。 但让唐武林惊讶的是,他的经脉似乎在刚刚的神龙变过程中拓宽了一些。 由于经脉本身足够坚韧,也没有什么破损的痕迹。 实力提升,终于可以渐渐掌控神龙变的威能了吗? 一边冥想,他一边回忆着刚刚神龙变被触发时的感觉。 那时候的他,恐惧到了极点,心中所想,只有古月。 宁可愿意为他去死。 然后神龙变就第一次在他的主导之下引动了。 古月传来的能量太强,和他自身能量融合之后,他的身体已经接近崩溃,承受不住。 可就在他惨叫的时候,能量注入却停顿了。 这应该是古月下意识的控制住了吧。 如果古月是清醒状态的话,说不定,自己和他一起控制好神龙变,就能将这门武魂融合计完美的使用了呢。 刚刚那强大的感觉真是太美妙了。 更重要的是,只有亲身体验过那个层次的能力,才能更好地去理解,在未来提升的道路上,少走弯路。 这次冥想的时间着实不短,一个是恢复消耗,另一个是沉淀自己的领悟。 第887章 浑兽之王是什么? 当唐武林从冥想中清醒过来的时候,发现古月正把头枕在他的大腿上,睡得香甜。 看着他的睡颜,唐武林眼中不禁流露出温柔之色,轻轻地抚摸着他的长发。 古月呀古月,为什么你会有那儿的容颜呢? 又没有半点化妆的痕迹? 在你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在这片很可能是星斗大森林的地方,他没办法帮他治疗,只有先离开这里,才能帮他疗伤。 现在只能走一步看一步,而就算是出去之后,史莱克成陨落带来的全大陆影响,无疑也会令他这个当代史莱克七怪之首,承担巨大无比的压力。 他清楚地记得,晴天斗罗云鸣在升空之前,对他说过,他们是史莱克的种子。 史莱克培养了他们,没有史莱克,就没有今天的他。 毋庸置疑,他肩负着重建史莱克的重任,更肩负着为史莱克复仇的责任。 下意识地攥紧拳头,努力地让自己不去回想史莱克学院中那一副副熟悉的容颜。 悲伤没有任何作用,他必须要坚强。 不知道伙伴们怎么样了,挡住那枚炮弹之后,他们应该不会有事吧。 一边想着,唐武林从储物魂倒器之中把自己的魂倒通讯器取了出来,正如他预料的那样,魂倒通讯器没信号。 联系不到外界。 叹息一声,没有叫醒谷月,取出干粮吃了点。 远处,赤火侯王身上升腾着的万年魂环已经因为时间关系消散了。 无疑,这个魂环浪费了。 但这也没办法,唐武林和谷月现在都不需要魂环。 而事实上,如果不是赤火侯王主动进攻,唐武林真的不想杀他。 当今大陆,还存在着的魂兽,尤其是强大的魂兽,真的已经是凤毛麟角了。 正在这时,唐武林心中突然一动,响起了那只翠魔鸟,扭头看去。 金羽盘成蛇阵,就在他身边,蛇阵中央,翠魔鸟正在那里。 奇异的是,他身上的伤口已经完全愈合了,被羽毛重新覆盖。 此时他已经醒了,一双红宝石般的眼睛,正看着唐武林。 对于金羽缠绕住他的身体,也不挣扎。 唐武林眉头微皱,凝视着翠魔鸟,依着他的意思,就应该将这个家伙直接干掉。 翠魔鸟的鸣声足以让他直接下杀手了。 翠魔鸟似乎是感觉到了他的恶意,身体下意识的缩了缩,然后看了看躺在他腿上的谷月。 突然发出几声清脆的鸣叫。 谷月身体颤动了一下,长长的睫毛掀起,睁开了朦胧睡眼。 干什么呀小翠?人家正睡得香了,你叫我干嘛? 嘶嘶嘶。翠魔鸟又叫了几声。 谷月这才翻身坐起,看着身边的唐武林,顿时撅起嘴道,爸爸,小翠说你想对他不利。 你是不是又吓唬他了? 唐武林一呆,你能听懂他的话? 谷月点点头,道,是啊。 我是小翠的主人,当然能听懂了。 唐武林一脸的疑惑,真的吗? 你确定? 谷月再次点头,当然确定了。 不信你看着。 小翠,我美不美? 翠魔鸟赶忙点点头。 唐武林顿时失笑,那我帅不帅? 翠魔鸟恶狠狠的瞪了他一眼,然后别过头去,那人性化的模样,令唐武林不禁有些目瞪口呆。 哈哈哈哈。 谷月顿时开心的笑了起来,爸爸,你赶快把他放了吧。 我保证,小翠不会伤害我的。 唐武林双眼微眯,他虽然还是有些担心,但看翠魔鸟的模样,应该也还好。 而且有他在谷月身边,倒是也不怕。 金宇,放开他吧。 金宇尾巴一甩,闭光瞬间冲天而起,翠魔鸟扶摇直上。 唐武林下意识的就要抬手去抓,却被谷月拉住了。 那翠魔鸟在空中盘旋一周,然后张开双翼徐徐下降,故意放满了速度,最终落在了谷月尖头,然后还十分亲热的用头在他的头上蹭了蹭。 真的降服了。 唐武林还是第一次听说,有人能够降服魂兽呢,更何况,眼前这只变异翠魔鸟起码也是万年层次的存在,如果真的能够为谷月所用,自然是帮助极大的。 翠魔鸟显得非常乖巧,一点也没有胸利的味道,低眉顺眼的站在谷月肩膀上,还不时用头蹭蹭他的长发。 唐武林这才松了口气,金宇游荡到他身边,金光一闪,融入他体内消失不见了。 小翠,以后你就叫这个名字了。 谷月笑嘻嘻地摸了摸翠魔鸟。 唐武林不无恶意地道,不如叫翠花好了,绿色身体,红色眼睛,岂不是像绿叶衬托着红花? 滋滋。 翠魔鸟愤怒地叫了几声。 谷月撅嘴道,小翠他不喜欢呢,还是叫小翠吧。 唐武林冷冷地瞪了一眼翠魔鸟,你最好老实一点,不然的话,哼哼。 翠魔鸟却是仰起头,理都不理他。 他对这个之前伤害过自己的男人,可没有半点好感。 走吧。 唐武林释放开自己的蓝银草,沟通周围植物,一边探查着周围的情况,一边向前方走去。 才没走两步,他就停下脚步,向谷月道,你问问他,从哪个方向能离开这片森林? 尽管有了植物的指点,但魂兽,尤其是高阶魂兽有着不下于人类的智慧,这翠魔鸟显然要比他们更了解这片森林了。 谷月看向翠魔鸟,眼中似乎有光芒闪动,翠魔鸟叽叽喳喳地叫了几声,谷月点点头,道,爸爸,你判断的方向是对的,往那边,是可以向外面走。 不过小翠说,外面有更可怕的存在。 但说的好像是我们人类。 唐武林双眼微眯,这里越来越像是他判断的那个地方了。 如果真的是,魂兽恐惧人类也就十分正常。 是人类不断的占领他们原本的生存空间。 按照他的了解,整个星斗大森林核心圈外围,应该都被重兵防御,以免里面硕果仅存的强大魂兽们暴动。 这重兵却并非来自于联邦,而是传灵塔。 在大陆上,史莱克学院最强的地方是威望,是他那逃离满天下的毕业生。 而堂门最强的,则是资源与商业方面。 而传灵塔最强的,则是通过魂灵以及生灵台等等对魂师世界的掌控。 传灵塔总部,就在距离史莱克学院不远的地方,史莱克城外。 也是距离那星斗大森林不远处。 星斗大森林核心圈,一直掌控在传灵塔手中,里面究竟什么情况无人得知,想要进入。 那是要支付给传灵塔极高代价才可以的。 可以说,传灵塔相当于是在圈养着这些最强魂兽。 他不知道自己和古月是怎么进入到这里的,但想要从这里走出去,不但要地方森林中强大的魂兽们,同时,在离开之前,还要冲出传灵塔的重围才行。 想到这里,唐武林不离向古月看去,是古月带他进入的这里,而且古月现在在传灵塔的地位应该不低了。 可是,他现在记忆全无,纯净的像一张白纸。 看来,只有自己带着他,通过从魔鬼岛老魔们那里学到的渗透之法,脱离重围了。 在森林中前行,古月通过和翠魔鸟沟通,给他们带来不少便利。 翠魔鸟告诉古月,森林中的魂兽现在已经很少了,所以大家基本没有领地之争,都各自生存在一片属于自己的地狱。 所以,碰到魂兽的几率并不算太高。 他和那赤火猴王原本就认识,谁都奈何不得谁,赤火猴王是告诉他有人类猎物进入这里,他才前来的,主要是为了觅食。 翠魔鸟的修为似乎是到了瓶颈。 必须要吞噬强者的脑髓才能进化了。 只是,在这片星狗大森林中,只要还存在着的魂兽,就都不是那么好对付的,他也不敢轻举妄动。 掌控着这片森林的魂兽之王严令禁止魂兽之间相互残杀,他也不敢违抗。 魂兽之王是什么? 唐武林好奇地向翠魔鸟问道。 翠魔鸟呆了呆,然后却摇了摇头,全身毛发轻微地颤抖着,似乎十分恐惧似的。 第888章 紫发女子 古月好奇地道,小翠,别怕,快告诉我们,魂兽之王究竟是谁呀? 翠魔鸟抬头看向他,红色的眼睛眨了眨,却再次低下了头,这次他却是说什么都不肯说了。 正在这时,突然间,唐武林只觉得一股无形压力从四面八方骤然传来,他那原本凭借着植物们扩张的精神力瞬间就被压迫得收缩回来。 这是。 唐武林大惊失色的同时,赶忙来到古月身边,拉住他的手。 翠魔鸟抬起头来,眼中流露着恐慌之色。 而天空,却阴沉了下来。 原本明媚的阳光消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一片黑暗,巨大的压力从天而降,给人一种难以形容的恐慌。 更为可怕的是,唐武林骇然发现,空气中,其他属性的天地原力,能量分子都在迅速消失,甚至可以用逃逸来形容,剩余的,只有黑暗元素。 昂,一声低沉的吼叫声震荡的整片森林瑟瑟发抖。 是谁,党敢杀戮魂兽? 是谁,党敢侵入星斗? 声音在整片森林中回荡,哪怕唐武林此时全力和周围的植物们沟通,植物却处于本能反应,似乎全都沉寂了下来。 唐武林的心也沉入谷底,如此恐怖的威压,除了能够等同于人类封号斗罗的十万年以上修为魂兽,再无其他。 这未来者之强,简直是匪夷所思,绝对是他见过的魂兽之中最强大的存在。 如果说能够与之比拟的,恐怕只有当初前往星罗帝国在大海中碰到的那只超级大章鱼才有可能了。 天空完全变得漆黑,隐隐有紫光闪动,周围浓郁的暗元素顿时令空气中仿佛出现了阵阵诡异波动,仿佛有无数凄厉的惨叫声响起。 原本充满生命气息的大森林,刹那间竟然如同鬼欲。 周围的一切都变得无比寂静,哪怕连一丝的虫鸣鸟叫之声都没有了。 唐武林只觉得自己呼吸困难,无论是魂力还是气血之力,都被压迫得近乎凝致。 尽管他早就知道,面对真正的强者,自己这点修为根本算不了什么,可真的在这种时候面对着,他却依旧充满不甘。 他不怕死,但却绝不想死,他还有太多的事情要去做,他还肩负着重振史莱克学院的重任呢。 可是,面对如此强敌,他还能得拖大难吗? 恐怕就算是他能够和谷月再次施展神龙变也做不到吧。 更何况,他们刚刚施展过一次神龙变了,短时间内应该不可能再次施展。 扭头看向谷月,谷月似乎也是有些害怕,笑脸苍白的躲在唐武林身边,紧紧的抱着他的手臂。 唐武林心中一惨,难道他们最后真的是不求童年生,却同样葬身在这浑兽森林之中吗? 不,绝不。 就算是耗尽自己最后一滴血液,也要护他周全。 想到这里,唐武林原本被压制的极其厉害的气息骤然开始变得强盛起来,不屈的意念就像是重新点燃了他的血脉一般。 近乎凝脂的血脉波动重新开始生疼,就连魂力也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 一层金萌萌的光运,从他身体表面释放出来。 我死之前,绝不让任何人伤害你。 唐武林深吸口气,一字窦凯翻转而起,迅速地覆盖全身,右手在额头上一抹,黄金龙腔落入掌中。 他自身的气势,伴随着血脉的爆发疯狂提升着。 咦? 一声疑惑的声音从远处传来。 就在这时,唐武林只觉得面前的大森林之中,仿佛多出了一条通道,这条通道是暗紫色的,只能通过这暗紫色的光芒,隐约看清。 通道尽头,一道身影徐徐从黑暗中走出,他全身覆盖着紫黑色的林甲,身材修长,胸前浑圆,大腿笔直修长,胸部上方,露出肩膀雪白的肌肤和胸前深邃的沟壑。 一头紫黑色长发披散在身后,无风自动,自然而然地从身体两侧荡漾开来。 一张胶炎极为妖艳,他的眼睛是深紫色的,唇半却是亮紫色的。 额头处,一枚漆黑如墨的鳞片上,荡漾着层层叠叠的紫色光韵,自然从他头顶上方流淌而过。 看到这位的模样,唐武林不禁倒吸一口凉气。 如果说之前他还认为这位是十万年魂兽的话,那么,他现在已经完全可以肯定,自己所面对的这位,应该是一位修为超过二十万年,魂兽世界中真正站在顶点的存在,凶兽。 一代凶兽。 在史莱克学院学习的时候,有关于凶兽的知识他们都学过很多,那时,唐武林也非常感兴趣,所以还特意研究过。 魂兽修炼到十万年,基本就已经是极限了。 想要再继续提升,只有两个方法,一种是重修成人,脱去兽骨,这样就可以拥有人类的悟性和更高智慧,像那虚无缥缈的神级冲刺,一旦突破这个世界的限制,那么,就是一招成神。 魂兽无法成神,这似乎是一种规则,就像当初古月曾经讲述的那个故事。 而绝大多数魂兽,都不会选择这条道路,毕竟,再强大的人类,寿远也不过两百多年,一旦突破失败,无法成神,那么,就会和人类一样,陨落于历史长河之中。 另一条路,就是要突破自我,十万年的大瓶颈,对于魂兽来说,乃是宛如天节一般的存在,十万年之后,不用百年,天节自然会到。 一旦无法突破,那就将形神俱灭。 那些对自身有着足够自信的魂兽,都会选择这条路来进行突破,突破之后,就可再活十万年。 而一旦突破一次瓶颈,那么,魂兽的实力就会突破自我,大幅度前进,示威凶兽。 如果说,十万年魂兽相当于封号斗罗的话,那么,凶兽就相当于是超级斗罗。 修炼年限越高,突破瓶颈次数越多的凶兽,实力也就越是恐怖。 传说中,甚至还有修为超过百万年的凶兽。 突破十次瓶颈,那是何等存在呀? 而也只有凶兽,在不选择重修成人的情况下,才能化为人形。 眼前这位,全身散发着凶威赫赫,毫无疑问是魂兽,而他又能转化成人形,而且看上去如此完美,自然毫无疑问,就是凶兽,修为恐怕至少也有二十万年的凶兽。 相当于人类超级斗罗的存在。 而唐武林就算是穿上他那一字窦铠,也不过是相当于七环魂兽而已,还是没有五魂真身的七环魂圣。 他在天赋异禀,也不可能和面前这样的存在抗衡。 尽管他感觉到,眼前这位,应该是龙类魂兽。 那女子已经越走越近,双眸之中,紫光犹如十字般向两侧流淌,距离越近,他带给唐武林的压力也就越大。 唐武林身上的金色光雾释放越多。 只是,唐武林自己也很清楚,这种程度的压力,自己已经承受得接近极限了。 是自身那股不屈意志支撑着他的血脉不断爆发出强悍的气息,这才能够不被对方压倒。 小小人类,竟然敢敢来我兴斗大森林杀戮魂兽? 你真是好大的胆子。 那紫发女子一边说着,在距离唐武林大约五十米的地方停下了脚步。 第889章 手练的七彩之光 突然,他的瞳孔略微收缩了一下,似乎看到了什么。 同时面露疑惑之色。 唐武林横起手中黄金龙枪,沉声道,并非有意冒犯。 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进入这里。 我来到这里的时候就已经昏迷了。 在我醒来不久,那赤火猴王主动攻击我们,这才被我们所击杀。 那紫发女子眉头紧锁,没有继续开口,但她身上先前传来的压迫气息却明显减弱了。 正在这时,古月从唐武林背后探出头来,有些好奇的看向那女子。 四目相对,那女子的身体震动了一下,眼底闪过更强烈的震惊之色。 她几乎是下意识的就要说什么,但当她看清楚古月的眼神时,又是一愣。 你们叫什么名字? 紫发女子沉声问道。 唐武林道,我叫唐武林,这是我女友古月。 我们并非有意冒犯,如果阁下愿意放我们离去,我愿意拥有价值的东西来换。 那女子若有所思的看着她,身上原本释放着的杀意明显在减弱,似乎是被唐武林说得心动了似的。 交换? 你有什么能和我交换的? 一边问着,她一边在思考。 在她看来,想要击杀唐武林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 可就在刚刚,她已经认出了她是谁,更重要的是,她之后又看到了唐武林身后的古月。 这就有些麻烦了。 唐武林呆了一下,是啊。 自己有什么能够交换的呢? 面对这一代凶兽,自己能让其感兴趣的东西绝对不多。 她身上最多的是稀有金属。 天才地保自己收取的那几种对她来说是价值不菲,可对于一个在星斗大森林中生活了数十万年的凶兽来说,恐怕就不算什么了吧。 突然唐武林心中一动,想到了一件东西,你可是龙族。 此发女子眉毛微挑,不错,本座乃地狱魔龙一族。 这没什么好隐瞒的。 事实上,唐武林面前这位,早在万年前,就已经在十大凶兽中排名第九,正是地狱魔龙王。 他与当时的十大凶兽之首,金眼黑龙王帝天,并称凶兽中的两大龙王。 论修为他虽然比兽神帝天相差甚远,但要论血脉纯正,本体的潜能,却是丝毫不逊色。 乃是龙族传承下来的少有纯血真龙之一。 所以才能破开天结,修成凶兽。 地狱魔龙 唐武林倒吸一口凉气,他也立刻就想到了这位的身份。 十万年魂兽本就极为稀少了,能够修炼到凶兽层次的,那自然就更是少之又少。 面前这位是地狱魔龙,那起步就是传说中的那位,他竟然是真实存在的。 一边想着,他却不敢怠慢,唯恐对方会出手。 活下去,对他非常重要,更何况身边还有谷月。 一抬手,他将自己手腕上的手链摘了下来,沉声道,我曾经在另一片大陆上,幸运的剑龙族目的。 在哪里得到了这条手串,或许会对你有用。 没错,他摘下来的正是那条有着七彩晶体吊坠的手链。 手链上的晶体散发着柔和的七彩光芒,若隐若现。 如果仔细感受的话,确实是能够从其中感受到一些龙族气息。 地狱魔龙王秀眉微动,抬手朝着唐武林轻轻一招,顿时,一股柔和的犀利出现,直接牵引着那条手链就朝着他的方向飞了过去。 五十米距离转瞬即至,手链落入地狱魔龙王白皙的手掌之上。 可就在那手链与他手掌碰触的瞬间。 突然,令他们都没有想到的情况出现了。 那眉原本看上去十分普通的七彩晶体,突然光芒大放,一股强烈无匹的七彩光芒冲天而起。 原本漆黑如墨的世界顿时被渲染成了光彩夺目的七彩色,仿佛有无数巨龙在发出嘹亮的龙吟之声。 啊,地狱魔龙王惨叫一声,手链立时脱手飞出。 天空中,点点七彩光芒徐徐凝聚,化为一个巨大的七彩光影,那七彩光影仿佛龙形,带着无与伦比的威严。 那么强大的地狱魔龙王,竟然在瞬间匍匐在地,全身颤立,却是一动也不能动。 似乎承受着什么无法抗拒的压力。 而另一边的唐武林却是呆住了。 因为,和那地狱魔龙王截然不同的是,在他这边,什么都没有感觉到。 一切如常。 只是地狱魔龙王带来的压力彻底消失了。 沐浴在那七彩光芒之中,他只觉得非常舒服。 就连他身后的谷月,此时也走了出来,和他并肩而立,眼中流露出迷惘之色,似乎又带着几分思索。 那枚七彩晶体在空中放大,下一瞬,化为一道七彩流光,重新回到唐武林的手腕之上。 唐武林只觉得一股崇敬的意志传来,似乎和他有着什么特殊关联似的。 而就在这时,水滴形的七彩晶体尾部尖锐处突然向下一扎,刺破了他的万脉,一缕鲜血流出,正好与那七彩晶体融为一体。 顿时,唐武林只觉得一股无与伦比的庞大意念瞬间冲入到他大脑之中,他闷哼一声,眼前一黑就晕了过去。 爸爸,耳边最后只是传来谷月的声音。 远处,地狱魔龙王的身体足足颤抖了数分钟,伴随着那七彩光芒逐渐消失,这才恢复正常。 坐在地上,他大口,大口的喘息着,惊疑不定的看着已经摔倒在地,但全身却被一层七彩光芒包覆中的唐武林。 眼眸中已经满是震惊。 那是什么? 龙神庇佑。 他分明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龙神的气息,那绝不是真正的龙神,而是一种意念,作为纯血真龙,他信奉的就是龙神,所有纯血真龙都是如此。 龙神可以说是他们的信仰。 在修为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就能借助龙神之力。 而刚刚的龙神意志,就像是被信仰之力借来的,毕竟,所有龙族都知道,龙神已经不复存在了。 可信仰还在,而那么浓烈的信仰,地狱魔龙自问,就算是一百个自己,也不能呼唤的来呀。 恐怕只有在龙族当年最鼎盛的时候,才有可能出现这样的龙神意志降临。 这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出现在一个人类身上,就算是他们的主上也做不到吗? 心中震撼的同时,他的目光不由的落在古月身上。 古月此时是一脸的惊慌失措,正呼唤着已经躺倒在地上的唐武林。 爸爸!什么鬼? 地狱魔龙王目瞪口呆的看着古月在那里急切的叫着。 他从地上爬起来,快步来到古月和唐武林旁边,不过却因为唐武林身上释放着的七彩光芒不敢过于靠近。 主,主上,他轻声呼唤着。 古月下意识的抬起头,眉眸中已经满是泪水,你是坏人,你为什么要伤害我爸爸? 我讨厌你。 这,地狱魔龙王的眼睛一下就直了。 他完全无法相信自己眼前所看到的一切。 这还是他那位一言九鼎,挥震群伦的主上吗? 不对,不对,这一定是有什么不对。 想到这里,他不敢怠慢,瞬间腾空而起,化为一道紫光消失不见。 这件事已经不是他所能决定的了。 天空重新变得晴朗,阳光普照大地,森林在阳光的照耀下重新焕发生机,浓郁的生命气息在空气中回荡,一切都恢复了正常。 唐武林身体周围的七彩光芒依旧在荡漾着,他整个人昏迷得很彻底,但却没有什么变化,看上去就像是在正常不过的睡着了。 时间不长,一道道身影悄然而至,先后足有四人,其中一人,正是之前离开的地狱魔龙王。 除了他之外,另外三人则是一女两男。 那名女子也是相貌极美,一身碧绿色长裙衬托着他充满了生命气息,令人看上去就会产生出亲近之感。 两名男子之中,一名是相貌英俊,但全身却充满着邪气凛然味道的青年。 另一人则是气质名厚无比的中年人。 第八百九十章梦境 四人之中,显然是以那中年人为首的。 一头黑发之中,一缕金色长发落在面颊前方,他一出现,周围的大森林自然而然的就安静下来。 没有任何威势,只是因为他的存在。 主上 中年人看到谷月,立刻恭敬的叫道。 谷月抬起头,眼中带着一丝恐惧,你,你们是谁? 不许你们伤害我爸爸。 四人全都如同石化了一般,站在那里哭笑不得。 那英俊青年向中年人道,老大,这是怎么回事? 主上这。 此时唐武林已经是昏迷状态,谷月的样子显然不是装出来的。 中年人上前一步,来到谷月面前,谷月吓得立刻低下头,却是扑倒在唐武林身上,用自己的身体去遮挡住他的身体。 这样一来,谷月自然也就陷入那七彩光芒之中了,中年人的手才刚刚接触到那七彩光芒,顿时全身巨震,向后跌退束步,一脸的震惊。 而其他三人看到这一幕,也无不震撼的无以复加。 他们太了解眼前这位是何等修为了。 竟然在那看上去十分柔和的七彩光芒面前被震慑得如此厉害。 那七彩光芒是什么样的存在呀? 果然是龙神意志。 中年人眉头紧簇,可是,在他身上怎么会有龙神意志降临呢? 就算他身上有金龙王血脉,可他毕竟是人类。 绝非魂兽重修。 金龙王血脉已经很奇怪了,这龙神意志他又是从何而来? 此发女子也是一脸的苦笑,这龙神意志之强大,在我有生之年也是谨见。 帝天,我们怎么办? 没错,在他面前这位中年人,正是被誉为兽神,十大凶兽之首,金眼黑龙王,帝天。 帝天双眼微眯,向那青年模样的男子道,妖灵,你把主上拉出来。 我为主上检查一下身体。 青年一愣,老大,你都不行,我能行。 帝天道,这龙神意志只是对我们龙族有强大的震慑作用,你又没有龙族血脉,自然是无碍的。 不过,只要有我们在这里,你不能伤害他,否则龙神意志会牵引着我们保护他。 青年惊讶的道,竟然如此神奇,真是有趣呀。 很久没有这么有趣的事情了。 不过,老大你不是说,这小子应该杀掉吗? 杀掉了他,主上就有可能恢复当年龙神之威能。 帝天脸上流露出一抹苦笑,这种事情要主上来决定,现在他身上有了龙神意志,就更不好说了。 说不定,他现在的状态就是主上安排的。 青年快步来到帝天身边,双手一探,就将古月拉了起来,一层淡淡的清光在他身体周围流转,十分柔和,但古月却明显毫无抗拒之力。 古月用力的挣扎,却被那清光包覆,无法动弹。 帝天探手,按在古月额头上,柔和的光芒在他指尖闪烁。 古月的眼神顿时变得有些迷离,但伴随着帝天手掌上能量荡漾,他身体周围也浮现出一层若隐若现的银色鳞片。 片刻之后,帝天收手,似乎是松了口气。 主上无碍,应该是受到了剧烈的震荡,导致元神有些震荡,记忆混沌。 以主上强大的自愈能力,就算没有外力辅助,用不了多久也能恢复正常。 用人类的描述来说,就是暂时性失忆了。 其他三位都是松了口气,地狱魔龙王失笑道,原来如此,我说呢,主上当时那一声爸爸叫的,听得我心惊肉跳吗? 帝天,那现在怎么办? 帝天略做思索后,道,这件事已经超过了我们所能处理的范畴。 就先这样吧。 让主上自行处理就是,以主上之能,根本不可能受到什么伤害。 等他的记忆自然恢复过来后,一切都不是问题。 而这个名叫唐武林的人类,我们也只能继续观察。 龙神意志出现在他身上,应该和主上有关。 现在我有些理解为什么主上不杀他了,应该就是为了培养这龙神意志,有这份信仰之力在,未来主上重新结合金龙王的力量,唤醒龙神就大有可为了。 到了那时,在这斗罗大陆世界,我们就能建立起属于我们浑兽的神界,再不受那人类欺压。 听他说出这番话,其他几大浑兽的眼神顿时都变得炽热起来。 下意识地攥紧双拳。 四人悄然退走,谷月身上的清光也随之消失了。 直到此时,通体碧绿的翠魔鸟,才敢从他那一头银发中钻出来,心有余悸地看着远处消失的那几道身影。 唐武林一直在做梦,他梦到了很多很多。 无边无际的巨大岛屿,天空中是翱翔着的一条条巨龙,它们有着各种各样颜色的鳞片。 身形有大有小,各有特点。 地面上,巨大的山龙王落入大海之中,化为大陆。 天空中,神圣巨龙仰天咆哮,挥震群伦。 大海之中,水龙不断地升空在落下,溅起片片水花。 真龙所到之处,万物沉浮。 好一片龙族盛景。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天地突然变成了红色,一颗颗巨大无比的火球从天而降,落入大海,落在陆地。 一位为身形庞大的巨龙升空而起,用它们的身躯去阻挡那一颗颗火球的降临。 火球崩解,带来无数的灾难。 森林起火,河流干涸,大地军裂。 整个世界仿佛都在那无数火球的轰击中不断地崩解。 一条条巨龙,用它们的身躯不断地去抵挡这些火球的降临,用它们的力量守护着整个世界。 巨龙的身体不断从空中陨落,它们似乎在仰天悲乎,呼唤着一个名字。 七彩光芒降临了,一条巨大而虚幻的七彩龙横于半空之中,大量的火球被它所阻挡,总算将这世界毁灭的巨大灾难勉强挡住。 可是,龙族却已凋零,真龙死伤惨重,对于这个生育困难的种族来说,几乎是瞬间圣极而衰。 无数巨龙的尸体,铺满了整片大地。 到处都是龙血纵横。 那些被龙族守护着的其他种族们,在龙血的浸润下,开始出现种种异变。 开始有了属于它们的能量。 浑兽,那是浑兽吗? 难道说,这就是浑兽的起源。 半空中,那巨大的七彩光影猛然拍动双翼,天空阵战,出现一道巨大的裂缝,强大的吸力牵引着地面上无数龙族尸体腾空而起,融入到那裂缝之中。 大地上的绝大多数龙族消失了,剩余还残存着的真龙一族少之又少,就算活着,也早就身受重创。 空中的裂缝缓缓闭合,拿到七彩光影也融入裂缝之中消失的无影无踪。 画面一转。 唐武林视野中呈现出的,赫然正是他曾经去过的巨大龙族墓地。 在那巨大的墓地之中,龙族尸体,尸横遍野。 岁月变迁,龙族的身体渐渐在时光的侵袭下缓缓化为骨骼,无数的龙族骨骼,带着无与伦比的悲凉气息,始终在那龙族墓地中暴湿荒野。 那七彩光影坐镇于龙族墓地正中,在他身上光芒的闪烁之中,龙族尸体中有光芒悄然向他飞去,缓缓融入。 第891章 藏龙的收获 一切都变得虚幻了,唐武林想要抓住,却怎么也无法成功。 啊,惊呼声中,唐武林猛地坐了起来,吓了旁边的谷月一跳。 爸爸,爸爸。 谷月赶忙抓住他的手。 唐武林有些剧烈地喘息着,然后迅速向周围看去。 还是在森林之中,可那地狱魔龙王却已经消失不见了。 深吸气几次,平复了自己此时的心情,唐武林渐渐冷静下来,他何等聪明,立刻就意识到,自己和谷月现在还活着,应该和先前手链上释放出的七彩光芒有关。 那地狱魔龙王应该就是被自己这手链上的七彩光芒吓跑了。 手链 唐武林下意识地低头看去,刚好看到自己的手腕上,那条手链依旧沉静地躺在那里,上面的七彩宝伤。 时光芒若隐若现,似乎什么变化都没有似的。 可不知道为什么,此时唐武林和他之间,似乎形成了一种奇妙的联系。 他自己也说不清是什么,但和原来不一样了。 谢谢,谢谢你们救了我和谷月。 唐武林由衷地说道。 他明白,这是龙族目的,那些龙骨给他的回馈。 千日葬龙,他从未想过要获得什么,但龙族却就是给了他如此珍贵的礼物。 尽管他现在还不知道,这宝石晶体代表的究竟是什么。 没有了凶兽带来的压力,后面的路就应该好走多了。 看看身边一脸关切的谷月,唐武林不禁握紧他的手,我没事,放心吧。 咱们走吧。 谷月点点头,吓死我了呢,刚刚又来了好几个人。 他们莫名其妙的说了些什么话,我也听不懂。 后来他们就走了。 好几个人。 这下轮到唐武林受到惊吓了。 在这里出现好几个人是什么概念? 好几头凶兽。 这些凶兽总不可能都是龙族,而除了龙族之外,自己那手链恐怕也没什么震慑作用吧。 最终他们竟然能够平安无事,这也算得上是奇迹了。 我们快走,必须要尽快离开这片森林,这里太危险了。 一边说着,唐武林索性将谷月背起来,然后朝着自己认定的方向,腾身而起,全速前行。 以他的修为,再加上蓝银黄的指引,全速行进起来速度极快。 森林中复杂的地形和各种植物,根本就对他没什么影响。 令唐武林有些惊讶的是,这一路行来,居然没有再遇到什么魂兽,接连两天,都没有任何魂兽出现袭击他们。 似乎这只是一片再普通不过的森林罢了。 以至于唐武林自己都有些恍惚,这真的是星斗大森林核心圈吗? 可每当他看看谷月肩膀上的翠魔鸟时,又完全肯定,这并不是在做梦。 他们真实的就在这星斗大森林之内。 远远的,突然,唐武林心声警照,放满了脚步。 因为,在他那植物辅助侦察的视野中,前方,森林终于到了尽头。 而在森林尽头,唐武林看到了一幕令他极为震撼的景象。 堤坝,那是堤坝,金属堤坝。 就在这星斗大森林之外,竟然有着一层金属堤坝,这金属堤坝的高度足足超过三百米,比周围最高的树木都要高出许多。 而且,此时顺着那金属堤坝向空中看去,唐武林才发现,原来在这片大森林上方千米高空之外,竟然有着一层近乎透明的光照。 看到这些,唐武林首先想到的就是囚龙二字。 这星斗大森林核心圈,曾经生存着最强大魂兽的地方,竟然已经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囚龙了。 没有人真正知道这边的情况,因为这里早已属于传灵塔的禁区。 一股莫名的悲哀感瞬间从心底涌出。 魂兽最后的净土,竟然已经化为了传灵塔所设置的一座牢笼。 他却学过历史,在历史上记载,当年,灵兵斗罗霍宇浩创立传灵塔组织的时候,目的是为了人类和魂兽能够和平共处啊。 而呈现在眼前的事实却远非如此。 人类的魂导科技发展的实在是太快了。 凭借着窦凯,人类强者已经完全可以压制魂兽强者了。 就连人类自己,也承受了高科技带来的恐怖杀伤力。 魂师,曾经是大陆第一职业,最高贵的职业,最强大的存在。 早在远古时期的战争中,哪一方拥有最强的魂师,几乎就已经获得了一半的胜利。 可伴随着魂导科技的发展,魂师个人的力量已经开始变得越来越渺小了。 就像是不久之前史莱克学院所遭受到的灭顶之灾。 拥有那么多位封号斗罗,超级斗罗的史莱克学院,放在万年前,根本不可能有人能够将其毁灭。 可现在,两枚整个人类世界中最恐怖的十二级定装魂导炮弹,在没有预先发现的情况下,带来了一场毁灭性的大灾难。 哪怕是以晴天斗罗云鸣,一代极限斗罗的修为,加上四字斗铠,再加上黄金树的力量,都没能完全挡住那毁灭性的攻击。 人类,变得如此可怕,魂兽又怎能不走向灭绝呢? 停下脚步,唐武林有些茫然了,他突然有些茫然不知,自己如此的刻苦努力修炼,最终目的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毁灭吗? 当然不是。 他并不想毁灭任何东西。 小的时候,努力修炼,他只是希望自己能够改善家里的生活,能够成为一名梦想中的机甲师。 父母失踪,他努力修炼,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够找回自己的家人。 而现在,此时此刻,他的努力又是为了什么? 凭借着他和他那硕果仅存的几位伙伴们。 他们真的能够重振史莱克吗? 就算能,那么,在现今如此科技的情况下,史莱克会不会被再次毁灭? 一时间,唐武林只觉得心中百感焦急,不能自已。 爸爸,你怎么了? 古月叹过头来,看想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的唐武林。 一抹苦笑声中,唐武林摇摇头,没什么,只是突然觉得有些茫然。 觉得前路茫茫,不知该如何。 古月眨了眨眼睛,不明白。 爸爸在那,古月就在那。 唐武林全身一震,如此简单的一句话,却令他心中涌起一股难以名状的豪情壮志。 是啊。 结果如何,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至少,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肩负起自己应该扛起来的责任。 一路走下去,就算最终自己依旧没能走到最远处,又有何妨? 至少,在自己身边,还有他,还有他们。 唐武林将背上的古月放下来,然后回过身,将他搂入自己怀中,紧紧的抱着。 古月的胶躯柔软而充满弹性,搂在怀中,分外的充实。 淡淡的心香在鼻尖萦绕,所有的疲惫,彷徨,痛苦,悲伤,在这一刻都在这份温馨中燃烧。 燃烧成熊熊战役。 古月乖巧的伏在唐武林怀中,也搂着他的腰,笑脸上有的,尽是满足。 轻声道,爸爸。 别叫我爸爸。 叫我武林吧。 武林。 夜幕降临,夜空中,星斗闪烁。 只有从一些特定的角度,才能看到,在森林与星斗之间,有着那么一层淡淡的光膜阻隔。 唐武林和古月坐在森林深处,通过树影之间的缝隙仰望天空,唐武林并没想过要从空中冲出去。 连那些凶兽都做不到,他又凭什么能做到呢? 那么,究竟怎样才能离开这里? 不能强攻,就只能智取了。 没有急于行动,毫无疑问,那堤坝的防御力一定是非常恐怖的。 绝非他一个小小的五环魂王能够突破。 但他相信,自己绝对有办法离开。 这几天,他静下心来,回忆着史莱克城的毁灭。 心中也渐渐有了一些头绪。 不能表明身份离开这里,因为,他并不信任传灵塔的人。 传灵塔总部与史莱克城近在咫尺,可那两枚侍神却并没有落在传灵塔这边, 而是选择了史莱克和唐门。 史莱克学院的威望和实力,作为被打击对象是显而易见的, 那么,在唐门和传灵塔之间,毫无疑问是传灵塔要更强一些,至少在斗罗大陆上是如此。 为什么那些邪魂师没有选择传灵塔总部,而选择了唐门呢? 第892章 星斗要塞 没有了史莱克学院和唐门的掣肘,谁获益最大? 肯定不是普通民众,更不是魂师。 所以,唐武林不敢轻易相信传灵塔,在这个时候,他更不敢表明自己的身份。 因为,他的身份实在是太敏感了。 作为史莱克学院当代史莱克奇怪,让那圣灵教知道他们还活着,毫无疑问,他们定是对方必杀的目标。 所以,想要活下去,首先,他自己就要先努力的保护好自己。 可是,面对那固若金汤的堤坝,要怎么才能离开这里呢? 无疑,这要比当初他们从北海军团渗透离开,难得多得多。 天上不行,地下呢? 很快唐武林就否定了自己的想法。 魂兽也不乏会打洞的,以传灵塔上万年的经验,不可能不防备这一点。 这真是上天无路,入得无门。 想要离开,着实是不容易啊。 古月靠在唐武林身上,一副无忧无虑的模样。 唐武林试探着问道,古月,能把你的储物手镯给我看看吗? 古月的右手手腕上,有一个精致的银白色手镯,手镯上镶嵌着透明宝石,其中无疑刻画着非常高阶的魂岛法阵。 哦! 古月把手递了过来。 看着他那千千束手,唐武林突然心中一酸,自己和他在海神园相亲大会上确认了情侣关系后。 却还什么都没有送给过他。 他从自己的储物戒指中,取出一块金属,这块金属通体呈现为银白色,但本身竟然是在轻微的滤动着,宛如活物一般。 唐武林右手在金属上捏了捏,奇异的一幕出现了,那金属竟然像是泥巴似的被他捏下来一块。 右手金龙爪弹出,小心的刻画。 不一会儿,一枚银色戒指,就出现在唐武林手中。 唐武林将它戴在古月的左手钟指上,微笑道,钟指代表热恋。 这是我锻造出的第一块混沌金属,也算很有意义了。 虽然没有铭刻任何核心法阵,但它代表着我对你的心意。 古月,你喜欢吗? 银白色的戒指上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花纹,只是有两个套在一起的新型纹路。 唐武林锻造功夫了得,但在这雕刻方面,就没有什么特殊的能力了,只能算得上是中规中矩。 唯一珍贵的,就是这是一块混沌金属,可混沌金属没有核心法阵催动,也就是比普通金属坚硬和恢复力强罢了。 但唐武林看着这枚戒指,眼中的表情却充满了柔和。 古月送了他那块银色鳞片作为定情信物,他现在也回赠给古月这枚戒指。 谢谢爸爸,哦,不,武林。 古月笑眯眯的看着自己手上的戒指,笑脸上流露着发自内心的笑容。 唐武林握住他的手,我这一生,只会送戒指给你一个人。 一生一世一新人。 好啊,好啊。 古月鼓着掌,欢呼雀跃着。 唐武林不禁失笑,他依旧像个小孩子似的。 此时,他才从古月手腕上将他的储物手镯摘了下来。 古月这储物手镯之中,东西着实不少。 有一些瓶瓶罐罐,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还有一些明刻好和心法镇的金属,甚至还有一些仪器之类的事物。 很多竟然都是唐武林不认识的。 找了片刻,终于让他找到了几枚类似于身份卡和令牌之类的东西。 对于传灵塔内部组织结构唐武林不怎么清楚,但以古月的身份,进出这里应该是没问题的。 不然的话,当初他们是怎么进来的? 唐武林手镯还给古月,然后开始给自己化妆。 不能再当个下去,古月失去记忆,他们必须要尽快离开这里。 然后才能找地方帮他治疗啊。 不过,现在古月神志不清,他也需要对他进行一番调教,才能行动。 两天后, 传灵塔兴斗要塞 兴斗要塞从建立到现在,已经有超过三千年的历史了。 自从三千年前,兴斗大森林核心圈的众位凶兽在一场大战中大败亏输之后,传灵塔就趁势建立起了这座要塞,并且和众多凶兽达成协议,人类不再继续砍伐森林。 而凶兽们也就生活在这里。 如果凶兽贸然冲击人类防线,那么,人类有权击杀,而人类如果进入森林之中,凶兽们也大可杀之。 不受契约影响。 看上去,双方似乎是平等的。 可当兴斗要塞历时数百年,真正完成的时候,兴斗大森林核心圈,却迎变成了一座真正的牢房。 魂兽们就像是被圈养在这里,而传灵塔却可以高架出兽进入这里的门票。 生死自负,但只有这里,才有高等阶的魂兽让魂师有可能拥有顶级魂环。 凶兽们在想要反悔的时候,已经晚了。 他们再也不是人类的对手。 凭借着定装魂导炮弹阵列,机甲军团,顶级豆凯师配合护照防御,让凶兽们插翅南非,只能是隐忍在大森林之中。 但传灵塔也没有过于逼迫,在完成了整体圈养之后,就不再干扰这些魂兽生活,只是偶尔允许一些人进入其中。 至于进去能否活着出来,就很难说了,除非再支付极其高昂的费用或资源,才可以由传灵塔派遣强者守护。 而传灵塔这样的做法,是得到了联邦同意的,原因很简单,这样一来,魂兽对于人类的威胁就将荡然无存,一切都在掌控之中。 猴子,你那边怎么样? 星斗要塞主护照控制塔内,一名身穿制服的女性通过通讯器问道:"星姐,我这边一切正常。所有护照增压阀正常。 另一边传来一个有些尖细的男生。 收到。 星姐是主控制塔的负责人之一,负责所有设备的管理工作,每天都需要进行例行检查,以确保所有设备正常运转。 几千年来,星斗要塞的护照不断加强。 现在就算是传说中的兽神那个层次的强者,想要硬冲出去,也需要持续全力攻击几个小时才有可能,而有那个时间的话,传灵塔早就能够调集强者前来应对了。 伸个懒腰,星姐脸上流露出放松之色,检查一切正常,就没什么问题了。 接下来就是轻松的一天。 星斗要塞虽然是如同军事基地一般封闭,但内部各种娱乐设施健全,并不会无聊。 昨天晚上,她就在酒吧中喝了不少酒。 不过,作为一名职业女性,尤其是技术人才,无论前一天有着怎样的生活,都绝不会影响她第二天的工作和专业性。 滴滴。 正在这时,通讯器方面突然响起。 咦? 星姐赶忙看向面前的屏幕。 什么情况? 星姐赶忙问道。 报告塔台。 预备传灵使谷月娜小姐,由内部请求回归。 同时还有传灵使徐圣群大人随同。 星姐道,检查身份证明后,可以放行。 是。 星姐切断通讯,自言自语的道,这些传灵使大人,总是利用自己的特权传送进入,也不提前打招呼。 真是的。 滴滴。 又怎么了? 星姐没好气的按开通讯,她现在只想尽快回去补教。 第893章 进入要塞。 徐圣群大人没有携带身份证明。 谷月娜大人身份证明正常。 如何处理? 星姐愣了一下,没有身份证明。 什么情况? 徐圣群大人说,她忘带了。 星姐心中一领,沉声道,忘带了。 怎么可能? 将他们先带到观察室去,然后请监察大队前往,核实身份。 是。 面前巨大的金属闸门徐徐开启,唐武林和谷月并肩前行,此时的她,已经是一脸肃然,相貌完全是徐圣群的模样。 就连身材,也通过魂力和血脉之力对身体的控制改变成了徐圣群的样子。 身上换了一件普通的长袍。 谷月跟在她身边,则是十分恭敬的样子。 徐圣群大人,由于您没有携带身份证明,所以我们需要由监察大队核实您的身份,请跟随引导器前往观察室。 谷月娜大人,您的身份和队无误,准许进入。 谷月娜。 听到对谷月的成语,唐武林心头一震。 下意识地看向身边的谷月,为什么他们叫她谷月娜? 如果是以前,她当然不会产生什么疑惑,名字不过是一个代号罢了。 可是,现在的谷月,却有着那儿的容貌吗? 这就不一样了。 尽管心中震惊,此时她却还是非常冷静平和。 毕竟,先要能够离开这座要塞才行。 不用了,我跟随徐圣群大人一起进行身份确认吧。 谷月直接就回绝了。 这时,一个类似于方盒子式的金属极其从前方裂开墙壁处入内,上面有几个指示灯闪烁,请两位大人跟我来。 说完,方盒子在前面行进,一扇金属门开启,带着他们走进了一条金属用道。 进入这里,没有了植物的辅助,唐武林旨能够凭借着自己的精神力感知周围。 但她很快就发现,这是徒劳的。 周围的金属壁厚度足足超过两尺,而且内部一定是有魂倒能量注入的,可以说是固若金汤。 就算是封号斗罗级别强者想要从这里硬冲出去也做不到。 更别说其他了。 这要塞的防御如此坚固,想要不暴露离开这里,难度还真是不小嘛。 跟随那机器人穿过涌道,进入一扇厚重的金属门,然后就来到了一个同样是密闭的金属空间之内。 能够看到,在这个房间的各个角落之中,有多种威力强大的魂倒器指着房间内部。 这应该就是所谓的观察室了。 唐武林直接在椅子上坐了下来,一副老神在在的样子,古月则站在她身边,表情冷漠而平静。 就像她以前那样。 为了能让她保持这样的状态,昨天唐武林可着实是没少费功夫。 时间不长,前方一处墙壁裂开,几个人从外面走了进来,他们全都是全副武装,手持魂倒器。 周围所有魂倒器也顿时都亮了起来,全都指向唐武林和古月二人。 毫无疑问,只要他们有所异动,那么,立刻就会受到全方位的攻击。 为首那人看上去四十多岁年纪,上前几步,神情冷漠的道,徐圣群传灵史,为什么没有携带身份证明? 忘了。 唐武林淡淡的说道。 那监察员脸色严肃的道,您身为传灵塔高层,违背规则,将会给予处分,请您窒息。 知道了。唐武林的声音也完全是模仿的徐圣群,可以说是微妙微笑。 监察员道,下面开始核实您的身份。 请您进行指纹和红膜验证。 一边说着,另一名监察人员拿着仪器就走了过来。 唐武林在跟随老魔们学习渗透的时候,就曾经学过,想要进行一次完美的渗透,首先要做的,就是要有一种至少超过百分之六十成功率的方式。 然后在渗透过程中,通过观察和调整,让成功率逐步提升。 毫无疑问,眼前这样的情况,他再是观察,也无济于事。 想要提升成功率已经不可能了。唐武林随之站起身来,看上去是要进行指纹和红膜测试。 但就在下一瞬,他突然闪电般搂住了身边的谷月,同时身形暴退的同时,一只手已经捏在了谷月的咽喉处。 那些防御系统的混倒器,瞬间就反应过来,蹦射出无数射线,向唐武林身体覆盖而来。 而就在这时,唐武林做出了一个非常奇特的反应,他整个人拉着谷月向后倒去。 用谷月的身体来遮挡自己。 与此同时,一层黄蒙蒙的光运瞬间扩张开来,笼罩在谷月身体上方。 射线落在那黄色光芒之上,顿时四剑分开,唐武林也拉拽着谷月退到了墙角。 在这个位置,至少不用四面受敌。 停止攻击,不然杀了他。 唐武林冰冷的声音传遍全场。 所有攻击骤然停止。 那几名监察员也都是吓了一跳。 这样的情况他们还是第一次碰到。 而谷月十分配合的,脸上流露出诧异和恐惧的神色。 没错,谷月就是唐武林的最后手段。 毫无疑问,在传灵塔内部,谷月的地位已经相当不低了,而且还有一位作为传灵塔副塔主的老师。 用他的生命来胁迫传灵塔方面放行,还是有一定把握性的,虽然这个把握应该倒不了百分之六十。 但如果是谷月全面配合的话,那也差不多了。 在眼看没有其他机会的情况下,唐武林只能是出此下策。 防护着谷月身体的黄色光芒,来自于他的山龙王驱杠谷。 为了隐藏自己的身份,不到不得已,他是不会释放自己武魂和窦凯的。 你是谁? 你不是传灵史大人? 监察员怒喝道。 唐武林冷哼一声,我当然不是,但你们应该已经确认过了,在我手中的这个女孩儿,可是你们传灵塔切实的高层。 放我离开这里,否则的话,我就杀了他。 大不了同归于尽,给你们五分钟,打开门,放我出去。 监察员冷冷的道,没用的,你跑不了的。 放下预备传灵史大人,你还有被公平处置的机会。 预备传灵史。 唐武林心中一动,对方不说,他还真不知道谷月的身份。 他知道,在传灵塔之中,除了塔主和两位副塔主之外,就是四大传灵史了。 没想到,谷月小小年纪,竟然已经到了预备传灵史的层次,虽说这个预备的时间可能会久一点,但也足以证明传灵塔对他的重视,这对于唐武林来说,就更加有利了。 山龙王驱干谷附带魂迹山龙玉释放,唐武林一边胁迫着谷月,一边向那几名监察员走去。 少废话,开门。 不然杀了他。 刺耳的警报声此时已经在整个星斗要塞中响起。 原本已经要回去休息的星姐听到警报,不得不关注这边的情况,各种内部防御设施紧急启动的同时,各种仪器也进行着分析。 根据数据显示,入侵敌人的防护罩防护强度为1065,普通射线类魂倒气无法攻破。 需要以大威力魂倒炮进行轰击,才有可能将其击溃。 但一定会伤害到人质。 分析数据很快就出来了,唐武林的山龙玉防御极强,足以媲美七环防御系浑尸的防御力了。 在这种情况下,想要在不伤害到谷月的情况下将他突兀击毙,那完全是不可能的事情。 就算是狙击射线也做不到。 监察员和唐武林对峙着,这边的情况无疑已经迅速向星斗要塞高层传递。 正如唐武林预料的那样,几分钟后,当谷月面露痛苦之色,唐武林全身绽放出强烈杀击之时。 对方终于妥协了。 金属大门开启。 不过,走出金属大门后,唐武林面对的,却是已经密布在这里的数十台机甲,以及数位窦凯尸的围绕。 都走开,不然杀了他。 唐武林突然歇斯底里般的怒吼起来,整个人身上都迸发出一种前所未有的疯狂味道,就连一双眼睛都变成了血红色。 想要让对手相信你会撕跳,那么,首先就要表现得足够疯狂。这是当初老魔们教导唐武林的原话。 第894章 强冲 如果对手感觉到你不是那么坚决的话,很可能会通过不断的拖延时间来寻找机会将他干掉。 毫无疑问,拖的时间越长,对于唐武林来说,就越不利。 一边说着,他已经搂着谷月跳了起来,直奔正面一台紫色机甲冲去。 眼看着到了那紫色机甲面前,唐武林身形半转,一脚就踹在了那机甲的肩膀处。 轰,的一声巨响,那台机甲被他的恐怖距离直接踹的飞了出去,砸到了后面好几台机甲。 力量判断,超过十五万公斤。机甲破损百分之二十一。 这还是人类吗? 塔台上已经集中了大量的星斗要塞高层,当他们眼看着唐武林所释放出的恐怖力量后,第一时间就判断,这个看上去如同徐圣。 正群,但全身都散发着疯狂味道的家伙,应该就是一只魂兽才对。 也只有魂兽,才有可能拥有如此强大的力量。 凶兽逃跑固然重要,但相对而言,身为预备传灵使的谷月娜无疑更加重要。 在唐武林的强势逼迫下,机甲节节后退。 如果唐武林的要求是开启整个星斗要塞防护罩,这显然是不可能答应的,而如果只是他自己想跑,那就容易的多了。 只需要后续再去追杀就是了。 冲出机甲密布的勇道,唐武林并不能辨认方位,但他大体知道,哪边是星斗大森林方向,哪边是外围。 所以大方向上是不会有问题的。 穿过几条勇道,前后虽然都有大量传灵塔强者,但唐武林却没有任何停顿的意思。 可是,这些勇道奇怪巴绕的,再这样下去,他的方向感就要出问题了。 毫无疑问,这些传灵塔强者都在等待机会,一旦他露出破绽,或者体力消耗过大的时候,很可能对方就会给他必杀一击,从而救下谷月。 不能常规的走下去了。 唐武林停下脚步,一只手依旧胁破谷月,另一只手在回身的同时,猛然轰击向身后的墙壁。 低沉的龙吟声响起,血脉之力调动,却并不显现鳞片。 足足超过二十万斤的恐怖距离狠狠地轰击在金属墙壁上。 剧烈的轰鸣声中,那厚度超过一尺,内部还有能量防护的金属墙壁顿时大幅度内凹。 唐武林手肘回击,又是一下。 单是碰撞的声浪,就震荡地在场众多传灵塔强者们心惊肉跳。 如此三次,一个巨大的窟窿就出现在唐武林身后,露出了一个较为开阔的空间。 他带着谷月毫不犹豫地就冲了进去。 然后按照他印象中的正确方向继续前冲,到了地方,就立刻用纯粹力量轰击。 如果传灵塔方面有能量护照出现,唐武林立刻就以谷月的生命相威胁,而没有能量防护的情况下, 他那超强的怪力就是硬生生的不断轰破墙壁。 哪怕是传灵塔方面表示要带着他走向出口唐武林也不理会,就用这种极其霸道的方式,寻找着他自己想要的出路。 轰,当他第七次轰击墙壁的时候,墙壁却只是出现了一个小凹痕。 如果说之前的墙壁有一尺厚的话,那么,这一次,唐武林发现面前的金属壁,至少超过五米厚,哪怕是以他的力量,也根本不可能冲出去了。 但他此时却是不经反省,作为一个武装要塞,防御力最强的无疑是外围。 很可能他们已经到了外墙。 怎么办? 老办法。 纯粹力量不行了,他还有其他的方式。 以谷月的身体挡住自己,左手悄然释放出金龙爪,背对着墙壁的方向,向那墙壁按去。 右手金龙爪特性是粉碎,而左手金龙爪的特性则是撕裂。 在强横的血脉之力关注下,金龙爪不断的撕下一片一片的厚重金属,再将他们甩飞向前方包围着他们的这些传灵塔强者们。 一会儿的功夫,就被唐武林撕开一个破口,他和谷月的身体全都隐藏了进去。 这个时候,什么监视装置都无法看清里面的情况了,唐武林双手齐出,谷月挡在他前面,金龙爪,按金孔爪全力施展,一个足以一人通行的通道就那么被他硬生生的不断挖开。 能够作为要塞外强的合金,坚硬程度可想而知,但别忘了,唐武林还是一名锻造师,他对金属足够了解,所以,能够不断看到金属碎片在他们面前出现,唐武林和谷月的身体却是越来越深入其中。 传灵塔强者们也是看得有些发愣,同时他们也越发的肯定唐武林乃是凶兽的身份了。 如果是外面的人渗透进来,那么不可能对这里一点都不了解,也不会采取如此野蛮的方式来进行突破。 可让他们也有些哭笑不得的是,这种十分野蛮的方式,却显得非常好用。 背后一空,清新空气从身后吹息而来。唐武林顿时发现,他们终于算是出来了。 要塞的外层墙壁,硬生生的被他挖出了一个洞。 向外看去,距离地面大约百余米的样子。 一抹淡淡的微笑随之浮现在唐武林面旁上。 出来了。 谷月扭过头,相对唐武林说什么,却被唐武林一把捂住了嘴。 这时候,一旦谷月出声让对方发现此谷月非是比谷月,那可就麻烦大了。 这么多船灵塔强者,随随便便就能把他们撕成碎片。 一只手搂住谷月的腰支,在她的惊呼声中,唐武林已经腾空而起,直奔地面上落去。 百来米的高度对她来说根本不算什么,下落大约六七十米的时候,她右脚在要塞上一踏,人已经如同箭矢一般窜出,闪电般横移,带着谷月朝着远方飞奔而去。 他们这一出来,外面足足超过六十架机甲顿时蜂拥而来。 其中为首的,竟然是一台红色机甲。 你已经脱离了要塞,放下人质,让你走。 电子合成音在空中回荡。 唐武林大吼道,你们别跟着我,一个小时后我就放开人质。 你们当我傻吗? 现在放了人质,你们会信守诺言。 都给我滚,再跟着我,我就开始撕掉人质的身体某些部分,扔给你们。 一边怒吼着,唐武林右手一甩,谷月的外套就飞了出去。 谷月有些不满的撅起红唇,但却听话的没有开口。 果然,谷月的衣服一飞出去,后面追兵顿时就缓了缓。 唐武林带着他,风驰电撤般全力狂奔,慌不择路的认准一个方向奔逃。 想要脱离控制还没那么简单,传灵塔绝对拥有着联邦最高水平的科技,但是雷达能够覆盖的范围就相当巨大,更何况他们还能够请联邦军方来进行协同。 所以,当唐武林带着谷月钻入一片树林之后,他立刻就释放出了自己的蓝银黄。 伴随着蓝银黄和周围植物的沟通,这才将他们的气息全都掩盖下去。 同时,唐武林在一片灌木丛中迅速挖出一个地穴,带着谷月钻了进去。 山龙玉展开,将泥土挡在身体外层,凭借着一双金龙爪向下挖掘,这时候唐武林已经用了全力,只是几分钟的时间,他就已经深挖到了百米以下。 第八百九十五章折磨人的小妖精 再强的雷达,只要不是专门针对地下的,都不可能探测到地底深处百米有什么。 谷月浮在唐武林背上,双手抱着他的脖子,唐武林以一双龙爪开路,直奔前方挖掘。 他这不是慌不择路的行动,而是因为之前在从要塞上跳下来的时候,他看到不远处有一条大河。 这应该原本是穿过星斗大森林的一条河流,后来因为森林被砍伐,河流才暴露出来。 河面宽约百米水深不知。 而这就是他选择的最好的逃跑路线。 没有。 失去了他们的踪迹。 地毯是搜查。 用地下探测器。 传灵塔方面,迅速包围了这片森林。 可所有探测装置却都没有找到唐武林和谷月娜的踪迹,似乎他们就是凭空消失了似的。 数分钟后,唐武林挖掘的地洞入口被发现了,但是,地洞已经闭合。 需要重新挖掘才行,可是,重新挖掘的话,又怎能找到他们挖掘的路线呢? 当大量地下探测一运达的时候,已经是十五分钟之后了。 方圆数十里范围内的地下探查,没有发现任何大型生命的迹象。 唐武林和谷月娜,就这么凭空消失了。 哗,水响声中,唐武林和谷月几乎是同时从水中露出头来。 清凉的河水顺流而下,带动着他们的身体继续向前。 唐武林回头看去,星斗要塞已经在他们身后几十里外,没错,他就是把地岛一直挖进了河水之中,再借助河水的冲力,将他们送出去,一直顺流而下,不需要费多少力气,就已经远离了事发地点。 唐武林拉着谷月的手,将她搂入自己怀中,柔声问道,冷不冷。 谷月摇摇头,她虽然失忆了,但一身修为还在,哪有那么怕冷。 爸爸,你刚才好可怕呀,你向他们吼叫的时候,我都吓到了。 谷月不满的道。 唐武林笑道,不那样的话,怎能让他们相信我确实是能威胁到你的生命啊? 没事了,他们不可能发现我们的。 到更下游一点的地方,上岸后我帮你化个妆,然后咱们再换个衣服,就没问题了。 嗯嗯,爸爸,我饿。 谷月摟着她的脖子,此时,他们的衣服都已经被河水浸透了,她这一贴过来,唐武林顿时感觉到全身一阵燥热。 那充满青春气息的动体在怀中,对她的刺激着实是不小。 谷月,你能想起来为什么他们会叫你谷月娜吗?唐武林问道。 这个疑问,在她心中已经如同阴霾一般,久久不去。 谷月茫然摇摇头,只是搂紧她。 唐武林心中暗叹一声,看来只能等到谷月恢复记忆再说了。 继续顺流而下大约五、六公里。 当唐武林看到河畔不远一条高速公路交错而过的时候,这才带着谷月上了岸。 换身干衣服,爸,我带你找吃的东西去。唐武林下意识的就差点自称了爸爸,令她自己也不禁一阵尴尬。 爸爸,我不会。 谷月大眼睛终满是纯真。 唐武林嘴角一抽,不会换衣服吗? 此时,谷月那曼妙的身形因为衣服湿透,几乎完全显现在她眼前。 唐武林只觉得一阵面热心跳。 你这个折磨人的小妖精。 唐武林呻吟一声,挑了个公路旁边的角落,从谷月的储物手镯中快速取出一套她的衣服,红着脸给她换了。 谷月倒是没什么,唐武林却是反应剧烈。 爸爸,你很热吗? 你的脸怎么这么红? 谷月眨着大眼睛问道。 啪! 唐武林抬手在她桥臀上拍了一巴掌,闭嘴。 嗯? 谷月不满的撅起红唇。 唐武林用不逊色于克制金龙王血脉突破时痛苦的绝大毅力,才没有让自己干出什么冲动的事情来。 哪怕是两情相悦,她也不希望在谷月失去记忆的时候对她做什么。 给她换完衣服后,唐武林也飞快的给自己换了一身干衣服。 这才拉着谷月上了公路,然后把她那辆唐门作战车释放出来,伪装成普通车辆的模样,带着谷月沿路而行,快速远离。 有了坐战车,这速度就快得多了,通过辨认路牌,唐武林很快就发现他们这条路是向东方行进的。 没有急于返回史莱克城方向,她开着车一直到了一个高速路经过最近的小城市中,下了高速,进入城市。 在车上给自己和谷月化了妆。 爸爸,你怎么变老了? 谷月看着给自己完成了衰老化妆的唐武林,就没问到。 唐武林无奈的道,你总是管我叫爸爸,这样才最自然啊。 呆惠尔你少说话。 哦,可是这样都不好看了呢。 谷月嘟囔了一句。 唐武林带她下了车。 走进一家小酒店,开了两个房间,先安顿了下来。 打开酒店房间的浑倒电视屏幕,她的脸色也渐渐变得沉浸下来。 史莱克城发生了那样巨大的灾难,她相信,此时电视里应该全都是相关消息。 经历了巨变,然后又有了在星斗大森林中的经历,唐武林现在心已经完全沉稳下来,事情已经发生了,更多的悲伤,痛苦没有任何意义。 首先要面对眼前的情况,然后再想办法去改变。 她在这里住下来,主要就是为了要理清思路,要弄清楚自己接下来应该去做什么。 她很清楚,自己能够这么快就稳定住情绪,和谷月在身边是分不开的。 有爱人在,她就有着绝大的动力。 史莱克城突然遭遇到前所未有的这场大灾难,联邦则无旁贷。 联邦意愿宣布解散,将择日重新大选。 史莱克城死难人数初步统计超过一千两百万人,伤者大约两百万。 城市规模存留不到三分之一,损失难以计数。 史莱克学院彻底泯灭,唐门总部残破不全。 根据目击者和卫星图像所示。 如非最后时刻,史莱克学院当代海神格格主擎天窦罗免下全力以赴挡住了两枚式神级定装混倒炮弹大部分威能,恐怕连更遥远一些的传领塔总部都要受到爆炸波及。 联邦军方已经成立调查小组,调查两枚式神级定装混倒炮弹失踪的原因。 陆军总司令表示,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找到凶手。 这种灭绝人性的惨案,是大陆前所未有的。 军方为死难者深深哀悼。 大陆各地,史莱克学院毕业学员举行哀悼活动,沉痛悼念史莱克惨案的死难者。 唐门宣布,向圣灵教宣战。 但据内部人士消息,唐门这次损失惨重。 总部被毁,至少有四位以上的唐主陨落,唐门斗罗电电主下落不明。 目前本台记者正在跟进最新消息。 圣灵教表示对本次恐怖袭击负责,但目前为止,没有任何奇踪迹。 在这里,本台呼吁,所有民众,已经发现可疑人员,立刻向当地行政官邸汇报。 有传闻称,第三枚是神级定装混导炮弹也和另外两枚一样失踪。 如果这是真的,那么,下一个被是神级定装混导炮弹攻击的,将会是哪座城市? 联邦政府,究竟在干什么? 各种纷乱的消息在混导电视各个频道不断播出。 唐武林一边看着,不知不觉间,他的双手已经攥紧了拳头。 连指甲陷入掌心都不自觉。 哪怕是在此时之前,他还寄希望于这一切都是虚幻的,就像当初他们在魔鬼岛上,全都是老魔们制造的幻境。 这只不过是个噩梦。 可是,事实摆在眼前,毫无疑问,这不是噩梦。 看着画面中,史莱克城内那两个巨大的深坑,看着周围残破的史莱克城那断壁残垣的样子。 唐武林不禁双眸泛红。 一千两百万人的死难啊! 这可是一千两百万条活生生的生命啊! 就这么没了。 大陆第一城市,日不落的史莱克,足有两万多年传承的史莱克学院,就这么没了。 敌人何其狠辣? 何等残酷? 关上电视,坐在那里,唐武林久久不动。他平复着自己的心绪,同时也分析着刚刚得到的这些消息。 第896章他还活着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史莱克城遭受到了重创,史莱克学院基本全灭,唐门总部全灭。损失不计其数。 目前来看,没有任何关于同伴们的报道。 圣灵教 单独是一个圣灵教,就能制造出这样程度的恐怖袭击吗? 军方难道真的是吃干饭的? 12级定装混倒炮弹这么容易被偷取出来。 这其中涉及到的,恐怕绝不只是一个邪魂失踪门那么简单。 这里面一定有更多的东西。 史莱克城的存在,在联邦中一直都是个艺术。 只不过联邦也不敢对史莱克城如何,毕竟,他的地位如此崇高。 而从这次大爆炸来看,联邦凭借着这些超级武器,实际上早就有对付史莱克的能力。 但他们没办法那么做而已。 这会不会是联邦就想要除掉史莱克,只是借了邪魂师的名义。 亦或是,联邦某些人和邪魂师合作,毁了史莱克城。 这个使盆子扣在圣灵教头上,圣灵教是无所谓的,本来他们就是过街老鼠。 而某些人的目的也已经达到了,没有史莱克学院在大陆上的影响力,某些野心家显然更容易去做他们想做的事情。 但具体情况唐武林就不清楚了,毕竟,他对政治没有任何研究。 唐门总部也遭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很显然,唐门和史莱克学院一样,都很受掌权者们忌惮。 这次的惨案一定没有那么简单。 传灵塔呢? 唐门、史莱克学院、传灵塔,都是并称的超级组织。 为什么唐门和史莱克学院都遭受到了灭顶之灾,而传灵塔总部近在咫尺却没有任何事情? 从对邪魂师的威胁角度来说,传灵塔显然是要超过唐门的,至少明面上的力量是如此。 而且传灵塔总部聚集的魂师数量和实力,也一定会在唐门之上。 但第二枚是神级定装魂导炮弹却并没有找上传灵塔,而是落在唐门总部头上。 这其中,难道就没有什么龌龊在其中? 虽然唐武林并不是去怀疑传灵塔和邪魂师勾结,但至少这个可能不是不存在的。 因此,现在的传灵塔不可信任。 这也是为什么他没有在星斗大森林之中表明身份的原因。 目前,没有人知道他们史莱克七怪还活着。 在这种情况下,隐藏于暗中绝对要比陆在明面上要好得多。 圣灵教的实力比想象中更加强大,那天出现的那个巨大骷髅头,上面至少有一位邪魂师的修为应该并不逊色于晴天斗罗多少。 更何况,发动这么一场灾难式的恐怖袭击,其中痕迹基本都在大爆炸中消失了。 想要查烫很难,而就算是查出来,现在的他们是丹利姑,也做不了什么。 想清楚这些之后,唐武林明白,现在他其实最应该做的事情只有一个,就是,隐忍。 他需要的不只是个人的实力,更是要有足够的势力,和邪魂师对抗的势力才行。 缓缓睁开双眼,唐武林走到窗前。 虽然开了两个房间,但此时他和谷月都在一个房间之中。 谷月蜷缩在床上,早就已经睡得熟了,整个人裹着被子,长发披散,长长的睫毛搭在面颊上,美帝就像是一个大号的洋娃娃。 看了他一眼,唐武林心中顿时安定几分。 再看向窗外。 他缓缓拿出自己的混导通讯器,开机。 拨出号码。 唐武林的心跳莫名有些紧张,如果这个号码无法接通,对他来说,将会有极大的影响。 这个号码决定着,他是否孤单。 武林。 有些急促的声音从另一边传来,当唐武林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整个人都不禁微微一震。 用力的深吸口气,可他的声音还是不自觉的有些颤抖,星蓝,我没事。 另一边突然安静了下来,正在唐武林有些紧张的莫名所以的时候,震耳欲聋的欢呼声骤然从听筒另一边传来。 刹那间,唐武林泪流满面,他听到了他们的声音。 那声音中有叶星蓝,有谢谢,圆恩,乐正宇,徐小言,徐励志。 他们都在,尽管他们的声音因为过度兴奋而变得有些歇斯底里,但唐武林却依旧能够清楚的分辨出他们每个人的声音。 是他们,是他们。 他们都还活着,他们都还好。 唐武林只觉得自己喉咙中哽咽着,完全说不出话来。 对于他们来说,这绝对是劫后余声啊。 老大,老大。 谢谢哭喊着从话筒中传来声音。 嗯?唐武林应了一声,勉强压制了一下自己的情绪,这才恢复说话的能力。 老大你在哪? 你真的还活着吗? 我不是在做梦吧? 谢谢的声音剧烈的颤抖着,唐武林完全能够感受到他此时此刻的声音是那么的激动。 我还活着,我没事。 是古月救了我。 他留给我的信物把他及时传送了过来,然后又带着我传送到了远处。 我现在没事,在距离史莱克城大约两百公里的一座小城市中。 我甚至不知道城市的名字,你们呢? 你们现在在什么地方? 大家都还好吗? 叶兴兰从谢谢手中拿回魂导通讯器,我们都没事,现在在天窦城。 圣灵斗罗免下也没事,只是他的情绪。 圣灵斗罗? 唐武林全身一震,是啊。 那天圣灵斗罗好像也只是昏迷了,他还活着。 有这么一位超级斗罗还活着,这简直是太好了。 但一想到他和云明的感情,唐武林就不禁一阵揪心。 推几级人,如果是古月出了事,自己会多么痛苦。 你们先好好安慰免下,我尽快过来和你们会合。 还有,兴兰,现在这个时候,不要联系任何一方,包括唐门。 学院毁了,但我们必须要坚强。 就像阁主最后说的那样,我们是学院最后的希望。 唯有我们好好地活着,学院才有希望。 现在,我们必须要先保护好自己,明白吗? 所以,千万不能暴露身份。 最好是时刻保持着化妆。 是,我也是这么想的。 叶兴兰道,我们来天斗城之前就是化妆的,没有联系任何人。 那天我们看到好像是古月出现了,但我们并不确定你们是被那定装混倒炮弹毁灭还是还活着。 所以来到这里之后,我们一直在等。 武林,你来吧,我们等着你,你也注意安全。 唐武林听得出,一向沉稳冷静的叶兴兰,此时声音中却充满了心力交瘁的感觉。 好,等我,我尽快过去。 保持联络。 挂断了混倒通讯,唐武林擦了一把脸上的泪水,然后长长的出了口气。 总算,伙伴们都还活着,在这个时候,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消息呢? 他心中也渐渐有了定计。 先与伙伴们会合,然后想办法治疗好谷月。 在之后,才是如何寻找机会恢复史莱克。 要利用所有可以利用的资源,天斗城,确实是个不错的地方。 拿着混倒通讯器,他略微犹豫了一下后,还是把通讯器关了。 这个时候,他能想到的能够帮助自己的,还有两个人,一个就是他那身为本体宗宗主的老师,另一个自然就是他那神将级别的师伯。 但现在这个时候,他还是没有急于联络他们,先到天斗城再说吧。 而且,圣灵教出手如此狠毒,那么,师伯的处境恐怕也不会很安全。 作为大陆唯一一名神将,他虽然不直接威胁到圣灵教,但他却可以不断的制造出一位位四字豆凯师。 回到床边,当唐武林躺倒在床上的时候,一种筋疲力尽的感觉瞬间传遍全身。 不是身体上的,而是精神上的。 直到他隔着被子,搂住谷月,才好了一些。 很快就沉沉的睡了过去。 这一觉,一直睡到第二天日上三干,两人才醒过来。 吃了东西,唐武林和谷月驾驶着唐门坐战车,继续沿着高速行驶。 唐武林已经看过车上的导航仪了,他选择了一条较为绕远,但却和史莱克城方向被盗而驰的路线前往天斗城。 这个时候,他只能是小心在小心。 第897章 七怪会合 一路上,足足有六次,机甲从他们头顶上方飞过。 还有三次战机飞过。 可想而知,现在史莱克城附近的气氛有多么紧张。 这一场大爆炸,牵动了无数人的心弦,现在整个大陆恐怕都是风声鹤唳的状态。 一直到傍晚,唐武林才开着车终于进入了天斗城。 再次联系了一下叶星兰,终于在一家偏僻的小酒店见到了大家。 众人几乎都是冲过来,每个人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 徐晓妍和徐励志更是哭得气不成声。 他们都很清楚,那天如果不是唐武林腾身而起,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那枚不知道等级的强大定装混倒炮弹,恐怕他们所有人都会死。 而那时候,唐武林是并不知道古月有可能会出现来救他的呀。 你终于回来了,你来了,我也可以卸下重担了。 队长,欢迎你归队。 叶星兰郑重的向唐武林说道。 是的,他们是史莱克小队,是史莱克学院最后的光辉,更是当代的史莱克七怪。 复兴史莱克,他们则无旁贷。 爸爸,他们是谁呀? 正在这时,带着几分疑惑的声音从唐武林身后传来。 原本有些凝重的气氛瞬间一变。 古月从唐武林身后探出头来。 老大,你们这是……角色扮演吗? 谢谢干巴巴的说道。 唐武林拉着古月的手,把她拉到自己身边,苦笑一声,你觉得,我能有心思玩什么角色扮演? 古月帮我挡住了那场大爆炸,当时具体发生了什么我也不清楚。 但当我们醒过来的时候,她就失忆了。 然后就一直叫我爸爸。 失忆了。 她是古月。 这,这不是那儿吗? 徐小妍收脸哭声,看向古月。 唐武林苦笑着摇了摇头,将自己遇到古月之后的事情,以及她的相貌和那儿一样,却被自己分辨出就是古月的过程简单的讲述了一遍。 谢谢试探着问道,古月,你还认识我吗? 除了唐武林之外,就数她和徐小妍认识古月的时间最长。 不认识。 古月茫然的摇了摇头。 一向坚强的叶星蓝眼圈一红,都是为了救我们。 她现在的样子,怎么办? 能治疗吗? 唐武林苦笑道,我不知道。 脱离险境后,我就先选择来和你们会合了。 接下来就要想办法救治她。 只是我也不清楚,她现在这种情况,能不能。 我看看。 一个十分沙哑的声音响起。 立间,一个人走了出来。 当唐武林看到她的时候,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雅丽变了,整个人完全变了样子,她就像是脱水了一般,面无血色,整个人看上去给人一种行销鼓励的感觉。 原本的角色容颜此时甚至有了几分干枯的感觉,一头长发更是完全变成了灰白色。 一叶白头,不过如是。 面下,您,唐武林吃惊的看着她。 雅丽的步伐甚至有些亮呛,缓步来到唐武林面前,向她摇摇头,她的双眸通红,没有半点神采。 缓缓抬起手,带着柔和的白光,轻轻的按在古月的额头上。 人最可怕的是心死,毫无疑问,这位圣灵斗罗的心,已经跟随晴天斗罗去了。 在雅丽释放出的白色光韵中,古月显得有些茫然失措,但很明显,她似乎也没有什么感觉。 片刻之后,雅丽缓缓收回手,眉头微醋,她的情况有点特殊,身体机能没有任何问题。 应该是灵魂之海受到冲击,导致脑神经变异,从而封闭了她的记忆库。 才导致了这种失忆状态。 唐武林有些紧张的问道:"那她这种情况可以治疗吗?" 雅丽道:"不容易。 人体最复杂的器官就是大脑,大脑是极为神秘的存在,根据联邦研究,人体大脑的开发始终有限,根本无法探知全部秘密。 只能大概的给大脑进行一些简单分区。 可如何介入这些分区,直到现在都没有定论。 这也是魂导科技重要的研究方向之一。 不能贸然的治疗,否则的话,一个不好导致她脑神经破损,会对她产生不可逆的伤害。 听了她的话,唐武林不禁倒吸一口凉气,要知道,面前这位可是当今大陆上最顶级的治疗系魂师,连她都说谷月的情况很麻烦,那可就是真的麻烦了。 看着唐武林变色的面旁,雅丽道:"你也别担心,她这种情况也不是完全没办法的。 相对来说,遇到这种情况,只要找到对症的天才地宝,就能帮她强化身体机能,同时也包括脑神经,扶症驱邪,让脑神经恢复正常,记忆自然也就恢复了。 只是,我能想到的可以治疗她这种问题的天才地宝只有一种,名叫奇荣通天局,非常罕见,而且至少要万年以上的才行。 要是史莱克还在,还能动用学院的力量去寻找,可现在,说到这里,她的眼神瞬间就变得暗淡了下来。 众人都沉默了。 每个人的心头都如坠千块。 史莱克没有了,他们的根没有了。 唐武林深吸口气,勉下,我们一定会重建史莱克,让史莱克辉煌重现的。 我保证。 压力微微点头,脸上却流露出一丝苦涩,未来就靠你们了。 我会全力以赴的支持你们。 说完这句话,她就转身走向房间去了。 她能坚持的活着,就已经是巨大的毅力了,只为了史莱克那重建的希望。 为了晴天斗罗的临终期盼。 身为当代海神格格主,眼看着史莱克学院被毁,云明的痛苦可想而知。 如果不是为她完成遗愿的心思支撑着,雅力早就跟着她一起去了。 万年其荣通天局。 唐武林拉住古月的手,心神坚定,这天才地宝总会找到的。 一定能够治好古月。 现在她是所有人的主心骨,无论如何,她不能再颓然下去,史莱克很可能就只剩下他们这点力量了。 作为队长,她则无旁贷地要扛起这份巨大的压力和史莱克的期望。 大家都精神起来,天还没有她。 史莱克,还有我们。 既然学院选择了我们作为当代史莱克七怪,就意味着我们足够优秀,意味着我们的未来本来就应该能够撑起整个史莱克。 这是我们的责任,更是我们的义务。 学院培养了我们,我们以身为学院的一份子为荣。 在我心中,史莱克永远都是当世第一学院,在我心中,无论何时,我们都要勇往直前。 从哪里跌倒的,就从哪里爬起来。 叶兴兰坚定不移地站在唐武林这边,她沉声道:"武林,你说吧,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做?" 唐武林沉声道:"现在外面的情况非常复杂,学院被毁,联邦意愿解散,正是全大陆都处于混乱的状态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谁都没有办法依靠,更是谁都不能相信。 小时候,我父亲曾经对我说过一句话,令我至今记忆犹新。 他说:"人这一生能够完全依靠的只有自己,我身以为然。现在,我们能完全信任和依靠的也只有我们。 第898章 老师 我不怕死,但我们都是学院的火种,现在这种情况下绝不能轻易露头。所有人都认为我们已经死了,与学院共存亡。 这是目前我们唯一的优势,我们还在暗处。 所以,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我决定暂时潜伏起来,不轻易联络任何人,静观其变。 至少等外面的局势稳定下来之后,我们再继续图谋。 同时,我们要分析一下,哪些人是可以信任的,哪些力量是未来我们可以借助的。 还要观察,观察这次大劫难之后,谁是最大的利益获得者。 两枚是神级定装混倒炮弹,我不相信,单凭一个圣灵教就能把他们都偷出来并且在我们使来课程内部引爆。 这其中,一定还有其他势力在推波助澜。 至少我们要先寻找目标,找到目标之后,我们才能更好的准备。 在潜伏的这段时间里,我们同时也要努力提升自己的实力,完成二次斗凯师的提升。 只有到了二次斗凯师层次,我们才算是勉强有着自保之力。 此时,唐武林在讲述自己想法的时候,就没有和大家商量的意思了。 现在需要的不是民主,而是有一个能够有决断的人,引领着他们全体向前走。 毫无疑问,只有唐武林能做这件事。 听了他这番话,众人眼中顿时多了几分神采,有了主心骨,有了想要去做的事情,至少他们能够不再迷茫。 我们在什么地方潜伏起来? 乐正宇问道。 无疑,此时他们住的这个小旅馆是不适合的,在这里甚至没办法帮他们把斗凯提升到二次。 提升二次斗凯是需要资源还有足够安静的地方的。 唐武林道,我来想办法。 一边说着,他拿出了自己的混岛通讯器,拨通了一个号码。 这是他除了联系自己的伙伴们之外,第一次联系其他人。 武林。 有些急促的声音从混岛通讯器另一边传来。 听到这个声音,唐武林的眼眶瞬间就有些湿润了,他勉强压抑着自己激动的情绪,低声道:"老师!" 是的,他选择的第一个联系的人,正是他的老师之一,本体宗当代宗主,本体斗罗木野。 木野急声道:"你在哪里?" 没事吧。 史莱克。 唐武林苦笑道:"老师,我没事。 您在哪里? 还有,我师伯他还好吗?" 听唐武林这么一问,木野顿时沉默了一下,你师伯他。 唐武林心头一紧,师伯他出事了吗? 果然如此吗? 他早就已经猜到了,圣灵教连史莱克和唐门都会动手,怎么可能放过师伯这位大陆唯一的神将呢? 木野道:"幸好当时我在他身边,我们跑得快,他还有口气。 不过,伤势非常严重,身体受到邪魂师的恶灵侵蚀,现在还昏迷着。 我们在天窦城郊外的山里。 这里有宗门一处安全屋。 听了木野的话,唐武林反而松了口气,至少师伯还活着。 唐武林双眼微眯,老师,可以给我个地址吗? 我们过去。 木野停顿了一下,似乎是在思索,片刻后,武林,你需要先向我证明你的身份。 在官方的死亡名单上,你是榜上有名的。 唐武林道:"当然。 您说吧,如何证明?" 木野道:"你现在的锻造等级是什么层次了?" 唐武林道:"圣将级,上次在天窦城跟随您和师伯学习的那段时间刚刚提升起来的。 同时跟您学习了对本体力量的细微控制。 精确到每一条肌肉,您教导我说,什么时候,我能对自己的身体控制细微到细胞的程度,那么,我的本体宗秘法就算修成了。 嗯? 木野似乎是长出口气:"好,我也向你证明我的身份。 当初,在前往星罗帝国的时候,四十九天的初步修炼,让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唐武林嘴角略微抽搐了一下:"老师,告诉我地址吧,我们会尽快赶过去。 好。 木野告诉了唐武林一个地址和前往的路线。 挂断通讯,唐武林明显松了口气。 目前他能想到的,最值得信任的几位,自然就是他的几位老师和师伯了。 牧尘老师本来就在史莱克城,现在生死不知,那么,他首先想到,能够联系的,就是木野和振华。 挂断了和木野的通讯之后,他立刻又拨出了一个号码。 在拨出这个号码的时候,他的手是微微有些颤抖的。 铃声响起,足足四,五声,依旧没有人接通,唐武林的心不禁沉入了谷底。 就在他准备挂断通讯的时候,通讯突然接通了,水。 另一边传来一个有些低沉沙哑的声音。 听到这个声音,唐武林全身巨震,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声音瞬间就变得哽咽了,老师。 武林? 另一边的声音瞬间提高八度,武林,你还活着? 你,你在哪里呀? 巨大的声音连唐武林周围的伙伴们都能听到。 是的,这个声音是属于牧尘的,真正带领着唐武林在锻造世界中走上康庄大道的一代圣将。 老师,是我,我还活着,我逃出来了。 一言难尽,您还好就太好了。 您在哪里? 牧尘的气息明显非常激动,粗重的呼吸声足足持续了数秒之后,他才勉强平复下自己的情绪,我在天窦城,本来是来找你师伯的。 但天窦城锻造师协会总部前天刚刚遭受到了袭击,你师伯失踪了。 现在总部这边也是一片混乱,我在这里坐镇大局。 不过你不要过来,现在哪里都不能确保安全。 等我这边理顺了再说,你先找地方藏起来。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啊。 你放心,我和你师姐都没事,之前我带着她回东海城了,正好躲过了这场大劫。 总算是有个好消息了,唐武林大大的松了口气,整个人都放松了几分。 好,老师,您也注意保重。 挂断了通讯,唐武林大口的喘息着,她下意识的就想要再去拨通一个号码,却被旁边的叶星兰伸手拦住了。 武林,冷静点。 唐武林心头一震,停下手来。 无疑,现在他们联系的人越多,暴露的可能性就越大。 放下通讯器并关机,抱歉,我太激动了。 对于他们来说,现在无论怎么小心都不过分。 休息一天,明天出发,我们先去找我老师和师伯,安顿下来。 到时候也请圣灵斗罗免下为我师伯看看,能否帮他治好伤势。 恶灵侵袭的话,圣灵斗罗应该是最擅长对付的吧。 一夜无话,第二天一早,众人吃过早饭悄然上路。 唐武林的唐门坐战车正常情况下是能容纳八个人,现在加上圣灵斗罗亚利,就是九个人了。 略显拥挤。 只能是几个受益歇的女性坐在最后面一排。 一路上大家都很沉默,这次的打击对于每个人来说都实在是太大了,他们甚至不敢去讲那些曾经教导过他们的老师和曾经一起学习过的伙伴们。 幸好,他们至少都还有精神支柱,彼此的爱人都还在身边。 唯有圣灵斗罗亚利坐在车上,目光呆滞的看向车窗外,整个人已经完全像是失去了魂魄。 只有古月,坐在车上显得十分开心,不时向唐武林笑笑,甜甜的叫上一声爸爸,只有这个时候,当众人目光古怪的看向唐武林的时候,气氛才算是轻松一些。 进入山区之后,道路就开始不那么好走了,幸好唐门坐战车实至名归,几乎可以在绝大多数的道路上行进,终于,在远处山坳中,一片石头搭建而成的房屋出现在了他们的视野中。 如果没有牧野给的详细路径,想要找到这里还真的很不容易。 当唐武林看到推开门,从里面走出来的牧野时,眼圈顿时再次红了。大难之后,得见亲人的感觉,令他险些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第899章 圣灵治愈 牧野看到他也同样激动,身形一闪,就到了唐武林面前,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 太好了,我还以为,本体宗千年不遇的优秀弟子就这样陨落了。 幸好,你还活着。 除了雅丽还有诗意的谷月之外,其他人自然都是认识牧野的。 纷纷上前行礼。 好,都进屋再说吧。 这片石头房子,哪怕是从卫星上看,都因为和周围的山体太像而回背忽略。 而当他们走进石屋之后,却发现别有洞天。 石屋后方直接进入山体,山体内部,有相当不小的空间。 至少有十数名修为不弱的魂狮在这里,从他们身上的一些特征就能看出,这些都是本体宗的魂狮。 老师,我师伯他现在怎么样了?唐武林问道。 牧野道,情况还算稳定,但也没有好转的迹象。 出手的,是一名接近极限斗罗级别的邪魂师。 如果不是你师伯这一身三字豆铠,恐怕他就悬了。 走,我带你们去看看。 唐武林转向圣灵斗罗,雅丽阿姨,您。 是雅丽让他们这样称呼的,而不是在教面下。 闻。 雅丽点了点头。 牧野看了他一眼,看着雅丽的脸色,心中暗叹一声,却没说什么,当先在前面带路。 郑华养伤的地方在山腹内部,静静的躺在石床上的他,双眸金币,脸色一片苍白,在面部表层,一层绿色气息若隐若现,令整个时势内都显得有些阴森。 牧野沉声道,豆铠到了四次这个层次,本身就已经具备相当程度的灵性了,甚至可以说是魂师的第二具身体也不为过。 现在郑华的情况,就是他的豆铠帮他封住了身体的重要区域,勉强挡住了恶灵侵袭。 但这恶灵太过强大,我已经尝试了多种办法,险些被他们侵袭入体,不得不放弃。 以他四次豆铠的威能,现在也只能最多让他保持在这种均衡状态之下。可时间长了会怎样谁也说不好。 雅力走到郑华床边,看到郑华脸上的绿色气流,他的眼神中总算是多了几分神采。 一圈圈魂环从脚下徐徐升起。 伴随着他身上的神圣气息逐渐增强,时室内的阴森气息顿时消散了许多。 而随着武魂的释放,他自己的身体似乎也得到了滋润,原本刚枯的模样重新恢复了绝色容颜,另站在旁边的木野看得不惊一呆。 魂环光芒闪耀,雅力身上散发出柔和白光,覆盖在你郑华身上,这些柔和白光先是如丝如履般钻入郑华体内,然后,在他身体上方,一个白色漩涡就开始出现了。 原本顽固在他体内的绿色气流,在那白色漩涡的牵引下顿时被如丝如履的吸射出来,在白光中悄然消失。 凄厉的吼叫声开始出现,那似乎真的是一个个怨灵在怒吼咆哮,可在那白色漩涡面前,这些怨灵的咆哮声却越来越微弱。 一团接一团的绿色光球从振华体内被吸射出来并且在白色漩涡中被绞碎,消失。 振华的脸色也开始逐渐好转。 牧野惊奇地看着雅力为振华治疗,心中不禁大为震惊。 从雅力身上的气息波动他就能感觉到,这可是一位超级斗罗层次的魂师啊。 而且,雅力可不是普通的超级斗罗,而是治疗系的超级斗罗。 这意味着什么?至少在他的印象中,还从未见过这种层次的治疗系魂师。 治疗系想要修炼到封号斗罗都不知道有多么艰难,更别说是超级斗罗了。 何况圣灵斗罗雅力身上的魂环级别可是相当不弱,足足有两个魂环都呈现为红色,其他魂环则全都是黑色。 哪怕是木野自己,在魂环层次上也是有所不如。 这位在史莱克学院的地位一定不低吧。 当最后一团绿色光球被吸射出来后,雅力的眼神反而变得凝重起来,就在这时,一层金色光芒从他身上闪耀,首先是一对巨大的金色翅膀从他背后舒展开来,紧接着,金色甲皱开始浮现而出,迅速遍布全身,将他整个人全部笼罩在内。 一圈金色光环出现在他脚下,在那金色光环内,全都是又一片片金色羽毛形状的花纹组成。 他一出现,整个时势全都被映照成了金色,之前的阴森一扫而空,同时,整个房间内都已经充满了神圣气息。 嘹亮的圣歌响起,歌声回荡,说不出的悦耳动听。 在场每个人都有种心灵被洗涤的感觉。 雅力头上多了一顶皇冠,皇冠顶端,有三个小天使在翩翩起舞。 他右手抬起,一柄金灿灿的拳杖落入掌中。 整个人的气息瞬间就提升到了一个连木野也要高山扬指的层次。 四字窦凯 在场所有人都是第一次见到这位圣灵窦罗全力以赴释放窦凯和武魂。 他的气息固然强大,却没有任何压迫力,反而令每个人都有种灵魂升华的感觉。 拳杖朝着振华身上一指,顿时,振华整个人的皮肤竟然都变成了紫色。 然后这些紫色就开始蜂拥涌出,在空气中化为一个巨大的紫色骷髅头。 朝着雅力怒吼。 雅力的双眸同样化为神圣金色,双眸之中充满了冷漠与愤怒,圣灵。 一道璀璨的金光从他手中全杖顶端射出,紫色骷髅身上紫光大放,却只是坚持了一瞬间,就在那圣光之中破碎,净化。 但一个充满邪恶的念头也随之在时事中回荡,圣灵未死。 金光收敛,雅力身上的四字窦楷也随之收敛入体,她整个人的强势气息消失了,但奇异的是,她那一头灰白色长发重新变成了黑色,相貌也完全恢复了绝美。 之前消耗的生命力,似乎就是伴随着她武魂的释放自愈了。 事实上,到了雅力这个层次,当她释放自己四字窦楷的时候,修为同样也能达到极限窦罗那个层级。 以她这等修为,就算是想死都不容易,更何况是生命力流逝了。 郑华的脸色已经恢复了正常,而且渐渐变得红润起来,一切阴森的气息全都消失。 木野震惊的看看雅力,再看看郑华,然后才郑重的道:"多谢勉下。 雅力只是轻轻地摇了摇头,然后走到一旁,她的眼神又重新变得呆滞起来。 宛如行尸走肉。 就在唐武林他们觉得郑华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恢复的时候,躺在石床上的神将竟是长出口气,缓缓睁开了眼眸。 不得不说,在治疗方面,圣灵斗罗绝对是当事第一。 郑华坐起身来,看看自己,再看看身边的唐武林和木野,惊讶得道:"我好了。 那恶灵。 才说到这里,她就看到了一旁的圣灵斗罗,赶忙下床,恭敬地道:"圣灵勉下。 雅力看了她一眼,只是微微汗手,却没说什么。 郑华平复了一下心绪,她知道,自己能够恢复过来,毫无疑问就是眼前这位出手,但从雅力的神色她也能看得出,这位必然是受到了巨大的打击。 第九百章 神将的分析 唐武林主动走上前,先向郑华建立之后,这才将史莱克学院遭遇袭击时那天的一切讲述了一遍。 木野和郑华听着她的讲述,脸上表情都是越来越凝重了。 史莱克城当时事发的具体情况,也只有眼前的唐武林他们最清楚,在那枚是神级定装混倒炮弹面前,其他的一切都泯灭了。 就连史莱克学院赖以守护自身的黄金术都已经彻底消失。 时事内的气氛变得有些压抑起来。 郑华看向唐武林,武林,你有什么打算? 唐武林晨声道,先静观其变,等大陆局势稳定下来再想办法逐步重建史莱克。 我们首先打算先提升到二字窦凯师层次再说。 师伯,老师,你们知道哪里有奇荣通天局这种天才地宝吗? 雅丽阿姨说,只有找到这种东西,才能帮古月恢复记忆。 无疑,神将和本体宗宗主见多识广,所以唐武林才有些急切的询问起来。 木野皱了皱眉,微微摇头,听说过,但却没见过这种东西。 郑华道,我也只是听说过。 这奇荣通天局对修炼体术的魂师会非常有好处。 不过,我想有一个地方一定会有。 因为在那里,有着当今大陆上最多的稀有天才地宝。 尤其是植物类的。 唐武林心中一喜,什么地方? 郑华道,唐门的拿出秘境。 还记得上次多情斗罗给你的那块唐门冰火令吗? 那块令牌就是去那个地方的。 但你需要先联系上唐门的高层才行。 提起唐门,唐武林的眼神顿时一片黯淡。 唐门总部同样也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啊。 先别难过,唐门和史莱克不一样。 史莱克学院的一切都在史莱克城,史莱克城覆灭,相当于把史莱克最核心的力量全都毁灭了。 但唐门不同,虽然唐门总部之中也聚集了大量的唐门强者,但更重要的,被毁灭的是资源,而不是人。 据我所知,多情斗罗和无情斗罗当时都不在唐门总部。 否则的话,虽然是两枚式神级定装混倒炮弹。 如果是他们两位和晴天斗罗联手的话,未必就不能挡住,就算不能,损失也不至于如此惨重。 听他这么一说,唐武林顿时眼睛一亮,如果说唐门还能保留有一定程度的力量,那么,对于他们未来重建史莱克,必然是极大的助力。 只靠他们这八,九个人,实在是太过势单力薄了。 振华双眼微眯,思考片刻,道:"这次圣灵教突然爆发,是谁也想不到的。 我们完全不清楚,圣灵教居然已经掌控了如此恐怖的势力。 但这次他们也相当于是全部暴露出来了。 轰炸史莱克城,他们的损失也不会小。 我很了解是神级定装混导炮弹。 那三枚是神级定装混导炮弹被研究出来后就封存了,不只是因为他们本身的破坏力太强,同时也是因为,想要驱动他们太过困难,需要消耗极其庞大的能量。 简单来说,整个史莱克城城市运转的能量加起来,也就是勉强能够推动这三枚定装混导炮弹。 所以,圣灵教发动这次袭击,他们自身的消耗也一定是巨大的,只不过我现在还不知道他们是用的什么方式来驱动的炮弹而已。 目前这种局面,外面非常混乱。 但联邦政府应该能够在一定时间内稳定下来。 到时候,我们就要观察,在这次事件之后,谁是利益获得最大的一方。 很可能他们就和圣灵教有所关联。 你们现在都还年轻,年轻就意味着有希望。 虽然现在魂师,哪怕是斗凯师,因为魂岛科技的高速发展,已经没有原来在大陆上地位那么崇高了。 但我必须要告诉你们的是,千万不要因为这次的是神级魂岛炮弹就对自己失去信心。 一位极限斗罗层次的四次斗凯师,实际上,本质绝不会逊色于一枚是神级定装魂岛炮弹。 而以目前大陆的资源,联邦都根本不可能再开发这种层次的武器了。 圣灵教为了这次的袭击,甚至很可能准备了上千年之久才能成功。 所以,无论如何,努力提升你们自身实力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觉得你们提升到二次斗凯师境界是非常正确的选择。 但同样的,你们也需要给自己寻找一条未来的道路。 史莱克被彻底破坏了,想要重建绝没有那么容易,不是个人实力就能解决的,还需要你们拥有足够庞大的势力才行。 就算是唐门完整,也不可能有足够的力量支撑你们完成这件事。 因为曾经的史莱克实在是太强大,强大到整个联邦都要为之忌惮的程度。 这次圣灵教毁灭史莱克城,毁灭了众多强者,未必就没有联邦在后面推波助澜的痕迹。 因此,你们想要重建史莱克,那么就一定要在整个联邦都有一定的话语权才行。 说到这里,振华停顿下来,唐武林若有所思的道:"师伯,那您建议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振华毫不犹豫的道:"参军。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曾经的目标就是要在学院毕业之后参军。这个选择非常正确。 军方体系是独立于政治体系之外的,虽然军方体系之中,也分了很多派别。但相对来说,这些派别都比较独立。在这种情况下,你只要能够掌握住一定的军方资源,并且在军方有所发展的话,未来,你们掌控了相当的武力,才有重建史莱克的可能。 叶星兰皱眉道:"勉下,我们史莱克学院有那么多学长毕业,走入大陆各行各业的高层。难道说,在我们重建史莱克的时候,他们就不会站出来吗?" 振华淡然道:"孩子,别天真了。你说的没错,史莱克学院桃里满天下,登高一呼,绝对是一呼百应。 但是,这是要在史莱克学院存在的时候,才能有这么好的效果。这也是史莱克学院真正强大的原因。可现在史莱克学院已经不在了,史莱克人失去了核心。那么,当你们登高一呼的时候,你觉得你们的号召力能够号召多少人? 一个人走入社会,必定就会被社会所沾染,身上也会背负更多的社会责任。他们会有家庭,会有牵绊。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有多少人会真心实意誓死如归的陪你们一起重建史莱克呢?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你们虽然都是天赋卓绝的年轻人,可是,你们可曾想过,你们现在的修为才只不过是魂王,魂帝。而你们的那些学长之中就不知道有多少修为在你们之上的。你们有什么资格来号召他们?又有什么资格来代表史莱克呢?只是凭借当代史莱克奇怪这几个字是远远不够的。 除非有一天,你们全都能够成为四字窦凯师,都拥有着威震一方的实力,才有这个可能。你们记住,想要重建史莱克,实力,势力,缺一不可。 第901章计划 这番话振华说的斩钉截铁,铿锵有力。也如同醍醐灌顶一般,令唐武林和他的伙伴们面震动之色。是的,正如唐武林所说,他们现在所能依靠的只有自己。而他们自己,还远远不够强大。无法复兴和重建史莱克,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他们太过弱小。 我明白了。叶兴兰用力的点了点头。你们不能用本来身份去进入军方,身份这方面,我会想办法,你们不是学了化妆术吗?你们需要另一个身份,在没有足够强大之前,用你们的另一个身份行走于社会之中。 振华脸色凝重的道,或许是因为和平的太久了,终究有人要蠢蠢欲动。你们不只是史莱克的希望,甚至也是斗罗大陆未来的希望。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次史莱克城被毁,接下来上台的,一定会是主战的鹰派。他们会以对抗恐怖的名义扩军,扩大武器装备。一直以来,都有一些人的目的是统一整个斗罗星。战争恐怕用不了多久就会出现了。 不只是对内的,很可能也是对外的。当然,这只是我目前的猜测,究竟会走向哪一步,还要看后续局势。 牧野道,那你呢?回不回去? 振华苦笑道,不知道。至少目前不能回去。 没有了史莱克学院的震慑,没有了唐门总部的支撑。 我现在贸然回去,就是个把子。 唐武林道,师伯,牧尘老师现在在天豆城锻造师协会总部,老师说他在控制着局面。 振华眼睛一亮,牧尘在。 那就太好了,那我就更不需要回去了。 在暗中比在明处好。 协会的一些布置,没想到真的要派上用场了。 武林,你们就留在这里,向二次豆凯师努力吧,我会给你们一些制作豆凯师的指导。 等你们完成二次豆凯之后,再联络唐门,帮你这小女友治疗。 一旦为她治疗完毕,你们就去参军。 思路理顺了,唐武林也不由得精神一震。 局面已经如此了,现在就是走一步看一步,并且争取将每一步都走得足够扎实。 唐武林和伙伴们都住了下来,并且在振华的指导下开始重新锻造他们的豆凯,振华只是给一些指导性的意见,具体操作全是他们自己进行。 二次豆凯,首先要将他们的豆凯金属全都提升到零段层次,然后增加翅膀。 在之后才是法证刻画。 而在整个制作二次豆凯的过程中,最难的,并不是后面的法证刻画。 原恩叶辉和叶星兰都能够较为轻松的完成这个工作,他们都已经是魂帝级别的修为,有足够的魂力支持完成法证刻画。 锻造才是最为困难的。 准确的说,从唐武林当初制定计划,要在一字豆凯的时候就是用有零金属,他就已经将更多的压力放在了自己身上。 一字豆凯是用有零金属,能够极大程度的节省资源,不需要浪费制作一字豆凯的资料,在二字豆凯的时候还可以继续使用。 刻画核心法阵的难度会明显降低,只需要追加法阵的复杂程度和一些特效就可以了。 可对于锻造来说,难度却是要比直接制作二字豆凯更难。 首先,唐武林不能有任何失误,因为他不能失败。 没有任何测试的机会,必须要一举成功。 同时还要在锻造的时候不能影响原本的核心法阵,同时还要再加入新的金属熔断进去,哪怕之前他是六级锻造师的时候,也没有绝对把握能够完成。 而现在,当然不一样了。 他已经是圣将,整个斗罗大陆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圣将。 双锤轻巧的落在面前的金色甲轴上,每一次敲击唐武林身上都会自然而然的散发出一丝柔和气息。 这种气息不只是魂力波动,也有气血波动,更是在他那强盛的精神力加持之下,完美的调整着锻造锤下的豆凯。 唐武林手中这对锻造锤和以前相比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原本的灵断陈银锤现在已经化为魂断陈银锤。 魂断和灵断的不同,就在于魂断不只是有生命,更拥有了智慧。 而拥有智慧的金属,就能和主人心意相通。 因此,当这对魂断陈银锤落下的时候,他敲击豆凯的声音每一击都不一样,他本体会出现轻微的变形,按照唐武林的心意,轻巧的避开那些复杂的花纹,不至于伤到原本纹路,同时也在一些需要加重的地方增加力度。 一锤下去,相当于过去几十锤的效果,这就是魂断带来的好处。 而且更为精确的操控,也让失败的几率大大的降低。 二次豆凯需要提升金属层次到零段,还需要增加一种金属以达到更强合金。 唯有圣将,才能完美的完成这一切。 其他人都站在不远处看着他,也包括一代神将振华。 唐武林提升到圣将层次是在他的指点下完成的,但哪怕此时在他看来,唐武林的锻造也充满了艺术感。 牧野对于唐武林的调教,令他多年的积累终于厚积勃发,真正掌控了自己那超强的力量之后,唐武林对自身的掌控已经比以前优秀太多,而这完美力量的掌控与锻造相结合,令他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已经完全稳定了圣将的层次。 虽然还不能和牧尘那样的资深圣将相比,但完成这二字窦凯的锻造却已经是非常轻松了。 而作为外行人的史莱克七怪其他人,看着正在锻造的唐武林,都觉得和以前相比,他现在的锻造显得更轻松随意了,似乎也不怎么认真,可每一锤下去,却如同奏乐一般,响起悦尔的声音,没有了往日沉重的轰鸣,可这种奇妙的锻造却让他们都有种心安的感觉,就像是自己的灵魂也在他的锻造锤之下被吹了。 轻轻敲打的同时随之升华。 徐立志是第一个盘膝坐下的,在聆听唐武林锻造敲击声中,他心中有所明悟。 伙伴们也一个个先后坐下,默默的进入冥想状态。 唯有鼓跃,大眼睛目不转睛的看着唐武林,不时歪歪头,眼神中的迷惘着似乎是在思索着什么。 唐武林首先进行锻造的,是自己的窦凯。 并不是他自私,而是因为他刚开始第一次进行这种窦凯升级锻造,自己心里也没有绝对把握,总不能用伙伴们的窦凯作为试验品,同时,他对自己的窦凯也最为熟悉。 而事实上,当他的熔断开始之后,进入了状态,一切就都自然而然的完成了。 第一块锻造完成的,赫然正是他的右手金龙爪,和一次窦凯时相比,此时的金龙爪看上去厚重了几分,花纹更加深刻了,金龙爪本身也略微变大了一些,上面留下了更多的空间进行混倒法阵刻画。 原本淡金色的窦凯,随着第三种稀有金属的融入,颜色变得深邃了几分。 整个感觉更是充满了韵味,从千段升华为零段,金属开始有了生命力,唐武林甚至能够感觉到这块金属上似乎是有毛孔一般,会随着自己的呼吸而变化。 在他之前的计划中,原本是打算在二次窦凯的时候就加入两种稀有金属进行熔断的,但在振华的意见下,最终还是决定只添加一种稀有金属。 振华之所以让他这么做主要是因为唐武林的锻造水平提升得太快了,锻造水平提高得快,就意味着不久的将来,他在锻造方面还会有所突破。 二次窦凯,使窦凯真正的开始,唐武林已经是胜将,融合两种金属是能够做到的,但他也毕竟只是刚刚进入到胜将这个层次。 融合的金属过多,不同金属之间彼此的调配还没有那么娴熟。 为了能够让他们的窦凯在未来更加完美,那么,只加入一种金属进行锻造,唐武林才能做到完美程度,反正后面还有三次窦凯和四次窦凯的锻造过程,在那时候,在更有把握的情况下来进行锻造才是更好的。 第902章 沈星的担忧 二次窦凯正常情况下只是需要零段金属,能使用合金二次窦凯的窦凯师已经是凤毛麟角了,更别说,他们这还是三种合金。 二次窦凯相比于一次窦凯将会是巨大的升华,使用合金的作用也将会逐渐展现出来。 对于他们现在的修为来说,这就已经足够了。 唐武林完成一块窦凯的锻造,叶星兰就拿着他前往另一间镜室进行制作。 圣将级的锻造随着时间推移变得越来越熟练,对于唐武林来说,提升窦凯对他的锻造也是有非常重要意义的,在不能失败的前提下,他的锻造必须要全神贯注,锻造的虽是游刃有余,但也让他对自己现在的境界理解得更加深刻。 任外界天翻地覆,在这山覆之中,只有一群全力提升自己的年轻人。 明兜 这里是窦罗联邦首府,曾经的大陆第二大城市,仅次于史莱克城。 而当史莱克城被毁之后,这里就已经提升到了大陆第一大城市。 最近这些天来,宁兜的气氛一直十分紧张。 史莱克城被毁这种事情是根本没有办法向民众隐瞒的。 毫无疑问,对于邪魂师来说,他们最为憎恨的就是无数年来一直压制着他们的史莱克学院,还有那不断派遣斗魂堂斗者在大陆倾脚邪魂师的堂门。 那么,排在第三的呢? 毫无疑问就是斗罗大陆的首都明兜了。 有不少民众在那场恐怖袭击之后都选择搬到了乡下或者是小城市,他们担心自己的安全,同时也担心目前的证据。 联邦意愿宣布解散,政府陷入了暂时的半瘫痪状态。 接下来就是意愿改组,同时针对邪魂师这次前所未有的恐怖袭击,进行大搜查和报复。 圣灵教似乎是早就已经预料到了这种情况的可能,在完成那场恐怖袭击之后,突然全部销声匿迹了,连一丁点痕迹都没有留下。 所以,尽管联邦军方全力以赴的在搜索,却收获寥寥。 意愿重组经过三个月的时间终于完成了,毫无疑问,主战的鹰派占据了上风。 战神殿就在联邦意愿获得了七个席位,军方的席位增加了三分之一还多。 意愿重组结束后,颁布了多条法令,针对圣灵教采取绝不姑息政策,一经发现邪魂师,任何人都有权利将其击毙,经过确认后,还可以得到联邦中奖,有提供消息者也一样有奖励。 同时,意愿决定加强战神殿投入,同时扩军,以针对圣灵教进行一系列的后续行动。 再就是最重要的事情了,阿民。 联邦意愿批准军队携带最先进的探测仪器进入各大城市,对每一座城市进行全面扫描,以确保没有潜在威胁的存在。 多重举措下来,在史莱克城大爆炸结束半年之后,斗罗大陆的局势总算是逐渐稳定了下来。 唯有在那曾经的史莱克城,依旧留下了那个巨大的深坑。 令人奇怪的是,唐门在这次大爆炸之后,并没有做出太多的反应,反而是其他各大城市的唐门公司纷纷关闭。 唐门只管的宣是唐门科技有限公司全面关停。 一切都变得沉寂了。 这曾经大陆上最强大的宗门,似乎因为这次大爆炸受到了太过严重的打击而一蹶不振。 这绝对是绝大多数人不希望看到的。 也有一些史莱克学院毕业的学员们发表各种慷慨激昂的言论,发誓要为学院报仇,要重建学院。 也有一些人向联邦新成立的意愿提出,要重建史莱克城。 但目前联邦暂时还没有这个打算。 短时间内似乎也是顾不上这边。 原本史莱克城的这片地域,就依旧保持着那个巨大的深坑。 姐,你说,联邦这次真的就不会让史莱克学院重新建立了吗? 沈兴向身边挂着两颗江星的姐姐问道。 沈月这次被军方推上前台,作为少壮派重要军方将领之一,他也在这次议院改选后拥有了议员的资格。 同时被调回军部,担任重要职位。 沈月眉头微醋,很难。 而且,即便史莱克学院重建能怎样呢? 史莱克的根基已经没有了,海神阁没有了。 重建起来的史莱克也不会是原来那座历史悠久的大陆第一学院。 尽管这位中将出身于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算是史莱克学院的对头,可是,当得知这座大陆第一学院就此消失的时候,他心中还是怅然若失。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史莱克城已经是斗罗大陆的象征之一,对于政府来说,这么一个独立又中立的地方着实是如芒刺在后,可对于普通民众和更多的势力来说,它却是主持民主的重要旗帜。 现在没有了史莱克,联邦政府对于大陆的掌控无疑会更加容易,可同样的,监管与制约会大大减少,对于长远的健康发展来看,并不是什么好事。 沈月本身不是军方鹰派的,他属于主张守卫大陆对抗外地的鸽派。 这次前所未有的恐怖袭击令鹰派大幅度上位,但鸽派也趁势取得了一些领地,他就是被鸽派推出来的。 沈月心中却有些担心,鹰派占据上风之后,大陆的局势未来恐怕不会那么稳定。 身为军方高层,他当然知道,有很多统一星球的声音。 而就浑倒科技而言,斗罗大陆确实是始终领先的。 沈星看着皱眉的姐姐,他的心却已经飞向天外。 在他脑海中,深深地记忆着那张面庞。 他永远也忘不了在哪段时间几乎每天都会出现在自己梦境中的家伙。 他也死了吗? 也死在这次大爆炸之中了吗? 自己竟然连报复他的机会都失去了。 可不知道为什么,他心中却很难过,最近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他整个人的状态都非常不好。 一男一女,手牵着手走在宽阔的街道上,他们身材修长匀称,但相貌却十分普通。 青年的身高超过一米九,圆壁风腰肩宽背阔,少女的身材也非常修长,一双长腿尤其显眼。 只是皮肤有些暗淡,相貌也十分普通。 到了。 青年指了指前面一座茶楼,拉着少女走了进去。 少女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却还是忍住了,却不由自主的撅了撅嘴,似乎是有所不满似的。 走进茶楼,立刻有服务人员迎了上来。 两位吗? 青年点了点头,道,我们想喝大红袍。 服务员眼神微动,要挤抛。 青年道,三抛正好,多了就寡淡无味了。 好,二位请随我来。 说完,服务员转身向楼上走去。 青年和少女跟在后面,上楼。 服务员没有再开口,只是带着他们上了二楼,一直走到涌到尽头,他却突然在墙上轻轻一按,墙壁居然裂开了,露出一个门户。 服务员比了个请的手势。 青年拉着少女走了进去。 室内正是一间茶室,里面却已经坐了一个人,正盘膝坐在茶桌后面的蒲团上漆茶。 坐吧。 他平和的说道。 第903章七彩独障 坐着的那人相貌英俊,看上去三十多岁的样子,身上却有众出尘的气息。 青年见到他,表情顿时变得激动起来,快步走上前,在他对面坐了下来,赴店主。 中年人将一杯茶推到他面前,尝尝。 青年愣了一下,但也随即冷静下来,端起茶杯,吹了吹上面的热气,然后一饮而尽。 一股淡淡的清香顺着热气流入腹中,顿时,他只觉得全身暖融融的说不出的舒服。 身上还被茶香营绕。 知道你们都还活着,我很高兴。 至少,史莱克终究还是保存了再起的火种。 至少史莱克的传承没有断绝。 中年人的眼底闪过一丝悲痛。 青年低下头,双眸泛红,沉声道,副店主,咱们唐门现在的情况如何。 中年人摇摇头,很不好。 总部被炸之后,所有宣誓唐门分公司都遭受到了各种层面的封杀,原本与我们合作密切的军方也断绝了来往,明里的暗里的,多重打击同时到来。 这显然是有预谋进行的。 店主决定,所有分部都暂时关闭,唐门内部是有多种应对危机方案的,现在启动的就是方案之一,而且是针对最严重情况的那种。 青年道,除了圣灵教之外,还有谁? 中年人淡淡的道,你听说过一句话吗? 强道众人推。 这次的阴谋恐怕历史已经非常悠久,同时针对史莱克和唐门,这不是一代人能够做到的。 圣灵教只是被推在台前,而幕后究竟有多少人,我只能告诉你,所见之处都是敌人。 唐门和史莱克的地位在大陆太超然了,实际上,我们早就想到了,联邦总有一天会对付我们, 只是没想到手段会如此激烈,而且来得又如此之快。 无论是史莱克当代海神阁的诸位肃老,还是我们唐门现在的领导者,都是罪人。 我们沉浸在自己的底蕴之中太久,太久了。 以至于明明感受到了有可能危机会出现,却总是觉得,没有人敢轻举妄动。 而事实证明,我们错了,敌人比我们想象中残忍得多,甚至愿意用千万人来给我们陪葬。 青年抬起头,他的双眸之中隐隐有金光闪烁,赴殿主,唐门之后准备如何? 中年人淡淡的道,没有人可以在对付了唐门之后而不付出代价的。 唐门的辉煌,也绝不会因为这些打击就祭灭。 史莱克也是一样。 我听振华说了你们这次来的目的。 唐门的底蕴,甚至是史莱克的底蕴,就算是那些人也并不完全清楚。 你们是未来,唐门和史莱克的未来。 在你们手中,唐门与史莱克,必将重建。 上次我给你的那块唐门冰火令,已经作废了。 但唐门秘境,冰火两一眼,将向你们打开。 唐门会在暗中,全力支持你们上位。 那些人能够用几百年,甚至是上千年的时间来算计我们。 我们也不在乎,用一代人,甚至是几代人的努力,拿回我们应得的东西。 或许,正是之前唐门和史莱克太过于遵守规则的缘故,才会让这些人如此的肆无忌惮。 一千多万条生命,不会就这么白死。 中年人在说出这番话的时候,整个茶室内的温度都随之下降,轩和的气势一闪而逝。 青年用力的点了下头,我们则无旁贷。 副殿主,何时可以前往冰火两一眼。 立刻。 中年人站起身,武林,我们现在去接你的伙伴。 然后直接前往。 是。 青年正是化了妆的唐武林,而跟随在他身边的少女,自然就是失忆的谷月。 此时谷月站在唐武林身边,眨着大眼睛,似乎像是在听天书一般。 而那位中年人,正是唐武林曾经见过一面的多情斗罗赃心,当代唐门斗罗殿副殿主。 也是唐门第二人。 两辆看上去十分普通的混岛汽车驶入街道,停在茶楼前方。 脏心在走出茶楼的一瞬间,他脸上的肌肉变化,整个人的形象就已经变了一个人。 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因为以目前大陆的混岛科技,卫星甚至可以轻松的通过相貌搜索到指定的人。 唐武林和谷月跟着脏心上了同一辆车。 多情斗罗淡淡的道,现在唐门已经全面转入地下,冰火两一眼之后,你们就按计划去参军吧。 其他的你们不需要多管。 是。 唐武林听了他的话,顿时感觉到自己肩上的担子轻了几分,虽然没有了学院,可终究还有依靠,还有唐门作为后盾。 脏心靠在椅背上,闭上双眼,武林,你记住。 如果你们什么都没有做,或者没有做到足够的程度。 那么,在大陆上你们就是一直被孤立的。 而当你们取得一定成绩之后,你们就会像吸铁石一般,将曾经史莱克的底蕴,唐门的底蕴,吸射在你们身体周围。 在官方的调查中,还有在那些人心中,你们已经不存在于这个世界,而你们的潜能和你们的身份,却是最适合带领史莱克和唐门重新崛起的。 现在你们不只是史莱克七怪,同时也是海神阁当代肃老,也是唐门未来的希望。 离开冰火两一眼之后,就不要再联络唐门,为了你们自己不暴露。 在一定情况下,唐门会主动联络你们。 明白吗? 明白了。 唐武林一边说着,心中也是微微震动,脏心这番话其实是在告诉他,他们的责任重大,同时,他们在绝大多数时候,都只能依靠自己。 看来,这次大爆炸,唐门的损失,比想象中恐怕还要更大。 半个小时后,街上天斗城城郊的史莱克七怪其他六人,两辆高度伪装过的唐门坐战车驶上了大路。 车窗随之变黑,前面隔板落下。 遮住了众人的视线。 冰火两一眼乃是唐门最重要的秘境,哪怕是针对他们,路线也需要保密。 唐武林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大约是他两次冥想的时间之后,车缓缓停了下来。 古月浮在他腿上睡得香甜。 到了。 车窗变亮,重新能够看到外面的一切,唐武林发现,坐战车已经来到了一片森林之中。 众人因为适应光线,眯着眼睛下车。 森林看上去十分原始,并没有被开发过的样子。 除此之外,也看不出其他了。 多情斗罗道,跟我来。 从现在开始,你们要听我指挥,路上并不安全。 说完,他当先走在前面。 唐武林拉着古月跟上,其他人跟在后面。 多情斗罗前行的速度并不是很快,众人都能跟得上。 走入森林之后,众人不免好奇的看着周围。 一切看上去都很普通,并没有什么奇花异草。 大约两个小时后,地势突然变得崎岖起来。 跟着我的步伐,不要走错。 这里有很多剧毒植物,中毒会很麻烦。 脏心说道。 周围的一切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开始变得虚幻起来,唐武林只觉得自己似乎是跨入了一个模糊的世界,唯有身前的脏心能够看清。 这是,幻境。 第904章 龙月唐武林 似乎是一种非常高明的幻境。 一条淡金色闪烁着星光的锁链将众人全都连接在一起,正是徐晓妍的星辰锁链。 就算是遇到了什么危险,锁链也会让众人分担伤害。 爸爸,这是什么地方啊? 好奇怪。 古月在唐武林耳边低声问道。 唐武林虽然已经叮嘱过他很多次,不要叫爸爸。 可古月却怎么改的了,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在人多的地方不这么叫而已。 又走了一段时间,前方的脏心停下脚步,周围的一切也突然变得豁然开朗起来。 唐武林他们这才发现,他们居然来到了一片悬崖边。 扭头看去,他们刚刚走过的地方,也是一片森林,但却是一片彩色森林,很多植物都是他们前所未见的。 毫无疑问,这应该就是多情窦罗所说的剧毒植物了。 剧毒加上幻境,这无疑是这个地方的天然屏障。 你们的二次窦链都已经完成了吧? 地方在山谷内。 唐武林点了下头。 脏心道,让我看看,你们的窦链。 唐武林眼中金光一闪,轻微的龙银声在他身上响起,在他的各个关节以及额头,胸口等重要部位,都亮起了一个个金色光点。 一条条金线将这些金色光点连通,首先出现的,是他双手上的金龙爪,花纹层叠,金龙爪浮现而出,金色鳞片般的铠甲向上翻卷,迅速覆盖了他的双臂,一双小臂侧面,各有三个弯曲的利刃,和一字窦链石相比,利刃的弧度更大一些。 然后是尖铠出现,层叠的尖铠迅速向下,胸铠覆盖。 当金色甲皱覆盖全身时,唐武林身上气息暴涨,看金色的甲皱上,每一块鳞片都有棱线微微凸起,而在棱线之中,隐约有光运流转。 胸口护心镜是一块菱形金属,如同一块巨大的鳞片一般。 额头上金光一闪,头盔笼罩,头盔两侧上方钻出如同龙角一般的风锐凸起,同时,一块金色面具随之升起,遮盖住了他的面庞,只露出金光四射的双眸。 唐武林上半身微微弯腰,背后一阵,一双巨大的金色翅翼在身后张开,这对翅翼看上去像是由无数鳞片拼接而成的,张开后,宽达四米开外,弯折后,将他整个后背全部遮盖在内。 当这对翅翼出现的瞬间,唐武林整个人的气息再次飙升,全身上下都充满了丽与美帝味道。 龙月,这是唐武林给他这二字窦凯起的名字。 金龙王的龙,古月娜的月。 龙月唐武林 站在唐武林身边的古月嘻嘻一笑,我也有,我也有。 一点银光骤然在他额头处亮起,令他头部微微扬起,脸上的化妆以及发色,在瞬间竟是全部恢复正常,露出绝美娇颜。 奇异的是,在他身上并没有其他银色光点闪耀,只有额头上那一点银芒扩散。 那是一枚椭圆形的银色宝石,从宝石处向外扩张,化为古月如同皇冠一般的头盔,同样是一面银色面具落下,遮盖住了他那动人的娇颜。 银色甲皱如同水银屑的一般从头顶上方流淌而下。 椭圆形的龙鳞是窦凯的主基调,胸口正中也是一块椭圆形的银色宝石,内部却隐隐有七彩光运流转。 相比于唐武林的窦凯魁,古月的窦凯就显得修长灵巧许多,没有特别夸张的尖凯和近战配备,通体显得十分修长华丽,衬托着他如同神女下凡一般。 背后一双银色龙翼张开,也要比唐武林的龙翼小了一号,但在他这双龙翼上,足足有十八颗银色宝石光芒若隐若现,当他这身窦凯出现之后,空气中的各种元素明显变得活跃起来,并且自然而然的汇聚在他身体周围, 令他身边多了一层七彩光运。 古月这身窦凯并不是唐武林和伙伴们帮他制作的,而是当他看到唐武林完成了自己的二字窦凯时,兴奋之下似乎是想起了什么,直接将窦凯释放了出来,众人才发现,古月竟然已经完成了二字窦凯,甚至连名字都有了。 龙翼,这是古月给自己二字窦凯起的名字。 银龙的龙,唐武林的林。 龙翼古月,或者说是,龙翼古月那。 金色与银色,龙翼交相辉映,似乎冥冥中,他们之间就有着奇妙的联系,当古月也释放出自己的窦凯之后,唐武林身上的窦凯周围,自然而然的形成了一层金蒙蒙的光蕴,分外奇异。 龙翼唐武林,龙翼古月那。 二字窦凯时。 金色光蕴与七彩光蕴相互接触,他们两人彼此的气息居然还在升华。 站在旁边的多情窦罗看得眼眸中一彩连连。 毫无疑问,唐武林和古月那的修为以及窦凯,都比他想象中要强大得多。 唐武林的龙月窦凯本身用了三种合金,零段极致,增幅之强,远非原来的一字窦凯所能相比。 不过,让唐武林有些惊讶的是,当古月那释放出自己的二字窦凯之后,他右手之中,多了一柄长枪。 银龙枪? 这不是那儿的银龙枪吗? 不同的是,银龙枪顶端枪尖处,多了一枚椭圆形的银色珠子,看上去没有了枪尖,可在古月那轻轻挥动长枪的时候,那颗银色珠子前端,会自然的喷吐出一道齿鱼长的银色枪芒。 唐武林的武器是黄金龙枪,古月那的武器是白银龙枪吗? 在他们释放窦凯的同时,他们身后,伙伴们也各自释放出了自己的二字窦凯。 叶星兰在释放窦凯的瞬间,身上亮起光芒是最多的,刹那间,仿佛他以化身银河,繁星点点。 星光组合,一身简练的窦凯出现在他身上,窦凯进入到二字,叶星兰的窦凯本身呈现为一种奇异的白赤色,通体金属就像是晶体一般, 闪烁着璀璨的光芒。 他的窦凯每一处设计都有着如同刀锋一般的锋锐感,就像他自己一样。 窦凯看上去没有那么华丽,就连背后的双翼,都是一对娇小的折翼,极为锋锐,甚至有点像是机甲的导向翅。 但当全身铠甲穿戴在他身上,当面具落下的刹那,叶星兰身上自然而然的形成一道冲天剑气。 剑气之强,仿佛要穿破苍穹。 星智,这是叶星兰二字窦凯的名字。 星神剑的星,徐丽智的智。 星智叶星兰。 胖乎乎的徐丽智就站在他身边,徐丽智身上的窦凯就有些奇异了,他原本在一字窦凯的时候是黄色的,但此时却已经变成了褐色。 颜色比以前深邃了许多。 窦凯厚重,在所有人之中,他的窦凯是看上去最为魁梧的,每一块都如同岩石一般,将他的身体覆盖其中,胸口处是一块硕大的圆形黄色宝石,头盔是最传统的样式。 背后一双翅膀也是格外的巨大,比唐武林的还要大出几分,往那里一站,就给人一种厚重如悦的感觉。 身上散发出的气息,隐隐有令人心计的毁灭波动。 首星,徐丽智二字窦凯的名字。 原本众人都带着玩笑似的让他要将自己的包子命名在窦凯之中,可徐丽智说什么也不肯。 最终用了叶星兰的星字,首是守护的首。 众人自然明了他的心意。 首星徐丽智。 徐丽智身边,赫然正是谢谢,谢谢的窦凯进入二次境界后,看上去有种虚幻的感觉,光影闪烁,不可捉摸。 窦凯呈现出半透明状,内部隐隐有光运流转,就像是用晶体雕琢而成。 窦凯上花纹呈现龙纹状。 相比一次窦凯的时候,多了许多神秘。 他的窦凯看上去甚至比叶星兰的还要鲜薄,背后的赤蚁不是一对,而是两对,都较为短小,但却十分精悍。 没有头盔,而是一个三叉几式的头孤样式,身体周围仿佛有清风环绕。 他的窦凯,所有附加的,全都是提升速度的能力。 速度与魂力双重提升。 防御力叫其他人要逊色许多,却无疑能让他的速度提升到极致。 龙夜,谢谢窦凯的名字。 双龙笔的龙,圆恩叶辉的叶。 这家伙在窦凯制作出来的时候已经放出豪言壮语,未来一定要让自己的窦凯达到四字,就叫做,双龙叶辉。 龙夜谢谢。 第905章 冰火两一眼 圆恩叶辉的窦凯,在所有人之中是制作最复杂的一个,因为他是双生武魂,而且两大武魂相互之间互不同属,因此,在制作他的窦凯的时候,光是设计,当初就花费了非常多的时间。 此时,他释放出的是自己的堕落天使武魂,窦凯在添加了第三种金属之后,变成了深紫色,每一道花纹都给人一种充满力量的感觉,背后一双黑色羽翼张开,加上他此时恢复了女性相貌,给人一种诡秘而神奇的吸引力。 如果他变身泰坦巨猿时,他这一身窦凯的样式会发生一些转变,为了能够保证窦凯对战斗力的增幅,圆恩叶辉牺牲了泰坦巨猿状态下的飞行能力,尽可能增幅战斗力。 因此,当多情窦罗赃心说让大家准备飞行的时候,他也只能释放堕落天使武魂,以做好飞行准备。 天霜,圆恩叶辉窦凯的名字。 天使的天,双龙比的双。 本来圆恩叶辉准备给自己的二次窦凯七名叫做泰天的,泰坦巨猿和堕落天使,代表他的两个武魂。 谢谢好一番软磨硬炮,才总算是让他把自己的名字加入了进去。 为此,他不知道发出了多少表忠心的誓言。 天霜圆恩叶辉 徐小妍的窦凯是所有人中最为规律的,他的窦凯达到二次程度后,窦凯本身完全变得透明了,就像是由水晶雕琢而成的一般,繁复而华丽,窦凯呈现为各种圆形组成的流线形,在窦凯内部,仿佛有无数星光点点。 这个设计概念,还是从当初他们在观星台处得来的。 那点点点星光都是核心法阵释放出来的,对他的能力有非常强的加持效果,可以让他的心脏魂迹,每一个的释放时间缩短,作用时间增强。 同时本身还可以释放心脏护照,防御力非常强,尤其是在夜晚的时候,借助心力,防御力甚至能超过徐励志之上。 星雨,徐小妍窦凯的名字 星帐的星,乐正宇的雨 毫无疑问,后者来自于乐正宇 星雨徐小妍 乐正宇站在徐小妍身后,双手触摸着他那双晶莹剔透又十分精巧的赤翼,自身的一双洁白的羽翼在背后张开,他的窦凯一如一字窦凯时的颜色,洁白无瑕的窦凯带着金色纹路,看上去高贵而充满神圣味道。 一个个神圣符纹铭刻在窦凯之上,窦凯本身看上去比一字窦凯时厚重了几分,花纹也更加规律。 一双翅膀上也完全被窦凯所覆盖,头顶上戴着冠冕,全身都充满了神圣气息。 此时还是白昼,阳光普照大地,照耀在他身上,跟他的神圣气息更增添几分威势。 和徐小妍刚好相反的是,在白天之中,拥有神圣天使武魂的他,战斗力会更加强大一些。 天言,乐正宇窦凯的名字。 天使的天,徐小妍的炎。 天言乐正宇。 八个人,八身窦凯。 当他们都拥有了自己的二字窦凯时,他们的修为就已经提升到了另一个层次。 和一字窦凯时相比,除了乐正宇之外,其他人的窦凯样子变化都较大。 这也是在制作过程中唐武林刻意为之的。 他们未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很可能都不可以用真面目示人,在这种情况下,保护好自己就是重中之重。 他们之前的窦凯虽然在人前显露的也不算多,但有心人还是有可能得知的,窦凯样子转变的大一些,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明显了。 而乐正宇的情况比较特殊,他的窦凯符文都是神圣天使一脉所特有的,窦凯如果变化太大,会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他的战斗力,在综合考虑之后,还是保持了原本的风格。 八个人,龙月堂武林,龙林古月纳,天言乐正宇,星宇徐小妍,天双元恩叶辉,龙叶谢谢,星智叶星兰,守兴徐丽智。 到了二字窦凯,他们终于都有了属于自己的称号。 武魂与爱人姓名的结合。 张欣在旁边观看着他们释放窦凯,看到那一双双羽翼或者是斥意张开的时候,他脸上不禁流露出了由衷的微笑。 自从唐门和史莱克学院遭遇大劫难之后,他第一次笑得如此开心。 这些年轻人比他判断中更加优秀。 他们不只是修为远超同龄人,这窦凯也非同凡响,绝非为了短时间提升的仓促之作。 窦凯基础打得极为牢固。 都是最适合他们,而且品质远超同接窦凯的存在。 跟我来。 一边说着,桑欣摇身一晃,已经到了山谷上空。 唐武林八人也是各自拍动双翼,跟着他飞入空中。 对于飞行,最擅长的自然是原本就有飞行能力的袁恩叶辉和乐正宇。 其他人在拥有二次窦凯之后,飞行练习的还较少,这一飞入空中,就略微显得有些不稳定。 但他们都是精彩绝艳的一代天才,只是转瞬间就控制住了自己的身体,双翼张开,魂力输出,稳稳地悬浮在半空。 多情窦罗一挥手,率先朝着山谷内落去,与此同时,从他身上释放出一层淡淡的金光,化为光照,将唐武林五人全部笼罩在内。 光照下沉,唐武林他们顿时看到,在这山谷内部,有一层七彩色的雾气,看上去极为瑰丽。 可是,就在这光照钻入那七彩色雾气的时候,他们却骇然看到,以多情窦罗的修为,它那护体光照表面竟然开始出现剧烈的能量波动,而且各处开始出现坑坑点点。 这是七彩毒杖。 世间最剧毒的几种毒素之一。 无论是什么东西,都会被其腐蚀。 多年来在这山谷上方凝聚。 原本在周围的森林中也有,后来本门花费了极大的力气,才将它们收拢在这山谷顶端,提升了浓度。 哪怕是黑级机甲,钻入其中,一时三刻也会被腐蚀的一干二净。 至少要超级斗罗以上的修为,才能凭借自身魂力护体,在短时间内承受住七彩毒杖的侵蚀。 毫无疑问,这本身就是冰火两一眼最强的防护。 如此剧毒,在事先不清楚的情况下,哪怕真的是超级斗罗, 也很可能中招罗。 幸好,毒物并不算太厚,穿行几十米后,视线豁然开朗,一个不算太大的小山谷,呈现在众人的视线之中。 才能看清山谷内的情况,众人立刻被眼前的奇异景色所震撼了。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片奇异的湖泊,湖泊成双色,一边是蓝色,一边红色,双色湖泊精卫分明,互不侵然。 冰火两一眼,应该就是由此得名吧。 在这双色湖泊岸边,生长着各种各样的奇花异草,甚至有一朵大花从空中看去,都是硕大无比。 以唐武林子及魔童的眼力,这一眼望去,竟然绝大多数植被他都不认识。毫无疑问,这些都是顶级的天才地宝。 而也就在他们出现在空中的下一刻,一道道强横的意念突然从下方凌空扫来,落在他们身上。这些神念明显十分不善的样子。 这是。 第906章 六大凶兽 多情窦罗赃心微微一笑,眼中紫光一闪,顿时,那升空而起的一道道神念纷纷破碎,压力一清,赃心已经带着他们朝着山谷内落去。 一片片植被纷纷散开,居然露出一片光秃秃的地面,刚好容纳他们九个人站立。 真的落入山谷之中,众人更被眼前的植被所震惊,这是一个五彩斑斓的世界,所有的植物在这里都像是被放大了似的。 谢谢轻一一声,那个难道是烈火性教书?天哪!这么大?怎么可能?我在点击中看到过,这种花每万年才长大两寸啊。 这朵,天哪!恐怕要有近二十万年的寿命了吧。 他们才一落地,先前那一道道强横的气息就再次压迫了过来,这一次的数量更多,周围的奇花异草们仿佛都活了过来似的。 更为奇异的是,其中有六道身影徐徐显现出人形,出现在他们面前。 为首一人,身穿紫色长袍,看上去还是上古时代的风格,相貌英俊,身材修长。 不知道为什么,看到她,唐武林突然有种熟悉的感觉。 在她身后,是一名相貌美艳却脸色不善的红衣女子,却正是谢谢刚刚手指着的那朵烈火性胶书变化而成。 除此之外,还有另外四人和他们聚集在一起,朝着这边迎了上来。 从他们的气息就能辨别出,这些位似乎并不太欢迎他们。 六种能够幻化成人形的植物。 这意味着什么众人太清楚了? 能幻化成人形的植物系浑兽,那就是凶兽层次了呀。 谁能想到,在唐门这处秘境之中,竟然会有六名凶兽级别的强者存在。 这简直就是不可思议。 脏心微微一笑,迎了上去,众位,好久不见,不知安好否。 为首的紫衣男子淡淡的道,如果没有你们的打扰,会更加安好。 多情斗罗,此次带来如此之多的外人,不知何意。 脏心道,自然是要寻求众位的帮助。 紫衣男子脸色一沉,我记得,我们与唐门的约定。 是每百年,才能有一个名额进入冰火两一眼,获取不超过两种的药物。 而我们得到的保证是你们会帮助我们守护这里,不被你们人类所破坏。 没错。 多情斗罗点了点头。 紫衣男子冷冷的道,那你这次带八个人前来,是什么意思? 难道只是为了暴露我们的存在? 脏心叹息一声,如非迫不得已,我又怎会打扰罗兄和诸位的安睡。 实在是,唐门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机。 我记得当初灵兵斗罗与各位也有约定,当唐门遇到灭门之难的时候,众位要不遗余力的帮助我们,度过劫难。 紫衣男子脸色一变,惊讶的道,唐门鼎盛,会有大劫。 脏心眼中闪过一抹卑异,唐门总部,被圣灵教协魂师以十二阶式神级定装魂倒炮弹轰炸,总部殒灭,牺牲封号斗罗级九人,其他各层级魂师,超过一千两百人。 同时遭受到了各方打击,被迫关停所有分部。 不仅如此,史莱克学院各位当知,史莱克学院所在的史莱克城,乃大陆第一城市,同样遭受到了毁灭性打击,史莱克城被彻底炸毁,死伤过千万人,史莱克学院超过二十位封号斗罗陨落。 内外院存活下来的,就是各位眼前看到的这几个孩子而已。 正所谓纯王止寒。 自从灵兵斗罗飞升而去后,万年来,我们唐门一直遵守诺言,守护着冰火两一眼,最长一次甚至千年未曾向诸位索取任何报酬。 现在,唐门遭遇到了灭顶之灾,如果众位不肯相助的话,不久的将来,恐怕唐门就真的无法保存这里的秘密,要被强敌所灭。 到时候,冰火两一眼一旦暴露,恐怕诸位再无宁日。 虽然你们修为足够,可众位却不擅长战斗,更何况,人类科技已经发展到,以诸位修为也不足以威胁的程度。 说完这番话,多情斗罗再次叹息一声,双眸凝视着面前的紫衣男子,眼中流露着稀奇之色。 紫衣男子眉头紧簇,转过身,看向和他一起的伙伴们。 神念波动变得剧烈起来,显然是在相互交流。 唐武林还是第一次听到唐门和史莱克学院在封号斗罗这个层面上真正损失的数量。 一时间不禁心头沉重。 足足三十位封号斗罗层次的强者陨落呀。 史莱克学院彻底毁灭,唐门也是伤筋动骨。 更何况还要面对强盗众人推的局面,确实是最艰难的时刻。 无疑,冰火两一眼就是唐门的底蕴之一。 唯有借助这些曾经准备好的底蕴,唐门才有可能力挽狂澜。 片刻之后,紫衣男子回转过身形,目光灼灼地看向脏心,那多情斗罗想要我们如何帮助。 脏心沉声道,我需要给这八个孩子每个人至少配备一种十万年层级的天才地宝,以进一步提升他们的修为和潜能。 八个孩子中,这个女孩儿因为之前受到重创,需要的是其荣通天局。 其他人则需要根据他们各自的情况来定。 不可能。 紫衣男子几乎是毫不犹豫地断然拒绝。 唐武林听了脏心的话也不禁暗暗则舌。 十万年修为的天才地宝。 难道说要吃掉再尝这些味? 人家怎么可能同意啊? 紫衣男子怒声道,多情斗罗,你不要太过分。 你应该知道,哪怕是在冰火两仪眼内,培养一株十万年修为的灵草,也需要万年之久。 自从被灵兵斗罗那家伙掠夺之后,这万年来,好不容易冰火两仪眼内才休养生息恢复了一些。 如果如你所说,这里立刻就要未知凋零,恢复到万年前的惨淡景象。 脏心沉声道,罗兄,覆巢之下岂有顽卵。 如果不是迫不得已,我也不会提出这样的要求。 请罗兄三思。 一边说着,他向前跨出一步,犹如十字般的气息骤然绽放开来,这一方天地似乎瞬间就变得凝重起来,恐怖的威压,令人窒息。 唐武林听老师说过,眼前这位可是极限斗罗层次的存在。 就算修为不如已经逝去的晴天斗罗,恐怕也不会相差多少。 更何况,现在这位多情斗罗还没有释放出自己的四字斗凯呢。 面对六大凶兽级别的植物系浑兽,脏心竟是怡然不惧。 看样子,更像是要以一敌六。 虽然有些强取豪夺的味道,但却不得不令人感觉到那霸气侧陋的一面。 子依男子冷哼一声,这里是冰火两一眼,可不是你们唐门。 难道你认为,这么多年来,我们就没有任何准备吗? 一层紫衣从他身上绽放开来,顿时,奇异的香气扑面而来,信人心疲。 史莱克奇怪众人闻到这股味道后,顿时感觉到全身一清,说不出的舒畅。 而就在众位凶兽后方的冰火两一眼内,不同颜色的湖水骤然冲天而起,宛如两条巨龙一般盘旋上升。 两道身影随之在湖水之中逐渐显现出来。 公营龙主 第907章 大逆转 公营龙主 紫衣男子和其他五位凶兽一起后退几步,面露恭敬之色。 悬浮在冰火两一眼上方的,是两条湖水凝聚而成的巨龙,一条通体冰蓝色,一条通体赤红色。 双龙身上全都释放着夺目光彩,强横无匹的气势横扫而来,以多情斗罗脏心的修为,也不禁脸色一变,后退一步。 挡在唐武林等人身前。 而伴随着这一栏一红双龙出现,整个冰火两一眼内的所有植物都像是活过来一般,一时间生命气息暴增,不少植被都开始飞速变大,所有压力权朝着唐武林他们这边压迫而至。 桑欣的脸色非常难看,罗兄,我唐门守护冰火两一眼万年,而等就是做出如此准备,准备对付我们吗? 紫衣男子淡然道,守护我们。 没错,你们是减少了我们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但同样的,我们也给予了你们不少。 从当初你们唐门先祖唐桑开始,你们又何曾停止过对我们的索取? 至于今天,既然你们唐门已经走向衰落,那么,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以后我们不再需要你们守护,以我们的能力,自保还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桑欣眉毛微挑,罗兄就不担心我将这冰火两一眼的情况泄露出去,到时候,众位就是众矢之地。 紫衣男子微微一笑,只要你们今天全都留在这里,唐门会泄露我们的情况吗? 桑欣怒急返笑,看来罗兄的信心很足,难道你认为,就凭你们,就能留得住我? 紫衣男子淡然道,如没有把握,自然也不会翻脸。 你可知两位龙主的来历。 桑欣眼神微动,请罗兄教我。 紫衣男子道,当年,魂兽始祖龙神,诞生有九子,九子之中,分别包括,水、火、土、风、光明、黑暗、空间,七大元素圣龙。 再加山龙与最强的龙子之手金龙。 何称九大龙主? 龙神陨落于神界,九大龙主各有际遇,其中水龙王与火龙王两大龙主同时陨落,正是落于这里,他们的尸体,就在这冰火两仪眼下方万丈埋葬,冰火两仪眼也由此而来,滋润万物。 我们经过无数年的努力,终于召唤出两位龙主的龙魂,守护我们这一余之的。 我倒是不信,你们人类能力再强,能和当初早已是神级的龙主抗衡。 就算龙主此时只有龙魂,和两大龙主之力,留下多情斗罗还不会太难。 脏心凝视着那悬浮于空中,散发着酷烈气息的两大龙主龙魂,脸色也变得越发的难看了。 自从唐门总部被炸,唐门承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损失,却没想到,乌漏偏逢连阴雨,就连这唐门秘境冰火两一眼也出现了如此变故。 身为极限斗罗,他当然能够感受到那两大龙主身上的强大气息,虽然他们已经陨落,只剩龙魂,可是,这两大龙主的意念却无比强大。 单独一个,他自问凭借着四次窦凯还能勉强抗衡,但二者合一,他全力突围的话,能保住自己就很不容易了。 紫衣男子的判断是依据于极限斗罗的,他对于窦凯了解有限。 可是,就算如此,再加上面前的六大凶兽。自己就算能逃走,恐怕也会身受重创,而唐武林他们八个人,却是绝无声还可能。 大意了,自己终究还是太自信了。 轻叹一声,多情斗罗赃心道:"罗兄,如果我愿意带着这些孩子们离开,一切还依照之前唐门与你们的承诺,继续守护冰火两一眼,不知罗兄可否让我们离去。 紫衣男子笑了,多情斗罗应该知道,修为到了我们这等境界,智慧是不逊色于你们人类的。 你怎会说出如此幼稚之言。 我们底蕴已漏,怎可能让你们活着离开。 脏心眼神一寒,你真的以为,就能留得住我吗? 如果只是他自己,自然不会如此的委曲求全,可为了这些唐门和史莱克学院的孩子们能够活下来,他却不得不如此。 就在他准备释放四字窦楷,给对方以威慑的时候,突然,从他身后传来一个声音。 复殿主,这龙魂也没什么。 此言一出,顿时吸引了脏心和面前六大凶兽的注意力。 唐武林拉着谷月的手,来到脏心身边,看向面前的紫衣男子,淡然道,阁下既然知道有冰龙王和火龙王,不知可认的我们身上的气息。 一边说着,体内气血漩涡剧烈旋转,一身金龙王血脉气息澎湃而出。 古月娜虽然此时猛猛咚咚,但在唐武林手牵着手的引动下,他身上也出现了一层银蒙蒙的光滑,周围的七彩元素波动骤然变得剧烈起来,和唐武林身上的金龙王血脉气息交映生辉。 半空中,那两条盘旋着的冰火巨龙龙魂似乎突然停顿了一下,紧接着,两道光影就已经从天而降,悬浮到了距离他们头顶上方只有百米左右的地方。 先前那恐怖的压迫力瞬间消失,居然有种如沐之情从那冰火两大龙主的龙魂中释放而出,甚至他们的情绪还充满了兴奋。 古月娜嘻嘻一笑,拍动双翼,升天而起。那紫衣男子刚要阻止,身前不远的脏心身上顿时迸发出一股无比锋锐的意念,硬生生的压迫着他们不能动弹分毫。 古月升空,唐武林没有阻止,只是仰天发出一声长啸。巨大的金色龙头将他的身体覆盖在内,赫然正是黄金龙吼。 在他的龙吼声中,空中的冰火双龙主都是全身一阵,怯懦的情绪随之出现,他们身为龙魂,本来也已经没有智慧,只有一些本源的能力在。 这些年受到众多植物系魂兽的滋润和帮助,才重新凝聚成形,但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他们有多么强大,源自于血脉最深处的基因是改变不了的。 金龙王的咆哮,银龙王的气息,无不是他们最亲近也是最直接的威慑。 古月娜拍动双翼升入空中,双龙主顿时围绕着他的郊区盘旋起来,口中发出阵阵龙吟,古月娜口中发出银铃般的笑声,一时间,之前的阴霾似乎一扫而空。 脏心眼神中也充满了诧异,而那紫衣男子更是脸上血色进退,亥然道,金龙王,银龙王。 不,这不可能。 唐武林淡淡的说道,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 依我看,恐怕这两位龙主至少不会帮助你们了。 古月,让他们归位吧。 哦! 古月娜答应一声,拍动双翼朝着冰火两一眼飞去,这两条巨龙现在依托的身体,就是冰火两一眼的湖水,在古月娜的引导下,顿时飞回到原本的湖面上方,重新注入其中。 只留下两条看上去身长不过两米的小小龙魂,欢快的围绕着古月娜盘旋着。 金龙王,银龙王乃是当初龙神陨落之后的化身,银龙王继承的,正是龙神七大元素的能力,金龙王则是传承金龙,山龙两脉。 所以,这冰火双龙,本身就和银龙王气息有着天然的亲近,就像是孩子见到了母亲一般,一时间,早就将那些植物系凶兽们抛于脑后。 多情窦罗显然也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种情况,嘴角处流露出一丝淡淡的微笑,罗兄,这可真是峰回路转。 不过,我真是没想到,唐门多年来的呵护,却是养出了你们这些白眼狼。 魂兽在大陆覆灭,果然也有一定的取死之道。 紫衣男子脸色铁青的道,你们人类以我们浑兽为晋升之契机,我们怎能不想方设法自保。 就算没有双龙主,和我们六位之力,你也未必就能得逞。 没有了先前的从容,更多的是此时的色力内人。 脏心双眼微眯,脸上的笑容变得越发浓郁了,我想试试。 看看今天是罗兄的启罗玉金香强大,还是我这多情剑更丰锐一些。 第908章多情剑刻无情剑 一股惊天剑意骤然从多情斗罗身上迸发而出,之前压抑许久,这股剑意一出现,顿时有纵横屁腻之铠,强盛的剑意甚至令空中的七彩毒杖都自然排开,露出一道天光照射在伤谷之内。 站在后面的叶星狼感受着多情斗罗身上剑意,顿时双眸大亮,他的武魂也是剑,这最强者的剑意感受,对他修炼有非常巨大的帮助作用。 三种十万年领悟 紫衣男子咬牙切齿的说道。 多情斗罗却根本不理,冷冷的道,八种,少一种都不行。 否则的话,将尔等尽数诛杀在这里,也不是什么难事。 以冰火两一眼的滋养功效,用不了多久,自然会再次培养出足够多的天地灵物,我堂门对你们的管束既然之前太过于松散,那么,以后就会将这里全部掌控在手中。 你们六位,品阶更剩十万年,却也是不错。 红衣女子烈火性交书怒喝道:"你不要太过分,大不了于死网破。 我就不信,和我们六位之力,还不能将你击杀。 就算陨落,我也不会让你得逞的。 不信吗? 好脏心眼中神光泵射,之前那滔天剑意竟是在瞬间变得凝食起来,一柄长达百丈的巨剑横空出世,与此同时,一丝丝银色液体从他体内毛孔中奔涌而出,迅速化为甲皱,将他自身全部笼罩在内。 那是一身通体晶莹剔透的银色铠甲,背后足有三对羽翼,银色甲皱宛如活物一般,内部光运流转,极其华丽的铠甲上有着无数花纹,多情痘罗的身体也膨胀到了三米高,人在核心, 其他皆为窦凯。 他一抬手,空中那百丈巨剑就已经横在冰火两一眼上方,恐怖无比的剑气纵横肆虐,在这百丈巨剑周围,有出现了成千上万小剑。 多情痘罗这四字窦凯的面具上有着一朵玫瑰花的花纹,而此时此刻,他的双眸变得温柔如水,似乎是充满着无尽的眷恋。 四字窦凯,极限窦罗。 唐武林和伙伴们只是在史莱克学院即将覆灭时,在晴天窦罗身上见识过这种当今知识个体最强战力的存在,这是第二次。 整个冰火两一眼剧烈的颤抖起来,就连远处围绕在古月身边的一双龙魂动作都变得缓慢了几分,天地间,仿佛只有那充满眷恋的剑气,空中的七彩独障几乎是顷刻间就被剑气搅得粉碎,直接飞散了。 如果仰头望天,甚至会发现,仿佛那阳光也以化为巨剑,剑锋所指,正是冰火两一眼。 神级,怎么可能,这是神级。 紫衣男子的声音充满着战力,脸色更是一片苍白。 多情窦罗温柔的声音在山谷内回荡,如果是金眼黑龙王帝天,或许还可与我一战。 你们不过是植物修炼而成,有多少争斗经验?又何尝有擅长于争斗的血脉? 别说六个,就是十个,我也能将你们轻易撕碎在此。 现在你还认为,你那两大龙主能够阻挡我离开吗? 你还认为,我不能将你们六个重新化为灵物吗? 在紫衣男子身后,一名身穿白衣的男子脸色惨变。 人类竟然已经如此强大了吗? 多情窦罗淡然道,正是如此。 所以,现在你们还认为,这多年以来,唐门对你们的守护毫无意义。 当世之中,如我这等半神层次存在,有近十位之多。 不需要太多,只要有两位同事降临于此,就算你那双龙主也抵挡不住,毕竟,他们没有本体辅助。 到时候,冰火两一眼就将遭遇真正的灭顶之灾。 念在你们修行不易,有你们再也能更好地发挥冰火两一眼的作用,催生更多的天才地宝,我最后再给你们一次机会,八种十万年灵物,一种都不能少。 紫衣男子此时已是一脸颓然,多情窦罗请先收了神通,我们商量就是。 脏心隐藏在面具下的嘴角勾勒出一圈弧度,那滔天建议随之收敛,他也重新落在地面上,却并没有收回四字窦凯的意思。 空中的百丈巨剑从天而降,落在他身后,化为一柄银色长剑。 多情剑 这正是多情窦罗威震大陆的多情剑。 道士无情却有情,多情剑克无情剑。 这句话就是用来形容当今唐门两大超级强者的称号。 无情窦罗极少杀人,而这位多情窦罗在年轻的时候可是一代杀神,在他还在窦魂堂的时候,身为窦者,手中诛杀恶人无数。 能够最终成为当代窦罗店店主,凭借的乃是绝对实力,但也正因为他的嫉恶如仇,对敌人绝不留情,才最终没能成为店主,只是副店主。 论修为,他并不在无情窦罗之下。 古月此时也已经飞回到唐武林身边,一脸好奇的看着面前这背后足有六亿,高达三米,极其瑰丽的四字窦凯。 紫衣男子启罗欲金香叹息一声,多情窦罗你赢了。 在冰火两一眼除了我们六个之外,还有16种十万年以上的天才地宝。 但你应该知道,虽然在我们的控制下,没有让他们诞生高等智慧,但他们都已经是真正的植物系浑兽,当威胁到他们生命的时候。 还需要你带来的这些人真正的能降服他们才行。 他们的战斗力比一般的万年魂兽会略强,却不是真正的十万年魂兽层次。 多情窦罗点了点头,这是事实。 虽然在这六大凶兽压制下,没有让更多的植物化为真正十万年魂兽,但他们的能量达到了那个层次,自然而然的也就会达到那种境界。 唐武林有些好奇的问道,为什么不让他们诞生智慧呢? 那样的话,冰火两一眼的实力不是会更强。 紫衣男子冷声道,你以为我们不想吗? 不是不想,而是不能。 我们这些灵物都是依靠冰火两一眼加速生长的,一万年生长就相当于十万年修为,在一万年之内自然是无事,可一旦我们修炼到万年,实际等同于十万年的时候,也要承受十万年魂兽必然会出现的天结。 我们植物相比于动物类魂兽本就要脆弱许多,想要抵抗天结就更是难上加难。 更何况我们毕竟没有经过十万年这样悠久岁月的洗礼。 在最初这里诞生的几万年时间,几乎只要是修为达到十万年层次的植物,就必死无疑。 直到很多年之后,在运气和本体的双重作用下,才开始逐渐有凶兽诞生。 但却是百中无一。 也就是说,这里出现一百位十万年魂兽,能有一位度过第一次天结的就不错了,而度过第二次天结的,却只有我一个。 即便如此,我也完全可以肯定,第三次天结,我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度过的了。 因此,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我们宁可让他们不诞生智慧,没有智慧就不受天度。 天结会有,却要微弱得多,在我们的帮助下,他们能活得更久一些。 有六位能够突破十万年修为,这已经是冰火两一眼诞生以来,最多的一次了。 再过万年左右,我们还能剩下几位很难说。 第909章 奇荣通天局 原来如此,唐武林心中暗想,这些植物在冰火两一眼旁边看上去能够加速生长,但看起来也并不全都是好事。 似乎是看出了他在想什么,多情窦罗微笑道,不是你想的那样,所有植物肯定还是都愿意生长在冰火两一眼周围的。 如果没有冰火两一眼,正常修炼的话,一百万株植物能够诞生一只植物系浑兽就很不错了。 而这些植物系浑兽能够最终修炼出智慧的更是百中无一。 而在这里,只要有足够年限,几乎所有植物都能化为浑兽。 这是何等机缘? 否则的话,你以为它们会一直留在这里吗? 而且,冰火两一眼本来就会在它们对抗天结的时候起到不小的作用。 唐武林对植物系浑兽的情况确实是不够了解,但听了多情窦罗这么一说,大概也就明白了。 这里,终究还是植物的宝地。 紫衣男子轻叹一声,多情窦罗,这次索取之后,千年内,不要再来了,可否。 合则而鱼,智者不为。 你也不用担心我们会过于强大,人类强大如斯,我们未来还是要脱避于唐门。 而到了年限,我们这些老朽,自然也就活不下去了。 我可以向你承诺,当我们自认为寿元到了极致的时候,愿意化为魂灵,与你们魂师去争取那一线成神的机会。 但也请你们遵守以前的诺言,不要过度索取冰火两一眼。 脏心眼睛一亮,好,我答应你。 你会为了自己的决定而骄傲。 当年的八角悬兵草,不就最终跟随灵兵斗罗飞升而去了吗? 说不定有一天,你们也可以。 紫衣男子苦笑一声,不敢奢望。 跟我来吧,我先带你们去拿奇荣通天局。 一边说着,他转身向冰火两一眼方向走去。 植物们自然分开,露出一条通道。 众人在多情斗罗的守护下,向冰火两一眼旁边走去。 十万年的天地灵物啊! 怎能不让人心动? 不要大意,以你们的实力,对抗魂兽问题不大,但千万不能小看对手。 一旦失败,你们就将丧尸获得一株十万年仙草的机会。 这种没有智慧的十万年仙草无法诞生魂骨,但只要和你们本体足够契合,至少能提升你们自身三级以上魂力修为,同时还能将你们的潜能推升到至少足以支撑到超级斗罗的层次。 在未来通往超级斗罗的道路上,将一马平穿。 脏心叮嘱说道。 唐武林有些担忧的看了一眼身边的谷月,别的他不怕,可谷月的情况却有些问题,他现在怎能单独战斗呢? 圣灵斗罗说过,万年奇荣通天菊就足以解决他的问题了,如果不行,不要十万年的也行。 一朵通体灿金色,上面隐隐有绒毛的巨大菊花,呈现在众人眼前。 没有什么浓郁的香气,它的根茎特别粗大茁壮,巨大的菊花轻轻摆动,自然而然的散发着一股强势气息。 在它周围,直径十米范围内没有其他植物存在,这就是强大植物的气息威慑所致。 十万年奇荣通天菊,收取的时候不可用任何金属物。接触他后,他应该就会出现反抗。要击败他的化身才行。 紫衣男子眼神阴郁的说道。 唐武林看了一眼谷月娜,谷月,你现在可以战斗吗? 谷月娜愣愣愣愣,战斗什么? 唐武林道,待会儿你去摸这朵菊花,他可能会化身打你,你能应付吗? 打我?为什么要打我呀?小狼和小红刚才对我说,要把这里的花都送给我呢。 这朵菊花还挺好看的,我去摘下来。 一边说着,他就蹦蹦跳跳的走了过去,抬手去触摸那奇荣通天菊。 唐武林紧随其后,一旦出现变故,他自然会第一时间出手,保护谷月娜。 谷月娜触摸到那朵硕大菊花的时候,金色的菊花花瓣骤然收紧,紧接着,一团金光就亮了起来,似乎是要向谷月冲击过去。 就在这时,两声龙吟几乎同时响起,一蓝一红,两道光芒几乎是瞬间就到了奇荣通天菊上方,一股强横的压力凌空而下,顿时压制的那奇荣通天菊动弹不得。 谷月根本没费力气,就把他摘了下来。 那一双龙魂顿时围绕着他盘旋起来,谷月娜嘻嘻一笑,谢谢你们了,我很喜欢呢。 看着那冰火龙魂谗媚的样子,六大凶兽不禁目瞪口呆,这位银发子眸的姑娘,银龙王血脉真的如此纯正吗? 冰火双龙帮谷月娜摘下这朵奇荣通天菊自然是没有任何心理负担,可以说,这里所有的天地灵物都是他们孕育出来的。 谷月娜拿着大花回到唐武林面前,有些显摆的举起来,爸爸你看,好看吧。 唐武林摸了摸鼻子,看向紫衣男子,这个该怎么吃? 紫衣男子勉强克制住双手掩面的冲动,花瓣一条条的撕着吃。 唐武林向谷月娜道,这个很好吃的,你尝尝,一片花瓣一片花瓣的吃。 真的吗? 谷月娜眼睛一亮,此时的他,完全像是个小吃货一般,立刻揪了一片花瓣送入自己口中。 果然,那花瓣入口即化,化为一股清甜带着菊花香气的枝叶流入喉中。 是很好吃哀,爸爸你也吃吧。 一边说着,他直接捏下一把花瓣,就向唐武林递了过来。 我不吃,你快吃吧。 唐武林赶忙道。 不行,不行。 谷月娜撅起红唇,好东西要和爸爸分享。 唐武林刚要再拒绝,盘旋在谷月娜头顶上方的冰火双龙龙魂突然发出一声嘀嘀的咆哮, 唐武林只觉得眼前一恍惚,然后嘴里就被塞了一把菊花瓣。 奇荣通天菊花瓣顿时化为枝叶顺喉而下,想要吐出来都做不到了。 谷月娜笑嘻嘻地道:"小蓝,小红好棒。 唐武林脸色一沉,怒道:"谷月。 谷月娜吐了吐舌头,爸爸我错了,剩下的我都吃。 唐武林眉头微醋,刚才那一把,这朵奇荣通天菊她至少吃了三分之一,也不知道剩余的药力还够不够帮谷月娜恢复的。 应该够吧,毕竟这是十万年的奇荣通天菊呀。 入腹后,一股股暖热之气顺着小腹丹田一直传遍四肢百骸之中,唐武林只觉得自己的身体迅速就开始变得暖热起来。 刚开始还只是温热,但只是几次呼吸的时间,那热流就开始变得滚烫,令她不得不停下脚步,同时她惊讶地看到,自己的黄金龙体居然未经催动就自行释放出来,一身金色龙鳞附体,而且,龙鳞还隐隐有赤色散发,热气流转。 冥想吸收。 肩头传来一股力量,唐武林不自觉地坐了下来,谷月娜也是俏脸陀红,一双眉眸中,仿佛有水波流转,明艳异常。 谷月,来。 唐武林向她一招手,谷月娜就在她对面坐了下来,唐武林握住她的双手,让她和自己四张相对,同时催动玄天公魂力,缓缓注入谷月娜体内,调动她的魂力跟随自己运转。 第九百一十张星罗灵珠。 谷月娜郊区微微一阵,唐武林只觉得一股极为浑厚的能量从她体内升腾而起,和自己的玄天公魂力刚一接触,立刻就出现了强烈的排斥。 魂力之强,远在她之上。 但也就在这时,因为谷月娜的接近,两人身上散发出的气息也随之接触在了一起。 说也奇怪,当唐武林身上的金色血脉气息和谷月娜身上的七彩色血脉气息碰触的刹那, 谷月娜体内原本自行抗拒的魂力迅速停止了抗拒,自然而然的和唐武林的魂力融合在一起,奔涌流淌。 魂力从右掌注入谷月娜身体,再从左掌流淌而回,如此往复,自成循环,很快,唐武林就进入了恶我两望的状态。 其容通天局乃是最顶级的天才地宝,对于人体有极为强大的滋润效果,尤其是通脉库本方面,乃当是最强。 对于谷月来说,是致病,疏倒她的脑血管,而对于唐武林来说,好处却是更大,她自身的血脉漩涩涡已经自行伴随着魂力漩涡旋转起来,一身气血奔涌流淌,血脉气息不受控制的向外扩散。 冰火双龙龙魂悬浮在他们二人头顶上方盘旋,释放着极为兴奋的情绪,盘绕中也似乎在吸收着他们身上的气息,再释放一些滋身的气息反补于他们身上。 多情斗罗赃心微微一笑,向面前的起罗玉金香做出一个请的手势,继续吧。 起罗玉金香看着空中盘旋的双龙龙魂,心中暗叹一声,这真是人算不如天算哪。 无论如何他也想不到,这多情斗罗带来的年轻人之中,竟然有一对具备着金银双龙王血脉,让那冰火双龙王的龙魂不但没有半分反抗,反而成为了他们的壁柱。 此时他已经没有了任何侥幸的想法,正所谓,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以多情斗罗释放出的气息,只是他一味,就足以横扫整个冰火两一眼了。 跟我来。 这一株,乃是星罗灵珠,十万年。 我关你带来这些年轻人之中,应该有两位修为与星像有关,可以选他。 多情斗罗微微一笑,扭头看向叶星兰和徐小妍,你们谁来。 做好战斗准备。 叶星兰不等徐小妍开口,立刻道,这种灵果应该是提升与星空之间沟通感受的,我的星神剑虽然借助星力,但更重要的是本身的建议。 小妍,你来吧。 徐小妍道,星兰姐,这怎么可以,她对你也一样有帮助,还是你来。 叶星兰摇摇头,道,不可,武林现在冥想,我就暂待队长,听我的,来吧。 那紫衣男子启罗玉金相道,你们也不用相让,类似的天才地宝还有,不过,我建议由你们之中修为较弱之人来融合,这星罗灵珠乃是所有十万年灵物之中最柔和,也是最容易亲近人类的一种。 他本身很难开启灵智,但与人类融合之后,却可未来化为人类魂师的魂合,因此,他并不怎么排斥被摘下。 叶星兰听了这番话顿时笑了,向许小妍做出一个请的手势。 作为主控魂师,许小妍的直接战斗力无疑是伙伴们之中最弱的一个,甚至还不如徐励志。 而邪星兰的战斗力却是除了唐武林之外最强的一个,无疑,这星罗灵珠更适合许小妍来吸收融合。 许小妍有些无奈,却又充满感动,走到叶星兰身前,张开双臂抱了抱她,这才走向那星罗灵珠。 星罗灵珠是一种看上去非常美丽的灵物,这株星罗灵珠的枝干是植物中非常罕见的黑色,顶端却生长着一枚足有巴掌大的金色果实,这金色果实金灿灿犹如一枚硕大的珍珠,但如果离近了观察,就会发现,那金色实际上是由万千个金色光点汇集而成,非常的奇特。 许小妍把星罩交到左手,用右手轻轻的去触摸那金色果实。 顿时,那金色果实轻微的震战了一下,紧接着,果实表面就瞬间迸发出千百道星光。 这些星光一下就将许小妍笼罩在内。 多情斗罗眸光一紧,看向紫衣男子,紫衣男子却没有任何表情变化。 星光笼罩之下,许小妍左手之中的星轮兵杖随之亮起,刹那间,先前被绞碎七彩毒杖露出的天罡骤然暗了下来。 仿佛白昼突然化为黑夜。 点点繁星挂在夜幕之上,一道道璀璨的星光从天而降,分别落在那星罗灵珠和许小妍身上。 许小妍闭上双眸,似乎是在感受着什么,而那星罗灵珠也在不断的轻微震战着,散发出一圈圈金色光韵。 只是一会儿的功夫,众人就看懂了,那星罗灵珠似乎是在和许小妍抢夺从天而降的星光。 刚开始的时候,星罗灵珠上收取的星光明显更多一些,但很快,当许小妍的第三魂环亮起时,所有从天而降的星光就全都被他那星光璀璨魂迹吸收得一干二净。 然后再从他的星帐顶端释放,照耀在那星罗灵珠之上。 阵战着的星罗灵珠顿时变得凝固了,本来释放着的金色光韵也在瞬间收敛,无法再继续释放。 徐小妍嘴角处流露出一抹淡淡的笑意,第一,第二,第三,三个魂技交替使用,天空中落下的星光无不被他抢得一干二净,再化为魂技,落在那星罗灵珠之上。 星罗灵珠每次才要摇头摆尾,就立刻被定住,那样子,一顿一顿的,十分怪异不说,还有几分搞笑的感觉。 紫衣男子终于动容,他惊讶地看着徐小妍,之前的金银双龙王血脉就已经令他十分吃惊了。 而眼前这个女孩子身上释放出的星光之纯粹,也是他生平仅见。 每到夜晚的时候,星罗灵珠都会吸收星月精华来提升自身,其他的天地灵物们自然也都感受过,甚至还从中分润过好处。 自然很清楚这星罗灵珠对星光掌控的能力,可此时此刻,却被一个小小人类完全压制,这只能证明,那女孩儿与星光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 人类,果然是得天独厚的,万物之灵。 心中暗叹,紫衣男子明白,这星罗灵珠是保不住了。 果然,金光一闪,似乎是再也受不了徐小妍的折磨,那星罗灵珠果实向下一滚,就落在了徐小妍手中。 而原本之干顶端也是金光一闪,又冒出了一枚只有指甲盖大小的金色果实。 徐小妍兴高采烈的把那星罗灵珠捧在怀中,感受着其中纯粹心力,一时间不禁喜笑颜开。 还没等他拿着星罗灵珠回来,突然,手中星罗灵珠金光一闪,迅速缩小,然后化为一道金色光线,直接钻入他口中消失不见了。 徐小妍脚下亮枪了一下,紧接着,全身星光大放,豆楷上的所有星辰一下都亮到了极致,他迅速盘膝坐下,胸口处星光最为璀璨,隐约中,那些星光全都朝着胸前巨拢,另许小妍身上,金光疏隐疏险,光芒吞吐闪烁。 紫衣男子眼神黯淡,叹息一声,继续转向其他方向。 乐正宇来到徐小妍身边,刚想要感受她的身体变化,却发现自己才刚一接近,徐小妍身上的星光立刻产生强大的反振力,将她排斥在外。 好家伙,这才刚吃下去就有这样强烈的效果吗? 但无疑,这对徐小妍来说,绝对是大好事。 这天地灵物增加修为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纯化血脉,提升它们的潜能。 简单来说,如果它们以前只是天才的话,那么,吃下这十万年修为的天地灵物,它们的天赋就能够提升到像当初继承了山龙王武魂的龙月那种层次,而且还没有龙月所面对的血脉反噬问题。 紫衣男子继续向前走,当他脚步再次停顿的时候,一株洁白如玉的灵草出现在众人的视野之中。 混元仙草 十万年 提升你们人类魂力的至宝,没有什么比它更能提升魂力方面了,而且还能辅助你们压缩魂力,凝聚魂合。 但却没有其他特殊的属性。 混元仙草也属于相对比较温和的,但它气脉悠长,想要降服并不容易。 第911章 混元仙草 只是纯粹增加魂力修为,并且辅助凝聚魂合。 众人都是史莱克学院的高材生,自然明白,这些天地灵物的效果越是单一,在单一效果中提升的也就越大。 就像人类修炼是有极限一样,天地灵物吸收天地原力也是有极限的,如果分成多重效果,那么,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其中的每一部分都不会太强。 因此,越是顶级的天地灵物,效果就越是单一。 袁恩、励志,相对来说,这魂元仙草比较适合你们。 你们谁来? 叶星兰向二人询问道。 袁恩叶辉乃是双生武魂,就他而言,想要寻到一种天地灵物对他的两种武魂都有提升是非常困难的,因此,他选择的天地灵物更重要的是提升他自身,譬如力量或者是魂力之类。 徐励志就更不用说了,他是实物系魂师,其他方面需要提升的有限,而实物系魂师的修炼是最为困难的。 提升魂力的话,魂元仙草对他确实是不错的选择。 袁恩叶辉毫不犹豫地道,我希望能得到一株提升力量的仙草,励志,这个就你来吧。 徐励志也不客气,他知道这很可能是最适合自己的仙草了,大步上前,来到魂元仙草面前。 右手探出,像那如同玉石般的仙草上触摸了过去。 魂元仙草轻轻一颤,一股强烈的白光从仙草上奔涌而出,魂厚的能量向外一撑,徐励志就倒退了数步。 而在他面前,那团白光却是凝而不散,居然在转瞬间变成了和他十分近似的样子,至少身体轮廓是一模一样的白色光团。 那白光徐励志双手拍出,魂后的天地原力顿时向徐励志涌来。 徐励志也不后退,双脚分开,城内八字站定,双手瞬间欲化,正是唐门绝学玄玉手,同时双臂一圈,自身玄天弓魂力魂后输出,当那魂元仙草的双手拍到他进前的时候,顿时被带动的身体晃动,向一侧跌出。 徐励志猛然跨前一步,沉间撞去。 魂元仙草被他撞得一个猎且,但很快,这魂元仙草就是光芒大圣,时数到白光蜂拥而出,直奔徐励志的身体冲击而来。 徐励志呵呵一笑,依旧是唐门绝学控鹤秦龙,猛的一圈,将那些白光拳都牵引得向四周飞射。 同时,再次上前,双手朝着魂元仙草派去。 此时,他身穿窦楷,在窦楷的增幅下,一身魂力已经达到了魂圣巅峰层次,一双手掌沉重如铁毡一般。 他是食物系魂师,本身武魂没办法提供什么战斗力,所以,徐励志着实是在唐门绝学上下过苦功夫,尤其是这门控鹤秦龙,更是他最为擅长的。 以他魂后的玄天弓魂力为基础,进行那泄力打力。 就算是同阶魂师使用魂技,也未必就能奈何他。 徐励志这身手兴斗楷,更是所有伙伴中防御力最强的,魂力提升最强的。 那魂元仙草虽然自身天地原力极为充沛,但和徐励志碰撞在一起,还真是很难伤到他。 一股股气浪不但迸射而出,徐励志也是越战越勇,鬼影迷宗部,玄御守,控鹤秦龙,再加上唐门秦拿手的技巧,这几门唐门绝学用出来,和那魂元仙草占了个旗鼓相当。 紫衣男子在旁边看得不禁暗暗叹息,以他修为,当然能够感受到这胖子自身的魂力是什么层次,可是,他那一身铠甲,却就是把修为提升到了足以和魂元仙草抗衡的地步,这就是人类科技的可怕之处啊。 这也是他最终决定向多情斗罗妥协的重要原因。 人类的强大,确实是已经非魂兽所能抗衡。 不过,那魂元仙草也极为了得,仙草本身,不断涌出一圈圈白色光环,浓烈的魂力注入,令他幻化出的光影魂力生生不绝,而且他还在吸收着空气中的天地元气注入自身,形成魂元仪器。 每一次攻击都要比上一次更加沉重,似乎是在适应着战斗。 魂元仙草虽然没有智慧,但毕竟也是十万年魂兽层次,随着时间的推移,徐力智就开始逐渐被压制在下风了。 那魂元仙草的攻击太过强势,纯粹的能量碰撞,压制得徐力智有些捉襟见肘。 不过,徐力智也有他的办法,他终究还是魂师啊。 不时给自己嘴里塞个恢复大肉包,清灵小笼包,坚固水晶包之类的大包子。 也还支撑的下去。 元恩叶辉,谢谢,乐正宇在旁边看着都不禁有些皱眉,继续这样下去,徐力智真的能战胜这魂元仙草吗? 按照那紫衣男子的意思,如果他们不能战胜仙草的话,就没有资格摘取。 一旦失败可就错过大纪元了。 唯一脸色不变的,就要数夜星蓝了,他看上去十分淡定,似乎对于这场战斗并不怎么担心似的。 呵呵,有个对手的感觉真好。 徐力智口中发笑,同时一个撤步,暂时拉开了和魂元仙草的距离,同时将两个包子同时丢入自己口中,一个赫然是嗜血豆沙包,还有一个是穿刺叉烧包。 这两种包子都是临时提高战斗力的,先前他在战斗的过程中都没有吃过。 尤其是嗜血豆沙包,效果虽好,但一旦使用过后,就会陷入虚弱状态一段时间,不到关键时候是不会轻易使用的。 两个包子吃下去,徐力智自身气息瞬间暴涨,更多了几分强势的压迫感。 与此同时,当那一双手掌再次抬起来的时候,双掌赫然已经变成了深紫色。 一个跨步上前,双手同时拍出,没有任何花哨地迎上了那魂元仙草的魂元仪器。 轰,剧烈的轰鸣声中,徐力智亮向着后退术步才站稳身形。 这一次,双方都是全力以赴的碰撞,那魂元仙草似乎也是被之前长时间的战斗激怒了,这一击后缅足足跟了九圈白色光环。 徐力智被击退,可那魂元仙草所化光影却出现了诡异的变化,只见一片紫光渲染之下,超过三分之一的光团迅速溶解,并且还在以惊人的速度蔓延。 魂元仙草发出一声尖锐的怪叫,身体猛的一晃,又是近半身体甩脱,只有一小部分光影脱离开来。 而被他甩脱的那一部分,也在迅速被紫色渲染之后,在空气中泯灭。 毁灭之力 六大凶兽几乎是同时骇然喝道。 阳光河水,是植物生长的奥妙所在,而所有植物,无论是魂兽还是普通植物,都是以生命能量作为存在基础的,而毁灭却正是和生命相反的一种极端能量。 如果是面对魂师,效果或许还没有这么好,但当毁灭能量出现在以生命能量为核心的植物魂兽面前时,其效果之强大,还在徐力智预料之外。 徐力智站稳身形,嘿嘿一笑,再次大踏步的向魂元仙草方向走去。 刚刚凭借着嗜血豆沙包和穿刺叉烧包的增幅,他将自己的毁灭之力强行注入到那魂元仙草光影之中,收了奇效。 这一战的胜负已定。 第912章 橙色魂灵 当初在魔鬼岛的时候,徐力智对于吸收毁灭能量最为执着,也是在那一关之中持续醉酒的人。 他一直都知道自己的问题所在。 食物系魂师,本身战斗力太过弱小。 而他喜欢叶星兰,叶星兰也同意了和他一起。 但他内心深处却总有几分自卑。 作为一个男人,却总要依靠自己的女人保护,这绝不是什么美好的事情。 所以,他一直在努力,努力着想要追上叶星兰的步伐。 努力着想要用自己的力量保护叶星兰。 正是这执着的意念,支撑着他一直努力的寻找着提升自我的方式。 当他面对毁灭能量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找到了。 玄天弓的特性就是生生不息,毁灭能量浸润,老魔们本意是增强他们自身的抵抗力,增强身体抗性。 而徐励志却是反其道而行之,一点一滴的引导着这些毁灭之力和自己的魂力融合。 刚开始的时候,这确实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但他凭借着恢复大肉包,坚固水晶包却就是这样一步步的撑了过来。 长时间之下,他渐渐适应了毁灭之力,也另辟蹊径,将毁灭之力储存在自己体内一处单独开辟的气海之中。 此时运用出来,还是第一次用于战斗,果然起到了绝佳的效果。 毁灭能量最可怕的地方就是,当它毁灭了别的事物时,自然而然的会吸收其被毁灭时散发的气息补充自身。 尤其是生命体,效果是最好的。 此时,那魂元仙草本身释放出的就是以生命能量为核心的能量体,完全被那毁灭之力所克制。 没有智慧的魂元仙草,根本就不懂得压缩生命能量,在层次上,和徐励志的毁灭能量相差太远了。 正因如此,毁灭能量全面绽放,压迫得它已经龟缩回了本体。 手下留情,仙草取走,不要用毁灭之力沾染这里的任何东西。 此一男子急声喝道,阻止徐励志继续动手。 深紫色光芒收敛,徐励志来到那魂元仙草面前,收起自己的豆铠,双手一拉,仙草自然脱离地面,只留下一株小小的仙草在原地,就像之前的星罗灵珠一样,它的种子将在这里重新生长,延续生命。 魂元仙草看上去纤细,可拿在手里却是沉甸甸的。 多情斗罗道,魂元仙草,你可以一片片草叶服用,服用一片,就通过冥想吸收一片。 逐步提升自身魂力。 仙草有灵,尽快服用。 这个给你。 一边说着,他将一个玉盒抛给了徐励志,未曾服用的仙草,暂时放在玉盒之中储存。 是,谢谢副店主。 徐励志兴高采烈地找了一处空地坐了下来,先取下一片魂元仙草草叶,送入口中。 味道着实不怎么好,感觉上和吃青草差不多,而且还非常坚韧,直到吞入腹中,徐励志才感受到浓烈的魂元仙气骤然冲入自己体内,与自身魂力相结合,在经脉中奔涌流淌。 叶兴兰脸上流露出欣慰的微笑,以这十万年魂元仙草之能,应该是可以帮助徐励志直接将修位提升到六环魂地层次了。 并且为他未来修炼打下坚实基础。 说不定还能直接凝聚成魂合。 紫衣男子站在那里,脸上流露着若有所思之色。 香香,你怎么了? 烈火性交书来到他身边,以神念传音问道。 紫衣男子道,多情窦罗带来的这些人似乎很有些不同。 让我想起了,两万年前的那人。 你是说唐三? 烈火性交书惊讶的道。 紫衣男子起罗玉金香点了点头,那唐三带走了我的前身,后来终于修炼成神,顿入神界。 我那前身也自然跟随他得了永生。 但那时候不同的是还没有魂灵,后来灵兵斗罗或宇浩强是来到我们这里,最终和八角结成魂灵契约,八角也跟随他修炼成神,升入神界,得以永生。 相比于我的前身,八角无疑是得意更大,自身神念几乎是完整的保存了下来。 也造就了我们魂兽有可能跟随人类魂师升入神界的可能。 虽然多年来,神界感受已经不存。 可多情窦罗带来的这些年轻人却让我有种感觉,或许,未来他们之中,就会有谁能够找回神界,甚至是重建神界呢。 烈火性交书惊讶的道,你的意思是说,你动心了。 起罗玉金香叹息一声,我距离二十万年的寿命已经相差无几,在这冰火两一眼内,一年就相当于外界十年。 最多再有百余年,我很可能就要跨入第二次大劫了。 但我并不认为,自己能够度过这次劫难。 或许,这对我来说,真的是个机会。 烈火性交书沉默了,不只是他,其他四位凶兽及天地灵物也已经来到近前,无疑,起罗玉金香的话打动了他们。 想要彻底摆脱天地大限,唯一的机会,就是和人类融合修炼。 但同样也要承担,人类一旦无法修炼成神,就会跟随人类一起陨落的风向。 而相对来说,这个风险要大得多,想要选择依附的人类,必须要非常小心才行。 而前面的唐武林,古月娜,徐小言和徐励志,无不展现出了异常出众的天赋。 这都是未来有可能修炼成为大能的存在。 起罗玉金香继续在冰火两仪眼中,也就是能再活个百余年,而如果跟随一名人类魂师,只要修炼到封号斗罗层次,人类魂师也能有二百岁的寿命,也就是说,就算最后没能修炼成神,他在寿元方面也并不怎么吃亏。 因此,从最初的排斥,到眼看着众人纷纷展现出的强大天赋,这位起罗玉金香动心了。 我们是不是可以下一个了? 多情斗罗问道。 凶兽们的神念交流,就算是他这样的修为也无法听到。 但从起罗玉金香等凶兽的眼神中,这位多情斗罗却看出了一些端倪,至少,从几位凶兽身上,已经感受不到先前那种强烈的抗拒意念。 起罗玉金香转过身,略作迟疑后,道。 多情斗罗,如果我愿意化为魂灵,不知可有推荐。 魂兽一向很直接,并没有什么拐外抹角的意思。 脏心虽然猜到他们态度开始发生转变了,但也没想到转变得如此彻底。 先是一愣,转而惊喜地道,罗兄,你这是。 起罗玉金香苦笑道,我寿元不多,即将面对第二次天地大劫,自问没有可能通过。 道不如冒险和你们人类一起尝试冲击那人神界线。 脏心顿时笑了,罗兄这才是英明的选择。 这七个孩子,乃是和当初唐门先祖唐三,以及灵兵斗罗霍宇浩一样,为当代史莱克七怪。 而且他们的天赋,绝不比任何仙辈差。 至于机缘如何,就要看未来他们自己了。 但我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绝对是当今之世最有机会冲击那个层次的存在。 说到这里,他转向还没有开始吸收领悟的叶星兰,乐正宇,原恩叶辉和谢谢,道,你们谁愿意让这位起罗玉金香化为你们的魂灵。 就算你们现在没到继续提升魂环的地步,以罗兄修为,自可暂时寄生在你们身上,等到你们修为突破时再与你们融合。 起罗玉金香傲然道,我修为至今,已经十九万八千多年,十分接近二十万年境界了。 一旦化为魂环,必然将是二十万年那等层次,应为橙色魂灵。 叶星兰问道,不知阁下有什么能力? 起罗玉金香听他这么一问,顿时更加骄傲起来,我本身香气可克制万毒。 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叶星兰听了他的话之后,皱了皱眉,然后摇摇头。 表示自己没兴趣。 谢谢和原恩叶辉也同样是摇了摇头,到了最后的乐正宇,更是连摇头都没有,直接说道,我不需要。 现在各种解读剂早都研制得非常透彻,要个解读的能力有什么用? 而且也没法赋予什么厉害魂迹。 第913章 被嫌弃了 起罗玉金香目瞪口呆的看着面前这四个小家伙,嘴角不停的抽搐,而站在他身后的其他五位凶兽也是一脸的不可思议。 被嫌弃了,被嫌弃了,一代仙草之王,起罗玉金香,竟然被嫌弃了。 多情斗罗差点笑出声来,忍不住道,你们不能这么想,橙色魂灵,可是可遇不可求的,只有凶兽才能赋予。 就算魂迹差一点,至少在魂环层次上挺高啊,吓唬人也是好的。 起罗玉金香忍不住道,什么叫吓唬人也是好的。 我乃仙草之王,能辨别一切天地灵物特性,号令天地灵物。 所有植物系魂兽在我面前,站立减半。 植物系魂尸好像挺少的。 没什么直接提升修为的实际意义。 叶星兰认真地说道。 谢谢附和道,就是,没啥用。 我只想找个提升速度的仙草。 速度的极致才是我的追求。 圆恩叶辉道,我想提升的是力量,或者是纯粹的一种属性。 没有实战效果的魂灵,要来没用。 而且,万一它占据两个魂环,一定会大大的降低我的战斗力。 乐正宇贪了贪手,我想要光明属性的天地灵物,光好看没啥用,我们会伪装,伪装一个成金色魂环也不算啥。 可没有实际作用的话,还是算了吧。 我,起罗玉金香真想直接跳进冰火两一眼自杀算了。 简直了,他们竟然嫌弃至此。 你们这群小混蛋,你们知道个屁,当初就算是你们唐门先祖唐三,都是选的我的前身。 难道他还会选错吗? 我的作用岂是这么简单的,我。 起罗玉金香直接就爆发了,愤怒的大吼大叫起来。 香香,别生气。 我看他们是故意气你的。 烈火性教书赶忙归劝道。 你要不要跟我们做魂灵。 看到他,乐正宇却是眼睛一亮,我的武魂是神圣天使,光明与火,本就是相辅相成的。 如果你肯做我魂灵,我倒是非常欢迎的。 那时我的光明圣火必定可以提升到一个崭新的层次。 烈火性教书愣了一下,然后立刻道,想都别想,我还能活三千年呢。 干嘛要跟你们人类去冒险? 当初那或羽号取走了我的精华,导致我修为大损,不然的话,说不定我就能够突破第二层大线。 我恨你们人类还恨不过来,怎可能和你们一起。 看着一脸倔强的烈火性教书,乐正宇不禁叹息一声,无奈的道,我们想要的你们又不愿意,不想要的却尚赶着。 喜罗玉金香背弃的差点一口血喷出来,什么叫尚赶着,啊? 什么叫尚赶着? 多情窦罗赶忙打圆场,道,孩子们,你们不知道一个成金色魂环的意义,那将整体升华你们自身,单是带给你们身体上的好处,就远不是一个魂迹所能替代的。 快向罗兄道歉。 四人表情各自不同,勉强向背弃的蹊跷生烟的喜罗玉金香行了个礼,算是道歉了。 说什么我也不跟他们了,真真是气死我了。 喜罗玉金香脸色发青,气得险些喷血。 正在这时,一个声音传来。 前辈,不知您的香气可能改变一个人的气息。 喜罗玉金香疑惑的扭头看去,正好看到,之前最先开始冥想的唐武林站起身来,朝着他这边走了过来。 喜罗玉金香傲然道,一切和魏道有关的能力,我都拥有。 唐武林来到伙伴们身边,微微躬身道,那我非常希望能得到您的垂青,邀请您成为我下一次突破后的魂灵。 喜罗玉金香眉头微皱,看着唐武林道,你愿意? 唐武林十分确定的道,我愿意。 喜罗玉金香,道,可你这一身金龙王气息,和我似乎并不是特别契合。 相对来说,作为植物系魂兽,我比较喜欢光明之力或者是水元素的能量。 当然,最好本身就是植物系五魂才好。 否则的话,契合度太差,甚至连成金色魂环都转化不了。 听他这么一说,唐武林顿时笑了。 他之所以这么快醒过来,是因为奇荣通天局他毕竟吃得少,还有就是,他现在的身体太过强悍了。 金龙王血脉之力固然受到那奇荣通天局极大的调动,但被调动之后,也飞快地吸收了其中养分。 唐武林魂力直接提升了一级,同时,气血之力更增几分。 隐约之中,在那气血漩涡内,已经有要出现结晶的感觉。 而选择这起罗玉金香,一个是因为这位修为确实强大,当今世界之中,想要获得一个真正的十万年魂环就何等之难了,更别说是凶兽层次。 一只凶兽,至少能够赋予他两个成金色魂环,而两个成金色魂环对他身体的提升无疑是巨大的。 在他体内,最大的隐患就是未来的金龙王后面九道封印,一个不好,就可能给自己带来灭顶之灾。 因此,当他刚刚从冥想中清醒过来,听到多情窦罗说起罗玉金香所化的成金色魂环能够提升身体素质的时候,他立刻毫不犹豫地询问起来。 而改变身体气息,自然是为了更好的掩饰自身修为了。 而此时面对起罗玉金香的问题,他怎能不笑? 他的武魂,可不是金龙王啊。 一根根藤蔓,从唐武林体内蜂拥而出,蓝银黄的气息也瞬间就从他体内扩散开来。 蓝金色的藤蔓在他身后张开,接触着周围的各种灵草,顿时,游和的精神波动从唐武林身上绽放,几乎是刹那间,他仿佛就在这冰火两仪眼中跟周围的一切同化了。 这是。 起罗玉金香目瞪口呆的看着唐武林释放出的蓝银黄,当他感受到唐武林身上的气息时,身体猛的一颤,尤其是当他的目光落在唐武林身上,看到在他身上那最后一圈绿金色魂环的时候,更是惊呼出声。 自然之子 唐武林一念微动,已经立刻感受到在这冰火两仪眼内的所有植物,仙草都和自己产生了精神上的联系,只是和当初他在其他森林或者是有植物的地方不同。 这里的植物们灵质都非常高,能够非常直接的传递给他情感方面的波动,但无不是极为善意的。 而且,唐武林更是惊讶发现,受到冰火两仪眼内这些植物们的增幅,他自身气息开始急速飙升,尤其是身上排在最后的绿金色魂环,更是有被点燃的趋势。 这 他曾经尝试过这绿金色魂环附带魂迹自然之子的效果,一旦能够使用,他的精神力所能覆盖范围绝对可以和目前最强大的雷达媲美,而且,还能控制这个范围内的一切植物为自己所用,并且暂时借用他们的力量啊。 那个状态下的自己,甚至足以和封号斗罗像媲美。 我吧,我愿意无条件做你的魂灵。 光影一闪,一道身影就已经来到了唐武林面前。 那是之前六大凶兽之一,先前一直站在后面沉默不语,皮肤有黑,相貌英俊,通体都散发着一层迎润光泽。 一双眼眸宛如星辰般闪亮。 第914章 自然之种 默默,一边去。 又是身影一闪,唐武林只觉得炽热扑面,那有着绝色容颜的烈火性胶书就已经来到他面前。 我,选我。 我的战斗力,绝对是大家之中最强的。 我能提供给你最纯粹的火焰,增幅你的一切能力,甚至可以让你的天赋属性直接增加出火元素掌控这一种。 你们在干什么? 作为凶兽的尊严呢? 启罗玉金香怒吼一声,将剩余三个也要冲上去的凶兽喊住。 然后大踏步的走到唐武林面前,一手一个,把默默和烈火性交书全都拉开。 然后,他面对唐武林,脸上骄傲之色进去,我同意了。 此言一出,其他五位凶兽顿时哗然。 什么你就同意了? 默默顿时去拉扯启罗玉金香。 烈火性交书更是怒道,卑鄙,香香你太卑鄙了。 你怎么能这样? 刚刚是你提出质疑的,我都不需要。 启罗玉金香冷笑一声,刚才也不知道是谁说,自己还有三千年寿命,才不会做人类魂灵的。 烈火性交书怒道,那能一样吗? 他是自然之子,跟着他,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能以他为根继续修炼,有他庇佑,甚至连天节都不会有。 如果有一天,就算他真的陨落了,也会自然化为自然古术,作为依附者,我自然会在自然古术的庇护下重生。 就算不是永生也差不多了,谁还在乎三千年的寿命。 烈火性交书这番话当然是不可能说服启罗玉金香的,却让唐武林明白了过来。 他也没想到,自己这自然之子居然对这些天地灵物有如此强烈的吸引作用。 叶星兰,谢谢,原恩叶辉和乐正宇此时早都已经看呆了。 这些凶兽也太搞笑了吧,从一开始想要弄死他们,到现在甚至上赶着想要做唐武林的魂灵,态度转变之快,令人瞠目结舌。 不过,看起来还真的是好事呢。 启罗玉金香向唐武林道,自然之子,我可以允许你们再多取一件灵物,并且我可以告诉你,哪一种是最为珍贵的。 卖有求荣。 香香,你还要不要脸。 又是一只凶兽冲了过来,一脸的愤怒。 启罗玉金香冷哼一声,你们懂什么? 你们没发现他的武魂是什么吗? 那是蓝银黄,和当初唐门仙祖唐三一样的蓝银黄。 唐三当初的首选就是我,作为他的后人,这位自然之子当然也应该选我了。 你们谁都别争,你们不可能赢得了我的。 一边说着,启罗玉金香身上光芒一闪,一层紫茫茫的光运顿时从他身上释放出来,其他五位凶兽气息都是一致,大幅度削弱。 这应该就是之前启罗玉金香说过的,他能够压制其他植物的能力了。 唐武林没吭声,作为一个小腹黑,他当然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保持沉默才是对自己最有利的。 香香,你不能这样。 自然之子是大家一起发现的,这是大家永生的契机,你一人独占,还有没有点情意了。 烈火性教书愤怒说道。 就是,就是。 我也看不过去了。 六人之中,看上去年龄最小,身穿蓝色长袍的少年说道。 小兵,你的前身都已经跟随那灵兵斗罗飞升成神了,你最没资格说我好不好。 启罗玉金香没好气的说道。 唐武林这才明白,这个看上去年纪最小的,赫然正是八角玄冰草。 而他的前身,就是灵兵斗罗霍宇号的几大魂灵之一。 不过,被质疑后的启罗玉金香也陷入沉思之中,片刻后,他叹息一声,收回自身的紫色气息,回到伙伴们中间。 小伙说得对,这是大家的机会。 我们都太操之过急了。 自然之子确实是对我们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既然如此,公平起见,不如大家都说说自己的能力,让这位自然之子自己选择吧。 作为仙草之王,他终究还是选择了公平对待这次机遇。 六大仙草全都看向唐武林,烈火性交书抢着道,我乃烈火性交书,冰火两一眼中阳湖湖畔应运而生,乃是火系植物最顶级的存在,融合我之后的作用我也跟你说过了。 虽然从属性上来说,我跟你没那么契合,但我必须要告诉你的是,当初的唐三,就曾经用我的前身以及小兵前身进行过冰火炼金身,以强化自身。 虽然没有成他的魂环,但我们前身对他的帮助作用却是巨大的。 冰火炼金身。 唐武林同样是第一次听说。 八角玄冰草接着道,是啊,是啊。 我和小伙正好相反,我含极冰拳那边的与炽热羊拳相对,极含的仙草就是我了。 被称为默默的那位凶兽接口说道,我叫默默,我是已经修炼了十六万年的墨玉神主。 与你绝对契合,吸收了我,你的武魂强度会极大程度的增强。 在原本的柔韧之中,增加刚强的一面。 一切蓝银黄,皆可化为墨玉蓝银枪,威力无双。 极大程度的增强你武魂本身战力。 另外两位凶兽也分别走上前来,左侧一味道,我乃望穿秋水漏修炼成形,灵兵斗罗霍宇浩选择了我的前身,以修炼他的灵谋和紫迹魔童,从而获得大神通。 我修炼至今虽然只有十一万年,但我已经度过第一层天节,也算得上是凶兽了。 与我融合,对你的紫迹魔童将有巨大好处。 最后一位身材是众凶兽中最为壮硕的,我是地龙金瓜。 修炼至今十九万年,吸收我,你也同样可以获得橙色魂环。 虽然大家都是凶兽,但只有修为接近第二次大劫,也就是二十万年层次的凶兽,才能让你拥有橙色魂灵。 这是等阶上的差异。 我本身拥有地龙翻身之能,图属性。 我能感受到你身上应该有一块威能非常强大的图属性魂骨,如果与我融合,将会对你掌控大地之力有超乎寻常的提升。 甚至你那魂骨的技能都会随之大幅度上升。 五大凶兽分别介绍完了自己。 启罗玉金香最后说道,他们说的都没错,而且,作为凶兽,有智慧的凶兽。 选我们任何一位做你的魂灵,都能在你突破下一个大层次与我们融合时,为你提供一块魂骨。 相对来说,我认为最适合你的,应该是我,呱呱以及默默。 这我完全是处于站在你的角度上来考虑的前提下。 唐武林沉默了,他此时已经有点挑花眼的感觉。 对于一名魂师来说,十万年魂环,魂骨,绝对是终极目标了。 可此时此刻,竟然有六位这样的存在愿意成为自己的魂灵,还占成一排让自己挑选,这简直是前所未有,也确实是让他不好选择。 在我进行挑选之前,前辈能否告诉我,为什么你们对我这自然之子如此重视? 自然之子,又究竟有什么深刻的含义? 唐武林问道。 这个问题,就算是当初的晴天斗罗云鸣都无法回答他。 此时面对这些卫植物系凶兽,无疑是获得答案的最好机会。 启罗玉金香沉默了一下,道,自然之子,是被大自然承认的种子。 种子? 唐武林惊讶地说道。 启罗玉金香点了点头,是的,种子。 我们也称之为大道之种,这样的种子,在历史上只出现过极少数的几次。 只有当大陆的自然之心被破坏时,才会有自然之种产生。 从而作为未来大自然的核心而存在。 换而言之,就是当大自然被破坏得太过厉害时,站在这个世界植物最顶端的存在门就会培育出一枚种子,赋予一位自然之子,由这位自然之子寻找机会生根发芽,从而重新让大自然能够繁育。 自然之种可以在任何植物身上,也可以在动物身上,可出现在人类身上,我们也是第一次听说。 第915章 三个问题 说到这里,他的眼神黯淡了几分,坦白说,直到在你身上感受到自然之子的气息后,我们才相信史莱克学院已经覆灭了。 因为,上一位自然之子,正是史莱克学院的那株黄金古术。 是他的存在,支撑着自然界。 可现在想来,他已经陨落了吧? 听了他的话,唐武林心中不禁充满了震撼,正如启罗玉金香所说的那样,黄金古术已经陨落,而他这自然之子正是在黄金古术的帮助下形成的,事实上,在黄金古术没有陨落之前,他就已经成就了这自然之子的光环呢。 大自然为什么会破坏得这么厉害? 无疑是因为人类。 想到这里,唐武林作为人类的一员,心中不禁沉甸甸的。 如果自然之种没有生根发芽,会出现什么情况? 多情斗罗突然问道。 启罗玉金香脸色一变,自然将消亡,毁灭将降临人间,一切生物都会因为食物链的断裂而逐渐死去,斗罗大陆,最终会走向崩溃。 一切物种,皆不存在。 这番话说的异常沉重,听到这番话的史莱克七怪众人也无不心生震撼。 回想现在大陆的情况,魂兽已经濒临灭绝了,人类科技高速发展,几乎每一座大城市都变成了钢铁森林,其他生物的空间被极度挤压,继续这样下去,当有一天,大陆再没有一片森林的时候,这个世界还能真正的存在下去吗? 没有人能够给出这个答案,就算启罗玉金香的话有些威严耸听,可事实上,却似乎真的是在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呢。 物种兵威,魂兽不就是最显而易见的吗? 唐武林道,那作为自然之子,我应该做什么? 启罗玉金香茫然摇头,我从出生之后就在这里,关于自然之子的一切,是明刻在我基因链内部的信息,所以我也只是知道这么多。 我也不知道自然之子应该做什么,但我可以肯定的是,至少我们所有职务,都会帮助你,保护你,希望你能变得强大,有一天让大自然回归。 唐武林微微汗手,在他的肩膀上,无疑又多了一重责任。 启罗玉金香眼中充满了期盼之色,那么,现在你的选择是? 唐武林沉默了一下后,道,既然你们都愿意帮助我,可否跟我一起离开呢? 我可以不要你们任何一位作为我的魂灵,只是作为伙伴,可否。 这六位都是十万年以上修为的凶兽,也就是说至少相当于封号斗罗的存在,尽管没有斗铠,也绝对都算得上是大能。 如果有他们帮助,未来想要重建史莱克学院无疑就容易得多了。 启罗玉金香愣了愣,随之流露出苦笑道,不可能的。 我们毕竟和普通的植物系魂兽不同。 我们真正的修为,其实都要处以食材队,是倚靠着冰火两一眼的天地灵气,才有了我们现在的修为。 所以,一旦我们离开冰火两一眼,那么,我们就会持续衰弱,兽元更会大幅度降低,用不了多久就会招来天结灰飞烟灭,那时就算想要再做魂灵,修为都会降低许多了。 所以,除非你能够融合我们这么多魂灵,否则的话,我们没可能都跟你走的。 唐武林心中一动,我一个人不行,可我还有我的伙伴们。 他们也可以融入魂灵,哦,对不起,我太自私了,说到后面,唐武林脸上突然流露出懊恼之色。 因为他突然意识到,如果这些未植物系凶兽都成为他们魂灵的话,不久的将来,一旦他们出了什么问题,这些凶兽也将跟随他们一起消亡。 启罗玉金香却是愣了一下,转过身看向其他五位凶兽,流露出若有所思之色。 六大凶兽彼此之间,神念飞快地交流着。 唐武林正要继续说些什么,却被多情窦罗用眼神止住了,示意他等等。 片刻之后,启罗玉金香重新转过身,郑重的向唐武林道,你说的情况并不是不可能。 但我首先要确认几件事,第一,自然之子,你可会一直和你的伙伴们在一起。 唐武林看了看伙伴们,然后坚定的道,我们一定会在一起,就算不是每时每刻,最终我们也一定会一起重建史莱克学院。 启罗玉金香道,那么,第二个问题,未来,你准备如何对待我们冰火两一眼? 冰火两一眼乃当今之世最顶级的三种宝地之一,另外两种是否存在我不清楚,但我可以肯定的告诉自然之子,如果有一天你想要帮助大自然恢复生机的话,那么,冰火两一眼将会是你巨大的助力。 唐武林道,我可以借用这里的力量。 启罗玉金香道,别人或许不行,但身上拥有着金龙王血脉并且是自然之子的你,一定可以。 龙王身份,令你可以让冰火两位龙王灵魂随你而去,而自然之子的身份,可以让我们所有职务信任。 所以,你不只是可以借用这里的力量,甚至可以将这里全部带走。 听了他这句话,就算是多情斗罗脏心,也不禁倒吸一口凉气,有些失神的看着启罗玉金香。 唐武林也是眼神一凝,思考片刻后,道,这个问题我现在还不能给您准确的回复,但我可以说的是,如果有一天,在我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一定会尽全力恢复大自然。 到了那时候,在决定如何借用冰火两一眼的能力,同时,唐门与冰火两一眼之间的承诺,作为唐门弟子,我会永远遵守,绝不会过度的利用冰火两一眼的力量。 虽然没有从唐武林口中得到承诺,启罗玉金香反而笑了,不愧是黄金古术选择的自然之子。 没有贸然承诺或者是要利用什么,反而会让他们更加放心。 启罗玉金香道,最后一个问题,或者说是我们的一个条件。 我们希望,如果有一天,自然之子你将自然之种播种在哪里的时候,能够将我们六位的种子,种植在你身边,环绕于你身旁。 唐武林愣了一下,但立刻回答道,只要我明白了如何播种,并且最终决定将自然之种种下,这件事我一定做到。 好,一言为定。 启罗玉金香大步上前,双手在虚空中幻化,一道道光运在空中会成瑰丽的光纹,在他身后的五位凶兽,也各自幻化出光纹。 他们的意念随之涌入唐武林脑海之中,正是之前他所允诺的三件事。 请您签订契约,契约完成后,我们六个,愿意作为您和您的伙伴们的半生魂灵,从此不离不弃,生死与共。 启罗玉金香斩钉截铁的说道。 唐武林大喜过望,史莱克七怪还清醒着的四人也无不欢欣雀跃。 多一位这样的魂灵,就相当于是多几个超过十万年层次的魂环呢。 对他们的提升可想而知,这么一个魂灵,至少可以赋予他们两个到三个魂环,或许魂迹不会特别强大,但对于他们的增幅绝对是极其可观的。 第九百一十六章 冰火之盟 在这魂兽濒临灭绝的时代,想要获得十万年魂环和等困难。 这简直就是前所未有的巨大机缘。 唐武林在多情斗罗的指点下,咬破手指,弹出一滴惊血,同时发下誓言,与启罗玉金香等六位凶兽,签订契约。 后使称这次契约为冰火之盟,对未来的史莱克学院,甚至是未来整个大陆的格局,都起到了深远的影响。 契约完成,六位凶兽脸上都充满了兴奋之意,似乎一点也没有因为自己即将成为魂灵而郁闷。 启罗玉金香微笑道,主上,现在您可以进行选择了。 主上 唐武林一呆 烈火性交书也是笑着说道,当然了,自然之子是大自然的意志,是一切职务的主上,我们当然要如此称呼您了。 现在,您准备选择我们之中的谁呢? 唐武林想了想之后,道,我选启罗玉金香前辈吧。 他这个选择做出的非常快,六大凶兽都不禁有些惊讶,包括启罗玉金香自己也是如此。 启罗玉金香不禁好奇的问道,主上为什么会如此快速的就决定选我? 唐武林正色道,前辈不但可以赋予我成金色魂环,更有着无穷智慧,成金色魂环对我的身体强度提升有非常重要的帮助,未来我继续提升金龙王血脉,需要强大的身体才行。 更何况您还能规避百毒,号令植物。 与我这自然之子的能力,以及我的蓝银黄都非常契合。 自然选您。 其他五位凶兽虽然都是面露失望之色,却也没再说什么。 签订了契约之后,在他们心中,唐武林的地位已经截然不同了。 启罗玉金香却是喜笑颜开,主上真是最有品位的人类。 我关主上距离六十级修为还有差距,启罗将一直依附于您身上,等待您的融合。 有您自然之子的气息,对我只有好处。 大家短时间离开冰火两一眼,应该也不至于退化。 主上请跟我来。 一边说着,启罗玉金香转身朝着冰火两一眼湖畔走去。 来到湖畔一株巨大的紫色大花面前,启罗玉金香停了下来,这朵大花在他们当初从天而降的时候,是最先看到的,也是整个冰火两一眼内最大的一朵花。 启罗玉金香微笑道,这正是我的本体,从今以后,我就是主上的人了。 一边说着,他抬手朝着那朵硕大的启罗玉金香一点,大花迅速收敛,先是化为花苞,然后再徐徐升起,朝着唐武林飞了过来。 飞行过程中,这朵巨大的启罗玉金香快速缩小,而唐武林的蓝银黄武魂居然被他自行引动出来,那唐武林根本无法调动的绿金色魂环光芒一闪,唐武林额头上顿时出现了一个金色的光影。 那赫然是一枚种子的模样,启罗玉金香大喜过望,右手一挥,自己本体所画的小小花苞立刻钻入了唐武林眉心处。 唐武林只觉得一股心香瞬间传遍全身,仿佛自己整个人都被那香气洗涤了一遍似的,说不出的舒服。 果然是自然之种。 就在主上的灵魂之海中。 能够伴随在自然之种旁边暂时半生,乃是我之荣耀。 启罗玉金香一边说着,已经向唐武林丹西跪倒,双眸之中, 满是欣喜之色。 主上,您的伙伴们暂时都没有达到要突破的瓶颈,不如,我们也暂时在您自然之种族酝酝,只要有充分的时间酝酿自身,我们的境界当可向前跨出一大步,也达到成金色魂灵的层次,对主上的各位朋友会更有帮助。 烈火性教书大为奇迹的看向唐武林。 可不是们,伙伴们之中,除了徐励志以外,其他人都暂时没有突破到下一个大层次的可能。 唐武林道,这倒是没问题。 只是,我那位正在吸收魂元仙草的伙伴,他可能就要突破了。 启罗玉金香道,抱歉主上,我们之前在为您和您的伙伴们选择仙草的时候,略有保留。 有些情况没有说明白的。 魂元仙草确实是当时最顶级的仙草之一,但它却有强烈的排他性,随着魂元仪器的入住,您那朋友未来不可能再融合任何植物系的武魂了。 所以,我们都不适合他。 不过,那魂元仙草确能极大的提升他的魂力强度,同级别中,他至少魂力要超过别人百分之四十以上。 而且,魂元仙草如果要对他足够认可的话,也不是不能化为他的第六魂环,就要看他在融合过程中能否让魂元仙草认可,不遗余力的愿意不留根本,也愿化为他的魂灵了。 本来当然是不愿意的,但有自然之子在,我为什么不愿意呢? 一道白光从之前魂元仙草被摘取的地方升腾而起,化为一个白色光影,赫然是一名胖乎乎的青年模样,而且看上去,居然和徐励志还有几分相像。 化形? 你,启罗玉金香惊讶的看着他。 魂元仙草有些无奈的道,我混元一脉和你们不同,十万年不需要度节就能化形的,直到十五万年才有第一次天节,你们成天积极喳喳的,凡不胜凡,我才没有显露出身行来。 今日既然有自然之子降临,我的本体也不得不被这小胖子吸收了。 还有什么可说的,请主上收下我的种子,未来自然之种繁衍时,身边守护也算我一个。 一边说着,一枚圆滚滚的白色种子从他手中飞出,来到唐武林面前。 唐武林自己甚至不需要控制,额头处的自然之种自然产生出一股犀利,就将这枚魂元仙草的种子吸入了自然之种内。 那魂元仙草恭敬的向唐武林一里,兴高采烈的飞身而起,直奔徐励志身上落去。 而也就在这时,徐励志身上的气息骤然勃发,显然是突破了境界。 伴随着魂元仙草的融入,一圈红色魂环自然而然的出现在他身体周围,红色魂环上赫然有一道金色纹路,这是超过了十万年以上修为魂兽才能赋予的。 与此同时,魂元仙草的虚影浮现在他背后摇曳,作为食物系魂师,毫无疑问,徐励志这第六魂技的威能之强,一定会在包子上带给大家极大的惊喜。 别看他这魂环不可能是成金色,但相比于伙伴们却并不吃亏。 因为史莱克七怪之中,目前叶星兰,元恩叶辉,谢谢,乐正宇都已经突破到了六环层次,只有许小妍,唐武林还停留在五环修为。 徐励志这第六个魂环就已经是十万年的,而只要他愿意,魂元仙草赋予他三个,甚至是四个十万年魂环都不是不可能。 也就是说,高阶魂环他比伙伴们要多出一个来。 只有许小妍和唐武林在融合了面前的仙草魂灵之后会超过他了。 而古月也是六环,他又先吃了奇荣通天局,唐武林申为队长,为了公正,面前这六大魂灵,他也没办法再给古月一个。 就算他想要放弃自己这个都不行,他是自然之子,签订契约的主体,如果他不选择一个植物系凶兽融合的话,恐怕这几位凶兽立刻就要翻脸了。 叶兴兰笑得最开心,食物系魂师想要拥有十万年魂环,这绝对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更别说,这还只是第六个魂环呢。 以徐立志的修为,正常情况下都融合不了,身体承受不住,但这魂元仙草乃是魂灵,又用本体为天才地宝滋润了他的身体,这才能勉强融合,只需要收敛一些能量,让他在未来更高层次时继续吸收,就不怕他的身体现在承受不住了。 众位凶兽纷纷展现出本体,烈火性浇书,墨玉神竹,地龙金瓜,八角玄冰草,望穿秋水漏,五位也是各自本体飞起,缩小身形,争先恐后的钻入唐武林眉心的自然之种之中。 唐武林只觉得身上各种气息纷纷流淌而过,在他们的气息滋润下,他吃惊的发现,自己的魂力居然就直接提升了一击。 真不愧是凶兽级别的天才地宝。 第917章 痴情至爱之花 六大凶兽本体融入之后,他们所化身形都开始变得虚幻起来。 主上,我们的种子都在本体之中,等我们化为您和您的伙伴们魂灵之时,自然会将种子留在自然之种内,您在播种自然之种时,我们就会半生再测生长。 不用您多费心。 请问,您和您的伙伴们还需要什么其他天才地宝吗? 唐武林扭头看向伙伴们,众人此时都已经兴奋的双满放光,乐正宇率先说道,我不要了。 能够得到一位前辈作为未来的半生魂灵,已经是我天大的机缘。 人不能不知足,否则会受天谴的。 其他人也是纷纷点头,唐武林笑道,他们说的没错,我们不能合则而鱼。 冰火两一眼虽然能让植物飞快生长,但毕竟也是需要时间的。 我们不能索取太多,留给后人吧。 最为珍贵的六大凶兽及魂灵他们都已经要带走了,这里也没什么比他们更加珍贵的存在了。 要还不知足,那可就真是要遭天谴了。 启罗玉金香的笑容更加浓郁了,但他思索片刻之后,向唐武林道,主上,有一种灵物我建议您还是尝试一下,因为如果您能够得到他的认可,那么,未来很可能会救您一命,或者说是让您多一条命。 哦!唐武林惊讶的看着启罗玉金香。 无疑,这位被他选择成为魂灵之后,现在已经完全是站在他的角度上在思考各种问题了。 启罗玉金香走向侧面,植物门纷纷分开,露出一块漆黑如墨的大石头,在众多灵物之中,这块石头非常醒目。 石头上生长着一朵花,洁白的花上面有一片红色,美地哀碗,让人一看之下,不自觉的就会被吸引精神。 这是,唐武林疑惑的道。 他叫相思断肠红。 实际上修位已经超过了十万年,但是,他却永远也不会化为魂兽。 因为,他永远都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中无法走出来。 唐武林惊讶的道,相思断肠红。 就是传说中当年唐门先祖唐三,用来复活他的妻子,柔骨斗罗的那一株相思断肠红。 号称植物世界中最痴情的存在。 启罗玉金香点了点头,正是。 唐武林在有关于唐门先祖唐三的历史中看到过这种仙草,没想到居然就是生长在这冰火两一眼之中。 传说中,这种仙草能生死人,肉白骨。 但却只能为痴情之人所有。 没有绝对的专一情感,是不可能摘下这朵仙草的。 唐武林道,那我要如何摘下它呢? 启罗玉金香道,虚心中想着挚爱之人,将一口心血吐在其上,他如果自行脱落,就代表着对您的认可,否则的话,任由多大力气,也不可能将其摘下带走。 主上如果心有所爱,不妨试试。 唐武林下意识地扭头看向远处盘膝坐在那里的谷月娜,心中顿时一片温软。 曾经的种种,在刹那间仿佛全都浮现在他眼前。 初见之时,他只为自己而动容。 他明明天赋异禀,却总是陪伴在自己身边,干做绿叶。 日久生情,循序渐进。 温情始终营绕在他与他心间。 直到那天,他突然开始对他态度转变,似乎是在排斥着他,可他却明白,他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保护自己。 最终,在那海神湖上,他的倾诉终于将他打动,最终三生有缘,走到一起。 第二天他走了,可他却将自己的心伴随着那枚银龙鳞片永远地留在了他的身边。 他爱他,爱到骨子里,他也深爱着他。 同样是爱得深邃。 当他遭遇到灭顶之灾的时候,他骤然出现在他身边,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那九级定装混倒炮弹的大爆炸。 爱,很多时候不需要宣之余口,只需去看,如何去做。 在他于空中出现的那一瞬,唐武林的心就已经完完全全地融化了,在这一生,再也不可能有其他女人闯入他的心中。 尽管他们之间的爱情未来或许还会经历无数的魔力,可他不怕。 只要他知道他对自己的心意,无论千难万险,他都愿意与他携手同行。 他带给他坚强,哪怕使莱克学院覆灭,也因为有他在自己身边,让唐武林才能不会沉寂,不会气馁。 为了他,他会一直坚强下去,只为能更好地守护他,守护他们的爱情。 反手一掌,拍击于自己胸前,体内气血奔涌,唐武林一张嘴,一口心血在充满眷恋与热爱的情绪中喷吐而出,喷洒在那相思断肠红上。 热血顺着花瓣流淌,似乎染红了那朵大花,相思断肠红轻微的震战了一下,唐武林吐出的鲜血竟是徐徐渲染进那洁白的花朵之中,令他化为鲜艳夺目的红色。 轻轻的,他飘荡而起,落在了唐武林掌心之中。 至情至性。 启罗玉金香大喜过望,能够得到相思断肠红认可,意味着自己这位主上又多了一条性命啊。 作为魂灵,这当然是大好事。 这将使得那自然之种繁育的可能极大程度的增加。 六大凶兽之前讨论的时候,启罗玉金香只用了一个理由就说服了其他众位凶兽。 这个理由很简单也很直接,如果自然之子有一天能够播种自然之种,那么,伴随在他身边,他们得到的好处将是史无前例的,未来他们就会成为振兴斗罗大陆自然界的鼻祖。 而只有跟随在唐武林身边,才会有这样的机缘。 反之,如果自然之种没能播种,那么,也意味着斗罗大陆植物界必将面临崩溃。 哪怕他们生活在这冰火两一眼湖畔,覆巢之下岂有完卵。 总有一天他们也会随之泯灭。 自然之子都已经出现了,可见大自然遭受到了怎样的破坏。 唯有其心协力,辅助自然之子,让他能够在未来成功播种,才是他们更久远的存在于世的机会。 甚至有一天还能如同当初的八角玄冰草一样,随着这位主上升入神界也不是不可能。 因此,他们才心甘情愿地化为当代史莱克七怪的附体魂灵。 只要能够一直伴随在唐武林这位自然之子身边,对他们的提升就会有不小的好处。 另外还有一点小思心就是,他们在这里已经几万年了,尽管冰火两一眼环境绝佳,可是,有了智慧的他们,又如何会不向往外面的世界呢? 多重原因之下,才有了冰火之萌的地结。 小心翼翼地用玉盒收好相思段长红,唐武林脸上没有兴奋,只有温柔。 喜罗欲金相道,主上,我们任务已经完成,本体融入自然之种,我们的灵魂不能离开太久,这就要融入到您体内了。 稍后主上诸位自便就是。 一边说着,他和众位凶兽的灵魂各自化为一道流光,钻入唐武林没心处消失无踪。 未来一段时间内,唐武林的自然之种会一直酝养着他们,同时,他们实际上也会潜移默化地回馈唐武林,就像不久之前唐武林魂力直接提升一级一样。 唐武林现在魂力已经达到了五十八级,距离六十级并不遥远了。 圆满成功。 多情窦罗满面笑容,自从唐门遭遇大劫之后,我还从未像今天这样有信心,未来你们必能重振唐门。 在原地休息一会儿吧,等古月清醒过来之后,我们就离去。 此时,山谷上方,之前被建议驱散的七彩独障又已经重新凝聚而回,令这本就美丽的山谷,更是七彩斑斓。 天空中,冰火两龙魂依旧盘旋在古月纳头顶上方,盘旋往复,守护着她。 相比于唐武林,他们显然对古月纳更加亲近。 唐武林回到古月纳身边,重新盘膝坐下,这里的自然环境如此绝佳,有着众多天地灵雾,对她的蓝银黄来说,没有什么比这里更适合修炼的地方了。 第九百一十八章古月回来了吗? 其他人也是各自冥想休息,这次冰火两一眼之行,收获之大,远超他们想象。 也为未来他们颠顶了雄厚的基础。 徐立志比古月纳更早一些清醒过来,当他眼看着自己身上多出的红色魂环,在召唤出魂元仙草相互了解之后,胖脸上的笑容就怎么也收敛不起来了。 至于这混元仙草赋予他的第六魂迹是什么,徐立志却笑而不语,不肯说出来。 只是说一定会给大家一份惊喜的。 十万年魂环形成的食物系魂迹,效果不说惊天地气鬼神,恐怕也足以让他们整个团队的实力提升一个级别了。 就在徐立志兴奋的在原地蹦蹦跳跳的时候,唐武林睁开了双眼。 惦念着古月的情况,他一直都没能进入深度冥想,是身边的古月刚有了一些能量波动,他立刻就醒了过来。 几乎就在他睁开眼眸的下一瞬,坐在他对面的古月那睁开了一双眉眸。 紫色的大眼睛看上去依旧是那么纯净,长长的眼睫毛扑闪,扑闪的。 银发下垂,沉静中带着几分巨人与千里之外的冷漠。 吸收了奇荣通天菊的精华之后,他的气息变得更加强盛了几分。 古月 唐武林轻声唤道。 他的古月,回来了吗? 嗯? 古月轻轻的答应了一声。 远处,伙伴们顿时安静下来,目光全都集中在他们这边。 爸爸 轰 众人觉到。 唐武林也是表情一僵,目瞪口呆的看着古月那。 可不知道为什么,当古月那这一声爸爸叫出来的时候,他却有种如是重负的感觉。 或许是因为,叫着自己爸爸的古月那不会轻易离去吧。 古月那向唐武林甜甜的一笑,凑上前来,一把抱住他的脖子,将胶躯融入他怀中。 唐武林也赶忙抱住他,那充实的感觉似乎瞬间就把之前因为相思断肠红而喷土的心血补足了回来。 古月,这个送你。 唐武林从怀中摸出之前收起的玉盒,放在了古月那手中。 这是什么? 古月那好奇的问道。 唐武林微笑道,这是一朵花,如果有一天你遇到危险身受重创,而我又不在你身边的时候。 你就把这朵花吃了,就会好的。 哦! 爸爸,我最喜欢花了。 古月那兴高采烈的说道。 然后老实不客气的将那被誉为最痴情的仙草收入到自己怀中。 唐武林也笑了,实在是忍不住,在他吹唐可破的胶岩上轻轻的亲了一口。 古月娇躯轻微一颤,但很快就面露笑容,笑脸微红,道,谢谢爸爸。 可可,咱们是不是该走了? 不要在这里虐狗,还有单身的人在呢? 多情窦罗有些无奈的声音传来。 唐武林这才意识到伙伴们都在等着他们,赶忙拉着古月那站起身,有些尴尬的道,咱们走吧。 众人重新释放窦凯,拍动双翼飞腾而起。 就在多情窦罗要释放护照来保护大家冲过七彩独障的时候,唐武林脑海中却传来起罗玉金香的声音。 不用那么麻烦。 一层粉色光蕴骤然从唐武林身上扩散开来,带着淡淡的幽香,瞬间就把所有人全都笼罩其中。 七彩独障那么恐怖的腐蚀性剧毒,合着粉色光蕴才一碰触,竟然如同冰雪消融般迅速排开,那粉色光蕴看上去甚至是在反向的腐蚀着七彩独障。 让那些独障飞快的向周围一伞。 起罗玉金香,不愧是克制万毒的植物之王啊。 唐武林第一次觉得,自己选他似乎也挺不错的。 起罗玉金香可不知道,唐武林之所以那么快决定选他做自己的魂灵,是因为伙伴们都不愿意选他呀。 作为队长,唐武林是抱着选个残次品的心态的。 要是他知道了,恐怕会直接气得吐血。 十天后, 驾驶着魂岛坐战车,唐武林带着谷月沿着高速一路向西行驶。 车上只有他们两个人,谷月那笑竹颜开的看着车窗外的美景,一脸的兴高采烈。 就像是除外郊游一般。 几天前,唐武林带着谷月那又找到圣灵斗罗看了一下,圣灵斗罗也说不出为什么他在服用了奇荣通天菊之后还没能恢复。 但却告诉唐武林,肯定不是药效不够的缘故,十万年奇荣通天菊的药效,十万年奇荣通天菊的百倍,哪怕只是一片花瓣,按说都足够治好谷月的问题了。 现在唯一的解释就是,谷月的脑神经不太容易打通,但伴随着奇荣通天菊的药效持续起作用,应该很快就能够被他所吸收了,总是会好的。 而此时,唐武林带着谷月那已经在路上开了五天了,再有三天,就会到达作为斗罗大陆联邦首都的明东。 而他们此次的目的却并非明东,而是要继续一路向西,去那大陆的极西之地。 多情斗罗赃心和神将振华见了一面,在仔细商量之后,才给了唐武林和他的伙伴们有了详细安排。 目前大陆局势虽然暂时稳定下来,但正处于多事之秋,同时也是唐门被全面打压,使莱克学院的潜在支持者们被压制的最厉害的时候。 针对他们的敌人太多,甚至无从下手,这种情况下,就算是唐门两大殿主同时出手,也已经无法改变局面。 因此,隐忍无疑是他们首先要做的。 至少要等这次风波彻底过去再说。 所以,唐武林和伙伴们在多情斗罗和振华以及木野商量之后,就有了安排。 首先,参军是必然的,但是,却不能在一起参军。 八个人在一起,实在是太醒目了。 不利于他们在军中发展。 同时,在仔细考虑过之后,当心还是决定,让唐武林他们以本来身份在军中发展。 因为只有这样,未来当他们能够在军方站稳脚跟后,才能正面代表史莱克学院出面。 如果只是以化妆的方式参军,未来就算身居高位,一旦被揭露乃是化妆之人,那么,身份也就无从确认,会成为对手攻捷的主要方向。 但以本来身份参军,危险性自然也就大大的提升了,尤其是一旦被邪魂师发现,那就会有生命危险。 很可能会被扼杀。 因此,他们参军的地方都要是能够控制的地方,或者是很不容易被发现的地方才行。 八个人拆开是首先的,在军队中隐藏一个人,要比同时在一支军队隐藏七个人容易得多。 因此,他们都被唐门动用隐藏于暗处的关系,分配到了不同的军区参军。 全都用本来身份,但却表面上都有唐门和神将振华的关系,甚至是动用了一些史莱克学院潜藏的关系进行掩护。 圣灵斗罗虽然了无声剧,但对于史莱克学院掌控的力量还是了解的。 军方终究还是有一些史莱克学院的忠实支持者,就像北海军团乃是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的自留地一样。 这样分配下来,八个人就分成了四波,以情侣为单位。 这样也好守望相助,相互照顾。 又不会两地分居,因为店面爱人而影响发展。 第919章 出发参军 四波分别去了东南西北四个方向。 唐武林和古月娜,就被分配到了最为艰苦,也是这次分配四个参军地点之中,唯一一个没有唐门,史莱克学院势力的地方。 但也是四波人之中,最不容易被发现的一处参军之地。 唐武林身上带着的推荐信,乃是由圣灵斗罗亲自书写的,代表史莱克学院的推荐。 和伙伴们相比,唐武林他们的路途最为遥远。 而且,以古月现在的情况也确实是帮不了他。 所以,就算是到了那边,唐武林也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还要先把古月安顿下来才行。 古月的状况,甚至连军营都进不了。 像个小孩子似的他,怎么当兵? 唐武林现在的心情是矛盾的,他既希望古月早点好起来,又有些希望他能一直这样跟在自己身边。 无论他心中隐藏着什么秘密,一旦他清醒过来后,恐怕有很大可能会离开自己。 这是唐武林绝对不愿意的。 尽管现在他也不能趁着古月那失忆和他亲热,但只要每天和他在一起,唐武林就会特别开心,也特别有动力。 不过,这一切都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他为古月那的治疗已经做了最大的努力,现在能不能好起来,就要看他自己的身体情况了。 三天后,从明都侧面绕过,进入大陆西部地区。 西部地区的道路非常发达,至少在明都周边千里之内是如此。 又两天,唐武林终于开始看到一望无际的大沙漠了。 在斗罗大陆西部,实际上这片地域原本并不属于斗罗大陆,而是在万年多前,日月大陆随着星球板块运动而碰撞上来,与斗罗大陆才相互接壤。 那时候,这里是属于日月帝国的地域。 当今的混岛科技之所以发展如此之快,就和当初日月大陆带来了更多种类的稀有金属密切相关。 进入沙漠,唐武林把唐门座战车调整到沙漠模式,虽然依旧能够很顺利的开动,但速度却是慢了下来。 混岛科技最大的好处就是,身为魂师,永远不需要担心动力不足这个问题,动力没有了,就用自己的魂力作为支持。 唐武林现在已经有接近六十级修为,魂力长时间支持这魂岛座战车行进都是毫无问题。 幸好有导航仪指引方向,不然在这一望无际的大沙漠之中,实在是太容易迷失了。 进入沙漠之后,按照规划,大约还有五天的路程,才能抵达极西之地。 他们从天斗城出发,几乎是穿越了大半个大路,全程接近一万公里,才能到达目的地啊。 岂远可想而知。 在沙漠中行进了一天,当夜幕降临之时,唐武林把车停了下来。 好累啊。 爸爸。 古月也跳下车,伸了个懒腰,向唐武林撒娇着说道。 唐武林看了看天色,沙漠的夜晚异常宁静,偶尔有风刮过,顿时会带来一片沙尘。 空气极为干燥,但天空却特别的澄彻。 此时还是傍晚,远处的晚霞仿佛和沙漠边缘连接在了一起似的。 没有真正来过沙漠,永远也无法领略这样的美景。 唐武林微微一笑,道,再忍耐几天吧,我们还需要两天半的时间, 才能穿过沙漠。 进入烈火盆地。 出了烈火盆地,进入天晋山脉,就差不多抵达目的地了。 古月娜皱了皱眉,道,爸爸,我不喜欢这里。 没有好吃的。 唐武林师笑道,没事,我们带了足够的干粮,沙漠中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生火,凑合吃点吧。 等咱们穿过沙漠,到了烈火盆地中,再找地方好好修整一下。 何止是古月娜不喜欢这里,她自己也同样不喜欢。 作为自然之子,对于沙漠会有天然的排斥。 这里没有任何植被,她也无法借用到任何力量。 植物系浑师最喜欢的永远都是森林或者是湖泊,这种能够滋养自己的地方。 如果唐武林在这沙漠中修炼,恐怕修炼十天都不如在森林中修炼一天的效果好。 晚上睡车上吧。 我给你拿干粮。 坐战车三排座椅,后面两排都是可以放倒的,就像是一个双人床。 在车上睡显然是没有任何问题。 这也是为什么唐武林敢带着古月娜就这么简单直接的进入沙漠的原因。 如果是凭借着窦凯飞行的话,速度会更快一些,但没有坐战车的各种设备, 很容易迷失方向,而且,沙漠中也不是完全没有危险的。 沙漠内浑兽虽然稀少,但不是没有。 因为这里没有什么人类需要的资源,所以人类对于沙漠的开发非常少。 这就造成了,这里数量不多的浑兽反而生活得非常自在。 两人随便吃了些干粮,自从有了血脉漩涡之后,唐武林发现,自己的饭量下降了许多。 血脉漩涡通过对外界天地原力的吸引,同时对于自身内天地的调整。 已经不像以前那样需要那么多食物来补充能量了。 自成循环之后,血脉潜移默化的也在自行修炼。 谷月对于干粮显然不是那么感兴趣,但当夜幕完全降临之后,他反而兴奋的叫了起来。 爸爸,你看,天上好多星星,好美呀。 沙漠似乎与天空更加接近,无数星星悬挂在高空之中,仿佛触手可及。 原本应该黑暗的夜晚,在这些星光的照耀下,充满着梦幻般的美。 坐在沙丘顶端,谷月纳依偎在唐武林的肩膀上,一双紫色的大眼睛中不知不觉的变得有些迷茫了。 唐武林同样看得吃了,身边是爱人在侧,空中是满天星斗。 在这寂静无声的大沙漠中,只有他们两人相依相威。 如果能够这么一直坐下去该多好。 谷月,你冷不冷? 唐武林张开手臂,将他搂入自己怀中。 沙漠的夜晚和白天温差是非常大的。 谷月纳摇摇头,我不冷。 这里真的好美呀。 你冷吗? 唐武林师笑道,我当然不冷。 谷月纳没有再开口,就那么依偎在他怀中,时间不长,他那长长的眼睫毛缓缓落下,就那么在他怀中睡着了。 他的睡颜很美,睡着的他看上去是那么的柔和。 唐武林不禁抬起手,轻轻的触摸着他的面颊。 他现在已经开始习惯谷月换了如今的相貌。 只是,他最想知道的还是,为什么谷月会变成谷月纳,他和纳尔,究竟是怎样的关系? 这就像是一层隔膜,横梗在他心中。 弄不清这件事,他真的无法将怀中人而全心全意的当成自己的爱人。 又做了一会儿,唐武林小心的将谷月纳抱起来,走回到唐门坐战车旁边。 打开车门,按动按钮。 后面两台座椅缓缓放平。 唐武林先把谷月纳放了进去,然后自己才钻入。 关好车门,这就是只属于他们的静谧空间。 透过车窗,依旧能够看到窗外那满天星斗。 谷月纳睡得很沉,唐武林从自己的储物戒指中取出早就准备好的被子,盖在他们身上。 看着他那柔美的睡颜,他整颗心都变得柔软了,把他揽入自己怀中,让他枕着自己的手臂,带着满足,闭上双眸。 这一刻,所有的压力,所有的痛苦都被他抛之脑后。 他的整个世界,就只有他。 这一晚,他们都睡得非常好。 直到窗外的阳光照入车内,刺目的光线令他们不得不从睡梦中清醒过来,才睁开眼眸。 谷月纳就像是一只小猫般蜷缩在唐武林怀中,唐武林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的左臂依旧是他的枕头,右手却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放在他的翘臀上。 浑圆,挺瞧,充满弹性。 清晨本就生疼的气血顿时有些不受控制的奔流向下。 唐武林下意识的向后缩了缩身体,谷月纳却像是失去了自己的避风港湾一般,不满的哼了哼,然后又向前凑了凑,依旧紧贴在他怀中,甚至还将一条长腿搭在了他的腿上。 第九百二十章 杀魔虫 唐武林心中哀叹一声,这个折磨人的小妖精啊。 真想将他一口吃掉。 他心中暗暗发狠,如果不是弄不清他和那儿的关系,如果不是他现在还处于失忆过程中,自己一定,哼哼。 好不容易才艰难的从古月纳的巴掌于大法中挣脱出来,唐武林长出口气,悲哀的喝了几口冷水,压了压心中热议。 古月纳却睁开眼睛,用手挡住窗外射来的阳光,你干什么去呀?好刺眼的阳光!有没有窗帘? 唐武林不禁失笑着在他翘臀上拍了一巴掌,都什么时候了还赖床,该起来了。 我们要继续上路了。 他绝不会承认,他是练上了他那翘臀的弹性才会这样做的。 古月纳嘟囔了几句,趴在那里,把被子拉过来蒙住头。 唐武林无奈,钻到前面驾驶位,发动了坐战车,那你再睡惠儿,我先开车继续走了。 饿了就起来吃干粮,我放在后面了。 嗯嗯。 被子里传来几声回应。 重新发动汽车,继续在沙漠中行进,为了能让古月纳睡得舒服点,唐武林选择着相对较为好走的路线前进,车速也放得比较慢。 路上还算顺利,只是两天下来,当夜幕再次降临时,却令人不知不觉会有种估计的感觉。 毕竟,已经两天没有见到除了他们之外的任何生物了。 幸好,从地图上显示,明天再有半天左右的路程,他们就将穿过沙漠,抵达烈火盆地。 古月,你在干什么呢? 唐武林关好车门,看着蹲在距离唐门坐战车不远地方,正在地面上拨弄着沙子的古月问道。 没有啊?你说,沙子下面多深会有水? 古月娜好奇地问道。 唐武林道,恐怕很难吧? 这里是沙漠深处,空气如此干燥,恐怕要很深的地方,才有有水的可能。 他们选择的驻扎地是一处地势较高的大沙丘,这样可以看得远,也避免被沙漠运动而遮盖住。 古月娜一屁股坐在地上,向唐武林招了招手。 唐武林走到他身边坐下,古月娜立刻很自然地靠入他怀中,闭上双眼,满足地享受着他怀中的温暖。 会不会很无聊? 唐武林问道。 古月娜却摇摇头,没有啊。 我很喜欢这样呢。 就只有我和,爸爸。 唐武林笑笑,是啊。 就只有我们。 沙漠很美,可惜并不适合长时间生存。 古月娜闭上双眼,没有再说话,唐武林搂着他,用手轻轻地梳理着他那柔顺的银白色长发,他的每一根发丝都那么美,晶莹剔透,宛如水晶拉丝。 让他觉得,哪怕是就这么把玩一晚上也没什么问题。 就在这时,古月娜突然动了动,下意识地睁开了眼睛,眸光朝着一个方向看去。 唐武林立刻就反应过来,一拉他,把他拉起来搂在怀中。 同时双眼微眯,全身金光一闪,右脚直接踏落在地。 一道金光从脚下传入地面,数十米外,伴随着一声龙银响起,一条金龙猛然冲出,大片的沙粒炸开,四散纷飞。 伴随着一声低吼,一只体型硕大的假酵状生物从地上钻了出来,在地面上翻滚了一圈,这才稳住身形。 显然是被吓到了,掉头就跑。 别看是在沙面上,但他那直径足有两米的庞大身躯,跑得却是奇快无比,转眼间就不见了踪迹。 对于沙漠魂兽,唐武林还真没什么了解。 先前在古月睁眼看去之后,他就感受到有魂兽在朝着他们的方向而来,这才用金龙汉的将棋惊出。 唐武林宅心仁厚,没想伤害他,所以金龙汉帝是在他前方爆开的,而不是直接冲击在他身上。 否则的话,这只看上去最多也就是千年修为的魂兽,恐怕直接就会殉命于此了。 古月娜笑咪咪的道,这下我们不会孤独寂寞了。 唐武林失笑道,还是第一次遇到沙漠中的魂兽。 有点意思。 古月,你先到车里去吧,我观察一下,确定没有什么危险就过来。 哦! 古月娜点点头,十分乖巧地回车里去了。 唐武林双眼微眯,眼底紫意闪烁,向远处看去。 就在这时,一股清凉瞬间出现在眼底深处,他只觉得黑夜似乎突然变得光明了似的,所有一切都在自己的视野中变得更加清晰起来。 这是,望穿秋水漏的加持。 唐武林不禁微微一笑。 六大凶兽依附于他的自然之种中,还有这些好处,倒是真不错。 不过,他脸上的笑容下一刻就凝固了。 远方,一股股沙力在涌动,看上去,就像是多了无数条地笼似的,全都朝着他们这个方向奔涌而来。 唐武林不禁一阵无语,有的时候还真不能心慈手软啊。 毫无疑问,这些来者应该就是之前逃走的那些魂兽带来的。 只是不知道他们的实力如何。 唐武林立刻转身,向唐门坐战车内的古月纳道,古月,无论如何别下车,外面有我。 一边说着,唐武林身上金光一闪,就把自己的魂灵金羽释放了出来,金羽现在的体型已经相当不小了,光芒一闪,摇身一晃,身躯迅速膨胀,然后就化为一条十余丈长的巨蟒,把唐门坐战车守护在中央。 一道道金光亮起,唐武林释放出了自己的二字窦凯龙月。 这里是沙漠,敌我不明,绝不能大意。 有窦凯辅助,他的战斗力就能上升到魂胜层次,应对起来自然会轻松得多。 金光一闪,黄金龙枪入手,唐武林身上自然而然的散发出一层无形的血脉气息,只是站在那里,仿佛就是整个沙漠的核心。 那些地龙来的速度飞快,只是几十次呼吸的时间,就已经到了近前。 唐武林冷哼一声,上身躯干部分黄色光芒一闪,顿时,周围的沙力瞬间下沉,整个沙丘都随之向下降落。 重力控制。 他在方圆数百米范围内,瞬间加大了重力,令沙力受其控制,直接向下压迫。 那些从远处而来的沙漠浑兽们在如此重力之下,自然就无法钻到他和唐门坐战车脚下直接发动攻击了。 果然,一道道身影从沙力中猛然钻出,赫然和之前的那只甲鞘类是同种浑兽。 数百只铜族浑兽,将唐武林和他的唐门坐战车包围在中央。 其中,最大的一只浑兽,身体直径足有五米开外,通体甲鞘呈现为黑褐色,全身都散发着沉宁无匹的气息。 甲鞘背部裂开,居然还有一对翅膀张开,腹下有八条腿,看上去都极为锋锐,尤其是最前面的两条,上身略微仰起时,立刻就露出那如同刀锋般的前肢。 其他沙漠甲虫也全都是张开双翼,上身微微仰起,拍动着的双翼发出嗡嗡声。 但却都没有进入唐武林增加了重力的范围。 山龙王驱杠谷的重力控制效果非常强悍,唐武林一点不着急。 哪怕对方能飞,一旦进入到自己的山龙王驱杠谷控制范围之中,飞行能力一定会受到重力影响。 唐武林冷冷的道,我们只是路过此处,并无恶意,先前也没有伤害你们的族人。 不要自寻死路。 为首甲虫必然有万年以上的修为了,到了这个层次的魂兽,是不可能听不懂人言的。 而且也有足够的智慧。 主上,不要手下留情。 这是沙漠虫,一种非常可恶的魂兽。 它们依靠吸取各种生物的汁液来存活,修炼。 无论是动物,还是植物,都是它们的目标。 您仔细看,在它们头部下方,有一个非常尖锐的口气,只要刺入身体,立刻就会吐出分泌液,将目标的一切能量都转化为液体,再吸入体内。 沙漠之所以在不断向外延伸,和这种沙漠虫有很大关系。 就是它们不断的吞噬沙漠中的植物,还有沙漠边缘的植被,这才导致沙漠不断扩张。 它们绝对是罪鬼祸首。 这么多沙漠虫,只需要一天时间,就能将一平方公里的森林全部毁掉。 第九百二十一章 烈火盆地 唐武林心中传来的声音正是启罗玉金香,听了他的话,唐武林也不禁心中亥然,一平方公里可是一百万平方米啊。 这一群数百只沙漠虫,一天时间就能让一平方公里的森林变成沙漠。 这绝对是破坏生态平衡的罪魁祸首之一。 罪恶也不比人类差多少了。 有了启罗玉金香的解释,唐武林索性就不再说什么了。 一步跨出,重重地踏在被重力压得实在的地面上,人如箭矢般,直奔最前方的那只沙漠虫冲去。 那巨大的沙漠虫口中发出一声怪叫,背后双翼拍动,对抗着地面瞬间蔓延过来的重力压迫。 一双前肢直奔唐武林插去。 同时,一捧墨绿色的雾气在他拍动翅膀的同时,从他身上绽放出来。 不只是他,其他沙漠虫也同样是拍动翅膀,释放出浓浓的墨绿色雾气。 这是昏厥毒物。 本身伤害不大,却有非常强力的麻痹效果。 只是皮肤接触都能令生物迅速昏厥。 是沙漠虫的拿手好戏。 不过,在我面前,一切毒素都是浮云。 喜罗玉金香傲然说道。 他一边向唐武林解释着,一层淡粉色光蕴就已经从唐武林身上荡漾开来。 那墨绿色毒物和这粉红色光蕴才易接触,瞬间溃散。 而当这粉红色光雾碰触到那只巨大的沙漠虫时。 那沙漠虫突然怪叫一声,掉头就要跑,全身气息瞬间大幅度减弱。 这样的机会唐武林如果还能放过。 他也不配成为当代史莱克七怪之首了。 手中黄金龙枪宛如丽皮大衫一般悍然抽落。 轰,那万年级别的沙漠虫,身躯直接被他这夹杂着恐怖剧力的强势一击抽击的支离破碎。 唐武林在龙月窦凯的增幅下,他现在的一身力量,绝对超过二十万斤,就算是封号斗罗级别的强者,在不穿窦凯的情况下也不敢轻易应接。 一枪轰碎沙魔虫首领,唐武林也随之展开身形,脚踏鬼影迷宗部,手中黄金龙枪抡起,所过之处,所向披靡。 没有一只沙魔虫能够挡住它瞬息时间,只有一个个身躯不断在沙漠上爆开。 既然是害虫,自然就不用客气了。 沙魔虫释放出的毒物在启罗玉金香的作用下根本就起不到任何效果,而启罗玉金香本身的香气却能引起这些沙魔虫自身毒气反噬。 唐武林拍动着背后一双巨大的金色翅膀,配合鬼影迷宗部展开身形。 能够看到的,只有一道金色身影不断穿梭。 当沙魔虫开始溃散逃走的时候,就只剩下不足一半。 在启罗玉金香的提醒下,唐武林开始展开追击。 它的速度何等之快,虽然不太擅长远程攻击的能力,但身形展开,还是又斩杀了数十只沙魔虫之多。 如果不是考虑到留下谷月娜一个人在车上不放心,他还能追杀更多。 重新回到唐门坐战车旁边,此时,周围一圈圈浑环光芒已经从那些死去的沙魔虫身上升腾而起,在这夜幕中,分外明显。 谷月,没事了。 唐武林拉开车门,坐了上去。 谷月娜却有些闷闷不乐,他们都已经逃跑了,你怎么还追杀上去? 唐武林微笑道,这些是害虫啊。 除恶物尽吗? 谷月娜微微低下头,喃喃的道,是不是在人类眼中,魂兽都是害虫? 唐武林失笑道,那当然不会,不过,绝大多数魂兽对人类都有攻击性是真的。 他没有注意到谷月此时的神态有些变化,在心中向起罗玉金香问道,起罗前辈,您一直都生活在冰火两一眼之中,如何会知道沙漠中的魂兽是什么能力呢? 起罗玉金香道,大自然这个大字你是如何理解的? 唐武林一愣,广袤的意思。 起罗玉金香道,没有那么简单。 大自然的存在,最初就只有低等生物,然后逐渐有了我们植物。 植物系魂兽从战斗力来看,同级别是肯定不如动物类魂兽的。 因为我们天生就没有动物类魂兽的身体灵活,天赋能力也要远远逊色。 可真正要是比较综合能力的话,我们却绝不比动物类魂兽差。 身为自然之子,你应该也已经感受过了。 当你身处于森林之中,或者是有大量植物的地方,你的精神力就能够在植物的帮助下搜索到更远的范围。 而对我来说,我也是植物中的王者,天地灵物之一。 我也可以通过植物去了解外面的世界。 植物们口口相传,我就能够知道一些外面世界的有用信息。 当初我们肯和唐门签订合约,相互依存。 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外面世界人类的可怕。 只不过知道的没有那么清楚罢了。 这杀魔虫,曾经有很多植物带来过信息,讲述过它们对于大自然的破坏,所以我才知道。 换一种魂兽,恐怕我就没那么清楚了。 当然,植物类的除外。 唐武林恍然大悟,原来如此。 幸好你告诉了我。 起罗玉金香微笑道,今天主上斩杀众多沙磨虫,是对大自然最好的保护。 可惜我们不能轻易离开自然之种,否则的话,真想帮您将那些沙磨虫斩尽杀绝。 唐武林笑道,未来如果有机会,我一定会在沙漠边缘寻找这些毁坏森林扩张沙漠的存在。 和起罗玉金香交流之后,唐武林发现谷月娜已经躺在车里睡了,给他拉了拉被子,自己也在他身边躺了下来,搂住他的郊区。 强者永远是让人敬畏的,这一夜,再没有其他沙漠内浑兽来袭。 第二天继续上路,终于在正午时分来到了烈火盆地。 真不愧是烈火之名,这里的气温着实是不低。 一进入盆地内部,就需要穿夏天的打扮了。 盆地内的道路情况依旧不怎么好,这里相对来说显得比较原始。 盆地内本身就像是一座巨大的城市,而事实也是如此,虽然名字不叫城市,却是整个大陆西部地区居住着最多人类的地方。 盆地内的建筑大多是土石结构的房屋,人们穿着的衣服也和沙漠另一边人类迥异。 很多人脸上都戴着防风纱的面纱,看不到容貌。 唐武林找了个偏僻无人的地方,收起了自己的唐门坐战车,然后才拉着谷月走进盆地之中。 他不打算带谷月前往天晋山脉,那边的条件据说极为艰苦,根本就不适合正常人生活。 烈火盆地就不一样了,这里常年居住着大量的原住民,同时也是整个大陆西方最重要的集贸城市。 一切生活用品应有尽有。 谷月,我要去当兵了,你就留在这里住好不好? 我争取每过一段时间就过来看看你。 唐武林向谷月柔声说道。 谷月那愣了愣,那要多久才来呢? 唐武林苦笑道,我现在也不知道,要看那边的情况。 但既然加入了军队,想要离开恐怕就不太容易,我会尽量过来看你的。 不要,我要跟你一起去。 谷月那顿时不一地说道。 第九百二十二章,我会乖乖的。 唐武林无奈地道,不行啊。 你现在这种情况,我没办法带你去的。 听腹殿主说,天晋山脉的军队,乃是整个大陆最为严苛,也是最为神秘的一群人。 我怕带你去会遇到危险。 你先留在这里,如果那边也有适合你生活的地方,我再接你过去好吗? 带着谷月那这么多天,基本的生活能力他现在还是有的。 唯一的问题,就是他太美了,这让唐武林有点不放心。 为此,他之前在路上,特意买了一些工具,给他做了一张面具戴上。 遮掩住了他的绝世容颜,再染黑了头发,就没那么引人注目了。 谷月那低下头,每当他很不满意的时候,他就这样。 唐武林自然就会心软,去哄他。 这已经是谷月那对付唐武林最好的办法了。 乖了! 这次真的不行! 咦,你闻,烤肉的味道! 唐武林突然眼睛一亮,碰了碰谷月那。 哪呢,哪呢? 果然,小吃货立刻抬起头,一脸的兴奋。 在沙漠中这几天,吃干粮吃得他早就十分不满了。 很快,他们找到了烈火盆地内一家非常地道的烤肉店,大块的烤肉,还有当地人酿造的果子酒搭配,令人食指大开。 烤肉的技术非常棒,外焦里嫩,不但香气十足,而且肉汁在烤肉内部保存得非常完美。 吃的唐武林和谷月那都是大呼过瘾。 虽说现在唐武林已经不太需要大量的食物来支撑自己的血脉之力,但当了这么多年吃货,他的消化能力还是非常强悍的。 最终,两人足足吃了五人份的食物,才算是罢手。 谷月,你看,这烈火盆地中好多好吃的。 你留下来,每天都能吃到烤肉哦。 要是跟我去天晋山脉那边,恐怕就只能像在沙漠中那样,天天吃干粮了。 你也吃不好,我也该心疼了。 乖乖听话,就留在这里,好不好。 好不容易劝说着谷月那答应下来,接下来,唐武林就是给他找住的地方了。 他现在也不缺钱,直接给谷月那找了最好的酒店,先订了三个月的房间。 酒店内各种设施一应俱全,留给了他足够的钱,又带着他在这儿生活了两天,让他基本适应了。 唐武林这才离开,驾驶着唐门坐战车,直奔天晋山脉。 一个人开车的感觉,真的不怎么好。 才开出不到一百公里,他心中就已经产生了超过十次想要回去接上谷月那一起的念头。 凭借着超强的意志力,他好不容易才克制住自己内心的冲动。 滴滴。 混岛通讯器响起。 这是唐武林在烈火盆地内刚买的新的通讯器,原本的通讯器一直保持在关机状态。 怎么了谷月? 唐武林不用看也知道是他,因为只有他一个人知道这个号码。 爸爸,我想你了。 谷月娜的声音明显带着哭腔。 谷月乖,我很快就会回来的。 你平时多冥想,好多吸收奇荣通天局的能量,早点恢复过来。 想我了就给我打电话,我回来之前,也会打电话给你的,好不好? 闻。 谷月娜的声音似乎哽咽得更加厉害了。 好吧,我回去。 你等着我。 受不了了。 唐武林调转车头,重新回到了烈火盆地,才把车停在酒店门口,刚一下车,谷月娜的娇躯就猛的撞入他怀中。 没有言语,只是紧紧的抱着他。 唐武林只觉得整颗心都要融化了,他又怎么可能舍得他呢? 一时间,心中不禁百感焦急。 爸爸,你走吧。 我会乖乖地。 谷月娜突然抬起头,坚定的说道。 唐武林一愣。 谷月娜却向他笑笑,点起脚尖。 在他面颊上亲了一口,推着他上车,早点回来看我哦。 唐武林有些摸不着头脑,看着喜笑颜开的谷月娜,不禁无语,谷月,要不。 爸爸你去吧。 我会长大的,我会很乖地等你回来。 谷月娜把他推上车,然后向他挥了挥手。 唐武林心头的情绪却有些无法控制,要不,你。 谷月娜却笑着帮他关上车门,爸爸肯回来,就证明我很重要吗。 快去吧,我是个懂事的好孩子,放心吧,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唐武林顿时笑了,总算是略微放心,车缓慢地开起来,不时看看反光镜中,依旧站在那里向他挥手的他。 他的心,被满满的爱意所包围。 天晋山脉的条件很艰苦吗? 那又算得了什么呢? 他会等我的。 拐弯,提速,唐武林带着高昂的战意,直奔天晋山脉而去。 看不到坐战车的身影了,谷月娜挥动着的手臂停滞在空中,泪水刷得一下流淌而下,瞬间就已沾满面颊。 小妹妹,你哭什么呀? 一个流里流气的声音在旁边响起。 一名身穿露着半个肩膀衣服,其夫有黑的男青年凑了过来。 滚! 谷月娜猛然力喝一声。 那男青年全身一颤,从他那双紫色的眼眸中,仿佛看到了什么极其恐怖的事情似的,原本有黑的面庞瞬间变得一片苍白,掉头就跑。 那双澄澈的紫眸之中,树立的瞳孔渐渐收敛,恢复圆状。 震撼,看着远处的景色,唐武林心中只有震撼。 那是连绵起伏,一望无际的雪白山峰,越向远处越是高耸,直入云端。 太阳仿佛距离地面要比正常时候近了不知道多少倍。 以唐武林的身体防御力,也能感觉到这里的光元素明显过于浓郁,对身体会有一些负面影响。 不过,他的身体强度显然是不太在乎这些的。 前面已经没有路了,而他要去的地方,必须要进入这片雪山才行。 这样的地形唐武林还是第一次前来,这里空气稀薄,人际罕至。 可大自然的美景却令他不禁目眩神迷。 回头看去,自己经过的地方还是一片绿色,可转过身,自己的未来却已经被雪白所覆盖。 而站在这里的他,就像是沧海一宿,显得是如此的渺小。 这就是大自然的魅力啊。 如此美丽的大自然,怎么能被破坏呢? 眉心中的自然之种似乎轻微地颤动了一下,仿佛是在回应着他内心的波动。 唐武林深吸口气,大步朝着前方雪山走去。 同时取出了多情斗罗专门给他的那枚定位系统,将其开启。 这枚定位系统只能作用于他这次寻找的目的地,他在出了烈火盆地之后,就已经将其开启,凭借着他的指引一直来到了这里。 而现在,定位系统所指,就是那片雪山之中。 气温已经很低了,唐武林只是穿着一席单衣,脚步快速而稳健,体内血脉漩漩涡自然流转,将梯外含义驱散。 很快,进入雪山范围,路开始变得难走起来,但他也没有释放豆凯。 多情斗罗叮嘱过他,来到这里,首先要让自己像个普通人。 因为每一个来这里参军的人,都必须要用双腿走过这条路,哪怕是飞行魂师也不例外,这是规矩。 甚至不能动用武魂,否则就会被淘汰。 第九百二十三章登山 当唐武林爬上第一座山峰的时候,他开始明白为什么自己要去的这个地方会有如此规定了。 攀爬雪山,绝对是对意志力的考验。 在不动用武魂的情况下,哪怕是魂力充沛的魂师,行进也会非常困难。 雪山上的积雪很厚,走起来本就已经困难了,而且地势陡峭,温度越来越低,身处于高原,空气稀薄。 以他的身体素质,在爬上一座雪山之后,呼吸都开始变得急促起来。 而如果是普通人的话,在没有任何现代化装备辅助的情况下根本是不可能完成的。 不过,这种感觉,他却很喜欢。 他喜欢这份魔力。 略做调整,从地上抓了几把雪吃了,唐武林纵身一跃,直接朝着雪峰的另一边跳了下去。 厚厚的积雪是最好的垫子,他的身体迅速下滑,沿着陡峭的雪山一侧,直奔下方。 飞跃而去。 也就是他敢这样,换个人,一定会担心自己滑到最下面会怎么办。 唐武林让自己的身体舒展开来,尽可能的增大和雪面的接触面积,以免陷入厚厚的积雪,身体不断加速,两侧是呼啸而过的雪粉,精神力绽放,感受着下方可能要经过的危险之地,不断的微调自己的方向,避开那些危险处。 上山足足用了一个多小时,下山却不过几分钟而已。 眼看着就要抵达山底,唐武林把自己的双腿抬起,借助惯性,继续向前滑去,一直冲到对面一座山峰的山脚下,甚至还向上冲了数十米,他的身体才稳定下来。 双腿向下一弯,唐武林见识一个仰卧起坐,整个人就陷入到了山壁上的积雪之中。 豪爽! 这就是滑雪的感觉吧。 山上的雪非常厚,唐武林学过相应的知识,在这种情况下,要尽量少发出声音,否则会非常容易引起雪崩。 所以,他强忍住自己想要欢呼的冲动,匍匐在山壁上,几乎是半个身体陷入在积雪之中,艰难的向上攀登着。 没有动用武魂,但他那一双手掌却是尖如金刚,哪怕是不动用金龙爪的情况下,也能稳稳的抓住山壁。 向上攀爬。 也不是所有的山体都那么陡峭,过了一段陡峭的地方,地势变得平缓了,他就站起身来继续向上走。 按照那定位仪器的指示,翻越着一座又一座的山峰。 眼看着,他的目的地已经越来越近了。 而此时,他整个人已经完全进入了这片雪山之中。 前面的山峰一座比一座高,地势也是越来越险要。 唐武林坐在一座山峰的峰顶上,终于感到了一丝疲惫。 已经整整一天了,他自己都不知道攀爬过了多少山峰,只是现在已经看不到进来的路了。 天渐渐黑了,目的地依旧没有着落,虽然以他的体能,依旧可以继续前行。 但夜晚的雪山,温度着实是太低。 他现在感觉到,周围的温度恐怕要低于零下五十度了,令他的身体热量消耗得非常快。 就算再有把握,也要给自己留下一份余地,否则的话,一旦出现问题可就麻烦了。 至于如何休息,倒是难不住他。 在山体上直接挖出一个雪洞,然后再把自己的身体蜷缩进去,从储物戒指中取出自己携带的被褥,把周围的冰雪阻隔在外,舒适说不上,但至少能够不被外面凛冽的寒风吹袭,总算还是比较舒服的。 这也算是一种美妙的经历,推了推被子,把周围的积雪挤压得结实一点,唐武林开始收敛自身气息。 让自己的体温逐渐下降,体内的气血漩涡和魂力漩涡都运转得变得平缓起来。 伴随着他的修为越来越接近六十级,魂力漩涡中,已经开始有一枚晶体若隐若现,魂和似乎就要凝结成功了。 一旦魂和完成,那么,他的体内就会自成内循环。 哪怕是没有外界的天地原力注入,也足以自己自足。 一夜冥想,当唐武林再次醒过来的时候,已经重新精力充沛。 没有急着出去,而是现在雪洞里吃了些东西,干凉的味道绝对不好,硬邦邦的。 但总要补充能量。 双手一分,重新钻出雪洞,寒风吹在身上,顿时令他机灵灵打了个寒颤,人也一下就变得清醒过来。 活动了一下身体,体内气血浑环加速运转,顿时,一股股灼热的气血波动从他身上迸发出来,能够看到,在他身体周围甚至出现了一层白蒙蒙的雾气。 水雾弥漫,气息如火。 唐武林深呼吸几次,在稀薄的空气中汲取着养分。 再看看自己的定位仪,身体猛的跃起,继续赶路。 前方的山峰变得越发陡峭了,山体近乎九十度,而这却是他的必经之路。 从定位仪上的显示看,翻过这座山峰,他此行的目的地似乎就要到了。 可是,这座山峰实在是太难攀爬了,山壁上虽然因为过于陡峭,积雪不算太多。 可山体却有很多非常滑溜的冰冷,在这种情况下徒手攀爬的难度可想而知。 唐武林从小养成了不屈不挠的性格,面对困难,他思考片刻后就有了主意。 不能动用武魂是吧,甚至动用金龙王的力量都算得上是犯规的话,那么,自己就凭借纯粹的身体力量好了。 先稳定了一下自己的身体,然后右手力掌如刀,猛的向面前的兵壁刺去。 扑的一下,右掌没入。 尽管这山体上的寒冰极其坚实,可面对唐武林恐怖的力量,尖兵就不算什么了。 稳固的把自己挂在兵面上,唐武林另一只手也用同样的方式刺入尖兵之中。 先试了试这尖兵的坚硬程度,然后他双臂肌肉猛然鼓胀起来,用力向下一拉,在强悍的力量作用下,直接把自己的身体拉起飞升。 这可是纯粹凭借手臂的力量啊。 向上飞起大约十米,冲势已近,唐武林一双手掌再次探出,刺入兵面。 如果不是怕兵体承受不住过大的力量会崩碎,这一拉一按当然不止是十米那么简单,可为了安全起见,唐武林只是这样。 一次次腾起,一次次落在兵面上,他的双手宛如冰枣般稳定,每一次攀升,都稳稳的把自己挂在兵壁上。 然后再迅速向上。 速度竟是奇快无比。 就像是一只青蛙,不断在兵壁上跳跃,宛如星丸跳跃一般。 这一段的陡峭兵壁足足有千余米,他却只用了一刻钟的时间就到了山顶。 甩了甩有些酸胀的手臂,活动了一下动得微红的手指。 体内气血循环一周,也就自然恢复了。 这就是强大身体能力的好处了。 尤其是服用了奇荣通天局之后,唐武林最近的气血强度又有了明显的提升。 他甚至感觉到,继续这样下去,再过不久,自己就有冲击第十层金龙王封印的可能了。 对于这第十层封印,唐武林是既有些期盼又有些担心。 老唐已经沉睡很久了,但之前就曾经告诉过他,金龙王封印后九层才是最难对付的。 相比之后的九层封印,前面的九层更想是让他的身体适应金龙王能量,未来的九层,每一层之中封印的能量都是极其恐怖的,而一旦不能吸收,那么他就会直接殒灭。 所以,没有万全准备之前,绝不能轻易行动。 但同样的,艰难与危险背后,也是巨大的机遇。 毫无疑问,第十层封印一旦解开,金龙王血脉赋予他的第五个能力将会非常强大,远超之前四种能力。 继续向上的雪峰,地势变得平缓起来,这是之前看不到的。 唐武林伸一脚潜一脚的继续前行,又爬过一个山包之后。 他吃惊的发现,在山包的另一边不再是向下的地势,而是一片坐落在山峰顶端,如同平原一般的存在。 更准确的说,是雪原。 在那片雪原上,一片营房密布,看上去,规模还相当不小。 周围有着岗哨,没有哨塔。 因为被积雪覆盖,甚至看不出这些建筑的材质是什么。 可是,这片至少占地面积有一平方公里的营房,却是真实的存在呀。 第九百二十四章 血神军团 唐武林大概估算,这里的海拔也要超过六千米,根本就不是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 毫无疑问,这也将是他此行的目的地,真正参军的地方了。 多情窦罗可真是给自己找了个好地方啊。 不过,无论怎样,总算是到了。 想到这里,唐武林伸展了一下自己的身体,快速朝着那片营房方向跑去。 还没跑几步,突然,心中警罩骤然出现,他猛地停下了自己的脚步。 就在他前方不到二十米的地方,四道身影突然毫无预兆地从雪中钻出,四柄明显看上去就非同一般的浑倒射线强指着他的身体。 那是四个全身都穿着厚重白色衣服的人,四柄枪非常稳定地指着他。 以唐武林的修为,甚至都能从这四个人身上感觉到危险。 他立刻举起双手,别误会,我是来参军报到的。 四名白衣士兵之中,奋出一人收起枪,另外三人依旧用枪指着他。 那人来到唐武林身边,也不说话,先用双手在他身上拍打了一遍,并没有发现武器后,才打开了自己头上戴着的头盔。 推荐信 唐武林赶忙从储物戒指中,把多情窦罗给自己的推荐信递了过去。 那是一块银白色的金属,金属上面,烙印着一个通体雪白的大鸟浮雕。 这只大鸟看上去非常帅气,有点像鹰,但身体比例又和鹰不太一样,比鹰应该更大,十分雄壮。 唐武林知道,这是一种名为雪神雕的浑兽,据说是雪山的守护神。 但数量非常稀少。 他也只是在史莱克学院上课的时候看到过。 而这个浮雕,似乎就是眼前他所见到的这只军队的标志。 对于军队,唐武林真是不怎么了解,他来此的目的却很简单,融入这里,凭借自己的能力,逐步掌控这里。 而这只军队的名字,就叫做,雪神军团。 没错,是雪神,而不是雪神。 读音一样,但代表的意义却截然不同。 这只军团本身,甚至不在联邦军部的序列之中,他们是完全特殊的存在。 可他们却是最强大的军队。 镇守着大陆一处鲜为人知的秘境。 能够有资格来到这里参军的,无疑不是真正的精英。 而有资格向这里推荐士兵的,只有几个地方。 史莱克学院,唐门,战神殿,传灵塔,还有一些传承非常悠久而古老的魂师宗族。 这里没有弱者,因为弱者根本就无法在这里存活下去。 这里的服役期也远比一般军队要长得多。 至少是五年。 但更多的人在这里一待就是十年以上。 那名士兵检查了唐武林的推荐信之后,突然立正,向他行了个军礼。 军礼和正常联邦军人不一样,只是用右手握拳,锤击自己的胸膛,非常有力。 唐武林很明白入乡随俗的道理,就要学着他的样子,也锤击一下自己的胸膛。 却被那名士兵一把抓住了。 你还没有资格? 跟我来。 说着,那名士兵已经大步朝着远处的军营方向走去。 果然很不一般呢。 唐武林心中微动,但还是赶快跟了上去。 而另外三名士兵却重新缩回雪中。 上面的雪面迅速变得平整,就像他们从来都没有出现过似的。 士兵带着唐武林来到军营,军营附近的积雪显然是被清扫过的,总算是能够直接踏足硬至地面,不需要再继续在积雪中困难前行了。 那人抖了一下身上的积雪,然后快速走进了军营。 一进军营内部,感觉又是有些不同了。 这里的一切都是井然有序,除了周围的白雪矮矮之外,看上去和普通军营区别不大。 但是,唐武林却发现,这里很少能看到人。 就连巡逻的士兵都没有。 唐武林也没有问,想要了解一个地方,更好的是自己去看,去听。 多说无意。 而且,从之前那名引领他的士兵语气来看,这里的士兵应该都是非常骄傲的,甚至是有些排外的。 他很清楚,遇到这种情况,自己能做的不是废话,而是展现实力,尽快地融入这里。 不知道其他人去的军团,是不是也像自己这里这么奇葩。 那名士兵带着唐武林走到一处建筑面前,用自己的手掌在什么地方按了一下,一道光芒从他身上扫过,面前的金属门开启。 跟我来。 跟着他走进建筑,顿时,一股暖热的气流扑面而来,仿佛四肢百孩都被熨烫了一般,说不出的舒服。 就连空气中的氧气,似乎也多了一些似的。 唐武林满足的长出口气。 那名士兵回头看了他一眼,然后摘下了自己的头盔。 唐武林顿时感觉到眼前一亮,那竟然是一名有着一头棕色长发的女子,看上去二十五,六岁的样子,她的身材很高,而且身上穿着厚厚的军服,所以先前唐武林才没能辨别出她的性别。 此时看到对方竟然是女的,她也不禁愣了一下。 女兵脸色冰冷,发什么呆,跟我过来吧。 提醒你一句,从现在开始,你需要开始做准备,能不能留下,将会在未来三天内有定论。 谢谢。 唐武林点了点头。 女兵看了一眼她身上的单衣,自大,永远是取死之道。 说完这句话,她立刻转身向里面走去。 唐武林不禁有些好笑,她知道,对方一定是把她当成故意显摆才会穿这么少的。 可实际上,她虽然还没有达到寒暑不侵的程度,但这点低温还真的不怎么影响她。 而且,有外面低温的刺激,她的气血漩涡会运转得更加迅速,就相当于是自行修炼了。 跟着女子走进去,唐武林脸上很快就发生了一些变化,到处都是各种仪器,很多她都看不懂。 但在这里,人依旧很好。 穿过一条涌道,女兵带着她走进了一个房间,房间内,唐武林终于看到了第二个人。 依旧是一名女兵,看上去四十多岁的样子,肩膀上扛着代表着中尉军衔的一杠两星。 中尉,这是新来的。 给她安排考核。 女兵的表情依旧十分冰冷。 是,少校。 那年约四十多岁的中年女军官居然立刻起身,向少女军官行了个垂胸的军礼。 少校。 这个带自己进来的不是普通士兵,竟然是一位少校吗? 对于军队的军衔,唐武林还是很有些了解的。 只是,这少女这么年轻就已经是少校了,那中尉的年纪已经不小了。 点头向那中尉示意后,少女军官转身就走了出去。 唐武林回头看着她离开的背影,心中对这个地方的好奇顿时更增添了几分。 小家伙,不要惊讶,星洛少校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丝不苟。 你也不用惊讶于我们的军衔。 在血神军团,只看实力和功勋,和年龄无关。 而且我是文职。 我丈夫在这里,我相当于是随军家属来的。 如果你能通过考核,以后你会知道这里的规矩。 第九百二十五章新兵报道 谢谢您。 唐武林脸上流露着和煦的微笑,一脸真诚的致谢。 他的相貌本就极为英俊,再加上满脸都是充满阳光的微笑,自然很容易给人好感。 中尉站起身,道,跟我来吧,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新人来了。 漂亮的小伙子,我必须要提醒你,无论你来自于哪里,出身于哪里,千万都不要自大。 血神军团不是普通的军队,能够被推荐来到这里,每一位都是天之骄子。 但真正能够留下来的,只有不足三分之一。 你是个有礼貌的小伙子,我希望你能留下来。 唐武林道,现在就开始考核吗? 不需要登记。 中尉道,不需要。 你已经证明了自己的身份,才会被带到这里来。 而在你没有完成考核之前,登记更是没有任何意义。 至于为什么是直接开始,这就更简单了,敌人永远不会告诉你他什么时候出现。 听了他的最后一句话,唐武林顿时眼神一凝,史莱克城突如其来袭击的那一幕他永远也无法忘记。 您说的对。 中尉带着唐武林出了房间,来到一个类似于仓库的地方,你可以在这里选取任何一种武器。 记住,稍后你进行考核的地方,魂力将无法使用。 所以,你只能依赖自己的身体和这里的武器。 所以,选一把你擅长的。 无法使用魂力的考核。 唐武林心中一惊。 那么,自己的血脉之力会不会受到影响呢? 仓库内,各种武器装备琳琅满目,有不少都是现代化的魂岛武器,包括射线枪,魂岛炮之类的,一英俱全,都是单兵作战便携式。 这些武器之中,唐武林只能认出其中的三分之一,凡是能够认出来的,他都会用。 不过,在仔细思考过后,唐武林还是走上前,拿起了一根有黑的合金长棍。 就算连血脉之力也调动不了,他最有信心的还是自己的力量。 至于远程的魂岛武器,他虽然会用,但绝对算不上擅长。 如果是机甲的话,远程攻击倒还是可以。 见他选择了一根长棍,中尉眉眉眉眺,眼中却流露出了一丝遗憾之色。 你还是选择了骄傲? 跟我来吧。 语气略微不善,却没有多说什么,中尉带着他除了仓库,来到营地中央,一个特别巨大的建筑之中。 这个建筑顶部是尖锥撞,是整个营地内最高的建筑物,高度大约有五十米左右。 从侧面一扇门走进去,唐武林总算是看到了其他的士兵。 里面有几十人,都是身穿白色军装,军装很漂亮,胸口处有一个他之前拿来的介绍信上面的雪神雕标记,没有人去关注被中尉带进来的唐武林。 但唐武林却发现,这些人的奸章军徽显示,他们都是军官,最低级别也是个少尉。 并没有裂兵存在。 这里难道是雪神军团的指挥部? 中尉带着唐武林走向旁边的一部电梯,电梯门开启,正当两人都走入电梯之后,突然,一个冰冷的声音响起。 等一下。 伴随着声音传来,又有一个人走进了电梯。 唐武林眼睛一亮,走进来的是一名女兵,肩头挂着少校军衔,赫然正是之前那名将唐武林带入营地的少校女军官。 此时她已经脱下了厚重的外套,只穿着白色军服,雪白的军服笔挺,没有丝毫褶皱,在肩膀上的金色尖章衬托下,她显得英姿撒爽。 少校。 中尉立刻向她行了个军礼,女少校也是垂击了一下自己的胸膛。 不过,这个动作着实不太适合女人。 她的身材修长,高挑,相貌很美,但更多的却是普通女孩子所没有的英气。 可这一切都没能影响到她的正常发育,右手垂胸的同时,很自然的就有一阵波涛汹涌。 看得唐武林嘴角抽搐了一下。 她的考核由我来负责。 你回去吧。 少校沉声说道。 中尉愣了一下,您亲自负责。 少校点了下头,是的,我调阅了她进山之后的过程。 所以,她的考核,由我负责。 是。 中尉再次行了个军礼,大步走出了电梯。 电梯门关闭。 凭感觉唐武林能够感受到电梯势在下行。 在这不大的密闭空间中,就剩下她和那位女少校。 唐武林咳嗽一声,少校您好,我叫唐武林。 叫我长官。 女少校冷冷的道。 是,长官好。 唐武林赶忙道。 立正。 女少校喝道。 唐武林愣了一下,然后站直身体,她还真有点不适应对方命令式的语气,但想起之前那位中尉说的话,她也就忍了。 女少校没有再说什么,更没有自我介绍的意思。 片刻后,电梯发出钉的一声脆响,电梯门开启。 出了天梯,赫然是一条金属涌道,顺着涌道向内行进,左转后,少校带着唐武林走进了一个房间。 进入这个房间后,唐武林脸上顿时流露出了惊讶之色,因为这里带给她的,是几分似曾相识之感。 这是。 怎么看上去那么像传灵塔中生灵台的入口? 而且还是终极生灵台那种,一个个玻璃罩子在房间周围,看大小,无疑是占人的。 少校走到控制台上操作起来,她的手速非常快,能够看到双手在键盘上飞速掠过,就传来一串清脆的敲击声。 两个玻璃罩徐徐开启,整个房间内的各种仪器也随之亮了起来。 生灵台去过吗? 少校转身问唐武林。 去过。 唐武林老老实实的回答道。 少校点了点头,道,稍后你的考验和生灵台之中差不多,你的任务也很简单,在里面保护我,直到考核结束。 好。 唐武林点了点头,走向其中一个玻璃罩子。 看着她的背影,少校双眼微眯,然后迅速跟了上去,提醒你一句,里面是没法动用魂力的,只能使用你手中的武器。 明白了吗? 明白。 之前中尉已经提醒过她了。 同时,唐武林心中也对这次考核做出了最基础的判断,类似于生灵台,但其中却无法动用魂力,只能凭借自己的身体能力和反应来战斗。 走进玻璃罩,玻璃罩缓缓合拢,一个个金属片直接贴合在她身上,背后有金属孤固定身体,周围渐渐变得明亮。 唐武林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去过生灵台了,闭上双眸,默默地感受着周围的一切变化。 轻微的刺痛从四肢百骸传来,最终汇聚到大脑之中,身体一连串的震战,大脑就陷入了一片空白。 隐约中,唐武林能够感觉到电流的刺激,数据波动变化,还有空间能量的波动。 这是以前她所感觉不到的,因为现在她的精神力已经达到了灵渊镜程度,才会有如此真切的感知。 没有什么不是,当她再次睁开双眼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出现在一片雪地之中,手里还拿着自己挑选的那根金属棍。 更让她惊讶的是,向四周看看,不远处,似乎正是她先前到过的营地。 第九百二十六章 地下洞窟 你真吗?完全是按照营地那边进行制作的,还挺有意思。 不过,在她身边却有着一个巨大的深坑,这个深坑深不见底,下方一片黑暗,隐约中,有一些莫名的气息从下方升腾起来,令她精神一阵阵站立。 凝神内势,果然,感觉不到自己的魂力存在了,魂力漩涡就像是直接从自己身体里消失了似的。 但让她庆幸的是,自己的血脉漩涡还在,气血之力依旧十分旺盛,所以,她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就在这时,光影一闪,女少校出现在她身边。 同样是和先前的装扮没有任何区别,一切如故,但当她看向她的时候,脸上却第一次出现了除了冷峻之外的其他表情,那是,惊讶。 你这么快就进来了?少校疑惑的问道。 这也分快慢吗? 唐武林反问道。 女少校的脸色恢复了正常,指了指旁边的深渊,跳下去。 哦! 唐武林毫不犹豫,纵身一跃,直接就朝着那黑洞之中跳了下去。 虽然不知道下面有什么,但这既然是虚拟的世界之中,怎么也不怕的。 难道以她现在的经历,还会怕摔死这种事儿吗? 而且,以她的身体素质,想摔死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少校紧随其后纵身一跃,跟在她身后。 周围的一切开始变得黑暗,唐武林的双眸却亮了起来,一双眼眸中,闪耀着紫色光运,正是紫急魔童。 紫急魔童的修炼能够提高精神力,但反过来说,精神力达到一定层次之后,也会反补紫急魔童。 所以,现在唐武林的紫急魔童已经开始想着第三层次迈进了,虽然距离完成还有一定差距,但紫急魔童本来就是个积累的过程,时间长了,自然也就能够水到渠成。 这确实是一个洞窟,四周洞壁看上去参差不齐,并不像是人工开凿的。 大约坠落百米左右,身体一顿,下降的充实顿时大幅度降低,一张大网拦住了他们的身体。 凭借紫急魔童,唐武林能够看清,当他们的身体逐渐稳定下来后,这张拦住他们的大网旁边,是一个个圆形的孔洞,大小不一,最大的直径足有十米,小的也有两米多。 同样是形状很不规则,似乎是什么东西开凿出来的似的。 女少校顺着大网爬向一个孔洞,同时向唐武林招了招手。 唐武林手持长棍,也快速的爬了过去。 当他在少校身边站定后,少校道,从现在开始,我们随时都有可能遇到危险,而你要做的,就是在危险中保护我,一直向内深入。 你深入的距离,就是考核的成绩。 明白了吗? 是。 唐武林点了点头。 手持长棍,横在身前,率先向内走去。 少校选的这个孔洞直径大约在三米左右,里面依旧是黑洞洞的,看不清前方的情况。 唐武林双眼微眯,不能动用魂力,但却并不影响他的精神力,凭借精神力的感知,再加上紫吉魔铜的势力,勉强能够看到大约三十米外的地方。 这在光线极少的孔洞中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 但越是向里,光线也就越是昏暗,哪怕是紫吉魔铜,效果也在飞速的降低着。 唐武林走得不算快,那名少校就在他身后跟着,不紧不慢。 唐武林心中暗暗赋匪,如果有个红外线成像仪,在这种环境中行进就要容易多了。 而现在,却只能凭借感知。 不过,铁棍也是有一定作用的,凭借着对两侧墙壁的碰触,再加上对前方地面的碰触,让他能够确定自己是否处于安全状态之中。 突然,前方似乎有一股气流传来,唐武林几乎是下意识的就抬起了手中铁棍,朝着那冲来的气流挥去,同时右脚后退半步,用身体挡住后面的少校。 扑得一声轻响,唐武林只觉得自己击中了什么东西,子极魔童凝神看去,那似乎是一种类似于蝙蝠的生物,体积不算很大,但冲击力相当不小,恐怕有数百斤。 对他不算什么,但要是换了一般人,直接就会被扑倒吧。 被他一棍砸落,那只蝙蝠类生物并没有毙命,反而是尖叫一声,弹身而起,再次朝着唐武林扑来,四只爪子直奔他身上抓来。 唐武林哪能被他抓住,手中长棍极其准确的点钟在蝙蝠身上,这一次,他的力量就用得多了。 扑得一声轻响,那蝙蝠类生物就已经被点击的飞了出去,在身体飞出后的下一瞬,他的身体就已经在空中爆开,这是纯粹的力量,唐武林这一击, 对力量控制得极好,长棍的一头力量凝而不散,直到命中的瞬间,才在他体内爆发开来,将他点击的飞出。 走在他身后的女少校眉毛微微一挑,黑暗中唐武林当然看不到他的表情。 只是停顿了一下,就继续前行。 路过那蝙蝠尸体的时候,他微微蹲下身体,凝聚目力看去。 唐武林惊讶的发现,那蝙蝠尸体竟然在迅速的缩小,然后就那么缓缓消失了,隐约中, 似乎有什么能量随之一散逝的。 不是实体吗? 唐武林眉头微皱,回想之前蝙蝠被打碎的时候,是啊。 并没有任何血液出现,反而是好像有一团能量爆开似的。 但和生灵台不同的是,这些能量对他自己身体并没有任何不易,更不会增强他的魂环灵力。 这是专门为了考核而制作的。 带着几分疑惑,唐武林继续向前行进。 又有气流传来,这次不止一个,而是树鼓气流同时从前方冲来,唐武林不慌不忙,立冠长棍,前端微微一晃,就是一片棍影,将那些气流全都笼罩在内。 在挥动长棍的同时,他自身稳稳地站在那里,不动如山。 扑,扑,扑。 三声轻响后,三只蝙蝠类生物身体爆开,和之前一样,尸体破碎后,在地上缓缓一散开来。 没有停顿,继续向前,蝙蝠接二连三出现,有的时候只有一只,多的时候却有六,七只,加上它们的体型,几乎撑满了整个洞窟通道。 但在唐武林的长棍面前,却没有一只能够突出重围的。 身体纷纷破碎。 继续向前行进了大约百米之后。 渐渐有了光亮,蝙蝠数量也开始减少了。 光线不算很明亮,但总比之前一点没有的要好。 涌道到了尽头,向左侧转弯,转过去之后,唐武林才走了几步,就停了下来。 同时脸上明显流露出了震惊之色。 这是一个类似于洞窟的地方,非常巨大,占地面积足足可以和一个体育场相比了。 而在这个巨大的洞窟一侧,那面巨大的墙壁之上,有着上百个大小不一的孔洞,洞窟的高度大约有百米左右,此时,洞窟内,有至少上百只他刚刚面对的那种四抓蝙蝠在空中飞翔。 而从对面的洞窟之中,正有更多的蝙蝠在钻出来。 光芒也是从那些洞窟中传出来的,洞窟内光芒若隐若现,不算很亮,但对于拥有子级魔童的唐武林来说却已经足够了。 考核就是击败蝙蝠。 唐武林眼神微动,就在这时,少校来到他身边,突然抬起头,向他笑了笑。 这还是唐武林第一次看到这位少校的笑容,只不过,无论怎么看,他都觉得眼前这位的笑容是如此的不怀好意。 然后,少校就低声向他道,保护我哦。 一边说着,突然他猛的起步,直奔前方洞窟之中冲了进去。 唐武林嘴角抽搐了一下,这就是传说中的人为制造难度吗? 心中虽然负匪,但他动作却一点都不慢,脚尖点的,迅速就跟进到了那少校背后。 突然感受到有入侵者到来,空中那些四抓蝙蝠顿时发出一连串的尖叫声,一只只蝙蝠从天而降,分别从四面八方朝着他的方向扑击而至。 第九百二十七章考核开始 少校就像是根本没看到这些蝙蝠似的,竟自朝着中心点跑去。 唐武林手中长棍挥舞,以棍当枪时,每一次点出,都必然有一只四抓蝙蝠的身体在空中爆开。 一道道棍影在那少校身边穿梭,竟是没有一只蝙蝠能够接近到他身体周围两米范围内的。 少校眼中的惊讶越来越明显了,来到这里参加考核的新兵他见过不少,有神枪手能够稳稳地稳住局面的,也有其他人凭借各种混倒武器精妙操控来解决难题的。 但真要说凭借自己身体力量和战斗经验,以尽身方法来采取保护措施的,却还是少之又少。 他之所以选择自己亲自前来对唐武林进行考核,自然是有原因的。 在引导唐武林去找中尉之后,他调取了雪山附近的监控录像。 赫然看到了唐武林是如何进入雪山范围并且来到营地的。 太快了,这是他当时看过唐武林的录像之后做出的第一个判断。 比他自己当初来这里时快了三倍都不止。 这家伙简直就不像是人类,在没有动用魂力的情况下,居然手插尖兵,最后那段攀登无疑是最令人震撼的。 好奇心驱使着他前来亲自给唐武林进行这次考核。 正常情况下,考核之前是要大概介绍一下考核内容的。 但他却没有,而且在来到这里后,应该是缓慢前行,他却选择了奔跑。 就是想要看看,这个新兵究竟有多少本事,人为的给他增加了考核难度。 但事实证明,唐武林的力量并不是简单的爆发力,那一只只四抓蝙蝠扑击的力量,最高能够达到五百公斤,哪怕是身体素质相当不俗的三环,四环魂尸,抵挡起来也不是那么轻松的。 可在唐武林面前,却只能一一化为尸体。 化为一团团气流迅速一散开来。 等到少校跑到洞窟中央的时候,已经有超过一半的四抓蝙蝠被唐武林击毙了。 但唐武林也发现了问题,这些四抓蝙蝠和不畏死,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恐惧,明明已经有那么多同伴陨落了,但他们却依旧疯狂袭击,身上充满了嗜血的味道。 哪怕是魂兽也不会如此啊。 他们的攻击是那么的坚决,而且,从他们的眼神中,唐武林只能看到残忍,却没有半点恐惧,害怕或者是切磨。 这是一种怎样的生物? 就是因为血神军团人为创造出来增加考核难度的吗? 就在他思索的功夫,空中绝大部分扑击而至的蝙蝠都已经被他击毙了。 死得四抓蝙蝠多了,接着不算明亮的光线,唐武林也能看到,丝丝气流升空而起,逐渐凝聚在一起,然后朝着那些孔洞飘飞而去。 唐武林扭头看向少校,就这样。 少校嘴角处再次流露出一丝笑容,你想得太多了。 就在这时,一声嘀吼猛然出现。 紧接着,从一个中等大小的洞窟之中,一只身形硕大的蝙蝠猛地飞了出来。 这只蝙蝠的体积比先前那些都要大了一倍不止,腹下更有着六只爪子,一双翅膀展开,猛地发出一声尖叫。 空气在他的尖叫声中似乎荡漾起层层波纹,唐武林眼神一凝,音波攻击。 精神力迅速外放,他很清楚,这种音波攻击并不是封闭耳朵就能阻挡的。 同时,他一抬手,就将那名少校拉到了自己怀中,左手搂住他的腰,双眸之中,金光绽放。 因为突然被唐武林拉入怀中,所以少校是看不到他此时眼眸中散发的金色的。 那是一个坚实而温暖的怀抱,融入唐武林的怀抱后,少校只觉得自己的心跳瞬间加速,但预料之中的音波冲击却没有作用在自己身上,仿佛是被什么东西挡住了似的。 空中那六爪蝙蝠猛的立笑一声,双翼骤然收敛,如同剑矢一般朝着唐武林飞扑而来,口中更是尖笑连连,一声声强烈的音波不断向唐武林发起攻击。 唐武林冷哼一声,双眸一凝,两道紫电般的光芒从眼眸中电射而出,此时,少校正好抬起头,刚好看到他眼中射出的紫光。 六爪蝙蝠立笑一声,原本吓扑的身体顿时一顿。 也就在这时,唐武林腾空而起,左手依旧搂着少校,右手铁棍却已经抽了出去。 六爪蝙蝠确实强悍,哪怕是在紫棘魔童的精神冲击之下,依旧能够有所反应,双翼重新张开,六只明显比四爪蝙蝠大得多的爪子同时朝着唐武林的铁棍抓了过来。 砰!六爪蝙蝠超过两米长的身体,直接被抽击的飞了出去。 和之前的四爪蝙蝠并没有什么区别,在女少校吃惊的注视下,她的身体轰得一声,凭空炸开,化为无数碎块,四散纷飞。 这!没有魂力的情况下,一击就击碎了六爪蝙蝠。 女少校觉得自己的大脑似乎有些不够用了。 唐武林却不以为意,松开了搂在她腰间的手,欠然道,不好意思,得罪了,我没别的意思。 只是那蝙蝠的音波攻击,如果距离太远,我怕护不了你的周全。 少校没吭声,只是看着唐武林的目光变了变。 原本的好奇更加浓郁了。 刚开始的时候,她也认为唐武林太过自大了,竟然选择了一根棍子作为自己的武器。 可是,当她眼看着唐武林一棍击碎六爪蝙蝠之后,这个念头顿时是荡然无存。 以她现在所表现出的肉搏能力,实力方面的考核,基本上可以算是过关了。 可是,血神军团的考核可不只是实力那么简单,更重要的,是人品。 血神军团人数不多,但却都是能够相互交托后辈的真正刨则。 对新人的考核之所以要保护别人,考的就是在危险情况下,能否做到舍己为人这一点。 但是,这要是在危险情况下才能完成的呀。 没有危险,怎么考这方面? 所以,少校也不能中断考试,她选择了沉默。 六爪蝙蝠被击毙,洞窟周围原本还往外钻的四抓蝙蝠终于没有再出现了,但只是停顿了一下,就是三只硕大的六爪蝙蝠,从洞窟内钻了出来。 三只,那实力可不是三倍那么简单,这种生物不只是长得像蝙蝠,就连战斗方式也非常像,本身拥有很强的战斗力,彼此还擅长于配合。 看她这次怎么对付。 就在少校心中期待的时候,唐武林却已经动了。 这次她没有等在那里被动挨打,没有了四抓蝙蝠的骚扰,也就不需要担心少校本身的安全问题了。 所以,当那三只六爪蝙蝠刚往外钻的时候,唐武林就动了。 手中铁棍骤然化为一道黑影,带着一声刺耳的气爆声,直奔其中一只六爪蝙蝠飞射而去,与此同时,她也是一个助跑,双腿发力,悍然跃起,扑向第二只六爪蝙蝠。 最先抵达的就是铁棍,伴随着一声剧烈的轰鸣,那还没有从洞窟内钻出来的六爪蝙蝠,身体直接被轰碎在那里。 另外两只六爪蝙蝠才刚刚钻出来,唐武林就已经到了一只近前。 第九百二十八章 恐怖生物 右手画拳,直接砸向了那只六爪蝙蝠。 六爪蝙蝠此时钻出洞窟,身体才刚刚稳定,来不及闪躲,只能是六只爪子同时朝着唐武林抓去。 六对一,凶悍的硬拼。 但也就在这时,唐武林用了一个小技巧,他的双腿蜷缩起来,一双脚尖灵小的点在那只六爪蝙蝠两只爪子上,然后身体向上一拔,避开了那六爪蝙蝠的爪子,拳头却狠狠的砸在了他头上。 轰,六爪蝙蝠身体破碎。 唐武林借助反弹力,一个倒翻,从天而降。 在下落的同时,他左手朝着之前飞射出去的铁棍方向一招,恐吓秦龙。 没有魂力作为支撑,体内气血漩涡却在飞速运转,恐吓秦龙一样被他用了出来,铁棍萌的回收到他手中。 另外一只六爪蝙蝠极为狡猾,没有去攻击他,而是直扑少校。 少校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却是皱起眉头。 虽然唐武林表现出的实力非常强,但如果他只是一个只顾战斗不顾队友的蟒夫,却也没有什么用。 可就在这时,一道黑影闪过,扑得一声轻响,那只眼看就要扑到他面前的六爪蝙蝠被长棍直接从侧面灌入身体,带着他的身体飞向远处的石壁,铁棍撞击石壁的一瞬间,恐怖的力量才完全爆发,硬是把那只六爪蝙蝠的身体震碎了。 少校目瞪口呆的看着这一幕时,唐武林已经回到了他身边,在他身侧站定。 一道黑影就在这时,宛如闪电般到了唐武林面前,他看上去体积不大,但却很长,像是一条蛇,但腹下却生长着一排小爪子。 眼看着就到唐武林面前时,一张大嘴突然张开,直奔唐武林咬去。 这只怪物来得太突然了,基本就是唐武林第二次将铁棍甩出,撞飞了第三只六爪蝙蝠的时候他就来了,目标当然不是唐武林,而是那少校。 只是唐武林的速度足够快,才能挡在少校身前,只是,此时他手中已经没有铁棍了。 而那只张开的大嘴,看上去直径足有一米开外,大嘴内,厉齿森森。 更可怕的是,其中还有一条舌头垫射而出,宛如长矛一般,直奔唐武林次去。 硬对长矛,就无法对抗那大嘴,更何况他只是匆忙之间挡在了少校面前。 怎么看,在时间上他都来不及去抵挡这家伙的攻击了。 就在这关键时刻,唐武林做出了一个少校也没想到的动作。 他似乎是脚下一滑,整个人都向地上倒去,不仅如此,他的右手一抄少校的腿弯,拉拽着他也向后倒了下去。 少校口中发出一声惊呼,自己身体不受控制,但却眼看着那根如长矛一般的舌头从字面部上方不远处掠过。 他惊呼声同时,却没有闭眼,这是一名优秀军人必须要有的素质,扭头朝着唐武林那边看去。 看到的,却是唐武林整个人后仰的同时,一只脚支撑着身体,另一只脚已经从下面踢了上去。 正好踢在那怪物的下河处。 这一脚的力量极其恐怖,硬是把那怪物张开的下河给踢得向上河拢,飞快的上河碰撞在一起。 只听扑的一声,怪物伸长的舌头直接被他自己的嘴咬碎了,不仅如此,唐武林的怪力更是震得他满嘴钢牙全部破碎,从嘴角处飞溅了出来。 唐武林在踢出这一脚的同时,还不忘意拉少校腿弯,少校只觉得一股柔和力量传来,拉拽着自己在即将砸在地面前的刹那稳定了一下,然后唐武林就已经倒射而至,右手一抄,揽住他的腰,左手在地面上轻轻一拍,也没看他如何发力,人就已经带着他重新站了起来。 这一切都是在短短数息时间内完成的,唐武林的动作宛如行云流水,丝毫不显的匆忙,而那如同蛇类的怪兽被他那一脚踢得不但咬断舌头,踢碎了一口牙,本体也是向上扬起。 唐武林脚尖点地,腾空而起,快速朝着支撑铁棍的方向跑去,手中还抱着少校。 少校此时才反应过来,只是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竟然还可以这样。 此时,洞窟之中,传来一阵阵力笑,被唐武林一脚踹飞的巨蛇突然身体在空中凝制了一下,紧接着,从鞍蝎孔洞之中最大的一个里面,突然伸出了一只巨爪,直接抓住了他的身体,猛的向后一拉,那只怪蛇就在惨叫中消失了。 唐武林此时刚刚拔出铁棍,脸色也是一鸣。 那是什么东西? 那爪子之大,直径超过足足六米。 如果按照正常判断的话,这爪子的主人是不可能从这些孔洞之中钻出来的。 而且,他也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威胁。 把少校拉到自己身后,唐武林手中长棍横在身前,双眸凝视着那一片孔洞。 在大约短暂的停顿之后,整个洞窟突然轻微的颤动起来。 然后,一捧雾气就猛的从所有孔洞中吹出。 少校眼中闪过一抹震惊之色,他显然是认识这出现的是什么。 只是他明显没想到,在这场考核之中,竟然会有这种东西出现。 浓雾呈现为黄色,当他喷出的时候,唐武林只觉得整个洞窟内的温度突然一变,不是上升和下降,而是不稳定的拨动起来。 一股无形的威压从那团雾气中蜂拥而出。 这是什么东西? 没有急于进攻,而是冷静的观察。 能让他感觉到威胁,这玩意儿的战斗力肯定很不一般。 雾气迅速凝聚,一个庞大的身形随之显现出来。 那是一个唐武林从未见过的怪物,他有着类似于巨龙的头部,但身体却如同小山一般,全身布满了墨绿色鳞片,三条腿支撑着身体,上身非常雄壮,一双手臂特别长,两只利爪正是唐武林先前所见过的,每一只爪子的直径都有五米开外。 一条巨大的尾巴拖拽在身后。 他有四只眼睛,全都闪烁着星红色的光芒,全身气息更是极其凝恶。 这是巴安,你小心了。 少校低声提醒道。 巴安? 那是什么玩意儿,除了知道名字之外,少校的提醒显然对于唐武林来说没有任何意义。 不过总算聊胜于无,能够有名有姓的怪兽,显然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唐武林沉声道,你在这里依托于洞壁,不要动。 我来对付他。 一边说着,他已经大步上前,直奔那只怪兽冲去。 这家伙体型太大,看上去,身高足有四十米开外,在唐武林见过的各种陆地魂兽中,仅次于霸王龙。 可此时他的武魂无法动用,没办法召唤霸王龙出来,否则的话,以霸王龙对付这家伙倒是个不错的选择。 和这巨大的巴胜相比,唐武林看上去是那么渺小,只见他身体猛地窜起,整个人如同剑士一般扶摇直上。 手中长棍抡起,直奔那巴胜杂趣。 少校站在角落中,看着唐武林强冲过去的样子,不知道为什么,就在这一瞬,他的心头轻微地颤抖了一下。 不是每个人面对巴胜这种层次的怪物还有勇气冲山去的,尤其是在第一次见到的时候。 巴胜怒吼一声,四只眼睛如同火球一般闪亮起来,一张嘴,一口暗紫色的火焰就朝着唐武林身上喷了过去。 少校下意识地一闭眼睛,他实在是不愿意看着唐武林在那深渊魔焰中被燃烧殆尽的样子。 没有任何装备的情况下,普通魂师面对巴胜的深渊魔焰,除了瞬间融化,化为怨灵之外,根本就没有别的可能啊。 可就在下一瞬,他耳中传来的,却是巴胜一声愤怒的痛吼。 赶忙睁开眼睛,少校吃惊地看到,一道金色身影已经冲到了巴胜头顶处,他永远也望不了这震撼的一幕,巴胜那庞大的身躯,竟然横着飞了出去,飞向远处的洞壁,狠狠地砸在那里,再反弹到地面上。 唐武林从天而降,扔了手中的铁棍。 没办法,这根原本很结实的合金铁棍,此时已经弯折,没法使用了。 第九百二十九章 栗战巴胜 此时的他,全身已经覆盖着金色鳞片,双手之上,金龙爪钻出,四圈金色光环从脚下升起,围绕着身体轻微的律动着。 这是……金色的……魂环 不,不可能的,在这里,人类是不可能调动武魂的呀。 少校已经完全看呆了。 然后他就看到,唐武林再次腾身而起,速度比先前至少提升了一倍,就像是一枚金色炮弹一般,直奔巴胜的方向飞射而去。 巴胜从地上爬起来,他的身体强度也足够惊人,之前唐武林凭借着黄金龙体和金龙霸体两大魂迹硬顶着他的深渊魔艳冲过去,才令他猝不及防,被唐武林直接轰飞了出去。 此时巴胜的头骨上方明显有一个凹陷,就是被唐武林刚刚砸出来的。 不过唐武林还是有点后悔,如果刚刚自己使用的是黄金龙枪,这巴胜就不只是被砸飞那么简单了。 一双巨大的龙爪直奔唐武林抓来,巴胜愤怒地咆哮着,全身鳞片都散发出墨绿色的光芒,哪怕是在那个世界中,它都是极其强悍的存在,面对小小人类竟然受伤了,他此时的情绪已经化为疯狂,恐怖的气息更是令空气都要为之颤抖。 啊,就在这时,唐武林口中发出一声强悍的龙吟,身上第三个金色光环光芒大放,一个巨大的金色龙头以他的身体为直径向外绽放,巴胜疯狂的怒吼竟然在刹那间被压制了下去。 紧接着,那龙头竟然向外冲出,唐武林双手在身前做出一个前推的动作,黄金龙吼接金龙升天。 轰! 金色与墨绿色狠狠的在空中撞击在一起。 唐武林的身体在空中停顿了一下就被抛飞向了洞顶方向,而那巴胜则是再次被震飞的砸向远处的洞壁。 也就在这时,飞身朝着洞顶而去的唐武林方向,一道金光,仿佛要刺穿天地一般电闪而去。 几乎只是眨眼间就在空中追上了巴胜的身体,巴胜下意识的抬起巨大的爪子抵挡,但那金光却从他的巨爪上移透而过,直接盯在了他四只眼睛正中央。 唐武林可是唐门嫡传弟子,虽说这黄金龙腔的体积大了点,但准头却是毫无疑问的。 巴胜口中响起一声凄厉的惨叫,然后就能看到,无数墨绿色气流都朝着那柄金色长矛方向飞速的凝聚过去,被他硬生生的抽离着。 唐武林从天而降,胸前剧烈的起伏着,看上去这战斗的过程十分短暂,可刚刚这击下,他已经是竭尽全力。 整个人都有种要虚脱一般的感觉。 刚刚那一下碰撞,巴胜的力量远超唐武林意料之外,全力爆发之下,并不比他逊色多少。 双方硬碰硬,如果不是黄金龙吼先震慑住了对方,恐怕唐武林想要不受伤就发出后面的黄金龙腔一击也是不可能的。 唐武林落地,另一边,巴胜巨大的身体疯狂的颤抖着,想要从黄金龙腔下挣脱开来,可此时的他还怎么可能做得到? 墨绿色的气流将黄金龙腔渲染成了墨绿色,但巴胜庞大的身体却开始随之崩解,直到最终破碎。 黄金龙腔金光一闪,所有墨绿色全部消失,下一刻,他已经回到了唐武林手中。 唐武林只觉得一股纯净能量瞬间注入自己体内,这股能量不是弥补魂力的,而是令他的血脉浑缓猛的一阵,加速运转起来,气血之中分明多了纯粹的精华,竟然有种他突破金龙王封印时那种吸收金龙王精华的感觉。 虽然分量要少得多,但却是非常纯粹的能量。 这是。 虽然知道这只是模拟,并不是真实景象,唐武林还是吓了一跳。 以他现在的身体强度,能让他如此明显的感受到自己的气血之力在提升,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 少校早就已经完全说不出话来了。 看着唐武林的背影,他目光呆滞。 硬汉巴胺。 近战肉搏。 神秘的金色光环,还有他那一身怪力。 这家伙,真的是人类吗? 就在这时,又是一道墨绿色的身影从中央孔洞中一闪而出,悬浮在半空之中。 唐武林眉头微皱,还真是层出不穷啊。 不过,此时他却很有信心,刚刚黄金龙腔的反馈,令他的气血之力瞬间就恢复到了巅峰状态,甚至还有有提升。 那墨绿色身影和之前的巴胺相比,明显要小多了,看上去只有两米高,比正常人类略高一点,背后有着一对特殊的翅膀,看上去有点像蝙蝠翅膀,但骨骼却又明显要更加巨大,连接处不是普通皮膜,覆盖满了墨绿色鳞片。 他的身材和人类女性很像,但却要比正常人类女性夸张许多,臀部硕大,胸前硕大,一双眼眸中燃烧着幽绿色的火焰,腰很细,和他那硕大的臀部已经有些不成比例了。 双手和双脚前端都长满了尖刺。 唐武林双眼微眯,从这个怪物身上,他感受不到威胁,但是,在脑海深处,源自于血脉最深的地方,莫名的有些恐惧。 难道说,这个看上去很像是人类的生物,比之前的巴胺还要可怕吗? 而看到这只生物出现的时候,少校的脸色瞬间大变,也随之流露出了恐惧之色,现在因为唐武林展现实力而出现的震惊,都在这一瞬被他压了下去。 他此时心中,似乎只剩下恐惧。 磨眉 人类 此,磨眉森冷的声音直接响彻在唐武林灵魂深处。 一个光纹随着他的声音出现在他面前,紧接着,唐武林就感觉到,自己全身突然变得僵硬起来,自己体内的生命力,正在以害人的速度流逝着,在他身体周围,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出现了一个墨绿色光纹,正飞速向他体内渗透进去。 这是 诅咒类的能力 在斗罗大陆上,只有邪魂师才有可能拥有类似的魂迹。 可眼前这个被少校称之为魔魅的家伙,显然并不是邪魂师。 哼! 一声冷哼从唐武林口中响起,体内血脉漩涡疯狂运转,源自于内心深处最强烈的执着与精神力结合,一层金色光韵从他身上震荡而出,手腕上的七彩宝石光芒一闪,一股强横的意念就从他身上荡漾开来。 魔魅闷哼一声,眼眸中的幽绿色光焰剧烈的跳动了一下,下一瞬,唐武林已经电射而出,手持黄金龙枪,硬生生的挣脱了他的诅咒,直奔他扑去。 魔魅背后双翼一拍,也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取出了一柄非常奇怪,类似于骨骼又有点像是战刀模样的武器,从天而降,直奔唐武林斩击而去。 哼! 两人碰撞在一起,唐武林被硬生生的从空中披落回地面,但那魔魅也是身体厚痒,倒飞出数十米。 唐武林的眼神顿时变得凝重起来,对方如此之小的身体,却有着如此强大的力量。 最重要的是,他并不了解对方。 魔魅后退的下一瞬,突然身上光影一闪,背后翅膀似乎是拍动了一下,下一瞬他就到了唐武林面前。 第九百三十章以身为盾 速度实在是太快了,快如闪电一般。 手中怪刃直接劈向了唐武林肩膀。 他这宛如瞬间转移的速度,就算是唐武林之前也没有预料到。 想要闪躲已经来不及了。 而这个时候,唐武林也做出了非常直接的选择。 他没有尝试闪避,甚至连防御的动作都没有,左手直奔对方胸前抓去,右手悍然挥出,金龙即灭爪。 黄金龙枪这种长武器,在此时只能放弃,凭空落下,被他用右脚勾住。 两败俱伤。 唐武林对自身防御力很有信心,对自己的恢复能力也是如此。 功底所必就。 磨眉不屑地冷哼一声,手中长刀甚至带起一连串的残影,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在唐武林的双手落在他身上之前,就已经狠狠地斩击在了他肩膀处。 扑,血光崩陷,唐武林只觉得自己的左侧肩胛骨被恐怖距离直接劈碎了。 但在这时,他强悍的身体素质就显现出了作用。 虽说不能使用魂技,但山龙王躯干骨的防御力还在,锁骨,肩胛骨破碎的同时,骨骼也猛地收敛,硬生生地夹住了对方的战刀。 那战刀之中传来一股充满了绝望与毁灭的能量,唐武林自身受到过魔鬼岛的训练,同样是毁灭能量,他自己体内的那一部分却要纯净得多。 所以没有受到太多的影响。 左手终究没能抓住对方,但右手的金龙忌灭爪还是拍了出去。 我妹对自己的速度显然是非常有信心的,可她没想到的是,唐武林这一爪拍出,笼罩的却是数十米方圆。 五道岸金色光芒一闪而眉。 我妹本来已经闪退出二十多米了,却还是被那岸金色光芒拍中。 在被命中前的瞬间,她背后翅膀猛然合拢。 轰。 我妹宛如炮弹一般直射百米,撞击到远处的石壁上,她的一只翅膀直接被金龙忌灭爪撕扯了下来,在空中飘落。 唐武林强忍着肩膀上传来的剧痛,右脚一挑,黄金龙枪已经电射而出,追着魔妹的身体飞射了过去。 这种机会,她是不可能不抓住的,而她自己却在落地的同时,转身就跑,用最快的速度冲向了少校。 这魔妹的速度实在太快了,只有在距离少校一定范围内,她才有一定把握保护住她。 魔绿色光芒一闪,魔妹在撞击闪避后,在黄金龙枪到达前的一瞬间,猛然向下滑动,落在了地上。 但很显然,她也是受到了重创,不只是一只翅膀被撕了下来,就连身上,也留下了五道深深的伤口。 她的伤口剧烈的蠕动着想要愈合,但金龙寄灭爪附带的风锐却疯狂的撕裂着她的伤口,大片的墨绿色液体从她身上流淌而下,滴落在地面上立刻化为浓浓的墨绿色气体像四下一伞。 人类! 你的灵魂将在深渊承受永生永世的煎熬。 魔妹的声音又一次在唐武林脑海中响起。 而此时,唐武林却已经回到了少校身边,同时也拔下了自己肩膀处的战刀。 封住血脉,不让自己失血过多,唐武林的脸色虽然已经变得苍白,但面庞上却没有流露出半点痛苦之色。 坚韧,一向都是她的品质。 金光一闪,黄金龙腔回到手中,唐武林深吸口气,调整着自己体内的气血漩涡,浓烈的气血之力疯狂向伤口处涌去,左手拎着长枪,右手在肩膀上推动了两下。 把骨骼对齐。 少校站在她身后,甚至能听到骨骼变化产生的咔咔声。 可唐武林的身体却连颤抖一下都没有。 这简直就是钢铁般的意志啊。 啊,结束了,该结束了。 少校有些慌乱的从自己身上去摸着什么。 而就在这时,远处的魔妹突然动了,她摇身一晃,竟然化身为两道身影,从那一大片孔洞的洞窟之中,无数墨绿色光芒疯狂的喷涌而出,注入到她身体之中。 她断掉的翅膀重新生长出来,恐怖的速度令她几乎是在眨眼之间,就已经到了唐武林面前,两道身影一左一右,左干的身影手中再次幻化出战刀,直奔唐武林肩膀斩去。 右干的身影则是突然停顿在半空之中。 之前出现的符文又一次出现了,只不过,这一次不是针对唐武林的,而是针对她身后的少校。 这魔魅的速度太快了,无论是速度,力量,还有那恐怖的咒术,都令人无比震撼。 电光火石之间,唐武林甚至没有太多思考的时间,她所能做的,就是在刹那间做出抉择。 没有去管左边冲上来的魔魅,唐武林几乎是刹那间转身,张开双臂,将那少校搂入自己怀中,与此同时,一团金光骤然从她身上爆发出来。 昂! 黄金龙吼! 少校只觉得从唐武林身上传来一股炽热无比的能量波动,原本因为那死咒已经身体僵直的她,重新恢复了行动的能力。 噗,利刃入肉的声音是如此之劲,可她能感受到的,却只有安全感还有那急速闪亮的鳞片。 轰! 周围是天旋地转,少校只是隐约看到,唐武林的黄金龙枪横扫,将那化身为二的魔魅全都抽击地飞了出去,空中还有金龙的咆哮声,但她也同时看到,一条金灿灿的手臂,连着半个肩膀坠落余地。 几乎是用尽全力闭上双眸,同时按动了已经取出来的仪器按钮。 周围的一切都变得扭曲起来,只有那魔魅的利笑声在耳边回荡。 当他们消失的刹那,只有两滴泪水从天而降,被魔魅接踵而来的恐怖攻击撕成了水粉。 身体猛的一阵,唐武林缓缓睁开双眸。 她的胸口微微有些起伏,数次之后才渐渐平复。 下意识地摸了一下自己的左肩,真实的还在,但之前那剧烈的痛苦却依旧鱼韵犹存。 太真实了。 心中暗暗叹息,如果不是为了保护那位少校的话,自己怎么都还有一战之力,只要能够用黄金龙枪真正刺伤那个魔魅,或许,自己就有反败为胜的机会吧。 不过,那魔魅还真是强大,也不知道这些神军团是怎么研究出来作为考核用的。 玻璃罩开启,唐武林身上的所有固定装置也随之开启,活动了一下肩膀,她从自己的玻璃罩之中走了出来。 另一边的少校还没有苏醒过来,隔着玻璃罩能够看到,她眉头紧簇,仿佛承受着什么巨大的痛苦似的。 猛的,她的身躯剧烈的一阵,然后又平静下来。 这是要醒了吗? 从少校身上的气息,唐武林之前就判断出,这位单从魂力上的修为判断,应该是在五环左右。 虽然不知道她是什么出身,但以她二十五,六岁的年纪,魂力能够达到这种程度已经是极其优秀了。 毕竟不能用唐武林他们来衡量普通魂师,他们可是当代史莱克七怪,在同代人中,就是应该站在最巅峰的。 片刻后,少校徐徐睁开双眸,她的双眸先是一阵失神,片刻后才开始重新聚焦,隔着玻璃罩,刚好看到站在外面正注视着自己的唐武林。 眼底深处闪过一抹复杂之色,少校开启玻璃罩同时解除自己身上的束缚。 但当她从玻璃罩中一步走出来的时候,脚下一软,唐武林几乎是下意识地上前一步,接住了她的身体。 之前在战斗中没有发现,此时唐武林却感觉明显,这位少校的身体温度有点高,但身材非常好,而且极有弹性,一看就是经常运动的结果。 一头利落的短发,眉宇间英气勃勃。 谢谢。 少校俏脸一红,挣扎着从唐武林怀中战之身体。 唐武林道,我的考核。 少校一愣,但立刻就恢复了正常,就连脸色似乎也恢复了原本的冰冷。 已经通过了。 跟我来吧。 说完,他带着他走出了这间专门用于测试的房间,他的步速很快,至少比来的时候要快,就像是在逃避什么似的。 第931章 他是单身哦。 通过就好,不过唐武林也有些懊恼,自己这么快就把血脉浑环的能力暴露了,实在是有些无语。 但之前战斗的感觉很好,这种有压迫力的感受,对他的实战是有帮助的,尤其是在用黄金龙枪刺穿纳巴胺身体,吸收了巴胺那种特殊能量之后,他的感觉就更好了。 在那一刻,他就像是当初自己吃了大补之物时对身体提升的感受。 而这种感觉伴随着他身体素质的提升,已经很久都没有出现过了。 可惜,那只是在幻境之中,要是真实世界里有这样的生物就好了,自己后续的身体强度提升就有着落了。 一边回忆着之前的战斗过程,吸取着其中惊艳教训,一边跟随在少校身后,在营地中穿梭。 很快,少校带着他又回到了最初的那个地方,又见到了那名中尉。 考核完毕了。 时间有点久啊。 这小伙子通过了吗? 中尉笑咪咪的问道。 少校点了点头,通过了。 唐武林注意道,这次他们彼此的交流并没有用军衔。 什么级别的通过? 中尉好奇的问道。 少校摇摇头,我不知道,要等少年来评判。 很高。 很高。 中尉很了解这位少校,能让他有这样评价的人,在整个血神军团中也没有多少。 可想而知,眼前这长得十分漂亮的少年带给了他怎样的震惊? 您给他办理物资领举吧,暂时安排道特勤处,具体分配要等上面对他进行评级之后才能进行。 少校说道。 好。 那你要不要带他熟悉一下军营? 现在他已经是血神军团的一员了。 中尉笑咪咪的问道。 少校犹豫了一下,但还是点了下头,好,我出去等他。 你给他进行登记。 说完,少校转身向外走,没走两步,他突然停下脚步,转身向唐武林道,我叫龙于雪。 说完这句话,他这才大步走出。 龙于雪,听起来像是个有故事的名字。 他的名字好听吗? 中尉微笑着问道。 唐武林微笑道,很好听啊。 中尉有些神秘兮兮的道,他可还是单身哦,你要努力了。 唐武林愣了一下,不禁失笑,您这还尖做眉吗? 中尉叹息一声,没办法,谁让我只有这么一个女儿呢? 女儿? 唐武林顿时震惊了,那位龙于雪少校好像和眼前这位长得并不怎么像。 他像爸爸,你是不是觉得,我们之前的关系有点怪? 其实很正常,这里是军营,在每天正常工作时间内,我们都会以军衔称呼,而到了休息时间,自然他还是我女儿。 好了,我们现在可以登记了。 你的身份资料之前已经通过介绍信录入完毕。 唐武林,出身于史莱克学院,内院学员,对吧? 是的。 唐武林点点头。 中尉道,年龄二十一岁。 魂力修为多少? 需要你现在的真实数据。 五十八级左右,我有些时间没有测试过了。 唐武林实话实说。 中尉赞叹道,真不愧是史莱克学院的学呐。 窦凯呢? 什么名字? 唐武林道,龙月。 二字窦凯。 中尉身体微微一震,他开始有些明白,为什么女儿会对这个小伙子另眼相看了? 他之所以会主动提醒唐武林女儿是单身,就是因为之前龙与雪向他说出了自己的名字啊。 这种情况,至少中尉以前没见过。 嗯? 唐武林点点头。 中尉进行了一系列的登记之后,将几身军服拿了出来,递给唐武林,两身薄的,两身厚重的东装。 仅此而已,没有其他的了。 长官,没有武器分配什么的吗? 唐武林好奇的问道。 中尉摇摇头,没有,在血神军团,没有人能不劳而获。 想要获得更强的武器,想要获得更高的军衔,都需要依靠自己的努力,在这里,只有军功才能换取你想要的一切。 军功? 执行任务? 和平年代,想要积累军功可不太容易,唐武林可不认为在这种生活条件恶劣的地方,会有圣灵叫那群邪魂师。 你以后会知道的。 去吧,他在外面等你呢。 中尉脸上的笑容分明有些暧昧。 唐武林微微一笑,长官,我有女朋友了。 中尉一愣,耸了耸肩膀,这没什么,在没有结婚之前,一切皆有可能。 唐武林没再说什么,只是尝试着用右拳垂击了一下左胸,算是行了个血神军团的军礼,把衣物收入自己的储物戒指,这才走了出去。 龙与雪等在外面,笑脸依旧是一片冰冷,看到唐武林走出来,道,跟我来吧,我带你去住处,同时简单的介绍一下营地。 外面的天气依旧寒冷,只是这种级别的温度变化对唐武林影响不大。 你首先需要知道的,是哪些地方不能去? 那边那座建筑,是军团指挥部,没有足够的级别和职务,在没有上司召唤的情况下,是不能进入的。 还有那边,那边是武器仓库,是种地,不能随意进入。 这边是营房,那边是训练区域,也是平时人最多的地方,配备有各种联邦最先进的训练仪器,你可以随时前往使用。 但要穿军服,你的军服之中有你的身份名牌。 没有军服,将寸步难行。 龙与雪十分详细的给唐武林介绍着营地的情况。 长官,我有个问题。 我能任意离开营地吗? 唐武林问道。 龙与雪停下脚步,离开营地。 你想要干什么? 唐武林道,不干什么,只是出去走走。 龙与雪淡然道,在达到少校级别之前,是没有假期的,少校级别以上,每周有一天假期可以外出。 但外出时必须交出所有武器装备,包括机甲。 只能凭借自己能力外出。 哦。 这方面唐武林倒是不担心,只要不是不让动用武魂和豆凯,一天的时间虽然前往烈火盆地有点远,但也不是不行的。 飞过去就是了。 不过,少校军衔,这似乎有点遥远呢。 按照他对军队的了解,参军之后,首先就是三等兵,在兵的这个级别之中,还要先向上升为二等兵,然后是一等兵。 这都算是列兵级别。 再之后是少尉,中尉,上尉,然后才是少校。 也就是说,他和眼前这位,相隔足有五,六个级别。 提升军衔等级,在前期还是比较容易的,看你的实战能力,应该不难。 不过,首先你需要进行的,是一个月的特训。 这是所有新人都必须要进行的。 一个月的培训,让你了解血神军团,同时学习作为一名血神军团成员应该做些什么。 唐武林忍不住问道,长官,您使用了多长时间进阶为少校的。 龙于雪眉头微挑,不要太好高骛远,我用了四年。 你应该会比我快,但记住,不要贪功,血神军团历年牺牲最多的,就是在这方面。 之后的一个月特训,会有这方面的专门培训。 明白了。 四年,自己总不可能把谷月娜放在烈火盆底四年呢。 更让唐武林有点郁闷的是,自己的魂岛通讯器在这里已经失去了信号,也就是说,他现在根本没有办法和谷月娜联系。 你很着急离开。 龙于雪看出了唐武林的脸色变化。 唐武林道,不是着急离开,只是希望早点进步吧。 他当然不会说自己有女朋友在外面等着,这恐怕在任何军队中都是犯忌讳的。 龙于雪带着唐武林来到一片营房之中,走进去,营房内非常干净,通体都是金属质感,但只要一进入营房内部范围,温度立刻会随之升高。 暖融融的十分舒服。 这是你的房间。 我们这里,所有人都是单独的房间,会根据级别有所调整。 你是新兵,就是这最低级别,当你上升到卫关时会有调整,再之后就要到校级才能再提升。 今天晚些时候会对你的考核进行平定,明天开始新兵特训。 你先休息吧。 第九百三十二章 石塘 龙于雪交代完这些就要走,却被唐武林叫住了,长官,我该在哪里吃饭。 龙于雪道,石塘我刚才没告诉你吗? 唐武林苦笑道,没有啊。 龙于雪道,新兵没饭吃这个规矩你知道吗? 啊? 唐武林目瞪口呆的看着龙于雪,还有这样的军队? 不给饭吃。 龙于雪淡淡的道,在这里,所有的一切都要自力更生,就包括吃饭也是如此。 不需要用军功换取食堂的伙食费,才能吃饭。 不过,新兵可以暂时借贷,从以后的军功扣。 唐武林嘴角抽搐了一下,这血神军团,还真是奇葩呀。 长官,那我能向您借贷吗? 唐武林试探着问道。 龙于雪道,可以,每个月利息百分之十。 唐武林一阵无语,这么高? 不过,饭总要吃的,只得无奈的道,好,那我跟您先借一点。 跟我来吧,正好到晚饭的时间了。 两人一起走出营房,食堂果然就在不远的地方,当唐武林跟着龙于雪走进食堂的时候,见到了他进入血神军团后见到过的最多的人。 食堂很大,足有数千平米,放眼望去,至少有两千人在这里用餐,还有更多的人络绎不绝地进入。 有十几个领取饭菜的窗口,上面也有不同的标识。 就是简单的数字一、二、三、四这样。 龙于雪向唐武林解释道,越是小号的窗口,吃的东西越贵,但也越有营养,对身体帮助越大。 唐武林心中暗想,这不是和当初学院的规定差不多吗? 不过,他以前那种饭量,着实是没太注意过,基本就是那个窗口有足够的食物,他就去哪边吃。 没想到加入军队之后,竟然还不管饭,幸好自己现在已经不用吃以前那么多了。 龙于雪带着唐武林走到六号窗口,在后面排队。 唐武林也发现了,越是小号窗口的地方,排队的人就越少,像一、二、三号这三个窗口,根本就没人排队的。 也很少有人去打饭。 食堂内,会官的数量是最多的,列宾这个级别他还没看到,至于他自己,都还没换上军装呢,反正有龙于雪带着,现在还不需要检查他的身份。 作为从小到大都是吃货的存在,唐武林其实对于前三个窗口吃什么是非常有兴趣的,不过,囊中羞涩,也没什么办法。 一边排队,唐武林低声向龙于雪问道,长官,咱们军团需要锻造师吗? 龙于雪瞥了他一眼,当然需要,修复机甲什么的,都用得上。 怎么? 你是锻造师? 唐武林点点头,道,是啊。 我是锻造师。 锻造的话,能不能获取军功? 龙于雪道,也可以,但比较低。 够吃饭吗? 唐武林再问。 龙于雪道,你很担心自己没饭吃? 不是借给你了吗? 等你以后积累了军功再还我就是。 唐武林没有解释什么,他总不能说,自己想吃好的吧,只是点点头。 于雪。 正在这时,一个动听的声音响起,唐武林下意识的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 只见一名梳着马尾便的女军官朝着这边走了过来,上尉军衔,鼻挺的军装对于女生,确实是有非常好的应称效果,这位同样显得英姿飒爽。 论相貌的话,他并不比龙于雪差,但脸部线条却要柔和一些。 一双大眼睛中闪烁着古灵精怪之色。 七月。 看到这名上尉,龙于雪脸上难得的流露出了笑容。 江七月的目光却是好奇的落在了唐武林身上,变装。 他是新来的吗? 挺帅的呀。 龙于雪点点头,今天刚来的,通过考核了。 我带他来吃饭。 江七月笑道,就是你好心,又是低吸借贷吧。 我跟你说,你总这样破坏规矩,大家会有意见的。 人家都是月曦百分之百,你月曦百分之三十就借了,这要不是你,那些家伙早就不干了。 什么? 月曦百分之百? 唐武林在旁边听得瞪大了眼睛。 而且,龙于雪借给他的,也不是百分之三十啊。 而是只有百分之十。 不过,聪明如他,肯定不会在这个时候说出来的。 龙于雪瞥了唐武林一眼,笑脸微微泛起一抹红晕,心人都不容易,我们也都是那么过来的,能帮一下就帮一下。 江七月扭头看向唐武林,笑容中明显多了几分暧昧,小帅哥,我叫江七月,你叫什么名字啊? 唐武林 唐武林面带微笑的说道。 他的笑容温和而充满阳光,一双明亮的大眼睛更是澄澈的仿佛能够映照整个世界,看着他的笑容,江七月不禁愣了一下。 心中暗道一声,好帅。 血神军团的帅哥绝对是所有军队比例最高的,他也见惯了,可是,和眼前这位相比,其他人似乎明显逊色了不止一筹。 以他挑剔的眼光,竟然从唐武林身上挑不出毛病来,这可真是从来都没有过。 他歪过头看向龙鱼雪,有点意思啊。 他的考核成绩怎样? 龙鱼雪瞥了他一眼,我不知道。 江七月惊讶的道,你带他来吃饭,应该考核也是你带的吧? 怎会不知道。 龙鱼雪道,他的成绩需要上面评测,我给不了分数。 江七月一惊,这么厉害。 龙鱼雪道,比你想的会更厉害一点。 江七月刚要再说什么,背后却传来一个洪亮的声音,我可不信。 三人回头看时,只见一名身材高大的男性军官已经来到他们身后,这人的相貌和江七月有几分相像,身材魁梧,只比唐武林矮了一点。 但却极其壮硕,尤其是一双手臂,肌肉隆起得甚至有些恐怖。 唐武林已经是魁梧了,可这位却足以用雄壮来形容。 哥。 江七月叫了一声,并且主动凑上去搂住兄长的手臂,一副撒娇的模样。 唐武林也注意到,这位肩膀上挂着忠孝军衔。 龙鱼雪向他点了下头,你不信什么? 忠孝目光看向他时明显有些灼热,我不信他会那么厉害。 能让鱼雪称赞,不知你觉得他能够到什么级别? 二等兵。 龙鱼雪摇摇头,一等兵。 不可能。 忠孝惊讶的道,你应该知道,新兵被评为一等兵有多难。 血神军团没有军功就能提升军衔需要的难度我们都清楚得很啊。 龙鱼雪似乎不怎么愿意搭理他,转过身继续排队。 忠孝似乎早就习惯了他这样的态度,转身看向唐武林,小子,鱼雪说你能达到一等兵。 唐武林苦笑道,我也不知道评判标准,没法判断。 长官您好,我是唐武林。 一边说着,他脸上流露出人畜无害的微笑。 他才刚来这里,经过魔鬼岛的教育,他很清楚如何才是自己平稳晋升的最佳方式。 我不信,你最擅长的是什么? 忠孝问道。 对于唐武林的招呼似乎并没有什么感觉。 江七月则是在旁边一脸好奇的看着唐武林。 第933章 赌一顿饭的 唐武林眉头微皱,难道说,这位把自己当成情敌了不成。 从这位忠孝看向龙鱼雪的眼神,他就能辨别出,这位似乎是喜欢少校的。 自己这分明就是无妄之灾呀。 力量。 唐武林淡淡的道,他不希望惹麻烦,也不意味着他遇到什么都会隐忍。 军队,还是要靠实力说话的。 忠孝哈哈一笑,力量。 好啊。 那我们较量一下。 在我手上能坚持三秒,我就相信你能晋升为一等兵。 唐武林脸色一冷,您是否认为我能晋升,这似乎和我并没有什么关系。 我为什么要跟你较量。 江七月瞪大了眼睛,前面的龙鱼雪也不禁回过头来。 正所谓出生牛犊不怕虎,新兵来到这里后自我感觉良好得多了,但基本都没什么好下场。 忠孝倒是也不怒,只是饶有兴趣的看着唐武林,道,那你觉得,怎么才能和我较量呢? 唐武林突然也笑了,笑容十分和煦,如果现在有史莱克奇怪的其他人在这里的话,看到他这样的笑容,一定会明白,这家伙肯定是要坑人了。 越是腹黑的时候,唐武林脸上的笑容就会越真诚。 长官,我出来乍到,也没有军工吃饭。 不如,我们就赌一顿饭吧。 如果我赢了,您就让我在这里随便哪个窗口吃到饱。 然后您来付钱。 忠孝上下打量了他几眼,好啊。 就这么定了。 如果你输了,我也不难为你,到我那里,给我洗一个月的衣服。 怎么样? 这要求确实是不高,唐武林对这位忠孝的恶感不禁降低了几分,至少这位没有过分。 不过, 他真的确定知道他跟自己赌的是什么吗? 一丝怜悯不由地出现在唐武林心中,那您看,我们怎么比呢? 简单,握手吧。 一方认输为止。 一边说着,忠孝就把他那菩萨般的大手伸了过来。 唐武林看向江七月和龙于雪道,两位长官帮我们做个见证吧。 江七月轻叹一声, 小帅哥,给我搁洗一个月衣服也不是什么坏事,到时候,多跟我搁学学战斗经验。 唐武林笑了,长官,您就这么确定我会输吗? 江七月嘻嘻一笑,看来你对自己很有信心啊。 那不如我追加一份赌注,你要是赢了,我也管你一顿饭,输了就给我也洗一个月衣服。 小除外偶。 此言一出,周围已经在看热闹的士兵们顿时一片哄笑。 唐武林也不恼,笑咪咪的道,好呀。 一边说着,他也同样伸出手和忠孝卧在一起。 忠孝眉毛微挑,新兵,记住我的名字,我叫江五月。 唐武林嘴角抽搐了一下,心说,这一家人起名字还真是省事啊。 江五月的手和唐武林的手,大小差距十分明显,单是手掌和手指的长度,唐武林还要略占上风,但那江五月的手掌却特别宽厚,看上去就像是熊掌一般,和唐武林看上去修长白皙的手掌形成鲜明对比。 两只手,迅速握在了一起。 纯粹的力量交锋,都不许用魂力不许用武魂哦。 江七月在旁边兴高采烈,蹦蹦跳跳的说道。 江五月脸上流露着不怀好意的微笑,同时手掌开始微微发力。 可惜,他没有看到的是,站在旁边,半嗓都没有说话的龙于雪眼中,闪过一抹怜悯之色。 和一个单凭肉体力量就能硬汉巴胺的家伙比拼力量,江五月真不愧是猪脑。 唐武林同样是面带微笑,右手却很自然的和江五月握在一起。 咦? 片刻之后,江五月的脸色就发生了一些变化,他只觉得,自己握着的并不是一只手,而像是一块无比坚硬的稀有金属似的,任由他怎么发力,对方的手掌就是没有任何变化,脸上表情也同样是如此。 这家伙! 没有魂力波动,那就是纯粹的肉体力量了。 这小白脸的力量,难道? 周围起哄的血神军团战士们也看出了不对,三秒。 十秒都已经过了。 之前江五月可是说过,唐武林坚持三秒就算赢的。 在血神军团校级以下军官之中,江五月的力量足以排进前三。 可此时和他正面抗衡的这个新兵,看上去一点感觉都没有似的。 这意味着,这位的力量至少不会逊色于江五月。 长官,您看,这时间已经过了呀。 唐武林一脸无辜的说道。 江五月心中不服气,右手全力发力,脸上的表情也开始变得凝重起来。 这么多人看着呢,这面子上着实是有些放不下呀。 唐武林轻叹一声,他本想给江五月给台阶下就算了,但看来这位,还是很不甘心啊。 他的手掌,终于开始动了,五指徐徐收紧。 江五月只觉得自己手掌上仿佛多了一个铁箍,根本不依他意志为转移的不断的收紧再收紧,他的力量在对方面前,简直就像是催枯拉朽一般被不断的蚕食,吞没。 强烈的刺痛,开始从骨骼传来。 脸色开始发青,江五月这才明白,眼前这个新兵,在力量方面确实是要远超自己的。 就在这时,手上突然一惊,唐武林的手掌又变成了先前的样子,压力化解的同时,江五月也是心神一松,顿时明白对方的意思,他又不是真的猪脑。 帅先松开手,江五月眉毛微挑,很好,能够在我手上坚持这么久,算是个可造之才。 我会跟上面说,我们进战一营要你了。 一边说着,抬手在唐武林肩膀上重重的拍了两下。 这两下着实是不轻,但唐武林却笑咪咪的承受了。 谢谢长官。 长官,那您看,我今天这顿饭。 唐武林问道。 江五月大肚的一挥手,尽管去吃。 小号的伙食是最好的。 我建议你可以去一号窗口那边拿吃的。 愿赌服输。 这位倒是爽快的性格,而且还帮他指出了什么地方的东西最贵,这让唐武林对这位忠孝的感官又好了几分,不过,即使是这样,他也不会嘴下留情的。 赶路这么多天,已经很久没有吃到可口的饭菜了,尤其是在进入了无尽山脉之后,更是只能啃啃冷硬的干粮,之前考核对他的精神也消耗不小。 如果用四个字来形容现在的唐武林,那么,穷凶极恶会非常合适。 长官,今天先不用向您借贷了。 谢谢长官。 一边说着,唐武林就像一号窗口走了过去。 江七月这才看向哥哥,眼中流露出询问之色。 其他看热闹的士兵们纷纷散了,虽然对唐武林有些好奇,但这饭点而时候,什么也没有吃饭大。 江五月苦笑道,这小子是个怪物,力量非常强,比我强。 不会吧。 江七月张大了嘴,我记得,你上次力量测试的时候,已经超过三万公斤了。 你该不会是手下留情了吧? 江五月嘴角抽搐了一下,手下留情。 你看我是那种人吗? 不过,这小子不错,这么强的力量,放在我们近战营才是物尽其用。 就这么定了,我待会儿就找上面要人去。 他是我们特勤处的。 你想都别想。 龙雨雪的声音冷冷的飘了过来。 特勤处。 江五月惊讶的道,雨雪,你也想要这小子。 可是,你们特勤处平时更多的是侦察任务,远程攻击比近战重要,你有用吗? 龙雨雪才不会跟他解释,指了指一号窗口那边,你的情况似乎不太妙。 江五月下意识的扭头朝着一号窗口看去,下一瞬顿时脸色大变,这小子,作死吗? 一边说着,他就大步走了过去。 食堂一号窗口,一个个餐盘不断的从里面端出来,已经在窗口前面的平台上摆了一排,而且还在继续向外端呢。 这么一会儿功夫,就十几份了。 第934章我不会浪费的 一、二、三号三个窗口没人排队自然是有原因的,血神军团的军功,按照份值来计算。 基本上,一份一号窗口的食物,就相当于一次低烈度战斗能够得到的军功了。 再简单一点,一顿一号窗口的食物,足以让一名三等兵晋升为二等兵。 虽然后免军衔晋升每一级的军功都相差巨大,但也可想而知,这一号窗口的食物有多么昂贵了。 食堂虽然要军功买饭吃,但份量一向都是很足的,一份足够一位大卫王吃饱了。 可此时,摆出来的已经有十几份了。 哪怕已经是忠孝的江五月,也有些承受不起。 小子,你干什么? 江五月怒声道。 唐武林一脸无辜的扭头看向他,道,长官,您不是说管宝吗? 江五月气势一顿,管宝没错,但也不能浪费。 你知不知道,贪污和浪费是最大的犯罪。 唐武林立刻正色道,长官放心,我绝不会浪费的。 你能吃得完? 我提醒你,一号窗口的食物,可都是有天地灵物加入的,营养极其充沛,别说你根本吃不了这么多,就算你能吃得下去,也消化不了, 就不怕撑死你吗? 唐武林微笑道,长官,那不如这样,我们再打个赌,我要是能吃完,下顿饭。 滚蛋,谁跟你打赌? 赶快退了。 江五月有些暴躁。 一号窗口内转来悠悠的声音,已经出售,盖部退货。 江营长,付钱吧。 你说的,愿赌服输。 江五月的嘴角抽搐了一下,想要从中校晋升为上校,需要极为庞大的军功。 他积攒了已经有一年多了,现在都还差三分之二呢。 这么一顿饭吃下去,他积攒的军功十分之一就没了,不心疼才怪了。 唐武林却已经顾不上理他,就站在窗口这里,开始大吃起来。 他不知道这些食物适用的什么食材,只是觉得味道简直是太美妙了,绝对不比木野老师做的饭菜差。 尤其是一种肉汁十分鲜嫩的鸟类,那汤汁简直是鲜美的让人仿佛连舌头都要吃下去。 江五月忍痛把杖结了,当他转过身,愤怒的看向唐武林的时候,脸上怒容却在瞬间冻结了。 因为,就是他结账这么惠二的功夫,三分一号食堂的饭菜就已经消失了。 唐武林正在第四份那里努力。 那雪灵鸟的一大碗肉汤,可是需要一整只雪灵鸟的。 在江五月的视野中,一个鸟腿进入唐武林口中,下一刻骨头就吐出来了。 一碗汤,只不过是几次呼吸的时间,就已经空空如也。 他吃得快吧,看上去还丝毫不觉得粗鲁,只是感觉像是流水化作业似的。 就他愣神的功夫,就又是一份吃完了。 远处的江七月和龙鱼血也同样是看得愣住了。 这家伙,是饿死鬼投胎吗? 就算长得再帅,这种吃法,也养不起啊。 江七月吞咽了一口口水。 龙鱼血嘴角处流露出一丝玩味的笑容,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记得某人刚才追住了。 你的军功够不够呢? 不够的话,可以找我借贷哦。 你刚刚不是说了,不能破坏规矩,那就按照每个月百分之百的利息来计算好了。 不要挽鱼血。 江七月惨叫一声,我要破产了,不要挽。 人家为了晋升少校已经攒了好久的军功了。 天哪! 你这是从什么地方找了这么个怪物来呀? 我可怎么办呢? 鱼血,你必须要救救我,要不你跟他求求情吧? 反正他是你带进来的。 龙鱼血耸了耸肩膀,自作孽,不可活,这个我可没办法。 你自求多福吧。 当江五月眼看着唐武林把十几份一号食堂的饭菜全部吃完时,嘴已经长得很大了。 然后他就看到,唐武林走到一号窗口那里,向里面的厨师问道,还有吗? 没了,今天就这么多。 一号食堂内的大师傅说道。 江五月失声道,你还能吃? 唐武林一边走向二号窗口一边说道,二号也勉强吧。 他好久没有这么大块朵鱼了,但今天吃得实在是太痛快了,尽管他也不想让江五月破产,但真是有点管不住嘴。 食物足够好,还有足够的量,他此时只觉得自己这些天的疲惫一扫而光。 全身都暖洋洋的,说不出的舒服,而且,胸口处的气血漩涡旋转速度已经达到了极致,内部中央,仿佛有淡淡的晶体光芒闪烁。 正是需要大量能量来补充的时候。 刚刚吃下去的这些东西,很快就被消化的差不多了。 足足又吃了十几份二号窗口的食物,唐武林这才停下来,像已经满脸土色的江五月展颜一笑,露出一口白牙,谢谢长官。 江五月呆呆的站在那,背影看上去明显有些萧索。 唐武林又向江七月和龙雨雪打了招呼后,这才离开食堂,返回自己住处去了。 作为士兵的房间,并不算怎么好。 一共只有十平米大,卫生间也十分简易。 不过唐武林也算是满意了,至少是他自己一个人一个房间的。 总比和别人一个房间要好。 古月,联系不上你可怎么办呢? 唐武林有些范畴,不过,自己总不可能真的四年才晋升到少校军衔吧。 累计军功晋升军衔,之后一个月的特训,自己首先就要搞清楚,如何才能累计军功才是。 盘西坐上床,凝想。 他现在要抓紧一切时间努力修炼。 一旦突破六十级,他立刻就能拥有十万年魂环,修位无疑会在上层楼。 今天和那魔魅的交手,让唐武林充分的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 力量足够了,但把力量转化为速度这方面,自己还有所欠缺。 之后要加强,否则,再强的力量无法作用在敌人身上也是白费。 就在唐武林进行冥想的同时,血神军团指挥部,第三作战室内,一共有十几个人正在看着面前的屏幕。 屏幕上画面,显示的正是唐武林在进入无尽山脉之后的攀爬过程。 龙鱼雪也在,他站在后面,而能够坐在这里的,至少也是大校以上的军衔,坐在最前面的,还有两位挂着江星的将军。 这两位看上去都是四十多岁的样子,都是男性,其中一位身材高大,浓眉大眼,相貌堂堂,整个人只是坐在那里,就给人一种不目自威的感觉。 在他身边的一位,身材修长,相貌和龙鱼雪有六分相像,显然是有血脉亲缘关系的。 身体素质很不错。 身材魁梧的少将陈生道。 龙鱼雪道,是的,我查看过数据,从进入无尽山脉到底达营地,一共用了八天时间。 而且完全没有使用魂力和武魂的迹象。 不过? 不过什么? 那名相貌和他很像的少将问道。 龙鱼雪道,不过,他似乎有一种特殊力量,根据我的判断,应该是源自于血脉。 稍后两位长官可以看他在考核中的过程。 就展现过这种力量。 很奇特,但也非常强。 第九百三十五章震惊 身材魁梧的少将哈哈一笑,不错呀。 能让小雪评价如此,看来真是个好苗子。 行,直接看看他的考核过程吧。 龙鱼雪上前换了画面。 光影一闪,就到了他和唐武林进入那模拟世界的景象。 龙天舞看了一眼女儿,脸上流露出一丝怪异之色,他已经听妻子说了,今天是女儿亲自带着这名新兵去进行的考核,并且给出了最高评价。 只有最高评价的新兵,才值得他们这么多人亲自观看考核录像以平定等级。 画面开始出现变化,龙鱼雪和唐武林跳下深渊,开始进入洞窟之中。 唐武林手持铁棍走在前面,双眸中偶有紫光闪烁。 他是唐门选送过来的,但却出身于史莱克。 看来是史莱克学院的幸存者了。 龙天舞双眼微眯。 应该是。 徐伟涛少将点了点头,真没想到,史莱克会遭受如此灭顶之灾。 消息传来后,如果不是我们压着,恐怕我们这边出身于史莱克的那一系就要控制不住了。 大陆内部看来要不太平了。 龙天舞点了点头,事情十分蹊跷,不是那么简单的。 我看,和军部也不无关系。 军团长已经去军部了,等他回来就有详细情况了。 希望军部本身不要参与,否则,就太让人失望了。 怎能自断晴天哪? 徐伟涛叹息一声,就是有些人认为,现在的斗罗已经足够强大了吧。 而史莱克中立的存在,总会让一些野心家不满。 无论如何,这件事都不能就这么算了。 等军团长定夺吧。 嗯? 咦,两位少将正说着话,画面已经出现了变化。 龙天舞发出惊疑之声,是因为他看到画面中的龙羽雪正突然跑向了洞窟中央的那一幕,这不是人为制造考核难度吗? 然后他们就看到,唐武林的身影紧跟在龙羽雪身后,一条长棍上下挥舞,不断地将一只只四抓蝙蝠击杀。 近战能力非常好,有唐门不法鬼影迷宗部,而且冷静,沉着。 二十一岁能做到这程度很不错。 而且,他的力量非常强。 只是凭借一根铁棍能够轻松地击溃这么多四爪蝙蝠还是很不容易的。 没有装备辅助,这至少是二等兵的架子了。 龙羽雪没有吭声,画面一变,那只六爪蝙蝠已经爬了出来,直扑唐武林。 龙天武和徐伟涛的眼神也变得认真起来。 六爪蝙蝠比四爪蝙蝠墙上十倍不止,尤其是本身还具有阴波攻击的能力。 这种震荡波,当初曾经给血神军团造成过不少麻烦。 范围攻击,在很多时候是非常讨厌的。 下一刻,龙天武的表情就有些僵硬了,因为他眼看着,唐武林把龙羽雪搂入怀中,然后就击溃了那只六爪蝙蝠。 龙羽雪翘脸一红,解释道,他的精神力非常强,他是用自己的精神力护住了我,不被阴波冲击。 龙天武没吭声,只是凭借纯粹力量击杀六爪蝙蝠,新兵中绝对算得上是佼佼者了。 可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却开始逐渐颠覆他们的认知。 当三只六爪蝙蝠在唐武林手中陨落的时候,坐在两位将军身后的众位军官就已经有些坐不住了。 议论声响成一片。 而紧接着,唐武林身体倒下,并且带倒了龙羽雪,却用如此精妙的脚法和恐怖力量踢飞了那条巨蛇时,有两位大校都站了起来。 漂亮。 巴鞍。 巴鞍怎么会出现? 这考核随机的难度也太高了吧。 可惜了,本来还想多看看这小家伙能够坚持多久呢。 眼看着巨爪出现的时候,就连坐在前面的龙天舞和徐伟涛都皱起了眉头。 各位长官,还没有结束。 龙羽雪忍不住说道。 没有结束。 那可是巴鞍啊。 然后他们就看到了唐武林硬汉巴鞍的一幕。 那是纯粹的力量与力量的碰撞。 可是,那金色光环是怎么回事? 当巴鞍被黄金龙枪狠狠的钉在石壁上时,整个作战士已是鸦雀无声。 没有武魂,没有魂力,一对一,击杀巴鞍。 没有窦凯,没有机甲呀。 他就是凭借自己的身体力量,和那可能是血脉的力量做到了。 这已经不是天才两个字能够解释的了。 在座众人,哪怕是众位大小,也没有几个能做到同样战果的。 了不得。 徐伟涛沉声道。 磨眉。 龙天武却猛的站了起来,因为画面的一切还没有结束,那只磨眉终于出现了。 而接下来,唐武林立战磨眉,并且用自己的身体保护了龙羽雪的一幕,则是再次震撼并点燃了整个作战室。 清晨。 当唐武林从冥想中醒过来的时候,外面还是一片漆黑,这里的白昼时间明显要比黑夜短得多。 看着窗外的冰天雪地,感受着房间中舒适的温度,唐武林竟然有种享受的感觉。 远离了内陆的喧嚣,他肩膀上的重担总算是减轻了许多,虽然放不下,但至少暂时不用去为了那些压力而烦恼。 对于血神军团,他的第一印象还是相当不错的。 多情窦罗既然让自己来到这里,那就一定有他的道理。 努力提升实力,并且在军方获得一定的地位,这就是他此行的目的。 无疑,血神军团应该是不太受到联邦影响的,这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世界。 虽然不像史莱克学院那种中立,但资格应该非常高。 至于血神军团为什么会在这里,多情窦罗没有说,这些就需要唐武林自己来得知了。 昨晚的一顿大快躲移效果相当不错,此时他只觉得精力旺盛,气血之力又有所提升。 起来舒展了一下身体,唐武林洗漱后走出房门。 一直来到外面。 清晨的无尽山脉,温度极低,哪怕是唐武林,都不禁机灵灵打了个寒颤,他已经还上了白色军服,鼻挺的军服很适合身,衬托着他修长的身材,更显英姿勃发。 稍微活动了一下自己的身体,今天就要开始特训了吗? 不知道会有什么项目? 有过当初在魔鬼岛上的训练,无论血神军团的特训是什么,他心中都不会出现担忧这种情绪的。 还有什么能比魔鬼岛更能折磨身心的呢? 远处天空有些看不清,空气中尽是雪雾,空中也是雪花飞舞。 可惜自己的武魂不是冰属性的,不然的话,在这里修炼应该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吧。 唐武林 正在这时,悦尔的声音传来。 长官 唐武林转身就看到了龙鱼雪,这么早啊。 您也住这边吗? 龙鱼雪摇摇头,不,我不住这边,我是来找你的。 你的考核评分已经下来了,早餐后跟我去领取你的军衔。 同时,宣布你的分配。 是。 唐武林右手捶胸,向龙鱼雪行了个血神军团的军礼。 龙鱼雪上前一步,左手托住他的手肘,右手调整了一下他手臂的位置。 要在这个位置,全在心脏上方一点。 明白了吗? 明白。 先去早餐吧。 对了,七月想让我跟你说个情,说到这里,连龙鱼雪自己都觉得有些好笑,想起昨晚将七月那一脸可怜兮兮恳求自己的模样,心中不禁有些恶趣味的暗爽。 这丫头也有这时候。 哦。 好。 那我就吃一份好了。 唐武林道。 你怎么那么能吃? 龙鱼雪忍不住问道。 唐武林道,这个,天赋异禀吧。 不过,我也可以少吃点的,不用每次都吃那么多。 不过,吃得多对我来说有助于修炼。 龙鱼雪讶异的看了他一眼,点点头,道,吃饭修炼。 和你那血脉的能力有关吧。 唐武林心中一动,也不否认,点了点头。 早餐又见到了江七月,只不过和昨天的活泼热辣相比,今天他输了两个小辫子,看上去就像是林家的小女孩儿似的。 脸上也是一副可怜兮兮的表情。 唐武林不禁心中暗笑,这种装扮在自己面前哪能真有什么用啊? 在魔鬼岛七位老魔那里,他什么没见过。 不过,他当然不会真的去和人家计较。 第936章 少尉参谋唐武林 长官好。 唐武林向江七月行了各军礼。 江七月赶忙道,大家都是自己人,是袍泽,不用叫什么长官了,又不是在执行任务过程中,叫我名字就好了。 小帅哥,你看。 唐武林道,随便吃点就行了,就六号窗口吧,吃一份算了。 昨天晚上吃得多,还没怎么消化呢。 真的吗? 江七月的大眼睛顿时亮了起来,再看看旁边的龙鱼血,一脸的感激。 龙鱼血道,这和我无关,是他答应的。 江七月顿时兴奋的一把搂住唐武林的手臂,谢谢你了小帅哥。 他的身材发育得远超常人,唐武林顿时感觉到有些柔软的东西和自己身体发生了接触,不禁苦笑,不着痕迹的挣脱出来,道,没什么,昨天也不过是个玩笑罢了。 以后还请长官多多关照。 江七月眼神微动,唐武林挣脱他的小动作他怎么可能看不出来呢? 吃了早餐,龙鱼血带着唐武林前往血神军团指挥部,授贤仪式要在这里进行,这是整个血神军团的规矩。 血神军团指挥部十分简洁,没有什么装饰,一切看上去都和外面的冰雪一样冰冷。 授贤仪式在一个可以容纳大约百人左右的小礼堂进行。 当唐武林跟随龙鱼血来到这里的时候,下面已经坐了十几个人。 看他们肩膀上的尖章,可谓是星光璀璨。 放眼望去,将军就有两位,剩余的也都是上校以上级别的军官。 唐武林发现,这些人看着自己的目光都很有些好奇。 他当然猜得出,这应该是和自己在考核中使用的血脉之力有关。 不过,唐武林自己却不以为然,从某种角度来看,那考核既然不让使用魂力和魂技,应该就是专门为了考核新兵的其他方面素质,譬如,对于伙伴的保护。 他是经历过魔鬼岛培训的,所以,在最初龙鱼血告诉他要保护自己的时候,实际上唐武林就已经猜到了考核的目的。 他后来之所以还是动用了自己的血脉之力,自然是有目的的,没有保留,是因为他希望能够更快的融入这支军队,展现实力无疑是最好的办法。 所以,今天被关注都在他的意料之中。 龙鱼血让唐武林先站在一旁,然后走到众位军官前方,立正,行军礼。 特勤处副处长龙鱼血报告,新兵唐武林带道。 请指示。 龙天舞道,开始吧。 是。 龙鱼血转身,向唐武林道,请新兵唐武林,上台授贤。 唐武林大步走到小礼堂前方的台字中央,面对众位军官,右拳垂击胸膛,行血神军团军礼。 龙天舞站起身,走上前,龙鱼血从不远处端过一个托盘,上面放着两枚尖章。 同时还有两个金色领花。 一杠一星,少尉。 唐武林看到那军衔的时候,不禁愣了一下,不是说,只能是列兵级别吗? 在他原本看来,以自己的表现,一等兵估计是有机会的,却没想到,直接就是少尉军衔。 列兵的三个级别被称为下士,中士,上士。 然后才是少尉。 列兵和位官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哪怕到了上士这个级别,也依旧是士兵,而到了少尉,就是真正的军官了。 才一加入军队就被授予军官军衔,那可是相当了不得的事情了,起点高就意味着晋升更快。 龙天武向唐武林道,唐武林,你的考核录像我们看过了,表现得非常出色,你能够在不动用魂力的情况下展现出那样的战斗力,着实是令我们震惊。 按照血神军团的规矩,优秀新兵可以备授予上士军衔,但鉴于你的优异表现,这次军团决定破格给予你少尉军衔,希望你再接再厉,多力军功。 是。 唐武林应声。 龙天武亲自为他将军衔戴上,原本笔挺的白色军服,加上军衔,顿时又变得不一样了,唐武林整个人看上去都更是英姿勃发。 唐武林少尉,分配智特勤处,任参谋职。 一个月特训期后,立刻入职。 从这一刻开始,唐武林就变成了特勤处参谋少尉唐武林。 也意味着他终于加入到了联邦军队之中,成为了一名正式的军人,一名正式的军官。 崭新的大门在他面前开启。 参谋少尉,这是干什么的? 唐武林还真不太明白,不过,既来之则安之,接下来的一个月,他很快就会知道自己的具体任务是什么了。 不过,在特勤处的话,龙与雪这位副处长应该是与自己共事的吧。 授贤仪式结束,龙与雪带着唐武林离开了指挥部。 长官,之后我该开始特训了。 唐武林问道。 龙与雪点了点头,我就是你未来一个月的特训教官,你的特训一切听我安排。 首先我会带你进行一些理论知识的教育。 令唐武林没想到的是,龙与雪并没有带他去什么课堂,而是来到了一个有着里外套间的宿舍房间之中。 怎么看,这似乎都像是龙与雪自己住的地方。 坐吧。 这是我的宿舍。 龙与雪落落大方的道。 唐武林没有多问,在客厅沙发上坐了下来。 龙与雪道,新兵就你一个,也不需要特别找地方了。 接下来我给你讲的,你要牢记。 是,长官。 龙与雪看了他一眼,这里没有外人,你可以直接叫我名字。 我们以后就是同事了。 这,不好吧。 唐武林看了他一眼。 龙与雪冷着脸,沉声道,这是命令。 那,好吧。 龙与雪道,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在无尽山脉,而且是地势如此险恶,生活条件艰苦的地方,会有我们这么一支军团,对吧? 唐武林点了点头,无尽山脉已经是大陆最西方了,按照地图来看,翻越过无尽山脉之后,很快就能抵达西海岸,那也是整个大陆最荒凉的地方,就是因为有无尽山脉的阻隔。 西海岸外,并没有什么海魂受活跃和破坏的情况出现。 那边甚至根本就没有人类生活,可无论怎么看,血神军团都是一支极其精良的军队。 这样一支精良军队放在这里是为什么,唐武林心中也非常好奇,此时听龙与雪说起,他明白,自己终于可以接触到这支军团的秘密了。 龙与雪道,血神军团,建立于六千三百年前,迄今为止,已经有数千年历史。 而在大陆上,知道我们的人却是少之又少,因为,我们的存在,本来就和普通军人不一样。 我们肩负着责任,肩负着使命。 一代又一代的血神军团强者们,都在默默的守护着整个斗罗。 唐武林认真的听着。 龙与雪眼中流露出一丝怅然的回忆,继续道, 而我们守护这里的起因,就是这里曾经出现过一场巨大的灾难。 你应该知道,我们所处的这片山脉,并不是远属于斗罗大陆的。 而是伴随着日月大陆因地壳运动带过来的。 也就是说,这里原本属于日月大陆。 后来两块大陆产生碰撞,并且连接在一起,才有了现在面积几乎增大了一倍的斗罗大陆。 万年前,因为各种文化理念的不同,战争出现了,最终,大陆统一,又经过一段时间。 逐渐有了现在联邦的雏形。 不知道是否因为两块大陆碰撞产生了空间的扭曲,就在这片无尽山脉中,出现了一个奇异的空间通道。 简单来说,加入我们这里是一片空间,那么,在外面的世界中,在宇宙里,还有许许多多的星球,也有许许多多有着生命体的各种空间存在。 而空间通道的出现,就有可能缩短空间与空间的距离,甚至可以让两个远在亿万里之外的空间通过这个通道连接,在短时间内就能通过空间隧道跨越到另一片空间之中。 你能理解吗? 明白。 唐武林点了点头,有了当初龙骨之行后,他对这种独立于斗罗大陆之外的空间还是有一定理解力的。 第937章深渊 龙与雪道,无尽山脉就出现了这样一条通道。 刚开始的时候,通道口还很小,而且这里又地处偏僻,并没有任何人发现。 可随着时间的推移,通道越来越大,来自于另外一个未面的生物,就开始通过这个通道进入到了我们斗罗大陆之中。 我们称这种生物为,深渊生物。 唐武林瞳孔突然剧烈的收缩起来,你的意思是说,之前我在考核中见到的那些生物,本来就是存在的。 就是你说的深渊生物。 龙与雪道,聪明,就是如此。 当深渊生物在6300年前开始大举进入到无尽山脉,并且开始向外转移的时候,一场大灾难也随之出现了。 因为这场灾难出现在大陆偏僻的西方,这边人烟稀少,再加上联邦对消息的封锁,所以知道的人少之又少。 深渊生物的特性是毁灭与吞噬,它们会吞噬一切生命体,无论是动物还是植物都不例外,就像蝗虫一样,所过之处,寸草不生。 它们充满了疯狂,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就令无尽山脉范围内的一切生灵全部消失了。 幸好,在那个时候,联邦科技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及早发现了它们的存在,才没有让这场灾难蔓延到大陆内部。 当时联邦几乎调集了超过三分之二的军队,对这些深渊生物进行围剿,在史莱克学院、唐门、传灵塔、战神殿、四大组织的联合下,配合着联邦十一个机甲军团,再加上无法计数的定装混倒炮弹,这才将深渊生物赶回通道之中。 在那场战役里,足足阵亡了超过二十万人,那一带的唐门斗罗殿殿主陨落在与一位深渊未面皇者的战斗中,唐门那一带的史莱克七怪陨落了四位,战神殿十八位战神,陨落了十位,传灵塔四大传灵使死了三位,三位正负殿主,一死一重伤。 可谓惨烈之极。 唐武林倒吸一口凉气,这四大组织从现在就能看出当初是多么的强大,按照龙与雪所说,参与那场战争的封号斗罗层次强者,应该不下于三十位,而且,按照时间推算,在那个年代,已经开始有斗凯出现了,虽然不像现代斗凯那么的强大,但也不会相差太多。 连唐门斗罗殿殿主都陨落了,可想而知,那些深渊生物有多么强大。 再联想起自己在幻境中遇到的魔魅,唐武林心头不禁沉甸甸的。 仙辈们的血没有白流,深渊生物被打退了,退回他们原本的位面。 七位帝皇及深渊强者,陨落了五位在那场战役之中。 深渊七皇之首,更是在唐门斗罗殿殿主和那一代史莱克学院海神格格主,也是那一代史莱克七怪之首的合力之下重创,其他死去的深渊生物不计其数。 从那以后,先辈们强行封印了深渊通道,虽然没能全部封死,但王级以上的深渊生物却很难穿越通道了。 而血神军团也是那个时候成立。 由四大组织发起,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守护通道,不让深渊生物再次降临。 深渊生物生活在什么地方我们完全不知道,但深渊生物却是特别的强大。 像你遇到的魔魅,应该算是领主级别的深渊生物,而那体型巨大的巴胺,只是头领级而已。 这六千多年以来,深渊生物无时无刻的不想着入侵我们的世界,所以它们一直在攻打封印,而我们则是在全力的守护封印。 唐武林道,那这么说,你们口中所说的军功,就是和深渊生物战斗获得的了。 没错。 龙于雪道,你在考核中看到的洞窟,就是模仿深渊洞穴制造的,情况也模拟的有七八分相像。 在那洞窟之中,受到空间通道波动的影响,我们魂师的武魂会受到极大程度的削弱,不是完全不能用,但也相差无几了。 这也是为什么你在考核的时候无法使用魂力了。 我们现在科技研究出来的空间屏蔽装置,也只能是短时间让魂师使用武魂。 唐武林点了点头,原来如此。 难怪了。 也就是说,我在特训之后,就要开始和深渊生物作战了。 而击杀多少深渊生物,就能积累相应的军功。 龙于雪点了点头,理论上是这样的。 不过你在特勤处,和作战部队又有所不同。 唐武林道,长官,那我能不能调动到作战部队去? 我想在一线战斗。 看着唐武林昂扬的斗志,龙于雪眉毛微挑,作为一名女军人,她欣赏的永远都不只是相貌英俊的男生,而是那种有担当,有实力的战士。 毫无疑问,唐武林这些素质都具备了。 在考核时,所有的战斗感觉都和真实世界没什么区别,尤其是在最后面对魔魅的时候,魔魅的速度甚至令他们连思考的时间都没有,就是在那样的情况下,唐武林依旧能够用自己的身体守护住她,可见她的战斗意志是何等坚定了。 所以,龙于雪丝毫不怀疑唐武林此时所说的。 不,你错了。 合作战部队相比,实际上,我们能够接触到深渊生物的机会才更多。 你知道我们特勤处是干什么的吗? 龙于雪问道。 唐武林茫然摇头。 龙于雪道,我们特勤处主要是执行各种任务。 那天你见到我在负责军团外围守卫,我是在为一个朋友代替执勤,正常情况下,那不是我们的工作范围。 我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侦查,为研究院提供各种资料和标本。 作战部队和深渊生物作战是要进行轮换的,进行补给等等。 而且也不是随时随刻都有深渊生物会过来,作战部队的主要任务是守住深渊通道,不放出一只。 而我们特勤处就不一样了,我们的任务最重要的在于侦查,我们会进入到最接近空间通道入口的地方,甚至不排除会到深渊卫面去侦查,以探寻深渊生物更多的信息和情况。 如果有发现新的物种,并带回标本的话,那就是非常重要的功绩。 因此,如果你想要升职更快一些的话,早期在我们特勤处绝对是最合适的。 唐武林有些好奇的问道,为什么是早期呢? 龙于雪道,在一定级别以内,个人军功很重要。 但到了一定级别之上,尤其是中校以上,那么,统帅能力也将会进入功勋,因为高阶军官一定要具备统帅力,否则的话,是不能升入更高位置的。 就算可以,军衔高了,也是那种类似于军队克卿的存在,不能直接指挥军队。 像江武岳,他原来也是特勤处出身,少校级别后,才调入作战部队,用了两年时间升为正职,军功积累速度就会非常快。 像你昨天那么吃,换了是我,根本付不起钱的。 唐武林双眼微眯,道,你的意思是我最好在特勤处到少校级别,再转入作战部队,是吗? 第938章机遇 没错,这是最快捷的积累军功方式。 当然,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这样的,这需要足够的个人实力。 而你的能力通过考核已经检验过了,接下来的一个月,我会进一步检验你的能力,从而为你之后安排任务。 我们特勤处最大的优势就在于,我们不同于作战部队,没有整体的调派,随时都能进入深渊通道进行侦查,作战。 我明白了。 唐武林点了点头。 听了龙鱼血的介绍,他对血神军团总算有了大体的了解,深渊未免这个存在固然让他心头沉重,但同样的,唐武林也感受到了机会的存在。 和那巴胺战斗,并且用黄金龙枪吞噬了其能量的时候,他能明显感觉到那纯粹能量对自己的身体血脉帮助。 这么看来,深渊未免生物虽然充满了破坏与毁灭性,但本身的能量却是非常纯粹的,通过黄金龙枪提取之后,就能够为自己所用。 在正常情况下,他是不可能通过黄金龙枪吞噬其他生物的生命力来辅助自己修炼的。 对人类不可能,魂兽现在根本就没有,自然就是更不可能了。 可面对这种充满毁灭性,甚至是想要毁灭整个人类世界的深渊生物,唐武林就完全没有这种机会了。 通过和深渊生物的战斗,他能够用自己的黄金龙枪吞噬其能量融入自身,对于魂力修炼作用不大,可对于自己的血脉之力提升帮助却是相当不小,甚至可以和服用天才地宝相比了,这样的好事去哪里找。 因此,在血神军团当兵,虽然危险性要大得多,可同样的,机遇也更大。 从省钱的角度来看,如果在这里长时间战斗吸收深渊生物能量补充自身的话,说不定突破后面的金龙王封印都未必需要服用天才地宝了。 这种情况在唐武林看来是非常难得的,他每次提升自己,都需要有极大的风险。 金龙王封印越是到后面,危险性就越大,超过九层以后,后面要面对什么他现在还完全不清楚。 只有尝试了第十层突破之后,才能真正感受到后面的金龙王封印有多大风险。 老唐一直在沉睡,突破第十层的天才地宝他虽然准备的差不多了,又有之前吃下去的奇荣通天局作为辅助,可唐武林心中还是有些担忧,毕竟,这很可能是提升到另一个层次的血脉之力了。 同样,他也很期待,如果自己能够通过吞噬深渊生物能量来达到目的的话,无疑是绝佳的。 多情斗罗真是给自己找了一个好地方,不只是能够在这里逐渐获得军方的帮助,同时,也能够在这里不断的提升自己,十八道金龙王封印帮助他有了今天的成绩,但也同样一直像是悬在头顶的利刃。 可如果有一天,自己能够将十八层封印中全部金龙王能量都吸收了呢? 那又会是怎样的情景? 深渊未免的存在,无疑是提供给了自己一个这样的机会。 能够让斗罗大陆四大组织全力以赴都要重创为代价才能被驱逐出去的强大未免,深渊生物恐怕无法计数。 实力,自己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实力啊。 你在想什么? 龙与雪突然问道。 唐武林这才醒悟过来,没什么,只是在想如何能尽快和那些深渊生物交手呢? 龙与雪沉声道,你的实力确实是相当不错但我必须要提醒你的是,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要自大。 深渊生物比你想象中更加可怕,而且,实战和幻境中不同,因为你没有再活一次的机会,明白吗? 嗯? 唐武林点点头。 龙与雪脸色稍雾,道,接下来我给你讲一下目前已知的深渊未免情况,深渊未免中各种深渊生物的概况。 龙与雪是一位好教官,他给唐武林讲述的非常细致,唐武林听得也很认真,中间有什么问题都会立刻提出,龙与雪也会为他一一解答。 伴随着对深渊未免的深入了解,唐武林越来越感觉到血神军团的伟大。 按照龙与雪的描述,凡是在这里服役的血神军团士兵,真正能够完成十年服役期并且离开这里的,不到一半。 尽管人类科技在不断进步,对抗深渊未免的经验也在不断增加,可却依旧无法避免伤亡。 史莱克学院的突然陨落,对于血神军团也是极大的打击,唐门和史莱克学院,都为血神军团输送着大量的新鲜血液。 如果后背力量没有了,那么,未来的血神军团就有衰落的风险。 而深渊未免能否继续维持就难说了。 虽说战神殿和传灵塔依旧能继续输送新人,但出身集中,就意味着,血神军团很可能会被这二者之一逐渐掌控。 这绝对不是血神军团现在高层想要看到的。 因为血神军团存在的目的是为了守护斗罗大陆,而不是成为任何一方的武器。 同时,唐武林也了解到,血神军团的各种装备,几乎是目前人类所能拥有装备中最强的存在。 想要加入血神军团,首先就要将自己的修为提升到四环以上才有可能,四环魂宗,是血神军团的准入门槛,别说是在军队中了,就算是最苛刻的宗门也不可能有这样的要求。 而且不能是纯粹的魂导师,必须是魂师。 和深渊生物的战斗之中,很多石和武器都只是辅助,如果自身实力不够强大,是根本不可能维持持续战斗的。 长时间在高原并且是冰天雪地之中战斗,对战士的实力以及精神意志都是极大的考验。 因此,在这里能够顺利退役的人虽然只有不到一半,可实际上,却又很多人却是因为精神上无法支撑而被提前淘汰。 淘汰和退役不一样,血神军团退役的军官,绝对是各大军区抢着要的最顶尖人才,而被淘汰的人,是没有资格说自己是曾经在血神军团服役过的。 十年,在人生中已经是很长的一段时间了。 很多大家族的人,都会想方设法将家族优秀人才送入血神军团,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用这十年来磨砺。 能够完成这十年的服役,那么,未来就很可能会成为家族的栋梁之才。 目前在联邦军部之中,军方大佬里面,无论是鹰派还是鸽派,都有从血神军团出去的。 目前联邦的军事总长虽然没有在血神军团服役过,但他的儿子,就在血神军团。 因此,虽然没有直说,但唐武林也听出龙鱼血话语中的意思,血神军团,是军方高层的摇篮。 当然,前提是能够活着回去。 十年嘛。 唐武林心中暗暗苦笑,多情窦罗把自己送来这里,恐怕就是为了要让自己在这里有足够的沉淀吧。 十年时间自己又能达到怎样的高度呢? 唐武林攥紧拳头,心中暗暗给自己制定目标,十年时间,无论如何,自己也要想方设法成为一方主观。 同时,个人实力也必须要在这十年内,提升到封号窦罗程度。 第939章 了解深渊 接下来的一周,唐武林都是跟随龙鱼血学习有关于深渊族的各种知识。 涉及另一个未面的种族,要了解的东西非常多。 譬如这个种族的分类,种族天赋,战斗特征。 以及在通道作战的各个要点,每一点都非常重要。 不过对于唐武林来说,这样的特训绝对可以算得上是轻松了,只是学习知识,以他的记忆力和理解能力,学得非常快。 龙鱼血惊奇的发现,这个家伙不只是战斗力强,长得好,这头脑也非常清晰,自己讲的东西,他总能在第一时间记住,并且能够举一反三,还能提出一些自己没想过的问题,有一些甚至他都需要向父亲去请教之后,才能给出正确答案。 一周下来,两人也算熟悉了。 同时,唐武林对目前血神军团的情况也有了更详细的了解。 血神军团说是军团,实际上兵力只有两个师。 一个被命名为血师,取血战到底,是死不退的意思,血师主要负责的,是与深渊生物战斗中的直接作战。 血师师长就是徐伟涛。 另一个师则是神师,神师是特种师,其中包括机甲战斗团,还有专门掌控重武器负责防御的团,还有各种辅助作战的兵种。 虽然整个军团都只有两个师,但每个师都有五个团,算得上是独立师编制了。 唐武林虽然见到的人很少,但实际上,整个血神军团加起来,连战斗人员加上后勤人员,总人数多达两万五千人。 没有标准军团人那么多,但却全都是精锐中的精锐。 正常来说,像北方军团那样的大军团,本身至少是三个军的兵力,大约在十万人左右。 血神军团能以两万五千多人呈军团建制,可见其重要性和实战能力了。 龙虞雪就曾骄傲的告诉唐武林,如果把血神军团拉出去,绝对可以玩虐现在联邦任何一个军团。 这里的严酷环境和充分实战,令这支军团真的如同血神一般,战力极其强悍。 唐武林所在的特勤处是隶属于神师的,却不在神师五个团范畴内,直接归指挥部同属。 与军团实验室配合行动,往往是执行一些战斗部队无法完成的任务。 相对来说危险性更大,因此,能够进入特勤处的,就更是精英中的精英了。 基本上有关于深渊族的知识你已经都了解了,接下来就要在实战中去体验。 下面的特训,我会带你去参观作战部队的战斗方式,你要尽快融入,虽然我们是特勤人员,但早晚有一天你也会进入作战部队,早一些熟悉作战部队的作战方式,有利于未来你的提升。 龙虞雪向唐武林说道。 好。那咱们什么时候去? 唐武林跃跃欲试地问道。 龙虞雪道,明天吧。 对了,你的锻造室准备得怎么样了? 你可不要让我失望哦,我可是把全部身家都压在你身上了。 正所谓全部离手去不离口,身为一名锻造师,如果因为参军就无法练习无疑是极大的损失。 不过,在这里,想要找一间锻造室却绝不容易。 血神军团地处于无尽山脉深处,这里所有的物资都是非常紧缺的。 军团内只有三个锻造室,都是由专门的锻造师使用,主要负责维修机甲之类的工作。 唐武林对锻造室的要求较高,譬如需要最好的锻造台,各种辅助设备,稀有金属他自己倒是带了不少。 还要有一个足够的空间让他施展。 毫无疑问,身无寸弓的他显然是无法在血神军团做到这些的,而能帮得上他又最熟悉的,赫然就是他面前的这位了。 龙与雪大度地拿出了自己的功勋,再加上自己在军团中的人脉,帮唐武林置办了这个锻造室,但他的要求并不是未来唐武林加上利息还给他功勋,而是要求以自己的投资入股,占百分之五十的股份。 唐武林以后通过锻造赚取的功勋,要有一半给他。 换了别人,唐武林这么抠门的性格哪里会同意。 但初来乍到,他对这里的一切都不熟悉,龙与雪又是真心帮他,而且他也看得出,龙与雪说入股的时候,分明是因为他现在身无寸弓,不太想让他未来拿到功勋之后却无法升职才这么说的。 好心总是要有好报的,不然谁还做好事。 而且,龙与雪的人脉关系,也足以帮助唐武林迅速打开市场。 在这种情况下,唐武林就一口答应下来。 龙与雪还给他们这个锻造工作室起了个名字,就叫做龙塘工作室。 唐武林道,工作室已经准备好了。 老板,你可以为我们的工作室开始懒活儿了。 只要是锻造方面的,什么都可以,但前提是价格公道,只收功勋。 具体收多少,你来把控。 反正按照锻造难度收取就是了。 好。 龙与雪笑道,趁着你还不需要实战之前,我先给你找点事情做,总算能赚点零花钱。 你下午没事吧? 那我现在就给你找点活儿干。 维修机甲和武器都是需要用自己的功勋换取的,咱们到时候比军团的维修室那边便宜点,保证生意兴隆。 不过,你的锻造水平到底行不行啊? 唐武林拍了拍胸膛,没问题,保质保量,还有速度。 不怕活儿多。 行,那你去准备吧。 起码你这锻造出来的东西,换得功勋先够你吃饭再说。 一边说着,龙与雪就往外走。 唐武林笑道,那你可要多找点活儿,我吃得多呀。 两人有说有笑的走出龙与雪的宿舍后分道扬镳,唐武林正准备前往自己的锻造工作室看看,做最后准备的时候。 却被一人拦住了去路。 肩膀上扛着忠孝军衔,江武月看着唐武林的眼神明显有些不善,他早就注意到,唐武林最近这些天一直出入龙与雪的宿舍,虽然妹妹已经帮他打听过了,这主要是唐武林在和龙与雪进行新兵培训。 但他心中还是很不适滋味。 在血神军团中,有很多世家,所谓世家,就是祖辈在这里参军,后代也是如此,一代一代传下来,自然就形成了世家。 这些世家在血神军团中地位很高。 譬如龙与雪所在的龙家,就有上百人在军团之中。 江武月和江七月的江家也是如此,两边更是通家之好。 江武月从小就喜欢龙与雪,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小时候他总是流鼻涕,有个鼻涕虫的绰号,龙与雪对他很不感冒,总是冷言冷语的。 现在大家都长大了,都到了要成家的年龄,江武月的心也就越来越重了,可龙与雪冷得就像个冰刺猬,着实是没有下手的机会。 唐武林这才刚来不久,但江武月却已经敏感的看到,自己一年都未必能见到的笑容,至少已经出现在龙与雪面对唐武林十五,六次了。 怎能不大为极度。 唐武林 江武月沉声叫道 长官好 唐武林立正,向江武月行了个军礼。 第九百四十章单挑 行了,不用多礼。 我现在不是以长官的身份和你说话,而是以一个男人的身份。 江武月沉声说道 唐武林用脚趾投降,都知道这位阴河而来,不禁面露苦笑,那你有什么事? 江武月开门见山的道,我喜欢雨雪很多年了。 我要向你挑战,咱俩单挑。 你赢了,我就躲得远远的,你输了,你输了就,说到这里,他挠了挠头,竟然说不下去了。 唐武林本以为他会说,自己输了就要远离龙雨雪。 江武月难难的自言自语道,雨雪也不是货物,这似乎也是不能让的。 算了,反正我看你不爽,我们打一场。 先不说别的,我想揍你,就这么简单。 你敢不敢? 我们倒对战士去。 唐武林差点笑出来,这家伙还真是憨直的可爱呢,长官,首先我要告诉您一件事,我有女朋友。 我和龙长官只是朋友,并不是你想的那样。 其次,长官,如果您真的想揍我的话,也不是不可以,我甚至可以不还手。 一拳一百战功,你看怎么样? 江武月一愣,你有女朋友了。 但转瞬间他的脸色就变得凝饿起来,小子,你不是想脚踏两条船吧? 唐武林不禁哭笑不得,跟直肠子的家伙说话还真是辛苦呢。 行了,长官,我跟你打。 不过,不能用龙长官作为赌注,但总不能随随便便的打一场,我们赌战功,怎么样? 你说各数吧。 眉毛一挑,江武月道,战功? 你哪来的战功跟我赌? 唐武林道,现在没有不代表以后没有。 你看,我以来就被授贤为少尉,证明我至少有一定的潜力。 我要是输了,以后赚取战功还你就是。 江武月想了想,道,好。 对战士的功勋我出,然后我跟你赌一千功勋。 你敢不。 唐武林道,一千哪,有点少吧。 想要从少尉升职为中尉,需要一万功勋。 一万功勋怎么算呢? 像四抓蝙蝠那种深渊生物,一只十功勋。 杀一千只就够了。 而巴安那种深渊生物,一个就是两千功勋之多。 如果是多人协同作战,血神军团自己有一套专门的系统,根据作战时的贡献来分配功勋。 一千还少。 你刚来,两,三个月都未必积攒得出来。 小子,你难道想连内裤都输了不成? 江武月没好气的说道。 那天吃饭,唐武林一口气就吃了他三千多功勋,现在想想还肉疼呢。 唐武林道,那好吧。 他也不想欺负老实人。 少赚点算了。 江武月的魂力波动大约是在六环左右。 同样是六环的对手,当初真正给唐武林带来麻烦的,就只有个龙月。 因此,对阵江武月,他还是很有几分把握的。 走。 江武月绝对是行动派,带着唐武林直奔血神军团生活区。 所谓生活区,是一片面积很大的房子,里面都是连通的,在非作战和执行任务之外,这里是属于血神军团将士们训练,娱乐,放松的地方。 里面有各种活动设施,当然,也有对战士这种练习实战的地方。 因为此时还是上午,生活区中人很少,只有一些轮休的人在这里进行些训练或者是放松。 租用作战士每个小时是五十功勋,这里所有的一切都要用功勋来换取,目的是为了激励将士勇敢战斗。 江武月用手腕上的金属手环在作战士门口刷了一下,他的功勋自然就少了五十。 唐武林现在也有了这样的金属手环。 这玩意而叫做血神环,非常有用。 可以记录战士自身的资料,同时在击杀深渊生物的时候,更能直接记录功勋,非常公平。 而在整个血神军团内部,所有的消费,也都需要凭借这枚血神环来完成。 血神环同时会和身体状态相连,一旦受伤或者是出现疾病,都会第一时间通知总部,给予治疗或者是帮助。 作战士的地方着实不小,直径一百米,在这冰天雪地的无尽山脉中,能够建造这样的作战士已经是相当不容易了。 五十功勋使用一个小时也是价格公道,别的不说,单是内部护照的能量消耗就相当不小了。 江武月把外套脱掉,走到作战士内一侧,内部防护照开启。 唐武林也脱掉外套,眼神也变得谨慎起来。 无论给予对手怎样的判断,他都绝对不会小看自己的对手,这是很多年以来养成的习惯,也是作为史莱克学院学员的优秀素养。 江武月的气息也同样发生了变化,之前还憨厚的可爱,可此时一旦要进入作战状态,他整个人顿时像是一只准备铺击目标的雄狮一般。 气度沉宁,眼神明智地看着唐武林。 你准备好了吗? 江武月向唐武林喝道。 准备好了。 唐武林很自然地站在那里,双眸紧钉对手。 钉铃铃。 正在这时,一串铃声突然从江武月身上响起,他的脸色顿时变得尴尬起来,抬手做出阻止状,不好意思,我接个通讯。 七月 什么事? 我呀? 我在作战士这边,跟一个兄弟切磋切磋。 什么? 你要来? 不是什么好玩的事儿,你别来了。 好吧,好吧,小祖宗,我惹不起你,不过,你可要保密啊。 挂断通讯,江武月一脸的无奈,七月非要来看我们打,我惹不起这丫头,怕她回去给我告状。 不好意思,等一会让吧。 唐武林不禁有些好笑,这家伙似乎有点怕她妹妹啊。 时间不长,江七月就疯疯火火的来了,当她走进对战室,看到江武月的对手是唐武林时,不禁双眸圆争,我说,哥,你行不行啊? 人家一个新兵,你挑战人家。 哦,我知道了,你是嫉妒了对不对? 有目有人性啊你,要是你把小帅哥打出个好歹来咋办? 江武月自己说的时候直白得很,可这话从妹妹嘴里说出来却弄了她一个大红脸,七月,你小点声。 你放心,我手上有分寸的。 而且,是她自己同意的,不信你问她。 你同意跟我哥打? 虽然我听雨雪说你挺厉害的,可我哥这个忠孝可是杀出来的。 你不行的? 你才多大年纪,你什么修为? 我哥可是被徐叔叔誉为未来写诗的接班人。 江七月小嘴像刀子似的,语速非常快。 唐武林道,我是自愿的,实战总要磨练才能进步。 江七月美好气的道,你这是自己找奏吧? 算了,你自己愿意,随便了。 我给你们做裁判。 一边说着,她向外走去。 当她经过唐武林身边的时候,一个滴滴的声音随之传来,我哥的武魂是霸王龙,你可要小心了。 非常强大的武魂,力量系最巅峰的存在。 看在你那天给我省了钱的份上,我也算是投桃报李了,不欠你了。 说完,她这才走出了对战事。 武魂,霸王龙 第941章 霸王龙江五月 唐武林真的是震惊了,并不是因为对方是龙类武魂会被自己压制而震惊,而是因为,霸王龙武魂,似乎正常情况下根本就不可能存在的呀。 听了江七月的话,让他对江五月不禁刮目相看。 武魂便意到这种程度,着实有点意思。 唐武林自己就拥有霸王龙魂灵,自然是知道霸王龙有多么强悍了。 如果不是他自身血脉必然会克制对手,他都不敢肯定面对六环魂帝修位的霸王龙魂师,自己能否战胜了。 好了,你们准备好了吗? 江七月的声音通过喇叭传了进来。 准备好了。 唐武林和江五月异口同声的说道。 开始 伴随着江七月一声大喝,江五月左脚踏地,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轰鸣,人就如同推土机一般朝着唐武林的方向冲了过来。 身体前冲的过程中,江五月的身体就开始飞速膨胀起来。 尤其是上半身,只是跨出几步,整个人的身高就已经超过了七米,简直就像是一头人形凶兽一般。 上身的肌肤全部呈现出铁黑色,一块块厚重的鳞片就像是金属矿石一般布满全身,双眸也随之变成了红色,那强势的气息令他身体周围的空气似乎都有些扭曲起来。 一圈圈魂魂魂随之从他脚下升起,四子两黑,果然是六环魂帝,而且魂魂搭配相当强悍。 受武魂的极致了,这已经是接近。 纯粹比拼力量,恐怕圆恩的泰坦巨人都未必能够比得上他。 要知道,他只是血神军团一位忠孝营长,竟然就拥有如此实力,这让唐武林对血神军团的判断又高了几分。 没有动用魂魂的能力,猛的跨出一大步,将五月就已经腾空而起,直奔唐武林扑了过来。 唐武林的双眸也在这个时候亮了起来,既然是面对这种纯粹力量的对手,那么,自然是以力量取胜才最能震慑对方。 四圈金色魂魂魂从脚下飞速升起,金色鳞片也随之覆盖全身。 唐武林的气息也在瞬间跋升起来,金龙王血脉波动毫无保留的向外绽放。 已经飞扑而出的江五月,感受到唐武林的气息时,他原本强横的气势骤然消失了,就连原本七米高的身躯,居然就那么在空中直接缩小到了六米。 却红色的双眸之中充满了不可思议之色。 而就在这时,唐武林也已经到了他面前,右手金龙掌握拳,和江五月的拳头轰击在了一起。 轰! 剧烈的轰鸣震荡的整个队战士都是一阵晃动,唐武林被震得从天而降,而江五月却被他这一拳直接轰飞出了数十米,直接砸在了地面上。 啊,一声惊呼随之从喇叭中传来,却是江七月的声音。 那天握手比拼力量,江五月就输了。 但在江七月看来,那是没有动用武魂的情况下,以哥哥的霸王龙武魂,一旦释放,那绝对是力量世界中纵横无敌的存在,可此时此刻,摆在眼前的却是另一番景象。 殊不知,唐武林此时心中也同样吃惊。 霸王龙本身就是属于金龙王血脉后代,虽然不是真龙,但却直接具备一定的金龙王血脉,但反过来说,他应该受到唐武林金龙王血脉的影响也最大。 就像当初的霸王龙魂灵,就直接沉浮在了唐武林的金龙王血脉之中。 所以,刚才唐武林在和江五月交手的时候,在他想象中,江五月应该是直接溃败才对,而一开始的情况看,他的血脉也确实是对江五月影响很大。 可真正碰撞时唐武林却发现,江五月手上传来的力量依旧非常强力,至少也在十万公斤以上啊。 不是他的血脉压制效果不好,而是江五月的战役太强了,凭借着强大的战役,抵消了部分血脉压制的作用。 江五月从地上爬起来,他并没有受伤,霸王龙本身就是以肉身强横著称的,无论攻防都是如此。 但刚刚唐武林那种近乎无可抵御的恐怖力量,却深深的震撼了他的心。 在同龄人之中,他还从未遇到过力量能够超过自己的,那天和唐武林握手输了,他还能自我安慰,是因为大家都没有动用武魂的情况下,可此时此刻,他已经全力以赴,却依旧远远不是唐武林的对手。 更让他吃惊的是,他一向引以为豪的武魂和血脉,竟然在这个新兵面前被压制了,刚刚在唐武林释放出金龙王气息那一瞬,他甚至感觉到自己的血脉近乎凝脂,有种发自内心的沉浮感随之出现。 他拼尽全力提升自己战役,才勉强抵抗住。 金色魂环,他的武魂是什么? 唐武林见他爬了起来,身形一闪,就朝着将五月冲了过去,对手难得,尤其是在力量方面能够勉强抵抗住自己的对手更是罕见。 体内气血漩涡高速运转,在他的控制下向下肢流淌过去,力量瞬间传递到左脚,当他一脚踏地的刹那,整个对战士都响起一声震耳欲聋的轰鸣,对战士外层的防护照剧烈的震动起来,泛起一片片光韵,分明是已经将防护开启到。 最大程度的迹象。 而唐武林的身体,也在那恐怖的力量作用下,将身体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那天和魔魅交手之后,在速度方面,唐武林深深的产生了忌惮,但他在和木野学习本体宗能力的时候,木野就曾经告诉过他,作为一名本体宗弟子,首先要掌控的就是自己的身体,当一个人能够把身体完全掌控后,在战斗的时候,魂师本身的类别就不再重要了。 因为本体宗弟功法,可以引导着自身魂力与身体力量完全结合,作用在任何地方。 唐武林跟随木野修炼的是本体,而不是本体的某个部分。 尤其是在他拥有了气血漩涡之后,这种感觉就越发明显了。 此时,他只是想要试试,当自己全力以赴的时候,速度究竟能够达到什么程度。 气血漩涡下沉,全部气血之力都在刚刚那一瞬灌入了左脚之中,在他踏出那一脚的同时,左脚也传来了微微的酸胀感,显然是承受了太过庞大的气血之力导致的。 对战士外,江七月听着那震耳欲聋轰鸣的回响,目瞪口呆的看着对战士内突然亮起了一道金色闪电,下一瞬,刚刚站起身形,才释放出自己第三魂迹的江五月,就如同炮弹一般被那金色闪电轰击的飞了出去,一直飞到对战士另一面的墙壁上,并且牢牢的贴在了上面。 唐武林出现在先前江五月所占的地方,低头看着自己的拳头。 他惊讶的发现,在自己提升到最高速的情况下,连带着力量似乎都增加了。 这应该就是速度和力量成正比吧。 高速相当于侍卫力量的蓄力,如果刚才那一拳,自己不只是用拳头,而是配合上金龙升天的话,应该会威力更大才对。 江五月的身体缓缓滑落,此时此刻,他口鼻都已经向外溢出血丝,大脑一片空白。 就在刚刚那一瞬,他有种自己被魂倒高速列车正面撞上的感觉。 仿佛整个人都要崩碎了似的。 要知道,他已经用出了自己的第三魂技,霸王龙体。 将防御,力量都有提升了一大截。 此时此刻,对方身上的血脉气息正在疯狂的侵袭着他的血脉,体内那种要臣服的感觉也变得越发明显了。 甚至还在迅速的瓦解他的战意。 他从来没有如此憋屈过,尽管和一上来小看了对手有很大关系,可是,对方才多大年纪啊。 自己身为血神军团年轻一代的翘楚之一,为什么就不能小看对手? 他的力量怎会如此可怕? 就在这时,外面的江七月看到,唐武林身上的第四个金色光环突然亮了起来。 不好。 江七月心中暗叫一声,透过阔音器赶忙向里面大喊道,住手吧。 别打了。 第942章 江武月的惊喜 江武月在前面两下都已经被唐武林揍得这么惨了,而之前他还没有动用那金色魂环的力量,此时要动用最强的魂环,江武月怎么可能抵挡得住啊? 但是,江七月看到的,是唐武林脸上流露出的微笑。 一圈金色光环从他脚下荡漾开来,并且快速地向外蔓延出去,唐武林一步步向江武月的方向走去,很快,出现在他脚下,似乎有着复杂光纹的金色光环就将江武月笼罩在了其中。 几乎是在刹那间,江武月口中骤然响起一声极其高亢的龙吟声。 他那雄壮的身躯也在瞬间挺直了背脊。 有黑的厚重鳞甲骤然变成了暗金色,之前所有的臣服与恐惧,刹那间消失得荡然无存。 空白的大脑被极度亢奋所取代。 此时此刻,江武月只觉得自己的血液完全沸腾了,魂力更是几何倍数的暴增着。 他从来都没有感觉过,自己竟然会如此强大,大有几分恨天无靶,恨地无环的感觉。 昂,昂,昂,他口中爆发出一连串的怒吼,身上的暗金色越来越明亮,整个人都仿佛笼罩在了一片暗金的光泽之中。 就连他的六个魂环,都蒙上了一层淡淡的金色光韵。 下意识地看了一眼自己身上的鳞片,原本霸王龙的鳞片是不太规则的,但此时却潜移默化地发生了一些变化,变得比以前规整了许多,有些像菱形的样子,而且纳暗金色的光泽更具有质感。 最让江武月心中充满畅快的,是此时全身不断奔涌出来的力量感,哪怕是现在面前立刻面对一头巴胺,他都有把握将其撕碎。 金龙王封印突破第九层,唐武林发现,自己的四个金龙王技能全都进化了,这是之前没有出现过的。 其中最明显的就是第四魂纪金龙狂暴领域。 领域范围提升了超过一倍,效果也变得更强。 江武月的感受和变化之所以如此清晰,那是因为他自身的霸王龙血脉和金龙王最为接近,所以一下实力提升了50%都不止。 从被压制到反向提升,这一上一下,变化实在是太大了。 金色光环收敛,唐武林向江武月道,长官,到此为止吧。 突然没有了金色光环的加持,江武月身上暴增的力量顿时消失,鳞片恢复正常,气息也随之降低回来。 但先前碰撞时产生的痛苦,也因为刚刚这个光环附加而消失了。 你,你这是什么能力? 为什么能让我感觉自己变强那么多? 江武月双眸炽热的看着唐武林。 此时他已经完全忘了站在自己面前的这个家伙是情敌了。 作为血神军团的一员,崇尚力量的他对唐武林产生了极其强烈的好奇心。 唐武林微笑道,可能是因为我们血脉同源的缘故,所以才会如此吧。 他总不能在这个时候把自己的霸王龙魂灵召唤出来,这地方根本就承载不了。 血脉同源? 你的武魂是? 江武月疑惑的问道。 唐武林道,和武魂没什么关系,就是血脉的原因。 江武月一脸的不解,不对呀。 你的气息应该不止四环,怎么却只有四个魂环,还是金色的? 唐武林苦笑道,这说起来就复杂了。 那个不是魂环,是我血脉中的一种能力。 我的武魂另有其他。 他显然不打算再解释什么。 江武月道,你刚才最后那个能力,能够维持多久? 唐武林道,半个小时问题不大。 江武月顿时眼前一亮,半个小时。 刚刚那感觉,自己的实力简直已经提升到他自己不敢想象的地步了。 而且,再加上唐武林自身展现出的近战实力,顿时让他看着唐武林的眼神变了。 感受着江武月看着自己的灼热目光,唐武林有点不自在,长官,你看,那一千功勋。 给,马上给。 江武月一伸手,就搂住了唐武林的肩膀,然后把自己的手环抬起来,操作了一下,转给唐武林一千功勋。 兄弟,之前的事情都是武魂哈。 你说你已经有女朋友了,对不对? 江武月一脸亲热的说道。 唐武林总不能跟他说,咱们似乎也不是很熟这种话,点点头道,是啊。 我已经有女朋友了,我们感情很好。 那就更是误会了。 兄弟,我觉得吧,特勤处其实不怎么适合你。 不如,你来我这儿得了,凭你这一身本领,积攒军功不在话下,我在带着咱们铁血团一营的兄弟们向你倾斜倾斜,我保证,最多一年,就帮你提升到上尉军衔,到时候给我做副营长。 怎么样? 而且,你只要过来,我就立刻先安排你做主力连的连长。 虽然你军衔等级差了点,但咱们一赢就看本事。 你连我都能打赢,谁敢不服。 一年赴营长? 似乎距离少校也不太远。 唐武林顿时有些动心了。 就在这时,对战士的门从外面被推开了,两个人从外面走了进来。 好啊。 江武月,你敢抢我的人? 走在前面的并不是江七月。 而是文迅赶来的龙与雪。 江七月在来到这里看到唐武林和江武月要开打的时候,就给龙与雪拨了号码。 唐武林那天没有大吃他一顿,他还是很感谢的。 只是龙与雪来到这里的时候,看到的却是二人勾肩搭背,江武月正在用言语诱惑唐武林。 江武月一看是他,顿时没了脾气,赶忙裴笑道,于雪,我可不是那意思。 只是,你看小堂兄弟这一身近战实力,不到我们血师这边来,着实是浪费了人才呀。 龙于雪冷哼一声,你这私下许诺职位,我待惠尔就告诉徐师长去,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而且,武林才刚刚来到军团,对这里的一切都还不熟悉,我们特勤处也同样需要他这样的人才。 至少暂时他不会到作战部队去。 他在我们特勤处,有更大的作用。 你想抢人,先过我这关再说。 换了别人,江武月说不定就撸胳膊挽袖子的上了,可面对龙与雪,他是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无奈的举起双手,行,我投降,不跟你抢人就是了。 龙与雪把唐武林从江武月手臂下拉了出来,我们走。 唐武林被他拉着直接除了对战事,江七月看着唐武林的眼神到现在都还有些不对。 一直目送着他们离开,才忍不住回身向哥哥问道,哥,这个唐武林的力量真的那么可怕? 你怎么看上去一点抵抗的能力都没有啊? 江武月一脸胡恼的道,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身上的气息似乎先天就对我产生压制。 我们其实并不算是真正动手。 如果全力拼一场的话,加上窦凯的力量,有得打。 但他似乎也一直没有全力以赴。 我没把握能赢他,他多大年纪你知道吗? 江七月道,好像二十一岁。 我听于雪姐提过一句。 第九百四十三章 鲁尼 江武月的表情顿时就变得古怪起来,哪怕是在天才林立的血神军团,年轻一代他都是佼佼者之一。 可他今年已经二十八岁了,相差七岁,却不一定能打得过对手。 这个差距可就太大了。 浑师在三十岁之前成长速度是最快的,超过三十岁之后,随着身体固化,少了自身基因的提升,修炼速度就会大幅度降低。 因此,几乎所有封号斗罗级别强者,大都是在三十岁以前就打下坚实基础,最顶级的强者甚至三十岁以前就能达到八环修为,甚至还有直接成为封号斗罗的。 江武月对于自己未来修炼到封号斗罗层次很有信心,干那至少也要是四十岁以后的事情了。 而唐武林现在的底蕴,看起来却是那种能够在三十岁之前就冲击封号斗罗的存在呀。 这家伙如果发展得好,在军团会一飞冲天吧。 怎么回事? 龙与雪扯着唐武林除了对战士就怒气冲冲的问道。 唐武林道,你刚走,我就被江长官拉过来了。 没什么,我们只是切磋一下。 龙与雪半信半疑的看着唐武林,真的。 嗯? 唐武林点点头。 他挺喜欢江武月的性格,尤其是在发现对方竟然是霸王龙武魂之后。 所以也就帮他隐瞒一二。 龙与雪哼了一声,那家伙一向没轻没中的,以后少理他。 你没受伤吧? 还好,没有。 江长官手下留情了。 唐武林微笑着说道。 龙与雪并没有看到他们对战士的情况,哼了一声,道,那家伙就是蛮力厉害。 不过,你也是如此。 从这方面来看,你们倒是一个体系的。 难怪他会那么看重你。 不过,你记住了,你是我们特勤处的人,知道没? 是,长官。 龙与雪道,我刚才给你找了一个客户,就被七月叫来了。 走吧,去锻造室,客户已经先过去了。 好啊。 对于赚取功勋唐武林现在还是非常热衷的,尽快升职是他的目标。 锻造室也在生活区这边,只不过和作战士不同,在另一边比较偏僻的位置,这里隔音材料有限,为了不影响到其他人,只能试选这种地方了。 龙与雪一边走一边向唐武林道,我可是全部身家都投给你了。 呆惠尔人家的要求要是无法完成的话,你就不要轻易答应。 别弄坏了东西坏了名声,那样的话,可就真没办法了。 好。 唐武林也不过多解释,事实总会证明一切的。 来到锻造室时,门口果然已经等着一人了。 是一名看上去三十岁左右的女军官,肩膀上有忠孝军衔。 气质温和,相貌不算特别美,却有种让人亲近的感觉。 鲁妮姐。 龙与雪亲切的叫了一声,快速上前两步,就搂住了那女军官的手臂。 鲁妮微微一笑,目光却是落在了唐武林身上,你说的锻造师,就是这位小帅哥。 龙与雪点了点头,是啊。 他是新来的,刚刚完成授贤不久。 现在跟我进行新兵特训。 他是个不错的锻造师哦。 鲁妮眼中闪过一抹惊讶之色,新兵直接被授贤少尉。 这他还真没听说过。 虽然唐武林看上去很年轻,但他却并没有质疑唐武林的锻造能力,反而十分客气的道,那就麻烦你了。 唐武林赶忙海里,打开锻造室的门,两位长官请进。 锻造室布置得很简单,正中自然是锻造台,两侧的金属架子上摆放着各种稀有金属,其中大多数都是唐武林自己带来的,还有一部分是龙与雪帮他找的。 鲁妮看了一眼金属架上的各种稀有金属,微笑道,你这里的东西配备很齐全啊。 只是不知道,你能做到什么程度。 唐武林道,我可以按照您的要求来进行锻造,您想要什么样的金属。 或者是锻造什么东西,我应该都可以。 他没有直接解释自己的锻造等级,一个是对方未必会信,另一个也是怕对方被自己吓到了。 初来乍到,还是不要太张扬的好。 而锻造的实力,用事实来说话就是了。 口碑是要靠积累的。 说不如做。 很有信心啊。 我的要求不难的。 一边说着,鲁妮手上光芒一闪,多了一个金属管子。 金属管长约一米,横截面直径大约在十厘米左右。 看上去就是一根枪管的样子。 鲁妮道,我这根宿舍炮管因为之前使用过度,有些变形了,你帮我修复一下。 如果可能的话,可否为我加入一些适合的稀有金属,让它的强度更高一些。 我的射速会比较快,持续时间也长。 一根好的炮管很重要。 唐武林接过金属管看了看,先看外面,再看里面。 从外表来看,宿舍炮管变化不大,只是略微有些扭曲,但透过孔洞看里面的时候,却会发现,金属管里面坑坑洼洼的,明显是持续高温灼烧产生的变化。 这炮管已经不能用了。 长官,您准备为这根炮管花费多少功勋? 唐武林问道。 鲁妮一愣,失笑道,定价这种事,不应该是你们锻造师来做的吗? 唐武林道,是的,但维修这个炮管,我有一些不同的方案,所需要的功勋也不一样。 大体来说,可以分为三种。 第一种是直接修复,这个我只要一百功勋就可以了。 第二种是像您说的,为它添加一些其他金属,让它变得更加强韧。 我看您这炮管本身的材质还是可以的,用的应该是熔点很高的紫铁。 在这种情况下还会被融化成这样,您这武器本身的威力应该很大,因此,就算是融入其他金属,未来恐怕还是有破损的可能。 所以,我给出的第三种方式是,我按照这根炮管的制式,给您重新打造一根全新的,一劳永逸的解决会过热融化的问题。 鲁妮听他这么一说就有兴趣了,那你这后两种方法要收多少钱? 你能一劳永逸的解决我这炮管高温的问题? 这恐怕有点难哪。 你要知道,我用的可是超能速射炮。 唐武林挠挠头,道,对于混倒武器我不是很懂,但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 第二种方法的话,收您一千功勋,至于第三种,至少要五千功勋。 鲁妮听了唐武林的报价顿时吓了一跳,一千功勋能做很多事了,五千功勋都够唐武林从少尉升级成为中尉了。 而对他来说,也是不小的数字。 武林,别乱说。 龙与雪在旁边却听得极了,他和鲁妮关系很好,而且鲁妮在军团中人员也特别好,他第一个把鲁妮请过来,就是为了能够帮助唐武林这锻造式更好的宣传。 可唐武林却开出了一个这样的天价,顿时让他觉得极为不好意思。 唐武林展颜一笑,他的笑容看得龙与雪和鲁妮都是一愣,心中不约而同的暗叫一声,好帅。 那充满阳光味道的微笑干净的一尘不染。 长官您是我的第一位客户,这样吧,第一种方式我帮您免费做了。 您可以先看看我的手艺,哪怕是不添加任何金属,我也有把握让您这炮管强度提高百分之十以上。 如果未来您还有需要其他两种方法的话,咱们再说好吗? 鲁妮看着唐武林的笑容,好,那就先来免费的试试吧。 他性格沉稳,从来都不会冲动,并不因为唐武林长得帅就乱花功勋,同时他也想看看,这个信心十足的年轻人,究竟在锻造方面能够做到什么程度。 唐武林拿着炮管走到锻造台前,大概看了看炮管,然后就按动按钮,直接把他丢进了锻造台内的锻烧层中。 略微活动了一下手臂,好久没有锻造了,他自己心中也不禁微微发热。 已经到了圣将这个层次,锻造已经成为了融入他骨子里的能力,也是他所钟爱的事业。 第944章 第一笔生意 然后他就站在那里,整个人都沉静了下来。 哪怕这只是一件非常简单的工作,但唐武林却还是要认真对待,这是对锻造本身的尊重。 最好的锻造台在锻烧这个过程一定不会让人等太久的。 当那根炮管重新升起来,来到锻造台上的时候,他本身已经变得一片通红,令锻造室内的温度都上升了不少。 唐武林双臂在身体两侧一展,他那对魂断沉吟锤就已经出现在双手之中。 没有任何准备动作,右手锤直接挥舞起来就落了下去。 砰! 炮管的一侧被砸扁了。 啊! 龙鱼血忍不住惊呼出声,同时按叫一声,完了。 这次,就连鲁妮都不禁皱起了眉头。 通过锻造修炮管,他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 这个过程也不算太复杂,高温断烧之后,通过一些模具,把原本变形的地方调整回来,再进行稳固,固化,冷却,也就可以了。 这紫铁本身的强度很好,就算是多次熔炼,都不会出现问题。 可唐武林这一上来就是一锤把炮管一侧给砸扁了,力气倒是不小,只是,这是修复。 难道不是在破坏吗? 被砸扁了再想要修复回来,可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了。 这小子有点不靠谱啊。 武林,你干什么? 龙鱼血忍不住轻吃到。 唐武林却像是没听见似的,一双陈银锤飞快落下,连续几声轰鸣,那根原本外表圆筒状的炮管,就变成了扁平的。 龙鱼血忍不住捂住了自己的脸,不忍直视。 鲁妮姐,对不起。 回头,回头我陪你。 我真的不知道会这样的,她好后悔,后悔自己竟然鬼使神差的相信唐武林的锻造能力。 鲁妮脸上也是露出了一抹苦笑,虽然说这炮管本身的价值也不算特别高昂,但用得久了,总算是有感情了。 就被唐武林这么毁了,她心中多少有些不舒服,哪怕是性格随和,对唐武林的印象也是一落千丈。 没有金刚钻别懒瓷气活,这分明是不懂装懂啊。 还什么三套方案? 现在看来,似乎都太可笑了。 砰,砰,砰。 唐武林的双锤不断的有节奏落下,韵律感十足。 她落锤非常快,就在龙与雪和鲁妮交谈的过程中,那根炮管就已经完全变成铁片了。 然后铁片在双锤的引导下,逐渐变成铁块。 这个过程很快,当龙与雪道歉的时候,原本炮管已经变成了一坨。 龙与雪忍不住就要上前阻止唐武林继续丢人现眼,却被鲁妮一把拉住了,看她能做到什么程度吧。 砰,砰,砰。 一连串的轰鸣突然变得强烈起来,有种鱼打芭蕉,令人应接不暇的感觉。 突然间,一道光芒骤然升起,光蕴闪烁,在空中摇曳。 光芒足足升起六尺开外,隐约之间,还有轻微的龙吟声回荡。 这是。 龙与雪和鲁妮的瞳孔同时收缩。 他们虽然都不是锻造师,但要说见识还是相当不少的。 千段一品。 二女几乎是一口同声的说道。 鲁妮很喜欢她这根炮管的原因,就是因为炮管本身是千段的,但也只是普通的千段而已。 毕竟这只是一件混倒器。 金属能够达到千段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可是,她却从未听说过,有锻造师能够将千段金属进行二次提升的,而且直接提升到千段一品的程度。 不,这还不是普通的千段一品啊。 千段一品最好的情况,也不过就是光生五尺,但此时那团紫铁上升起的光蕴,却绝对有六尺开外了,还有,那龙银声是怎么回事? 把千段金属重新进阶,这种事儿,唐武林自己也做不到。 可如果是她配上魂段及锻造锤,那就不一样了。 魂段最大的特点,就是智慧,拥有智慧的金属,会和主人完全融为一体,心神相连,心灵相通。 就在刚刚这看上去简单的锻造过程中,唐武林通过自己与陈银锤的沟通,巧妙的改善了磁铁的内部结构,在不减少体积的情况下,硬是提升了她的品质。 其实,她这种做法,简直就像是大炮打蚊子,费力不少,实际上却远不如重新锻造省事。 可她锻造工作室刚开,要的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尽快打开市场,给自己积累足够的功勋。 光芒足足持续了十数秒,才缓缓衰落。 唐武林一双陈银锤落锤变轻,但速度却是更快了。 金属开始迅速变形,渐渐的变平,然后在陈银锤的带动下,缓缓成形。 龙鱼雪甚至看到,唐武林那一对锻造锤缓缓缓变形,其中一个变成了长棍模样,配合着另一并铁锤,很快就把那块紫铁卷起来,重新编成之前的炮筒模样。 唐武林动作太快了,还没等他们从之前千段异品的震惊中恢复过来。 炮管就已经恢复了原样。 斯兰一声,炮管入水,消去热量。 重新出现时,炮管已经落入唐武林手中。 长官,好了。 双手将炮管捧到鲁尼面前,唐武林递了过去。 鲁尼低头看时,发现这根炮管本身和之前看上去大小一模一样,只是变形已经全都消失了,就像是一根全新炮管。 和之前不同的是,在这根炮管上,多了一层细细密密的云纹,看上去更有质感。 这 接过炮管,炮管还是温热的,看一眼里面,光滑如镜。 触手的感觉似乎都和之前不一样了。 轻轻捏捏,虽然还没有进行测试,但从之前千段异品的情况就完全可以显现出,这根炮管的强度至少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以上。 百分之十什么的,根本就是人家之前的谦虚之言啊。 抱歉让您担心了。 但是,如果不重新打造的话,很难在不添加其他东西的情况下提高它的品质。 现在应该可以了。 我觉得您用一段时间不会损坏。 比之前寿命会长一些。 唐武林微笑着说道。 鲁尼长出口气,看向唐武林双手的时候,他那对锻造锤已经消失不见了。 再扭头看向龙鱼雪,小雪,你真是找到了一位了不起的合伙人啊。 你的运气真是太好了。 连姐姐都要羡慕你了。 唐武林,你还需要投资吗? 唐武林摇摇头,抱歉,长官。 我们这里已经不需要继续投入什么了。 开玩笑,龙鱼雪那是雪中送炭,唐武林这才忍痛算他一份。 再让别人投资,那怎么可能啊? 鲁尼拿着炮管,道,我有些后悔了,早知道让你起码用第二种方法锻造。 我很好奇,如果是第三种方案的话,会锻造成什么样呢? 唐武林道,作为炮管的话,这种需要在高温环境下工作的金属,想要永久性的使用下去,那么,就需要拥有自我修复能力,同时金属本身强度还要再提升。 如果是第三种方案的话,我会为它增加两种稀有金属,进行熔断。 然后提升到零段层次。 这样一来,就算不明刻法阵,它也足以完成自我修复的过程了。 长期使用不会损坏。 同时,还具备在旗上刻画混导法阵,提升炮火威力的可能。 虽然是贵了点,但我觉得还是物有所值的。 当然,前提是您这超能速射炮本身的威力够,也能长久用下去才值得如此投资。 听了唐武林的话,鲁妮不禁吃惊的道,熔断。 灵断? 你,你是五级锻造师? 啊,不,可以熔断的锻造师,应该是要六级了吧? 唐武林展颜一笑,简单一些的混沌,我也可以。 前面的铺垫已经完成了,到了该展现实力的时候了。 混沌? 圣将? 无论是鲁妮还是龙鱼血,都觉得脑子有点不够用了。 圣将级锻造师? 在整个血神军团都没有。 全大陆的圣将级锻造师也就那么多位而已,全部加起来,也不到二十人。 血神军团如此偏僻,军方就算愿意,圣将人家本身不愿意,谁能强迫的了? 因此,在血神军团中,最高级别的一位锻造师,也只是六级而已。 第945章 圣将的震撼 此时唐武林说他能够混沌,怎能不让二女大吃一惊? 唐武林微微一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欢迎长官介绍客户。 一千功勋,第二种方案,很贵。 五千功勋,第三种方案,更贵。 可是,如果锻造师是圣将,不贵,真的不贵。 低头看看自己手中的炮管,鲁尼有些不敢想象,刚刚为自己锻造的,竟然会是一位圣将。 这简直是太不可思议了。 圣将是什么? 圣将是能够为红级机甲打造基础金属的存在。 圣将是能够为三字窦凯师完成前期制作的存在。 圣将,是站在了锻造界巅峰,在全大陆都拥有着极高地位的存在。 要知道,神将在斗罗大陆上只有一位呀。 而念前这位,不过二十岁出头的年纪就能成为圣将。 谁能说他就不是下一位神将? 看着唐武林脸上和煦的微笑,龙与雪郊躯倾震,看着他的眼神明显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鲁尼深吸口气,小心翼翼的将炮管收好,然后在自己的血神环上按动机下,麻烦您了。 请收下这些功勋。 唐武林道,长官,我说了是免费的呀。 鲁尼道,不行,免费收了这么珍贵的东西,我实在是心中有愧。 而且,我还希望未来能够优先找您来锻造呢。 唐大师,之前是我失礼了。 您可别叫我什么长官了。 唐武林也不再客气,把他传来的功勋收起,不是一百,而是五百功勋。 事实上,从价值来看,这根炮管提升,五百功勋,不算贵。 送走了还有些恋恋不舍的鲁尼,龙与雪关上锻造室的门,目光灼灼的看着唐武林。 唐武林被他看得有些发毛,长官,你这是。 龙与雪突然怒声道,你之前为什么不告诉我。 唐武林有些无奈的道,我告诉你我是圣将,你信吗? 不信。 龙与雪毫不犹豫地说道,但我信不信是一回事而,你说不说却是另一回事。 不说就是不对。 好吧,我错了。 唐武林立刻投降。 和女人纠缠这种问题绝对不是智者所为。 扑哧。 龙与雪突然笑了,然后看着唐武林的眼神变得温柔起来,谢谢了,占你那么大便宜。 不如,我少要点份额吧。 和一位圣将合开锻造工作室,这简直和天上掉馅饼并且砸在脑袋上没什么区别。 未来的价值可想而知。 好啊,好啊。 你打算降低多少? 唐武林毫不犹豫,立刻答应下来。 他又何尝不心疼呢? 想得美。 龙与雪嘻嘻一笑,转身拉开房门就走了,小唐,你就努力给本长官打工吧。 这女人,还真是,唐武林不禁一阵无奈。 龙与雪几乎是用好的来到作战指挥部,作为特勤处副处长,他是有通行资格的。 报告 按动门铃后,他高喊一声。 进来 龙天舞低沉的声音响起。 门开,龙与雪神采飞扬的就冲了进去。 爸爸,我跟你说个事。 龙与雪兴冲冲的道。 龙天舞却是脸色一沉,现在是工作时间,你该叫我长官。 他心中也有些惊讶,女儿一向沉稳,怎么今天会突然变得如此跳脱了。 龙与雪原本的兴奋顿时被泼了盆冷水,哼了一声,道,不听算了。 您别后悔。 龙天舞一愣,不禁失笑道,你这丫头,有什么事,快说吧。 龙与雪却是别过头去,有些傲娇的道,不说了,我走了长官。 说完,转身就要走。 龙天舞哈哈一笑,站起身来,好了,我的宝贝女儿,这里也没外人。 爸爸刚才太严厉了,向你道歉。 龙与雪这才满意的道,爸,告诉你个好消息。 我们捡到宝了。 嗯? 龙天舞疑惑的看着女儿。 龙与雪嘿嘿一笑,唐武林。 唐武林? 怎么了? 龙天舞道,他不是跟你进行特训的吗? 你又在他身上发现什么新大陆了? 龙与雪道,还真的是新大陆。 您知道吗? 他还是一名锻造师呢? 龙天舞道,每一名励志成为窦凯师的魂师,都会俯修一门和窦凯有关的能力。 这不新奇啊。 只是,选择锻造的道士不多。 龙与雪道,那您知道,他是什么级别的锻造师吗? 龙天舞道,看你这样子,就能猜到他锻造水平应该不错。 难道是五级锻造师? 已经可以灵断了。 在他这个年龄,那可就真是相当不错了。 龙与雪撅起红唇,不满得道,您女儿是那么容易兴奋的人吗? 小小灵断算什么? 龙天舞师笑道,还小小灵断算什么? 你知不知道灵断有多难,等等,你的意思是说。 龙天舞脸上终于开始流露出惊讶的表情了。 龙与雪嘻嘻一笑,点点头,道,没错,他不只是灵断。 他可以混断,七级圣将。 绝对是锻造界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七级圣将级锻造大宗师哦。 龙天舞道西一口凉气,整个人却没有兴奋,反而是变得沉默了。 怎么了,爸爸? 这是大好事啊。 不该高兴吗? 龙与雪疑惑的道。 龙天舞却是叹了口气,如果这种情况是出现在别人身上,我当然会高兴,这也确实是咱们雀神军团的大喜事。 可是,唐武林的身份却有些特殊。 他的身份? 龙与雪看着父亲。 龙天舞道,他拥有一身强大的战斗力,强大的血脉,七级圣将级锻造师。 你认为,如此优秀的年轻人,什么地方能够培养出来? 龙与雪道,他不是唐门选送来的吗? 龙天舞道,唐门也培养不出这样人才的。 他可以说是得天独厚,更是天之骄子。 正常情况下,未来的他,一定应该是屹立于大陆之巅的。 而且,他相貌英俊,爸爸也相信,在他身上一定会产生巨大的吸引力。 可是,我必须要提醒你的是,离他远一点。 爸爸只希望你平平安安的。 龙与雪一脸不解的道,爸爸,你在说什么呀? 我怎么听不懂。 龙天舞尘声道,我和唐门核实了他的身份,唐武林,是当代史莱克学院,史莱克七怪之首。 明白了吗? 听了父亲这句话,龙与雪不禁全身俱阵。 有关于史莱克学院的故事,史莱克七怪的传说,他从小到大,听过的太多,太多。 却万万没想到,那个天天叫着自己长官,求学若渴的家伙,竟然就会是当代的史莱克七怪。 史莱克城被毁,史莱克学院陨落。 身为当代史莱克七怪,他则无旁贷。 所以他才会来到我们这里。 唐门斗罗殿殿主将他送过来,目的有两个,一个是要让他平安成长,另一个也是帮助他能进入军方。 史莱克被毁,各大势力全都盯着史莱克出身的那批人。 而这些人也一直在等待,等待一个机会。 第946章 不能提升军衔的功勋 所有史莱克人,都不会放弃恢复史莱克学院的。 而这却是目前大陆上所有大势力都不愿意看到的。 所以,可想而知,未来他要面对的压力有多么巨大。 这样的人,注定将会有不平凡的一生,但也绝对是危险的一生。 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龙与雪道,可是,咱们血神军团相对独立,不会影响到什么呀? 他在这里也没人会来找麻烦哪。 龙天武拍了拍自己的额头,傻丫头,总有一天他会走的呀。 他不可能永远都留在血神军团的呀。 龙与雪一呆,他会走的。 在他的印象中,真正优秀的军人,都会选择留在这里,一直在这里传承下去。 他出生在这里,成长在这里,从未想过,有一天会离开。 可父亲的这句话却点醒了他,唐武林和他不一样,总有一天,他会离开的。 一种难以形容的感觉瞬间传遍全身,龙与雪猛的转身就跑,我去问问他。 目送着快速跑出去的女儿,龙天武心中暗叹一声,女儿或许真的是对那小子有好感了。 幸好,自己提醒得早,只是希望,与雪他,不要真的陷进去才好。 按下桌子上的通讯器 将军 传我的命令,一切辅助职业获得的功勋兑换比例增加到120%,可以兑换比原来更高价值,但从今以后,不得用以升职。 只有战斗功勋,方可用来提升军衔。 是 一名圣将级锻造师,想要获取功勋太容易了,不能让他那么快就拥有太高的军衔。 这对于血神军团,不是好事。 唐武林并不知道,由于龙与雪的一时兴奋,令他原本计划用锻造功勋换取军衔的想法梦碎。 鲁妮拿着炮管离开后,并没有像唐武林想象中那样,很快就有大量客员到来,一直到下午,鲁妮才带着两名军官前来,而且都是女军官,一名少校,还有一位竟然是上校。 二位什么都没说,问了报价之后,各自请唐武林做了一个配件,要的全都是零段层次的。 唐武林又一次展现出了他强大的锻造能力,在三位女军官惊讶的注视下,只用了极短的时间,就完成了高品质的锻造。 赴了功勋之后,两名女军官没有多说什么就跟鲁妮一同离去了。 然后这一天,唐武林就再也没有客人而来。 龙雨雪下午之后也没有再来。 到了晚上,确定不可能再有客户后,唐武林这才返回了宿舍,心中不禁有些疑惑,以自己的锻造能力,怎么可能没有客户呢? 可为什么后面就再没有客户出现,究竟是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 直到第二天,他才明白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原因很简单,鲁妮封锁了消息。 谁都知道一位圣将的价值,但无论是谁多少都是有些私心的。 头天下午的灵断是对他能力的进一步测试,而之所以后来没有人再来,是鲁妮和他的闺蜜们回去准备自己想要锻造的所有物品。 趁着唐武林这圣将的名气还没有在血神军团传开,他们先要把自己想要锻造的东西全都锻造了再说。 因此,第二天一早,当鲁妮再来的时候,一共带来了五位女军官,然后他们带来的工作量,连唐武林都吓了一跳。 其中有三位少校女军官带来的工作量是要锻造全套的灵断豆楷金属。 为此,他们昨天晚上甚至不惜去借贷了大量的功勋,准备用来支付给唐武林。 这无疑是大生意了。 请问,你们是要纯粹的灵断,还是要加入熔炼合金之后的灵断金属? 唐武林问道。 他不是只能灵断的宗将级锻造师,而是一位圣将级锻造师。 这二者之间的差距,就在于,他能够轻而易举的完成多种金属的熔断,而不只是混沌。 对于一般的窦凯师来说,二字窦凯对于他们的意义实在是太重大了,因为这才是窦凯真正的开始,而一个好的基础,无疑是未来提升的捷径。 于是乎,几位女军官全都表示,要最好的,两位选择了两种金属的熔断,一位较为富裕 并且在军团背景深厚的女军官甚至选择了三种金属熔断。 再加上各种武器的制作要求,唐武林一下就接收了超过十万功勋的工作。 这一下绝对可以算得上十赚的盆满钵满了,要知道,所有材料还都是这些女军官们自行提供的呀。 他这收的只是手工费。 不过,他的兴奋只持续到了中午。 十万功勋,正常情况下,都够他直接升到少校军衔了。 但中午时间,军需处的人来到他的锻造工作室,将军团决定,非战斗收获功勋不得用于提升军衔的决定告诉了他。 这顿时让唐武林大失所望。 这分明是针对自己呀。 唐武林也很无奈,他虽然明白这是军团方面怕他利用锻造提升军衔太快,但还是极为郁闷。 于是,唐武林做了一个决定,他在锻造工作室门外立了个牌子。 不接混沌以下的锻造任务。 为什么呀? 龙于雪终于来了,当他看到锻造工作室门外悬挂着的牌子时,忍不住向唐武林吃惊的问道。 唐武林默默的把自己的血神环递了上去,之前一共向你借了一万两千功勋来开这家锻造工作室。 我先把钱还你,然后剩余的收益我们还是一人一半。 我不想接太多的锻造工作了。 所以,抱歉。 但如果有混沌级别的任务,收益我们还是一人一半。 看着唐武林默默的表情,龙于雪极为吃惊,你怎么回事? 今天鲁妮姐不是给你带来了很多工作吗? 唐武林淡然道,是啊。 本来挺好的。 但军需处却通知我,所有锻造所得功勋不能提升军衔,如此的话,我要这种功勋还有什么意义? 用来换血吃吗? 龙于雪一愣,他还不知道这件事,闻言顿时大吃一惊,怎么会这样? 你是听谁说的? 是不是有些误会? 唐武林把军需处送来的命令直接递给了龙于雪,上面盖着军团指挥部的红章。 当龙于雪看到命令签发人的名字时,笑脸顿时一片惨白,他立刻就明白,这是自己父亲做的事,而且,这绝对和自己有关。 我去问他们。 说完,龙于雪转身就跑了。 看着他急匆匆的背影,唐武林暗叹一声,但他的眼神却变得风锐起来,不能凭借锻造来提高军衔吗? 那好,那我就凭借战斗来提升好了。 他的血神环今天刚刚被军需处的人直接更新了,把他的军功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通过锻造获取的,还有另一部分是在战斗中击杀深渊生物会自信获得。 之所以只接魂断以上锻造工作,并不是赌气的行为,而是他经过深思熟虑的。 如果能够通过锻造得到的功勋来提升军衔,就算累一些也没什么,这些唐武林不在乎。 他不怕累。 但如果这样的功勋无法提升军衔,他就不能把更多的时间浪费在锻造上了,他需要尽快提升军衔,所以,就要节省下时间去参战。 当然,已经接下的这些锻造生意还是要尽力去完成的。 龙与雪在回来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他是红着眼圈回来的,显然是已经哭过了。 对不起,武林。 我,我没能说服他们,龙与雪的声音有些沙哑。 唐武林刚刚完成了一块二次窦楷基础的锻造,文言微微一笑,没什么,你看,我这么短时间就赚了十万功勋回来。 咱们纷纷,你也能买不少好东西呢。 而且,直接魂断,其实性价比也很高。 对于我来说,也只有魂断的练习才能有提升。 说不定,不久之后,就有魂断任务来了。 只是可惜,你也不能和我一起利用这种功勋来提升军衔了。 不过没事,咱们到时候多攒点功勋,给你做个顶级的机甲也不错。 第947章 购买装备 龙与雪抬起头,深深的看了唐武林一眼,看着他脸上充满阳光的微笑,被齿轻咬下唇。 对不起。 唐武林失笑道,这是上年的决定,说什么对不起啊。 龙与雪的声音突然变得激动起来,可如果不是我将这件事告诉了爸爸,至少你在前面提升功勋的时候不会被发现,那你现在至少也已经是一名少校了。 唐武林走到他面前,长官,没事的。 凭本事,我相信我一样能够很快成为少校。 如果你想帮我的话,那么,就尽快安排我进入深渊洞穴去战斗吧。 嗯? 龙与雪点点头,你的特训本来也该到实战阶段了。 我们特勤处有进入深渊的特训权。 明天我就带你去。 你也有功勋了,咱们明天先去选装备。 好。 第二天一早,龙与雪就来到唐武林的宿舍找他,唐武林甚至莲子及魔童都还没练完,就看到了他的身影。 这姑娘倒真是个热心肠啊。 长官! 唐武林赶忙下楼。 走吧,我带你去军需处。 龙与雪似乎已经缓过来了,一晚的休息,令他显得精神焕发。 军需处负责所有装备,唐武林跟着龙与雪来到这里的时候,除了工作人员并没有其他血神军团的士兵。 我们购买装备。 龙与雪出示了自己的血神环。 请挑选吧。 一个电子触摸屏随之出现在唐武林和龙与雪面前。 龙与雪道,有些装备是你必须要选择的,譬如深渊隔绝护照。 有了这个,你才能够不受到深渊未面毁灭气息的影响,自如的使用你的武魂。 否则的话,是没法动用武魂的。 这是基础装备,所以很便宜,只要一百功勋。 实际上,为了研究它,联邦花费了巨资。 一边说着,他已经帮唐武林选择了一个类似于头环之类的物品,应该就是深渊隔绝护照了。 然后你需要选择一些保护自己的装备,譬如空间整流器。 这个东西可以在引发之后,瞬间令周围空间扭曲起来,当深陷重围的时候,用它来扭曲空间给自己制造逃走机会十分重要。 嗯,还有这个,这个你也会需要用到,这是隐形背心,穿上它,它会自行释放类似于深渊气息的波动,让深渊生物无法通过精神力或者气息探查到你的存在。 虽然不是真的隐形,但对于我们特勤处的工作来说,这个是必不可少的。 你也买一个吧。 一边说着,龙与雪主动帮唐武林挑选着一件件适合的装备。 这里所有的装备几乎都是针对于深渊生物的,在唐武林看来,最实用的应该就是隐形背心和深渊隔绝护照了。 这两个东西能够保证它自身实力最大程度的发挥出来。 你需要远程攻击武器吗? 龙与雪向唐武林问道。 唐武林摇了摇头,暂时先不需要吧。 对了,在和深渊生物战斗的时候,是否可以使用机甲呢? 龙与雪点了点头,当然可以。 但是,机甲想要隐藏气息需要消耗的能量很大,一般来说,大家都会携带机甲,却不会轻易使用,只有在面临危险的时候才发动,用来突围或者是快速歼灭敌人。 唐武林心中一动,因为他想起了当初木野老师的战斗方式,木野虽说是因为研究机甲而让自己失去了进阶超级斗罗的资格,但他也曾经告诉过唐武林,机甲对于现代战斗来说极为重要。 很多豆凯师都忽略了这一点,认为豆凯本就已经是凌驾于机甲之上的存在了,根本就不需要机甲。 可是,木野的理论却是,豆凯和机甲是可以叠加存在的,机甲就像是豆凯的外层,如果相互结合的好,就能让魂师的战斗力整体提升。 对于这个理念,唐武林是非常赞同的。 如果那天,晴天斗罗能有一件红级机甲配合自己的四次豆凯,说不定,就能最终活下来呀。 所以,唐武林心中,一直想着要找机会给自己制造一台强大的机甲。 他之前那台黄色机甲现在肯定已经不适合使用了,黄级机甲的攻防能力都太弱,对于唐武林来说,他的黄金龙体,豆凯的防御力都已经足够强悍,甚至是黑级机甲都很难媲美,在这种情况下,他现在也在考虑,未来自己如果制作机甲的话应该向哪个方向发展。 装备方面,唐武林就要了之前的三种,剩余买的,都是一些一次性使用的混导器了,譬如定向炸弹之类的,这些东西自然是多多益善。 原本他对混导器的概念也不是太强烈,但自从史莱克学院被弑神级定装混导炮弹毁了之后,他在痛苦之余,也终于明白为什么魂兽会灭绝了,人类的混导武器真的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恐怖的程度,人力有时尽,而武器的持续发展,甚至连星球都能毁灭吧。 如果有足够大量的试神级定装混导炮弹的话,唐武林相信,就算是将整个星球炸碎也不是没可能的。 联邦之所以决定只生产那三枚,不只是因为资源匮乏,同时恐怕也是自我恐惧。 而这次两枚试神级定装混导炮弹毁灭了史莱克城,恐怕也会让这种对于混导武器的恐惧再次提升等级。 根据唐武林所知道的情况,目前联邦更多的科技力量都用在对飞行器的研究上。 至于进展到什么程度,他就不清楚了。 你就买这点吗? 其实那些小型机甲也不错的,具备紫棘机甲的战斗力,本身还有很多辅助功能,譬如雷达之类的,都很不错。 龙与雪提醒唐武林道。 虽然唐武林买了不少一次性装备,但总的花费也不过就几千功勋罢了,对于现在已经有数万功勋的他来说,根本不算什么。 龙与雪接受了唐武林一半功勋的奋账,却没有收回自己的投资款。 也没有反对唐武林锻造工作室直接高端任务的做法。 就先这些吧,需要什么样的装备,还是要靠战斗来调整。 唐武林向龙与雪说道。 嗯? 龙与雪点了点头,也好,和其他人比起来,作为新兵,你能有这么多装备,已经算得上是高举高打了。 而且还有我,我会保护你的。 你保护我。 唐武林惊讶的看着他。 龙与雪微微一笑,也不解释,走吧,今天开始,我带你实战,但你记住,到了深渊通道之后,一切要听从命令,否则的话,军法处置。 说到最后,他脸上可没有半分开玩笑的意思。 唐武林立刻点头,是,长官。 对于深渊通道的情况他一概都不了解,听从龙与雪的智慧,无疑是最为正确的做法,至少这位能够带给他经验,他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对深渊未面低熟悉。 出了军需处,龙与雪带着唐武林直奔血神军团后方而去。 出了血神军团营地后门,他把一双血板扔给唐武林,会用吗? 唐武林苦笑着道,不太会。 龙与雪微微一笑,以你对身体的控制能力,适应一下就好了。 跟着我来。 双脚分开,用血板来减速。 一边说着,他自己已经穿上一双血板,率先向前滑行而去,这可是在雪山上,到处都是厚厚的积雪,而血板绝对是在这种环境下的最佳交通工具。 唐武林真的不适应,血板带着他的身体迅速前行,龙与雪用血板巧妙地控制着方位。 而唐武林却有些像是直接就要冲下去。 不过,他心中倒是没有任何恐惧的感觉,有痘坎在,实在不行,飞起来就是了。 这一片的雪地十分平坦,虽然在不断的加速,但至少没有障碍物。 唐武林看着前面龙与雪的动作,他自己也尝试着学习,虽然身体不断晃动,好几次都险些摔倒,但凭借着对自身肌肉强大的控制力,他还是稳定住了身体。 第948章抵达深渊 渐渐的,他开始掌握了一些窍门,控制好重心的左右摇摆,总算是将速度减慢下来一些了。 大约滑行了十几分钟,前面的龙与雪突然大喝一声,小心了,前方就是深渊洞穴,把速度减下来。 一边说着,他灵巧的控制雪板,速度减慢,而唐武林却没他那么利落了,依旧朝着前方冲去。 就在这时,唐武林腰上一紧,龙与雪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来到了他的身后,双手抓住他腰间的衣服,向前滑行的速度顿时开始大幅度下降,却使龙与雪从他身后被动的帮他减速了。 长官,你这滑雪的水平真高啊。 终于在距离前方那个直径足足超过三千米的巨大洞穴前百米外,两人停了下来。 龙与雪摘下脚下的雪板,向唐武林道,这是咱们血神军团的基本技能,你多来两次,自然也就熟悉了。 唐武林点点头,确实,这样的滑行,只要能够给他足够的时间去适应,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龙与雪沉声道,前面就是深渊通道,记得那天测试的时候是怎么进去的吧? 这里是一样的,只是比测试那里要大,而且,进入之后,深渊生物的数量也要多得多。 一切小心,听我命令。 当遇到不可抗力的时候,我说撤退,就一定不要犹豫,明白吗? 明白了。 唐武林点了点头。 龙与雪来到巨大的洞穴前方停下脚步,唐武林站在他身边,向下看去,下面黑漆漆的一片,偶尔有低沉的轰鸣声响起,周围不时有积雪从四周向下滑落,在洞窟周围,有不少巨大的冰冷存在。 看上去,这直径超过三千米的巨大洞窟就像是一张吞噬巨口,仿佛什么都能吞入其中似的。 龙与雪右手按向自己胸前,紧接着,唐武林就听到了一连串的吭腔声响起,先是一小块金属在他胸前裂开,然后一块块金属甲片翻出,迅速将龙与雪全身覆盖其中。 赫然正是一套小型的机甲。 这机甲把龙与雪全部包覆在内后,看上去也只有三米高,相比于正常机甲,体积要小得多,背后有一堆折翼,脚下似乎有气流喷出,推动着龙与雪的身体直接悬浮而起。 你是二字窦铠吧? 释放出来吧。 下面不能有半点的犹豫。 还有,开启深渊隔绝护照,开启隐形背心。 唐武林依言照做,顿时,他能感受到,一层无形气流从头上的金属环释放而出,将他的身体笼罩在内,而那隐形背心上,似乎是散发出了一种奇异的波动,这种波动有着特殊的频率,应该就是模仿深渊未面滴。 一念一动,一块块金色窦铠开始释放而出,迅速覆盖全身。 当他背后那一双巨大的金色龙翼舒展开来的时候,哪怕是早就猜到他是二字窦铠师的龙与雪,依旧不禁看得发呆,双眸中光芒闪烁。 好漂亮的窦铠呀。 我见过的一些三字窦铠似乎都没有你这个华丽。 回去以后,帮我也锻造一套二字窦铠的金属吧,我也想早点成为二字窦铠师呢,就不需要这微型机甲了。 好。 唐武林立刻答应下来。 他的二字窦铠选用材料不一样,这可是三种合金进行熔断而成的,而且他给自己的窦铠自然还是加了料的。 所有窦铠的华丽,都不只是外观原因,而是因为鸣刻了更多的核心法阵。 唐武林天赋异禀,他身体能够承受窦铠的能量冲击远超普通人,因此,他这二字窦铠的增幅效果自然也要比普通二字窦铠强大得多。 这是身体强度决定的。 双翼张开,在魂力的控制下,唐武林也自然而然的悬浮起来,窦铠上的金色鳞片在雪地的硬衬下,幻化出一片金色流光。 尽管身穿微型机甲的龙鱼雪看上去更高大一些,但和他这身窦铠相比,那机甲简单的简直就像是乞丐服。 走吧。 收起心中的羡慕,龙鱼雪心中暗赞一声,这家伙,真不愧是当代史莱克七怪之首啊。 但是这窦铠就如此的非同凡响。 唐武林背后双翼展开,纵身一跃,跟随着龙鱼雪一起,跳入洞窟之中。 龙鱼雪基本上是贴着洞壁向下滑行的,盘旋向下。 很快,下面就传来一系列的电子波动扫描,他们手上的血神环自然发光,无疑,这是血神军团内部安装的仪器在确认身份。 龙鱼雪告诉过唐武林,在这深渊通道外围,血神军团经过多年努力,早已经构建了极为强大的防护体系,无论是对内对外都有效果。 一旦深渊生物想要冲出来,就会受到毁灭性的打击,这也是对于深渊通道防御的最后一层。 特勤处果然是有特权的,很快,两人就落在了深渊下方的那一层大网上。 唐武林曾经问过龙鱼雪,这大网下面,继续向下是什么地方? 龙鱼雪告诉他,这曾经才是真正的深渊通道,那些最强大的深渊生物,是需要足够大的通道才能出来的。 后来被当时的各大势力强者们联合封闭了。 只有那些小的通道还存在,这才造成了现在深渊通道的情况。 这漆黑的通道内部,常年有两个团的兵力在这里守卫着。 别看血神军团每个团的兵力不算特别多,但战斗力都是极其强悍的,装备也是最精良的。 这么多年来,一直镇守着深渊卫面,没有让深渊生物带给斗罗大陆劫难。 龙鱼雪这次可没像当初唐武林新兵测试时让他走在前面,而是自己走在前方,大步向通道内部而去。 通道内部也不是漆黑一片,而是每隔一段,就有灯光照耀。 这显然都是安全区,灯光也是血神军团安装的。 很快,他们就遇到了血神军团的战士,凭借着血神环上的特勤处信号,一路畅通无阻。 继续向内,来到第一个通道平台,这里早就已经变成了金属的世界,到处都是各种浑倒器布置,甚至还有用来休息的金属房间。 龙鱼雪低声向唐武林道,目前深渊通道一共有数百条,其中,最高级别的通道,只有三十六条。 所谓最高级别,就是能够通过深渊生物最高层次的那种。 譬如你曾经遇到过的魔魅,就是顶级深渊生物之一,那天你遇到的,还只是一只幼生七的,如果是成年体,一个照面,我们就完蛋了。 那是连封号斗罗都要头疼的存在。 也是顶级深渊生物之中,体积最小的一种。 据说,曾经的深渊女皇,就是魔魅一族的。 唐武林道,那现在我们去哪? 龙鱼雪道,深渊通道分为S级,A级,B级,C级。 你是第一次来这里,我们自然去C级通道那边。 这种通道都比较狭窄,能够通过深渊生物的实力有限,我们进去探查,安全性很高,不会有什么危险,便与你了解深渊生物。 好。 合助军交代了一声,龙鱼雪就带着唐武林进入了一条大约只有一人多高的通道之中。